叶归兰!猛然一声大喝,如梦般惊醒,叶归兰只觉得自己像是蛰伏已久的兽般,在这声音的刺激下猛然睁开眼睛。 疼?怎么会这么疼?老爷!老爷!小姐醒了呀! 叶归兰听得脑袋一嗡,这杀猪般的叫喊让她有如醍醐灌顶之感,刚才还迷糊,现如今已经瞬间清醒。 她抬眼,周遭的一切置化成了一连串的问号,这古色古香的地方,是哪?还没等她看清楚周围,门被人猛地退开,她只觉得一阵风卷了进来,那黑影似乎瞬间便到了自己床边,下一秒,她被人抱在怀里,叶归兰如受伤小兽般的猛然反弹,惊恐般的出手要推,她抬头,却在看见那人脸的时候,彻底僵住。 叶归兰的心头便如火山喷发,岩浆爆裂,她眼眶开始止不住地泛红,身体似乎已经先于大脑行动起来,扑进了眼前人的怀里,爸爸,爸爸。 抱着的她的人听到她出声,眼底划过一抹喜色,却在听到称呼之后缓缓皱眉,尽管脸上写满了问号,但男人却将她搂得更紧,很是舍不得放开的模样。 一边站着的小丫鬟见到这一幕,喜极而泣地捂住自己的嘴,像是要哭出来般。 爸爸,这怎么可能,我是说,叶归兰抬头,看着面前男人的脸,还有那双写满喜悦和激动的双眼,她愣了。 她的父亲早就在她五岁的时候,同母亲一起,出事故意外身亡了。 归兰,你终于醒了,你能这么依赖我,爹真是高兴都来不及,不过你方才喊的爸爸,又是哪一个? 叶归兰只觉得眼前发黑,她的身子一软,再度往床上栽去,在意识模糊的前一秒,听到了那杀猪般的吼叫,老爷,小姐又昏倒了呀。 再一次醒来,叶归兰平静了太多,她躺在床上安静地睁开双眼,看着头顶上那木头制作的边框图案,再没有什么错愕,她轻轻扭转头,目光扫过这房间里摆放的一切,就在刚刚。 她似乎做了一场梦,又像是亲身经历,她坦然地接受自己已经生死的事实,又不得不接受再次重生的命运。 她是叶归兰,又不是叶归兰,从前的自己已经生死,而这个叶归兰,也是如此。 只不过,她似乎更幸运,得到了可以重新开眼的机会。 关于从前叶归兰的记忆全部涌入脑海,她只觉得脑子快长破了。 门被人小心翼翼地推开,叶归兰目光一扫,便瞧见了轻手轻脚进来的小丫鬟。 那是自小服侍她的小菊,也是叶家唯一的下人。 看着小菊马上要张嘴的瞬间,叶归兰只觉得脑袋又是一嗡,还没等开口。 那杀猪般的吼叫再一次传来,老爷。 小姐又醒了呀。 砰。 光。 又是那道身影急迟而来,像风般卷进,只是路上似乎碰到了太多东西。 男人明显不如上次那般得体,衣冠不整,头发都有些散乱。 尽管如此也是第一时间冲到床边,仿佛床上的这个小姑娘就是她的一切光荡。 在抬腿跨门的时候甚至不小心磕了一下,她瞬间呲牙,叶归兰见了也忍不住眉角一跳,真疼。 归兰,虽然人到中年,但她面容依旧俊美,甚至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迹。 叶归兰看着她的那张脸,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叶归兰的爹和她的爸爸竟然有着同样的脸,只是,她的爸爸早就不在了。 她猛然将脸扭到一边,不想让眼泪落下。 男人愣了一下,眼底的喜悦悄悄退去,甚至涌出了一些心酸,这才对啊,这才是自己闺女和自己的相处模式,上一次那样的热情飞扑,是她在做梦吧。 男人砸巴了下嘴,坐到床边,那小心翼翼的态度就好似怕破坏了什么一样。 归兰,你还有没有感觉不舒服? 没有。 叶归兰扭着脸开口,她五岁丧失双亲,过了怎样一段灰暗无天的日子只有她自己清楚。 自己就像是个皮球般,在各个亲戚家来回踢着,甚至有人曾直接地告诉自己,若是没有父母留下的那些东西,她连当个皮球的资格都没有。 多少次午夜梦回,她哭喊着父母,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只能沉浸在无边的眼泪里,被人欺负无人诉说,被人误会,无人相信。 她说的话没有人会认真听,她做的一切都没有人睁眼瞧过。 泪就如此毫无征兆地落下,叶归兰抬手胡乱地抹掉,却越抹越多,她渴望再次见到双亲,渴望他们的怀抱,渴望他们的温暖。 但是眼前的这个,同自己父亲拥有一模一样脸的男人,他不是。 都是爹不好,都是爹的错,就算那是空间容器,你想送谁就送谁,爹以后再也不过问了好不好。 你想喜欢谁便去喜欢谁,可是你要答应爹,别做傻事好不好。 爹就只有你一个女儿,你要是有事,让爹怎么办。 男人坐在那叹气一声,开始数罗自己的不适,叶归兰越听越不对劲,泪水也逼了回去,空间容器。 这种只出现在里的词,从一个人口中冒出,还是理所当然的样子。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你不能因为和爹赌气,就做出伤害自己的事啊。 都是爹的错,以后你想做什么爹,再也不过问了,行不行。 叶归兰听猛了,他看着坐在床边不断数罗自己的男人,大脑似乎在回应他的疑惑,一些有关于这世界的事情,不断冒出。 叶归兰坐在那仔细回忆,男人发现他看着自己,明显开心了许多,你肯看我了吗? 爹再也不干涉你了,但是那个柳如玉,罢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你想的,爹就支持你。 柳如玉这个名字,瞬间把叶归兰拉了回来柳如玉,便是叶归兰痴情喜欢的人,说他花痴一点都不过分,他对那位柳公子可谓是追星迷昧的姿态,他的一举一动万分关注,为了他同别家小姐争风吃醋都是小事,大打出手也有过几回,只不过这个叶归兰根本不懂什么休息之路,自小养尊处优,被浇灌成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他爹砸钱买东西是为了讨女儿欢心,而女儿砸东西过去是为了讨柳公子欢心。 空间容器啊,这东西都想着要送出去,只是为了帛柳公子亲眼有加,这姑娘还真是下血本。 看叶归兰没答话,男人似乎有些尴尬,你好好休息,有事的话让小菊找我,那爹就,就先走了,男人多看了自己闺女几眼,没得到什么回应也只能灿灿地走出去,想着昨天那个热情的拥抱,只觉得老泪横流。 叶归兰看着那个走出去的背影,脑子里还在过从前的记忆,没注意小菊走了进来,打开衣柜拿了一件衣服,小姐,你现在出门还不晚? 什么不晚?叶归兰回神,看到那衣服的瞬间愣了一下,那是什么? 那上面吊着叮叮当当的是什么鬼?柳公子的生辰宴会啊! 小菊将衣服捧过来,小姐为了这一天可是嘱咐过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错过,老爷爷同意你送空间容器了,小姐该高兴才对吗? 可是我才刚醒,我还不知道小姐吗?就算你没醒,抬也要把你抬过去的。 叶归兰根本无法拒绝地被穿上衣服,她还是不要表现得太过反常,关于这个世界,关于自己,她还没真正弄清楚怎么回事,小姐 给 一个小盒子递了过来,叶归兰微微挑眉,这里面的就是空间容器 小姐,你一定没问题的 柳公子肯定会倾心小姐的 小菊站在门口笑咪咪的高喊打气,叶归兰看着自己这身衣服,只觉得,这姑娘脑子也许真的有问题 叶归兰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拖着刚醒还很虚弱的身体,好不容易上了马车 她看着小盒子,探过手打开,那里面躺着的是一块精致玉佩 叶归兰将玉佩拿到眼前仔细端向,这就是空间容器 怎么开启?这看上去和普通的手势没什么区别 叶归兰看了一会儿,将玉佩直接揣进了自己兜里,更为顺便地将衣服的下摆干净利落地撕开,靠在马车的软垫上,她微微闭上眼镜 她自己死于不可治愈的疾病,生命最后的那段时间,她等同于看着自己的生命流逝 那种明知死亡靠近却无法挣扎的样子,当真是弱小可怜,她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人管她 她只能等着死亡靠近 原以为这一生就这么过了,有再多的遗憾,不甘,愤恨,也都过去了 却不成想她重新开眼,到了完全陌生的世界,成为了陌生的人 还宿命般地有了一个和自己父亲同样模样的爹叶归兰忍不住叹息 她活了不到二十年,但内心却有如饱经风霜的老人 尝遍了酸甜苦辣,人情冷暖,被父母宠爱过,也被别人垃圾样地对待过 她从不曾想过还有第二次机会,也从没设想来是如何 若是人生真的有第二次机会,这机会砸到了自己头上 你会怎么做?马车在轻轻摇晃,身下是柔软靠垫 叶归兰缓缓睁开双眼,她挑开帘子 看着外面古色古香的街道 看着陌生的古人自外面经过,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色 脑子里有关柳如玉的片段不断涌现 记忆是有,但情感却没有半点传达过来 叶归兰细细品味着这些过往片段,忍不住低下头笑了 从前的叶归兰如何她管不着 但是现在,她是她自己,那个柳如玉,算个屁 小姐,到了 叶归兰懒懒地嗡了一声 自马车上下来 在春远镇上,柳家的实力和财力都算不错 自认大户门眉 更别提柳家之中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柳如玉 这样的柳如玉,吸引到几位迷妹,也不是不可能 站在门边的人一眼就认出了她 看到她身上的衣服遮掩都不曾有 直接低笑了出来 叶小姐,请吧 叶归兰扫了她一眼 柳家的下人都不掩饰对自己的鄙夷 可见这位小姐追柳如玉的姿态有多低 叶归兰跨过门槛走了进去 什么生日宴会,多大年纪了,还搞这些 叶归兰对刘福有些记忆 也知道这次宴会的举办地点在哪 她到的时候那已经有不少人 还看见了几位颇为熟悉的面孔,都是迷妹 叶归兰寻了一个角落待着 冷眼看着站在那同几位迷妹谈笑风生的年轻人 她的面容称不上有多好看 只是五官对称,看着比较舒服罢了 叶归兰眯眼瞧着 这样的人能有迷妹 脸若不是惊世骇俗 那么便是实力出众 叶归兰看着她在几位美色中周旋 心头冷笑 不错嘛 对付女孩子倒是有一手 叶归兰你既然来了 躲到角落里做什么 眼间的女孩子一下子看到了她 满脸笑意却不怀好意 叶归兰自知躲不过 也大方地走过去 只是心里已经开骂 她现在只想回家好好躺着 根本不想参加什么鬼宴会 我还以为你会好好打扮 这穿成什么样子啊 几个迷妹瞧着叶归兰身上的衣服 忍不住嘲讽起来 柳如玉也是看得皱眉 一副我很不满的样子 叶归兰笑笑 不打算同她们搭话 只想找个什么借口离开这里 越早越好 别的不说 今天可是如玉生辰 叶归兰你上次说的东西 可要拿得出来啊 是啊 你可是夸下口吻 别让如玉失望才对 叶归兰嘴唇动了动 眼尖的扫到柳如玉也是一脸期待的样子 忍不住扎舌 空间容器啊 她个外来人都能明白 这东西有多贵重 叶归兰敢给 你也真敢要 我当然是开玩笑的呀 空间容器啊 你以为是小物件 说给就给的 场面瞬间尴尬 柳如玉的笑容将在嘴边 其他几个迷妹也是有些傻了 叶归兰扯开一抹笑容 你们该不会当真了吧 那自然 不能 柳如玉开口 眼里已经多少有了鄙夷 几个迷妹盯着叶归兰 叶归兰 你在如玉生辰这天 说什么开玩笑 你那天的模样 可不是在开玩笑啊 你办不到就算了 总不能真两手空空的来吧 叶归兰只感觉自己脑袋里的灯泡一亮 生辰快乐 我也没带礼物过来 更不好意思在这里久留 就先走了呀 叶归兰转身 当真说走就走 别送了别送了 柳如玉狠狠皱眉 几个迷妹一脸问号 完全不知道今天的叶归兰是怎么回事 倒是角落里一直未开口的少年突然一笑 看着叶归兰离开的背影 大步追了上去 都到了这里 还弄什么迷妹偶像 真是够了 叶归兰恨不得将这裙摆通通撕光 什么眼光 穿着这种衣服怎么让人好好走路 简直像个花孔雀一样 叶归兰 一道年轻爽朗的声音叫了她 叶归兰抬头 瞧见墙头上站着一位少年 她灵活的月墙而下落地无声 身姿倒是轻盈利落 就是人长得太过一般 放在人群中瞧不见那种 叶归兰看了看她 记忆里似乎没这么个人 找我有事 少年看着她那附生人物近的模样 也没靠近 你对柳如玉倒是变了很多 你管我那么多 叶归兰心里烦躁 面上也没表现出来 是吗 我怎么不觉得 你先前可是追她追得快成魔了 像是今天这样的场合 你怎么可能说走就走还给她不小的难堪 我有吗 我可没觉得给她难堪 空间容器能是说送就送的 有点常识好不好 叶归兰嘟囔的话让少年有些惊讶 你竟然真的说过这话 叶归兰皱眉 我说是说了 谁以为他们会当真 就算是柳如玉亲爹 也不见得会送她这样贵重的东西 凭什么以为我就会送 少年愣了好一会儿 细细地看了叶归兰 那些人以为你真的会送 毕竟以叶鹤的实力 一个空间容器还是买得起的 叶归兰挑眉 这位爹这么有钱的 以你对柳如玉的痴情 送空间容器也是情理之中 只不过这样的东西你能说出口送人 也是令人佩服 少年这话明显带点挖苦的意思 叶归兰此时本就心中恼火 她才刚醒 还没搞清楚 这个叶大小姐为什么生死 就要穿着这破衣服来参加什么破宴会 还要被人逼着送空间容器 现如今还要站在这里 被一个不认识的人奚落 怎么 你这口气似乎很羡慕的样子哦 叶归兰本就火大 说话也不客气 你喜欢我呀 这么关注我 笑话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 少年没想到她能如此开口 当下脸红了 叶归兰冷哼一声 那就别这么多话 我怎样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我痴迷柳如玉如何 我不痴迷她又如何 关你什么事 叶归兰站起身 自小丧失双亲 又遭遇亲戚冷遇 她的性格早就有些扭曲 自小就不是擅长 谁惹了她 她也一定会惹回去的性格 少年根本预料不到她的牙尖嘴利 忍不住开口 我是见你有几分改变 才过来搭话 没想到比从前更恶劣 少年转身欲走 却又转过头 柳家已经获得了五等家族的资格 柳如玉更是会得到植入小宗门的名额 在这样的场合 你给她难堪 想想后果 少年说完 纵身一跃 几个大步便闪出了叶归兰的视野 叶归兰爬上了自家马车 车夫都快惊得眼珠子掉出来 小姐 这就回去了 这是打了个照面就走的意思 叶归兰点头 坐进马车里 只想快点到家 脱下这身破衣服 想着方才少年的话 她微微皱眉 五等家族 小宗门 这都什么 这个脑袋里面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叶归兰站在自己家门前 看着这个不大不小的门很久 这实在不像是个有钱人家的样子 更关键的是 有钱为什么还住在这个小破镇子上 叶归兰推门而入 小菊的大嗓门就扯开了 小姐 你怎么 先别说话 叶归兰开口 这小丫鬟一嗓子 就能把那位爹喊过来 叶归兰快步走进自己屋子 双手毫不客气地将衣服扯了下来 小菊看她如此豪放的动作都看傻了眼 小姐 你怎么了 是掉到湖里 脑袋被水浸着了吗 叶归兰眼皮一跳 掉到湖里 这位叶小姐是跌到湖里溺水而死的 换回了还算比较正常的衣服 叶归兰看着站在那一脸呆滞的小丫鬟 嗨嗨 我问你 五等家族 小宗门是什么意思 小丫鬟仿若实话了般 就这么盯着叶归兰看了好几秒 看得叶归兰心里秃秃 是不是不该这么问 可谁想到 下一秒小丫鬟张开嘴 那杀猪般的吼叫再一次响彻耳边 老爷 老爷 喂 你喊什么 叶归兰被吓到 看着小丫鬟一边喊一边跑了出去 她怀疑自己是不是踩中了雷 这些问题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是不是暴露智商的问题 她等下该怎么圆 就在叶归兰暗自苦恼自己太过鲁莽的时候 又是那道身影 和前几次一样的速度冲了进来 那张人到中年依旧俊美的脸 似乎绽放出了一种笑意她笑什么 这笑仿佛是看到一个婴儿 终于能开口说话了一样 归兰 我没听错吧 叶鹤近乎要笑弯了眼 她甚至兴奋的俊脸都有些发红 你终于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了 什么叫终于感兴趣了 好好 爹等了这么多年 没白等 你感兴趣了就好 你想知道什么 爹都告诉你 叶鹤笑咪咪的坐在那 一脸 我准备好你快问的表情 叶归兰硬着头皮开口 五等家族 小宗门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个上午 叶鹤说的 岂止是五等家族 小宗门 她近乎 要将这个世界的所有都讲解一遍 甚至还体贴地问自己闺女 还有哪里不懂 这是无巨系幼儿园老师的讲解方法 也让叶归兰终于明白 从前的这位叶小姐 当真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 她满心满眼都是那个柳如玉 也正好是这样 她没有穿帮 甚至得到了更多的解答 这个世界同叶归兰认知的一样 便是如同玄幻里的世界一般 每一种生灵生来体内便有一枚灵种 随着灵种的不断改变增强 实力会得到改变飞跃 这个世界不仅仅有人类 还要更多强悍与人类并存的种族 光怪陆离 惹人瑕疵 五等家族 则是人类中的家族体系之分 五等最末 一等最强 还有这凌驾一切的神秘四大家族 而家族等级是要通过考核比拼才能拿到 不仅仅有家族荣耀还有这诸多便利 而小宗门便是这诸多便利中的一个 这个世界的高等学府唯有四大宗门 而四大宗门的前身便是小宗门 只有进入小宗门并且获得推荐资格 才有可能进入四大宗门成就更高的强者 叶鹤讲的口干舌燥也没停下 生怕自己闺女听得不够明白 叶归兰细细听着也消化着这些基础知识 对眼前这个世界也算有了些许了解 说到最后叶鹤实在口渴喝了一下茶水 叶归兰静静地看着她 那么 我的灵重呢 我现在又是什么实力等级 叶鹤拿着茶水的手一个颤抖 险些将茶杯跌落在地 他抬眸看着自己女儿 眼底饱寒的期待让叶归兰心脏猛然跳了一下 又是这样的眼神 这位爹是有多妄女成凤 可是他竟然憋了这么多年 都不曾开口劝导一句 任由自己闺女做什么小迷妹 如此花痴地活了十六年 如果不是她来了 这位爹是不是一辈子都打算这么过下去 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小阵子 用自己的双翼护住这个脑袋空空的花痴闺女 跟我来 叶鹤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 叶归兰乖乖起身跟在后面 她的脚步带着急切 甚至有些欢托 只怕要恨不得在原地跳上几圈 来展现她内心是多么快乐 妇女俩来到了一个屋子前 叶鹤轻轻嗓子 推门进去 一股浓厚的药箱子屋内窜出 叶归兰心头一热 药箱屋子之内 几排高大的书架摆放其中 书架上都是满满的小格子 叶归兰抬头瞧了瞧 这有点像 卖中药的 叶鹤站在那 似乎在等待什么 但是自己闺女半天没开口 她忍不住了 你怎么不问问爹是做什么的 爹是做什么的 叶归兰开口 她也的确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职业能让叶鹤如此富贵 拿下一个空间容器也不在话下 爹是 这要是 叶鹤开口 身板站的鼻挺 那模样 就像是等待夸奖的小孩子一般 叶归兰眨眨眼睛 制药师 和她理解的应该是一样的吧 怪不得叶家会这么有钱 怪不得叶鹤出手这么大方 怪不得她有自信 可以护着女儿如此成长 原来竟然是制药师啊 叶归兰微微垂眸 没发现叶鹤眼底闪过一抹尴尬 她看着自己闺女波澜不惊的脸 心底多少有些失望 却没想下一句 让她整个人再次沉浸到狂喜之中 我想学制药 叶归兰开口 叶大小姐不知道这位爹有多厉害 不代表她不清楚 有这么好的资源就在身边 不学制药 亏死了 我想成为制药师 我是不是听错了 我闺女竟然说想学制药 我是不是听错了 叶归兰抬头 这位爹一连写着我不相信 但眼底的狂喜却那样真实 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位爹并不是一味地骄纵自己女儿 心中也是对她有所期待 只是这位大小姐一直不上心 辜负了这份期待 叶归兰咳嗽了一声 没听错 我想学制药 我要成为制药师 叶鹤定定地看着叶归兰 嘴唇颤抖了几下 好好 我叶鹤的女儿 没有让我失望 叶归兰有些无法直视她的这双眼 这位父亲浓厚的期待都写在了眼里 叶归兰忍不住垂谋 若是爸爸还在世的话 会不会也同她一样 对自己有着期待 想象着自己的女儿会成为怎样的人 学呀 我 我给你找个东西 叶鹤有些激动 想了半天才找到她说的东西 那是一本书册 她递过来的时候 甚至有些不好意思 嗨嗨 这是爹自己写的 你看看 这看似随便的小册子 拿在手里 却相当有分量 叶归兰摸了摸 纸张虽薄却有韧性 一看就是价格不菲 而且装定的线 没有一处有瑕疵 工整非常 这书册明显是她精心编撰的 甚至写好了目录 备注和心得 这明显 是为她的女儿准备好的 叶归兰一时语色 只觉得手中的书册沉重无比 这里面包含了父亲对女儿的深深期望 叶归兰一页页翻看着 她只要研读透了这本书册 这要的基础知识就算巩固 叶归兰看到某处 不由地停了下来 她还画了简单的图画 嗨嗨 画得勉强了些 我知道 叶归兰将书册合上 会承受不住 她可知道 自己真正的女儿已经香消玉兰 站在她面前的 不是她的女儿叶归兰 叶归兰在这一刻甚至有些不敢抬头 我回去慢慢看 她匆匆说了一句就要跑 却被叶鹤的一声呼唤喊住 归兰 等一下 一个小盒子被万分珍重地交到她手上 叶鹤满心欢喜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我就知道 总有一天会将这东西给你 总有一天 你会对我说出今天的话 叶归兰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是点头 那双大手抚摸着她的头发 不枉我等了你这么久 现在一点都不晚 这是 什么 叶鹤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慈爱地开口 吃了它 你体内的种子 就醒了 叶归兰皱眉 体内的灵种自然是越早觉醒越好 有人者甚至能通过所谓强力丹药改变灵种强弱 以至于影响以后的人生高低 但是她没记错的话 这个叶归兰已经16岁了 她这个年纪 同龄人还有几个没觉醒灵种的 16年 这姑娘硬生生真就这么过来了 被这位爹保护得如此周到细致 甚至都说不到来自旁人的一句嘲讽 叶归兰看着这枚丹药 吃了这个就能让灵种觉醒 难不成 她抬头看着眼前的叶鹤 看着这张同自己父亲一模一样的脸 把所有的怀疑都吞了下去 既然吃了这个就能灵种觉醒 那她 吃呗 哦 哦 叶归兰做梦都没想到 吃了那个亲爹给的丹药 她吐了整整三天 吃什么吐什么 不吃还不行 她怀疑再这么吐下去 体内的这枚灵种都要被生生吐出来 哦 又是一声干呕 小丫鬟在一旁关切地看着 递过来一杯茶 小姐 喝口茶 歇一下吧 叶归兰狠狠瞪了她一眼 哦 我 我爹呢 老爷嘱咐了 小姐再吐一会 差不多就没事了 小丫鬟讨好般地递上茶 老爷还说 小姐干呕很难受 喝茶能好很多 我 哦 叶归兰想说什么 又转过头干呕 小丫鬟在一旁礼貌不是尴尬地笑着 不一会儿 风尘仆仆地叶鹤推门进来 归兰 吐得怎么样了 都吐干净了没 叶归兰一脸虚弱地看着这位爹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叶鹤笑咪咪地走过来 拍了拍她的背部 都吐干净了 我才能放心 又吐了一个小时 叶归兰这才虚弱地停下来 没力气地摊在椅子里 叶鹤看她一脸苍白的样子 也忍不住心疼 乖 再把这个吃下去 又是一枚丹药被塞了过来 叶归兰乖乖地吞了下去 瞬间 刚才干呕的难受劲一扫而空 这几天萦绕在体内的不适感 也消失无踪 你的灵种有些特殊 你自己一开始也无异于休息 为了避免一些东西 就将它封了起来 叶鹤说的几句都很轻巧 叶归兰却有些发猛 灵种说封就能封 现在你的灵种重见天日 归兰 有些话我也要同你讲清楚 叶鹤的神情少有的严肃 叶归兰也忍不住正经危坐 叶鹤沉默了好一会儿 滴滴开口 十六年被封的灵种苏醒 里面蕴含的灵力也是经年累计 如果不好好疏导 极有可能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叶归兰点点头 叶鹤坐在那 抬起头 跌给你的那本册子 你有看吗 有看 叶归兰回答 不太明白叶鹤的意思 叶鹤欣喜不已 眼睛里冒出的火星 让叶归兰忽然有一种被当成猎物的错觉 有看就好 让你开始制药 也不算突兀 等 等等 什么意思 让他制药 从他开口说要学 给他册子 这不过才三天 他是看了那本册子 但也只是扫了眼最基础的东西 他甚至连有些药材都分不清楚 制药的具体流程也不知晓 他这就要开始制药了 事不宜迟 这就开始吧 叶鹤 有些兴奋地站起身 这药不可或缺的就是灵力 越强力的丹药 需要的灵力越多 你体内的灵力急需疏导 这药能很好地帮助你 可是我 叶归兰还想说什么 人已经被拖到了钥匙里面 有爹在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你不明白的地方 我都可以教你 可是 叶归兰已经被推到了桌前 什么东西都已经为他备好 甚至细心到已经分门别类 归兰 听好 左边加右边 右边再加中间 然后再加左边 这 什么 再打魂斗罗 上上下下左左 叶归兰听的脑子发懵 但身体却有了动作 听着叶鹤的吩咐 开始制药 这中间的步骤他懵懂不知 叶鹤也从不提为什么如此做 更不提这些药材都是什么名字 等所有的药材都混合完毕 叶鹤笑眯眯地开口 很好 闭上眼睛 用你体内的灵力去感受这些药材 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叶鹤温柔的话在耳边响起 叶归兰猛然回神 眼盲按照他说的去做 闭目是一片黑暗 但突然 有什么颜色在眼前闪现 大大小小 实强实弱 虽然杂乱 但是他看得异常清晰 这些是 什么 叶鹤见他的吃惊之色 更是欣喜 他闺女果然是制药的天才啊 灵力刚开 已经运用自如 甚至能这么快就摸清了这些药材的灵性 要知道 他当初到达这一步 花费了足足七天七天 叶鹤那也是极快了 正常的制药师 要用自己的灵力分清除药材的灵性 需要耗费整整一个月 万物皆有灵气 草木飞虫 飞禽走兽无一例外 制药师要做的 便是根据药方用灵力调配药材的灵性 将灵性融合在一起 融合得越是完美 但药的品质则越高 这次的药材我已经帮你调配好 既然你这么快就能分清灵性 下次你可以自己来了 按照爹的习惯 按照灵性属性和强弱分类 左边是灵性最弱 中间是居中 右边则是最强 那本书册上的配方 也是按照这样的习惯来的 叶归兰恍然大悟 怪不得配方都是奇奇怪怪的左右 右左什么的 在左右中旁边会标注着各种不同属性 能分清药材的灵性强弱 配方的确简单 叶归兰睁开眼 嘟闹了一句 叶鹤却是哈哈大笑 这世上能全分清药材灵性的制药师 只怕还未出世 你要知道 大多数制药师能分清百种药材灵性已经算厉害了 叶归兰扎舌 制药师分辨药材灵性的数量有限 也就是习的配方有限 就算认识更多的药材 分辨不出灵性 也等同于无知 只怕越是高等级的丹药 所需要的药材灵性越苛刻 能分辨的制药师也是凤毛麟角 你就做册子里 配方第一页的第一个 做上几十个 做完就自己吃下去 这东西对你有好处 几十个 还要吃下去 叶归兰见叶鹤走了出去 掏出这位爹给的小册子 第一个便是助灵丹 助灵丹啊 虽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但名字听上去 的确对灵种有好处 配方也极其简单 可比刚才的那个简单多了 整整七天 叶归兰就在药室里面 一心一意坐着助灵丹 做完就自己吃下去 口感还算不错 酸酸甜甜 就和吞山楂丸子没什么两样 小姐 吃早饭了 第八天 小丫鬟在外面喊着 刚要推门进去送饭 门已经被人轻轻推开 叶归兰站在门口 整个人仿若脱胎晃骨 不见了从前的娇生惯养之气 反倒是多了一份从容和冷静 小丫鬟不禁看傻了眼 只觉得现在的小姐 比从前的小姐似乎更好看许多 没了那副花吃草包的样子 自家小姐当真是角色 这么看我做什么 叶归兰轻笑了一声 她当然知道自己的变化 这几天不停地制药吃药 她对灵力的掌控已经变得很是娴熟 助灵丹已经是信手拈来 闭着眼睛都能做出来的丹药了 而吃了这么多助灵丹 她也明显感觉到了体内的变化 体内的这枚种子在助灵丹的滋养下 已经在茁壮成长 至于发芽生根 也只是时间问题 叶归兰鼻尖一热 小丫鬟看得目瞪口呆 小姐 你流鼻血了 知道了 别大惊小怪的 叶归兰胡乱地将血抹掉 猛然抬起头 要吃多了 当然会流鼻血 况且还是吃了这么多 我爹呢 老爷去交易行了 说要买东西送给小姐 老爷今天出门的时候可开心了 叶归兰轻笑 看来这位爹也料到了他的成果 这就美滋滋地去买礼物给自己了 我出门找他去 哎小姐 不带点纸吗 小丫鬟喊着 叶归兰早就跑了出去 交易行啊 他早就想看看了 大哥 这个小镇子真的有那东西吗 交易行外 两个年轻人忧心忡忡地站在那 个子高一点的清俊少年皱眉 消息应该没错 错过这一次 只怕我们不会再有机会了 只是没想到 那东西会出现在这样的小地方 是啊 我们跑了这么久 真的没想到会在这种计较嘎拉 个子稍微矮的少女 明显看不起这个小镇子 也好 出现在这样的地方 只怕也没多少人知道 我们多少还有些胜算 走吧 少年低语 两人刚要走入交易行 少年的目光忍不住停了下来 正是叶归兰 他美好的外表吸引了少年的目光 在他身上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少年也想不到 在这样的地方 能有如此意外的娇美容颜 叶归兰倒是什么都没注意到 静止走进了交易行 旁边的少女催促了一下 少年这次回神走了进去 推门进入的其他人 也看到了叶归兰 忍不住都笑了出来 哟 那不是叶花吃吗 他这次来交易行 是要买什么东西 买什么东西 不都是送给男人吗 哈哈 你说的也对 空间手镯都能送给别人 也只有他做得出来了 真是一点都不心疼 可惜了那副样貌 实则却是草包 少年听着这些 忍不住微微皱眉 看不出他竟然是这样的人 交易行没有一天是冷清的 叶归兰刚走进来 立刻有人眼尖地认出了他 哎呦 这不是叶家千金吗 这次是想来买什么 金银玉石都有新货 要不要看看 叶归兰不用想也知道 原本的叶归兰是这里的常客 而且购买的东西 品位真低 来交易行来买金银玉石 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家里有钱 整个一爆发户的姿态 叶归兰没瞧见叶鹤的身影 只怕这位爹是这里的贵客 早就被请进去了 能买下空间容器的叶鹤 怎么着也是这里的超级VIP才对 我随便看看 叶归兰开口 那人也不急 那您先看看手册 有看上眼的东西再说 哦对了 叶大人先前来了 肯定是要买那东西 讨自己女儿开心 那东西 叶归兰挑眉 接待的人呵呵一笑 是啊 马上就开始拍卖了 叶家千金要来看看吗 叶归兰就这样被带了进去 这是一场十分小型私密的拍卖会 拍卖台的四周都有位置 叶归兰坐在了后面不起眼的位置 她眼尖地瞧见了叶鹤 坐在了自己正对面的高台上 只不过下面的座位黑压压 叶鹤并没有发现她 陆陆续续有人走进来 叶归兰微微回头 嗯 这不是刚才在门口碰到的那两个年轻人 叶归兰也只是扫了一眼就收回目光 她实在好奇 这位爹是要来买什么 还有 有些东西她要搞清楚 翻看着交易行手册 叶归兰查找着丹药一篮 喜灵丹 喜灵丹 她没找到喜灵丹的名字 却找到了助基丹 看着不同品阶助基丹后面的标注价格 叶归兰只觉得 真是日了狗 最低品的助基丹 价格也有一万 这七天 她究竟吃下了多少万 她真恨不得能当场将吃下去的助基丹都呕出来 她少说也吃下去二十多个 那就是二十多万啊 气血上冲 叶归兰只觉得鼻尖又是一暖 她连忙抬起头 看着坐在对面高抬的叶鹤 她是知道的吧 知道这丹药的价值 还让自己这么吃 大哥 她 她竟然看你看到流鼻血了 好巧不巧 那两个年轻人也坐在了对面 只不过不是高抬 而是下面的位置 叶归兰抬头看叶鹤 自对面看就如同看自己一般 少年见她流鼻血也是一愣 心中更是坐实了她花痴的说法 这姑娘 竟然看到流鼻血了 可还行 少年微红着脸别开目光 一旁的少女笑得不行 天啊 这么花痴 竟然流鼻血 这是有多迷恋大哥这张脸 莫要说笑 少年有些休脑 看对面的叶归兰 目光仍旧看着自己 一时间竟然不知如何是好 而这边的叶归兰浑然不觉 只是一心一意瞧着叶鹤 心中感叹着自己吃下去的几十万 这个屋子的门很快被关上 主持者登上了中间台子 叶归兰的视线一转 拍卖要开始了 叶先生 看来这是势在必得呀 高台之上 叶鹤旁边有人开口 叶鹤笑呵呵 没有否认的样子 这东西得来不易 出现在这里也实属意外 知道消息的人很少 但是价格也不会低到哪儿去 叶鹤低声笑笑 我自然知道 也是有所准备来的 拍卖台上 主持者清了清嗓子 各位 今天拍卖的东西实属罕见 能出现在本场拍卖中 也是百年难得一见 还请各位心中颠量 机会一旦错过 可就再等不到了 诸位都知道 一族同人类比邻而居在这片土地上 其中更是变异兽族最为霸道 但人类也有将其驯服之法 凌驾在其之上 现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的心都开始狂跳 叶龟兰看着支持者 脑子嗡的一下 这次拍卖的东西该不会是 没错 本场拍卖的拍品只有一个 唯有一个 刷 主持者后面的布子被猛然拉开 布连后面 是一个十分巨大的牢笼 牢笼之内 一只巨大的豹子 趴扶其中酣睡 周身的皮毛光泽油亮 红黑相间的花纹绵延周身 身后的那条瘦尾有灵甲覆盖 这是一只 云甲豹 主持者的话音刚落 已经有人站了起来 激动地喊出了价格 五十万 大哥 真的是他 养的年轻人也激动不已 少年紧紧盯着笼子里的那只云甲豹 手狠狠握紧 刚要开口出价 拍卖者的话音再一次想起 起拍价格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叶龟兰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他只觉得眼前冒出了一串的灵 他仰起头 看着坐在高台上的叶鹤 果不其然 他出价了 五百万 全场哗然 很多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着叶鹤 叶鹤 擒着淡淡笑容坐在那 波兰不惊地开口出价 就连想要参与竞拍的几个人 也被这价格吓退了回去 五百万 这不是谁都能出得起的价格 五百五十万 坐在那里紧握手掌的少年喊了出来 很多目光扫了过来 这小子谁呀 竟然敢和叶鹤叫板出价 这价格 一看就是叶鹤势在必得呀 叶龟兰也忍不住看了过去 真是人不可貌相 他看上去和自己一般大吧 敢如此出价 看来也是有所准备而来 五百五十万 这价格差不多了吧 五百五十万只 为了给自己闺女买个礼物 想到那个空间手镯 叶龟兰将自己的念头缩了回去 空间手镯的价格 只怕远超十倍不止 有钱 是真的有钱 不是看上去的那种 为什么这么有钱 他们还住在这个小破镇子里 八百万 叶鹤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让少年顿时泄了气 拍卖者笑呵呵地环顾现场 这个价格 已经远超他的预期 在场的人也没有哪个能再出价了 叶大人八百万一次 两次 三次 成交 成交两个字喊出口 叶龟兰只觉得自己腿都是软的 多少个零就这么出去了 叶鹤这么宠闺女 从前的叶龟兰 只怕根本不知道 这些东西是多少钱买的 不然也不会将空间手镯这种东西 轻易送人 大哥 拍卖结束 嫁高者得 少年深知这个道理也无可奈何 只能一脸无奈地走了出去 叶龟兰腿有些发软的也走了出来 还有点没缓过神 八百万 一句话的功夫 没了 论起败家 这位爹远超自己闺女啊 大哥 是那个花痴 少女见到有些恍神的叶龟兰 低声开口 连忙拉住自家哥哥的袖子 刚才有人喊他叶家千金 他一定是刚才出价者的什么人才对我们要不要 别做这些龌龊事 少年虽然也心骄无奈 却也一身正气 少女忍不住崛起嘴 大哥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是说 方才有人不说他是花痴吗 连空间手镯都能送给别人 空间手镯呀 那东西能送人 一定是脑子有问题 他可是看大哥看到流鼻血 不如大哥你牺牲一下色相 少年当场愣住 这的确不是为一个办法 只是 他看着叶龟兰 挣扎了一下 大步走了过去 叶姑娘 叶龟兰恍惚抬头 只觉得气血又是一阵上冲 鼻尖又是一热 他连忙用手去擦 这鼻血是止不住了吗 看到他又流鼻血 少年尴尬不已 微红着脸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他就这么看着自己 看到再度流鼻血了吗 他如果这么迷恋自己的话 少年深吸一口气 红着脸开口道 叶姑娘 能否能否 哎呀 你能不能把云甲暴送给我大哥 你空间手镯都能送别人 云甲暴也不算什么是不是 况且 你还看我大哥看到流鼻血了 送一只云甲暴也无所谓吧 叶龟兰听愣了 云甲暴送你 且不说那云甲暴是不是叶鹤要送的 就算是 这姑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算几个意思 还有 看他哥看到流鼻血 什么时候的事 你谁啊 我认识你 叶龟兰恼了 前世的那些亲戚不就是这副嘴脸 一副你给我什么都应该的神情 让他作呕万分 我们不认识 但是你看我大哥看到流鼻血 也是有够恶心 小姑娘知道叶龟兰不会送云甲暴 说话也不再客气 怪不得别人说你是花痴 还送什么空间手镯 脑子有问题 叶龟兰看着他 不怒反笑 我送什么 和你有关系 就是不送你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 小姑娘瞬间要动手 被少年猛然按住 对不起 是他说话太过分 我们这就走了 少年强硬地拉着少女走开 叶龟兰站在那 突然扬声 喂 送你云甲暴 你要怎么报答我呀 少年一愣 转身回头看他 叶龟兰对着他甜甜一笑 以身相许怎么样呀 少年的脸猛然变红 一旁的妹妹立刻吼了出来 想得美呀你 大花痴 我只是开玩笑 千万别当真 你 妹妹被气得头顶冒烟 少年红着脸 站在一旁尴尬不已 叶龟兰对着两人笑笑 转身往家走 少年看着他的背影 想着 方才他一脸的戏弄 知道把他想错了 有鼻血 肯定也不是因为他 想到这里 少年实在忍不住 叶姑娘 对不起 叶龟兰脚下的步子停了下来 他忍不住回头 看到了少年 那双真挚的眼睛 少年对着他点点头 叶龟兰却突然开口 你为什么要那只豹子 少年看着他 苦涩一笑 为了去救命 救命的是啊 叶龟兰一副了然的样子 但是这豹子 他也做不了主 虽然是自己爹拿下的 但是八百万 可不是说能送人就能随便送人的 少年见他的表情也知道帮不上忙 只能歉意地点点头 两兄妹还是站在交易行门口 似乎没有死心 叶龟兰瞧着交易行那 自里面出来的人似乎也不愿走的样子 这支云甲暴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 作然拍卖会结束 也没人想先再离喜 更多的人是想看看 叶鹤大手笔拿下这支云甲暴 是要做什么 叶龟兰 你也来了呀 一声娇和 叶龟兰回头就瞧见了被迷妹们簇拥而来的柳如玉 她很享受的样子 看叶龟兰的眼神也是不嫌不淡 喊她的是这迷妹中的一个 你也来看云甲暴的 我们才得到的消息 也不知道拍下云甲暴的是谁哦 哎呀 该不会是你爹吧 叶龟兰站在那里 并不想和他们为伍 但这些人莫名其妙地靠了上来 她也只能尴尬笑着 不知道 我也才刚来 柳如玉看了她一眼 淡淡开口 云甲暴能出现在这里 实属幸运 听说这豹子很威武拉风 若是能称为坐骑 是啊 若是如玉有这样的坐骑 简直不要太帅 叶龟兰 你还想什么呢 空间容器你割了就割了 这次说什么也要补伤吧 昨天你就那样离席 让如玉多难堪 这只云甲暴 你就全当补伤的礼物好了 叶龟兰听的 那简直叫叹为观止啊 她还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八百万 多厚的脸皮哦 说送就送 还是被逼着送的 龟兰 自娇一行走出来的叶鹤 见到自己女儿一脸笑意 大步走了过来 至于柳如玉 这位爹一个眼神都不给 没等她开口 叶鹤便将一把钥匙射进了她手里 龟兰 这豹子是爹送你的礼物 你若是想送它 你就送吧 爹说了不再过问 叶龟兰有些傻了 看了看手里的小钥匙 再看了看站在那被迷妹们簇拥的柳如玉 突然扬声道 爹 有件事 我要和你说明白 我从前可能有些眼瞎 喜欢错了人 站在那的柳如玉 明显神色已经不好看 几个迷妹更是听得目瞪口呆 叶龟兰 你疯了 叶龟兰转过身 不是说她花痴吗 那她就花痴给你们看好了 不能改变得那么快 入乡随俗的道理她还是懂的 只不过 换个人而已 站在交易行门口的兄妹俩心里还惦记着云甲暴 少年只觉得背后有人扑了过来 立刻警觉地转身 就瞧见那如花般的面容带着娇笑朝她扑来 下一秒 她细软的胳膊就缠上了自己的手 少年愣了 一时间竟然没有反抗 任由叶龟兰这么缠住了她的胳膊 一边站着的妹妹也看傻了眼 就看着叶龟兰一脸痴笑 着迷不已地开口 我已经不喜欢柳如玉了 这位公子才是我的心头好 叶鹤震惊地看着自己女儿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而少年则是一脸通红地站在那 小声低语 姑娘 你这是做什么 就急 帮我一下 叶龟兰假笑着嘟囔一句 一旁的妹妹恼火不已 上手就要拉扯叶龟兰 你这个花痴 想对我大哥做什么 快放开 若是论言 柳如玉拿彼得上这位公子 叶龟兰被妹妹拉扯 还不死心地拽着少年胳膊 少年微红着脸敏唇 看到不远处的柳如玉 也稍微明白了点情况 眼盲止住了还在拉扯的妹妹 叶龟兰黑黑一笑 缠上了少年的胳膊 就差整个人贴上去 以后我就追随公子 什么柳如玉 我才不在乎 柳如玉脸黑得转身就走 几个迷妹咒骂了几句 也匆匆跟了上去 叶龟兰见到他们走远 迅速将手放开 看他还有脸没脸管自己要东西 周围看戏的人也散了 只是别人口中多了谈资 叶龟兰不愧是有名花痴 龟兰 这位是 叶鹤一脸憔悴 本以为自己女儿逃离了柳如玉 却没想到又来个新的 叶龟兰后退一步 撤得干净利索 不认识 爹 我们回家了 你方才又是扯又是拽 利用完了连谢谢都不说的 一边的妹妹憋不住 她又不是傻子自然 看懂了剧情 少年拉扯了一下 她示意别再开口 妹妹却是根本压不住心头火气 算我大哥倒霉 碰上你这样的花痴 大哥我们走了 叶龟兰直接转身 大步走了过去 她说得也对 将手上的小钥匙摊开 不是要云假暴吗 行 你刚才帮了我 我就还你一个人情 八百万 这暴子就归你们了 我们没那么多钱 妹妹忍不住脸红低吼 少年也有些尴尬 我们 只拿得出五百五十万 五百五十万也行啊 剩下的打欠条 叶龟兰开口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要花这样的价格买云假暴 但这是叶鹤买给自己闺女的 她就这么卖给别人已经不妥 八百万更是一个子都不能少 欠条 少年挑眉 明显被她的要求猛住了 一边的妹妹脸红耳赤的开口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家可是蓝城的五等家族 怎么可能拆你这点钱 还打欠条 我不管你是几等家族 要抱子可以 八百万一个子都不能少 你拿不出来我给你机会 打欠条 其他的免谈 一反刚才的娇美婉顺 现如今的叶龟兰 像极了尖酸刻薄的商人 在她的前世 若不是这样 自己只能吃亏的更多 也就靠着这副盘算心思 她才能让自己不会饿死冻死 好 我可以打欠条 你说得对 并不是谁都可信 少年开口 真的拿出纸笔 开始写欠条 一边的妹妹震惊瞪大眼睛 大哥 我们可是五等家族 打欠条这样的事若是传出去 家里的长辈 五等家族 又没什么了不起 就人要紧 少年滴滴开口 欠条已经写好 甚至附上了自己的手印 多谢姑娘慷慨 欠条你收好 以后什么时候来兰城警馆登门 收好欠条 夜归岚将手中的小钥匙递给了少年 也没多话 转身回到了夜鹤身边 兄妹俩拿到钥匙急匆匆地去交易行了 夜鹤这边则是低头看自己的女儿 夜归岚嘿嘿一笑 以后就不要买这样的东西送我了吧 父女俩就这么一路走回了家里 夜鹤点点头 看得出来你不喜欢 是爹莽撞了 也不是不喜欢 但是那云假暴对我也没什么用处不是 那我知道了 爹以后给你买能用上的东西 归岚 你当真喜欢刚才的那个年轻人 夜归岚一愣 笑得很是尴尬 就 还行吧 起码比柳如玉长得好看啊 你先前和爹说 此生非柳如玉不嫁 难得你看开了 那个年轻人的确比柳如玉好 你这次的眼光不错 夜鹤脚步停了下来 你若是愿意 爹可以为你上门说亲 那年轻人看上去也比较稳重可信 不不不 我没到那个程度 真的 你不要心有顾虑 只要你想的 爹都可以为你去做 啊 那个小册子上写的 我有一些看不太懂的地方 夜鹤一听 心里顿时美滋滋 自己闺女竟然真的有认真看自己写的东西 话题立刻被转移 夜归岚也忍不住松口气 父女俩走到家门口 夜归岚刚推开大门 小菊娜极为穿透力的声音 破空而来 小姐 方才柳公子 一想到为什么看上柳如玉就烦闷 再加上亲眼见识了 那男人多不要脸 夜归岚不甘示弱的也吼了回去 让他滚 小菊被这句话真的有些缓不过神 看着自家小姐脚步飞快地回自己屋里 而自家老爷则是擒着笑容 网着钥匙走去 甚至嘴里还哼起了小曲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的事都能成 昨天一个晚上 夜归岚都在苦心研究这位爹给的小册子 那上面的奇怪左左右右的配方 他竟然现在已经有些懂了 夜归岚看得入迷 也就忘了时间 等发现 外面天都亮起 才惊觉一个晚上没睡觉 他体内的灵肿虽然已经醒了 也吃了这么多具灵丹下去 但似乎还是没有什么明显动静 小姐 小姐 小菊杀猪般的叫声 已经让夜归岚见怪不怪了 他打了一个哈欠 想要躺回去补觉 门被小菊推开 一脸激动地说着 小姐 柳公子今天就要去蓝城了 柳家要去蓝城安家了 五等家族就是威风啊 哦 夜归岚岚岚打了一句 只想让他赶紧出去 自己好睡觉 小菊的下一句话 却让他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要不是小姐 柳家也不会获得五等家族的资格呀 老爷千辛万苦弄到的丹药 小姐送给了柳公子呢 心 痛啊 这也是夜鹤 为什么恨铁不成钢 甚至和自己女儿起了争执 这个败家子啊 什么东西都敢往外面送 为了一个男人 竟然痴迷到了这种程度 可想而知 夜鹤知道丹药也被送了出去 该有多心疼 夜归岚按住自己的胸口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若不是他来了 空间容器也是柳如玉囊中之物了 那个男人 送他什么都敢要啊 痴迷这么肤浅的男人 还一手送这样的家族 获得五等资格 夜归岚啊 夜归岚 你可是柳家的功臣啊 只不过就算这样 柳如玉也不肯给你一个正眼 你图什么 小姐 你要去看看吗 小菊没心没肺地开口 丝毫没注意到夜归岚的情绪 夜归岚狠狠咬牙 看 当然要去看 他要去好好看清楚 深深地硬刻在自己脑子里 也让这个身体牢牢记住 这是怎样一个教训 街道上人头攒动 对于这个小镇子而言 有家族能一跃到了等级里面 真的是一件大事 有家无疑便是如此 一行马车前后有十几匹 从街头排到了街尾好不气派 围观的人都是羡慕非常 跨入家族等级 哪怕只是最低的五等 那也是排面 柳如玉挑开帘子 几个迷妹见到她都忍不住抹眼泪 依依不舍 想到夜归岚 柳如玉如耿在喉 但想到敲了她那么多东西 也不算亏 冷哼了一声 有家已经晋升到五等家族 夜归岚 又算什么 几个迷妹依依不舍地跟在马车后面 喊她的名字 这场景让站在角落里的夜归岚不由地冷笑 古代也搞追星这一套 还挺像吗 看着柳家的马车 看着那上面一个又一个的箱子 夜归岚忍不住心头冒火 钟情柳如玉这么多年 送出去的东西不用想了 根本算不过来 以夜鹤的手笔 夜归岚送出去的东西只怕非富极贵 柳家这么多箱子里 到底有多少是这位夜大小姐拱手送出的 这得值多少钱 想着那些已经无可挽回的连串数字 夜归岚心头的火越来越大 送出去的铁定要不回来 眼睁睁地被人拿走 这感觉夜大小姐是再也不能体会了吧 夜归岚按住自己胸口 逼着自己就这么看着 哪怕心头再怒也这么看着 若是以后有机会 若是以后可能的话 她说什么也要讨回来的 柳家的车队声势浩大的走了出去 直到再也看不见最后一辆马车 夜归岚才收回目光 眼睛瞪得都有些发疼 转身就往回家的方向走 却不想几个迷妹第一时间发现了她 瞬间将她团团围住 看那架时是不让她走了 你不是说不喜欢如玉了 怎么还在这里偷偷摸摸地抹眼泪啊 夜归岚一宿没睡 再加上她方才瞪得时间太久 眼睛已经泛红 还真像是偷偷哭过的样子 几个迷妹忍不住嘲讽 你嘴上说着不喜欢 其实心里还是在意她 夜归岚 你已经没机会了 懂不懂 谁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夜归岚嘟囔了一句 想要拨开她们走出去 几个迷妹本就同仇敌忾 看夜归岚不爽已经很久了 你嚣张个什么劲啊 该不会真的以为送点东西 如玉就会把你放在眼里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心里的龌龊想法 她不是早就把自己当成如玉的伴侣了 别做梦了夜归岚 就你也配 夜归岚抬头 她自认这张脸还是不错的 自己爹有钱就是有钱 除了自己实力不济 痴情眼瞎 再想不出哪点不好 我就纳闷了 你们这么喜欢她 怎么不追着她去啊 怎么不当个舔狗 一舔到底啊 夜归岚直起身子 讥笑着 我是送了很多东西 你们呢 该不会凭着一张嘴说喜欢 她就肯给你一个正眼 柳如玉看没看上你们 你们也应该心里有数才对 伶牙俐齿的夜归岚 让几个迷妹有些傻眼 她说的话 怎么这么难听啊 你 你什么你 还有我愿意喜欢谁就喜欢谁 我的士轮不到你们来插嘴 夜归岚冷笑一声 伸手将它们推开 舔狗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她 她说我们什么 舔 舔狗 舔狗 舔狗是什么意思 她骂我们是狗 几位迷妹站在那 根本跟不上夜归岚的口舌速度 她说完人都走远了 他们才反应过来 夜归岚一脸火大的往家走 若论嘴皮子 那几个还未必是她的对手 她多少有些理解夜鹤的心理 能坚持到现在还依旧疼爱 真是难为她了 你骂人的功夫见长啊 夜归岚抬头 发现是那天莫名其妙和她搭话的少年 怎么又是你 少年嘴角擒着笑容 字翼旁跟上 双手环在胸前看着她的一脸怒火 建议思迁 说的就是你夜归岚吧 对于柳如玉那种人 我早就该建议思迁了 夜归岚的话让少年一愣 你说什么 夜归岚冷哼一声 喜欢一只狗都比喜欢她强 少年没忍住哈哈一笑 你这性子倒是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吗 夜归岚停下脚步 看着少年自来熟的模样 你到底是谁 来找我搭话是做什么 我不记得认识你 少年也跟着停了下来 看着夜归岚一脸的陌生 忍不住微眯起了眼 你当真不记得我 这一瞬间 少年平凡无奇的脸却透着莫名的高深莫测 整个人的气势也在瞬间凌厉 夜归岚警觉的后退半步 我应该记得你 少年不说话 微眯着眼看她 等待的时间越长 似乎那眼底冒出的火星越来越大 夜归岚明显地感觉出她生气了 开始为什么 她做了什么让她生气的事 就因为不知道她是谁 算了 少年突然开口 嘴角擒着的笑容也消失不见 那双眼里透着冰冷 一个纵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夜归岚怀疑自己看错了 她揉了揉眼睛 人呢 刚才还在这呢 风声徐来 树影晃动 夜归岚瞧了半天 也没瞧见人藏哪儿去了 她摇摇头 脚步更快地往家里走去 心头的怒火 已经让她快憋不住 她甚至已经开始思索要怎么样 才能让柳如玉哭着喊着 将那些东西自己还回来 实力呀 只要她够强 踩在谁脑子上不可以 夜归岚被柳如玉当白痴 当了这么多年 被她耍了这么久 要了这么多东西 是时候 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夜归岚坐在自己屋内的板凳上 想的五官都要皱在一起 想的头发都掉了一把 也没想明白 怎么回事 这都一个月过去了 她的实力竟然没有半分变化 那忍痛吃下去的巨灵丹 少说也有几十个了 自从灵重醒来 她吞下了大量巨灵丹 身体内爆发而起的灵气 直接让她的实力 窜升到见习五级 这让她高兴坏了 灵重醒了 就直接到了见习五级 这是怎样天才的速度 本以为不出几个月 她便能再次获得实力的强劲提升 却没想到 体内的灵重就跟没反应一般 吃了多少巨灵丹 硬是在积不起半分浪花 见习五级 她停留了已经有一个月之久了 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 夜归岚喃喃低语 脑子都要想破皮了 也没想出个什么 她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能求助于夜鹤 却不成想夜鹤出了趟远门 还是在她睡着的时候走的 只留下了一些老父亲的殷勤叮嘱 再没有其他 巨灵丹不行 也许她该换换别的 夜归岚不知不觉 就摸进了夜鹤的制钥匙 这是她第二次来 依旧震撼于这里的排排高架 高架上的小盒子不下百个 里面都放着什么呀 夜归岚不敢乱翻 她只是过来碰碰运气 只是这屋子里的高架 根本没有任何提示 甚至连标签都没有一个 夜归岚瞧了一圈 根本瞧不出头绪 只能呆呆地坐在桌前发呆 见习五级 她要在这个实力停留多久前段时间 还想大展宏图一番 现如今 却被一个等级卡死在这 夜归岚摇摇嘴唇 活人还能被尿憋死 嗯 这什么味道 怎么和巨灵丹的味道这么像 满屋子萦绕着药箱 亏夜归岚的鼻子灵敏 她一路嗅闻过去 顺手打开了味道来源的那个格子 格子里面躺着一个十分精致的瓷瓶 夜归岚深深地嗅闻了一下 没错和巨灵丹一模一样的山楂丸子味 她似乎被那气味吸引 着魔般地打开瓷瓶 将那里面的东西一引而下 酸酸甜甜 味道还不错吗 归岚 爹回来了 天色黄昏 夜鹤自外面风尘仆仆地回来 还没顾着休息一下 直奔夜归岚房间 发现心心念念的女儿没在房里 归岚 夜鹤喊了几声 半信半疑地推开制钥匙 往里面一走 就瞧见了夜归岚的身影 夜鹤擒着笑容 大步走了进去 等她看清楚之后 未免有些慌了 归岚 夜归岚整个人小脸红扑扑地趴在桌面上 眼神迷离 浑身自内二外地散发出山楂丸子的气息 夜鹤将她扶起 看着她犹如醉酒一般的状态 心头一惊 这孩子 难不成喝了袁凌温养液 那东西 岂是她现在的身体能够承受住的 归岚 归岚 夜鹤小心翼翼地拍打闺女的脸颊 看着她朦胧无比的大眼睛眨巴了一下 感情了是她 突然傻呵呵地笑了 爸 爸爸 又是如出一辙的热情拥抱 夜归岚近乎是用扑的 扑进了夜鹤的怀里 夜鹤的身子狠狠一阵 心头一下子就软了 她舍不得放手 舍不得放开太少有的依赖 爸爸 别走 别走 夜鹤激动得有些热泪盈眶 想弄清楚 喊的这个爸爸到底是谁 让她如此念念不忘 夜鹤远以为会出什么事 却没想到夜归岚只是睡了一觉 夜鹤再三确认了之后 才发现是真的没事 这个结论更是让她心惊肉跳 圆灵温养夜 见习五级的人吞下 早就暴体而亡了 聚灵丹对我好像没什么用了 夜归岚感觉自己像宿醉醒来 头重脚轻 但体内的实力似乎有所增长 她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夜鹤 开口道 我已经被卡在见习五级一个月了 你体内的灵种 似乎被小瞧了 夜鹤若有所思地开口 你在制药室喝下的是圆灵温养夜 虽然也是聚灵级别的药品 但是效果更为猛烈霸道 按理说 间隙级别碰都不能碰 你喝了却全然无事 可见你体内灵种的胃口有多大 胃口 夜归岚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腹部 是啊 吃下这么多聚灵丹都没用 还想要吃什么 你的灵种既然能适应圆灵温养夜 自然也能适应少圆丹 就改吃少圆丹吧 夜鹤开口 看你对实力如此上心 是不是要参加明年三月的小宗门甄选啊 夜鹤一脸我就知道的表情 夜归岚愣了一下 他倒是没想到这一层 小宗门 要在这个世界出人头地 便要从小宗门开始 以你目前的实力 要介入小宗门也可以 但你是为了更保险吧 夜鹤笑眯眯地看着夜归岚 若是爹能把夜家做大一点 给你一个植入名额就好了 也不知道这名额能不能用钱买到 夜归岚扎舌 连忙开口 不用 我自己可以 夜鹤笑得更是开心 大手忍不住抚上夜归岚的头发 归岚你真的不太一样了 若是放在以前能用钱得到的 你不会想别的办法 夜归岚很是尴尬地扯嘴角 不知道该说什么 夜鹤闷声一笑 爹倒是更喜欢现在的你 似乎活出了你自己一样 虽然你说要靠自己 但是爹早就为你准备好了 给 这是少元丹 夜鹤随后将一个盒子递给夜归岚 夜归岚打开盒子 一排排卖力素模样的药丸摆放其中 夜鹤笑着开口 只是提早了一些罢了 你吃吃看 若是对实力提升仍然有瓶颈 爹再想其他办法 圆灵温养夜爹也会做 夜归岚脑子疯狂旋转 圆灵温养夜在小册子哪里来着 他记得这东西的材料很是奇葩难得 而且要制作成功的几率也仅是3% 这样的爹夜归岚你16年当真看不见的吗 可能是真的看不见 若是真的看见 他也不会来到这里 夜归岚点点头 所有人的灵种都这个样子吗 我是说胃口都这么大 夜鹤摇头 当然不是 虽然每个人的灵种生来都是不一样 但经过岁月和实力的累计 最终都会走上相似的路 但是在间隙级别灵种对灵力需求就如此 实属罕见 夜鹤呵呵一笑 这也证明你的灵种同别人一定是不同 能不同在哪啊 还要看你到达距灵级别的那一刻 你的灵空间是什么样子 才能决定未来你以后的路 夜鹤站起身 你若能走出自己的路 爹也倍感欣慰 夜归岚坐在床上 看着这位爹离去的背影 总觉得他意有所指 他看着手里的盒子 还有盒子里面的麦力素们 忍不住拿出一个放在嘴里 好吃到毛子微咪了起来 巧克力味 要不要和爹一起去烫兰城 吃饭的时候 夜鹤看似无意地提了一句 夜归岚猛然抬起头 很是急促地点了点头 夜鹤笑咪咪地看着他 加了一口肉到夜归岚里 好 那等一下我们就出发 坐在去往兰城的马车里 夜归岚只觉得 夜鹤真的是 疼爱这个女儿 快到骨头里了 她的一双眼 都在自己闺女身上 只要夜归岚稍微有一些动作 夜鹤关切的目光 立刻就会扫过来 搞得夜归岚坐在马车里 不敢有任何动作 生怕会得到过分的关注 夜鹤去兰城 是为了买一些稀缺药材 只是和自己闺女一起 是这几十年中的第一次 夜鹤就差把自己闺女 含在嘴里宠了 夜归岚这一路 相当尴尬 他不是不知道 夜鹤有多想渴望和女儿亲近 但是宠成这样 他看着夜鹤那双只有自己的眼 迅速脱口而出 爹 我有点自己的事 先走了 马车在夜鹤依依不舍的眼神中走了 夜归岚笑着摇头 掏出了那张欠条 那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 下面落款的名字也很俊秀飘逸 宋浩然 夜归岚也不急 天色还早 就这么一路打停 一路慢悠悠走着 到了快中午的时候 他找了个地方吃饭 本想着吃完饭再逛一小会儿的 一抬眼 却瞧见了迎面而来的柳如玉 这口饭差点噎在嗓子眼里 夜归岚狼狈的咳嗽几下 翔夺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自从柳家搬来了蓝城 柳如玉气闷坏了 蓝城的五等家族之中 柳家顶多算是个新来的 实力也一般 什么都没有比别人强 自然不会有人给面子 柳如玉少了那些迷妹 蓝城的年轻人簇拥的又不是他 自然郁郁寡欢 加上他这些年被迷妹们宠得早已经不知轻重 刚来才几天 就得罪了不少同辈人 柳如玉本打算今天出来散散心 却没想到能瞧见叶归岚 想着他对自己判若两人的态度 柳如玉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他气恼地大步走过来 叶归岚则是站起身前往桌上一摆 打算立刻走人 这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 更是激恼了柳如玉 想都没想上前一步 狠狠地拽住了叶归岚的手腕 你躲哪儿去 叶归岚皱眉 这放在以前柳如玉根本就不会睁眼瞧上一下 现如今这气敷的样子 着实可笑 我没躲 你快点放手 叶归岚开口 没用力挣扎 柳如玉的实力也是见习五级 他要是再不放开 不介意给他一拳 叶归岚 你倒是剪着高枝往上攀 宋昊然便是你下一个主子 你倒是眼光不错啊 叶归岚一愣 宋昊然看来在蓝城也是小有名气啊 一想也对 他可比柳如玉漂亮多了 而且一身少年正气 在蓝城自然也会有不少迷媚 叶归岚刚想开口说什么 只听一道清澈嗓音 带着些许惊讶 叶小姐 是你 叶归岚没想到就这妖巧 那个宋昊然竟然出现 有如遇见到宋昊然 表情瞬间沉了 就好像到嘴的肉 被人强硬扯出去一样 他原本还算得上清秀的五官 渐渐争鸣 实在接受不了花吃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叶归岚 说移情 就真的移情了他的手劲猛然加大 叶归岚感受着手腕处传来的火辣痛感 当下就要甩手给他一拳 却不想宋昊然大步走了过来 探手将柳如玉推了一把 力道不轻不重 将他推得有些亮强 却也没跌在地上 少年大有英雄就美之姿 清亮的黑眸 看着少女手腕上的红印 眸底闪过一丝不悦 而柳如玉 真的有如一个气负 叶归岚 你这个不要脸的小 说话不要太脏 宋昊然站在那 柳如玉瞧了瞧他 不屑笑了 鼻子重重哼了一声 叶归岚 他早就有未婚妻了 我劝你还是别白日做梦了 叶归岚被挡在宋昊然身后 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他有没有未婚妻 关自己什么事 宋昊然只几秒 就似乎明白了面前的状况 他微微回眸 捕捉到他脸上的不耐烦 再回头看着面前一脸愤恨难消的柳如玉 柳家 是从春远镇来的 他们 是旧时 但很明显 他想摆脱掉这个男人的纠缠 又碍于什么没有说出口 想到那只云假暴 宋昊然微微皱眉 滴滴开口 我不管你们以后是什么关系 从现在开始 别再来骚扰他 叶归岚听到这话 眼角秃秃跳了一下 这是在帮他 柳如玉听到这话愣了 他看了看宋昊然 又看了看站在后面不出声的叶归岚 讥讽不已地暗骂一句 转身走了 叶归岚见他离开 滴滴开口 切 真是晦气 走到哪都能碰见他 刚才的 谢了 叶小姐 你这么讨厌他的 宋昊然看着叶归岚掩饰都不想得厌恶 有些扎舌 叶归岚抬眸 怎么 不能讨厌他了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宋昊然低声开口 叶小姐这次来是不是为了欠条 是啊 叶归岚点头 掏出当初的那张欠条 宋昊然笑笑 那请和我来吧 当初叶小姐肯将那只云假暴让出 我们宋家欠你很大一个人情 家中长辈早就想亲自谢谢你 宋昊然看着叶归岚 快要摇成波浪鼓的小脑袋去你家就不必了 你把剩下的钱给我就行 可是家中长辈 不必不必 我一个小辈承受不住 真的 叶归岚笑得谦虚 他前一世便最讨厌这样的场合 一堆人聚在一起 自己就像个被参观品一般 那目光就拆 把他当场扒光了 多谢好意 但是我真的不了 叶归岚盯着宋昊然 宋昊然也看出他真不愿意 只能无奈笑笑 那好 那你等一下 我去拿钱过来 叶归岚老实地找个角落等人 只是他没想到 刚才的那一幕早就落到了几双眼里 不是别人 正是兰程宋昊然的几个小迷妹宋昊然一走 几个小迷妹便自暗处现身 直奔角落里的叶归岚 原本正在喝茶的叶归岚只觉得几个人迎挡在眼前 刚一抬眼 就瞧见了几个同他差不多的小姑娘 正站在眼前 叶归岚咽了一下茶水 几个小迷妹见到他也是一愣 怎么回事 他怎么长这么好看 这让我准备好的丑八怪怎么说 叶归岚没忍住 茶杯放在手里抖了几抖 几个小迷妹尴尬地站在他面前 最后只能憋红了脸 滴滴地吼了一句 你长得好看了不起哦 别以为宋昊然会喜欢你 他早就有未婚妻了 你别想了 叶归岚内心快要笑疯了 他坐在那努力保持着淡淡微笑 我不在乎他有没有未婚妻 他的确不在乎 他有没有未婚妻和他有毛关系 你虽然长得好看 白蕊蕊也和你不相上下 况且你是哪个小门小户啊 你们家是五等家族吗 白宋两家门当户队 又是青梅竹马 你妄想个什么劲儿 明年小宗门甄选 他们两个可是都要进入小宗门 你就别想了吧 你们这么喜欢宋昊然 却不吃醋 她有未婚妻 还为她未婚妻说话 真是难得 叶归岚又喝了一口茶水 几个小迷妹哼了一声 白蕊蕊我们是心服口服 至于别人 想都别想 喂 你听清楚了 别再接近宋昊然了 哎呀 宋昊然 叶归岚突然对某处笑了笑 几个小迷妹立刻慌了阵脚 纷纷匆匆跑路 看着他们逃跑之后 叶归岚忍不住摇头 那位白家小姐看人不至于看这么紧吧 叶归岚坐在那继续悠悠喝茶 又过了一个小时 宋昊然匆匆赶来 叶小姐 给 一张卡递了过来 叶归岚笑着接过卡 转身便要离开 宋昊然忍不住叫住她 叶小姐 还有事 叶归岚挑眉 算算时间 叶鹤这位爹也是该买完东西了 他也是时候回去找他了 若是他再不回去 只怕这位爹要出来寻人 宋昊然一身淡色衣裳站在那 少年挺立的姿态 带着几分凛然之姿 清秀的俊言勾起了一抹笑 明年的小宗门甄选 叶小姐会参加吗 问这个做什么 叶归岚忽疑 宋昊然连忙解释 我是说 若是叶小姐需要 能帮上忙的话 我们自然是要帮的 你看你是不是需要什么帮助 不用了 叶归岚直接拒绝 要什么东西 她的这位爱女狂摸爹都会有 没有的 也会弄来的 那好吧 那 小宗门见了 宋昊然笑道 叶归岚问了一声 转身便走了 她走得干净利落 没注意到 少年在后面看了她好一会儿 直到看不见她才转身离开 这边情种才稍稍入土 那边 却早已经将她忘在脑后 叶归岚一路回去 正巧路过了一个店铺 看着门口挂着的那个手工玩偶 笑咪咪的样子 怎么这么像叶鹤 我回来了 叶归岚到了下榻地方 刚推开门指觉得一阵风卷了过来 下一秒 她整个人已经被带进了宽厚的怀中 你这孩子 跑哪儿去了 叶归岚有些傻眼 她整个人被叶鹤牢牢抱在怀里 她甚至感觉到了 她的身体在颤抖 她在害怕什么 我 我就是随便走走 叶鹤没再开口 就是这么抱着她 叶归岚听着她有些狂乱的心跳突然便明白 她在害怕什么 她怕自己的女儿 消失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叶归岚一下子便懂了 当初的叶归岚 当初的这条命 又花了这位爹多少心血 又让她流了多少眼泪呢 叶归岚着实有些后悔 送出去那个玩偶 自她将玩偶拿出来交给叶鹤 她已经整整傻乐两个小时了 时不时地坐在那看着玩偶傻乐 不看玩偶看着她傻乐 然后再看玩偶 如此循环 叶归岚实在看不下去 哪有人像她这样 把喜欢表现得这么明显的 客人 你要的饭菜 有人送饭菜进来 叶鹤笑呵呵站起身 将玩偶往那人面前一亮 这是我闺女送我的 说是很像我 你看像不像 送饭菜的人一下子就愣了 礼貌且不是尴尬地笑道 很像呢 这个礼物真好 是吧 我也这么觉得 这是我闺女 好了 你可以出去了 叶归岚将那人往门外一推 微红着脸 转头看那位还在傻乐的爹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吃过饭 叶归岚本以为要回家 却没想到 叶鹤却说 要去交易行 真正的交易晚上才开始 原来他爹要的珍稀药材 是要通过拍卖的方式 驾高者得 叶鹤一路飘飘然地去了交易行 叶归岚自然陪着他一起 他们刚一下马车 还没推门 交易行里面就有人推门迎了出来 看见叶鹤都是一脸讨好的样子 叶先生 你来了 叶鹤笑咪咪地点头 交易行的人连忙带着他往里面走 叶归岚跟在后面有些扎舌 他原以为他爹的财力 也仅限于春远镇而已 没想到 已经扩展到了兰城 看来兰城的交易行 叶鹤也是常客 被带到了特定的包间之内 叶归岚看着那一扇如墙般的透明玻璃 外面 似乎正是拍卖会的现场 有很多人在陆陆续续往里走 能够坐在这样的包间里 身份必定非富即贵 叶先生 你来了 一道娇俏妩媚的声音随着门推开而来 叶归岚站在窗户 那被外面的拍卖会现场所吸引 春远镇的规格同这里真的不能比 梅行长 这是我闺女送给我的 你看如何 叶鹤笑呵呵地拿出来那个玩偶 走进来的妩媚女人也是一愣 叶归岚忍无可忍般地红着脸回头 跌克制一点 他就插在脑门上刻上一行字 这是我闺女送我的东西 嘿嘿嘿 叶鹤点头 这才将玩偶收起来 显得甚至有点不忍心 叶归岚脸红地转过身 继续盯着外面的拍卖会 梅十六见到忍不住轻笑 你们父女俩的感情不错吗 是吗 你也这么觉得 叶鹤立刻来了精神 美滋滋地开口 梅十六娇笑 这是自然 叶先生疼女儿可是出了名的 这次你们能一起来蓝城 我是有点惊讶的 我也很惊讶 我也没想到归岚能和我一起来 你不知道 叶鹤的话在叶归岚警告的眼神里没了声音 有些委屈地闭上了嘴 叶归岚再次转过头 梅十六将两人的小动作看在眼里 起身走到叶归岚身边 微微弯下腰身 叶小姐 对拍卖会感兴趣吗 一股迷人的香气传来 叶归岚微微侧手 便瞧见了傲人扇风 她连忙一开视线 还好吧 这场拍卖会有几个相当不错的拍品 还请叶小姐看到最后 若是心动 自然可以参与一下 梅十六倾笑 手拍了拍叶归岚的肩膀 叶小姐 前途无量呢 叶归岚回头看她 梅十六已经起身告辞 她推开门走出去的时候 还不忘对叶归岚眨眨眼睛 叶归岚站在玻璃窗前 看着不断涌入拍卖会的人 身着都很考究的样子 不多时 她便瞧见了几个熟悉身影 嘖嘖 那不是柳家的人吗 哦呦 又看见柳如玉了 叶归岚冷哼 视线再往旁边一转 嗯 那不是宋浩然 宋家的也来了 一身便装的宋浩然身姿挺立 不多一会儿 外面走进来一个娇俏少女 直接落坐她身边的位置 宋浩然只是看了少女几眼也没说话 叶归岚看着那少女 这多半就是白蕊蕊了吧 嗯 那不是你中医的小子吗 叶鹤来到自己女儿身边 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 一下子便瞧见了宋浩然 她身边坐着的姑娘是 叶鹤惊怡不定地看着自己闺女 叶归岚只是笑笑 是她未婚妻吧 这句话吓到了叶鹤 归岚 你这 哎呀我没事的 有未婚妻又怎么样 我只是喜欢 惊慕 又不见得非要和她在一起 叶归岚笑着开口 一抬眼 玻璃上叶鹤那张惊恐不定的脸戳痛了叶归岚 她回头 爹 为了一个男人死 不值得 我再也不会做这种傻事 你放心吧 从前的叶归岚 痴迷到没有自我 她可不是 为了一个男人 根本不值得 你真是这样想 我也就放心了 叶鹤狠狠松口气 脸上也逐渐有了笑意 拍卖会的现场已经快要坐满 叶归岚看着拍卖会入口的门被人关上 不一会儿 拍卖会的主持人已经走上了台子 随着一阵灯光 主持人的声音高亢嘹亮 拍卖会已经开始 叶鹤笑着任由叶归岚继续站在玻璃窗那 自己则是悠哉地坐了下来 又开始拿出来叶归岚送的玩偶 慈爱地看着 外面的声音无论多细微 都能传到这个房间之内 就好像身在现场一般 搞得叶归岚也不敢大声说话 她默默地注视着这场拍卖会 这底下坐着的 只怕有蓝城很多的五等家族吧 这么多五等家族蜂拥而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 前面的几个拍屏都是兴致缺缺 在场的近乎所有人都只为了某种东西而来 除了叶鹤想要的珍稀材料以绝对大的价格优势拿下 引起了下面不小的波动 再没什么波浪掀起来 我知道 各位都是为了最后的拍屏而来 这最后的一件拍屏 也是本场拍卖会的压轴之作 一个小木盒被万分珍重地拿了上来 主持人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盒 一股要香如开闸的洪水 顿时倾泻在这个场地之内 就连屋内的叶归岚也闻得清楚 而坐在那的叶鹤 仅是没风微跳 目光依旧专注于叶归岚送的那个玩偶身上 通体乳白色的药丸放置在木盒中央 饱满圆润 就像是一枚硕大的珍珠 似乎还能看到淡淡的诱人光泽 那是 什么 叶归岚的眼睛都被那颗药丸吸引 他甚至觉得那单要长得很是好看 杜鹅开元丹 随着主持人的介绍 拍卖场上顿时掀起了不小的声浪 甚至那些原本坐着的拍卖者 都纷纷忍不住站起身来 身子前卿似乎就想着将那丹药看得更为仔细 众人的眼光都被一颗丹药吸引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之感 叶鹤缓缓站起身 走到自己闺女身边 杜鹅开元丹 可以帮助聚灵九级的人 稳稳进入剑灵级别 叶鹤的话 瞬间点醒叶归岚 这丹药 可保一个聚灵成为剑灵级别呀 怪不得这么多人闻风而动 怪不得这一场拍卖 所有人都在等这一个丹药 有了他 对于这些五等家族来说 那是造就高手的直接利器 叶归岚若有所思的开口 怪不得 剑灵级别 对于这些五等家族来说 的确是渴望的东西 叶鹤青笑 五等家族的最高者实力 都是距灵级别 也唯有四等家族 才有剑灵级别的存在 这些五等家族 一旦得到这枚丹药 便有冲击四等的机会 叶归岚微微瞪大眼睛 还有等级晋级的机会 看来 为了这一颗小小丹药 这场拍卖会是要杀出一片价格之战了 这样的丹药有价无事 都是带着必胜的信心来的吧 叶归岚看着下面明显已经安耐不住的某些人 他们眼里的渴望和焦急 直接摆在脸上 主持人满一场中所有人的神情 随着一声拍卖开始 迫不及待的出价开始了 一千万 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 场面上瞬间静了一会儿 但是也就几秒 就有人继续疯狂出价 叶归岚站在玻璃窗前 听着一路攀升的价格 有些目瞪口呆 这一枚丹药 已经到了三千五百万的价格 而且 还有人在不停出价 虽然喊的人少了 但仍有几个声音在坚持不懈 叶归岚看着宋浩然 宋家早就败下阵来 看来是经济实力不济 但是柳家 似乎喊得更为起劲 五千五百万 一次 两次 三次 成交 叶归岚看着柳家那边好不甘心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 柳家也被别人压了一头 这枚丹药落入的是另一个家族之手 这个家族的人面色有光 丹药到手 意味着这个家族要在未来的某个日子一飞冲天 晋级四等 叶先生 恭喜啊 门再次被推开 梅十六一脸 娇笑着走进来 叶归岚愣愣地回头 没听明白梅十六的话 他恭喜叶鹤做什么 叶鹤笑咪咪地恩了一声 对梅十六的话也没多在意 注意力都在手里那个玩偶身上 梅十六看着叶归岚一脸问号 不由得笑了 手放在红唇上 惊惊一扬 叶小姐 刚才那枚丹药 可是出自叶先生之手啊 叶归岚傻了 他愣愣地看着坐在那的叶鹤 脑子里闪过一串无数的灵 爹 亲爹啊 多谢叶先生照顾我们 下次还要再登门啊 梅十六亲自送叶鹤出门 给足了面子 叶鹤倒是没怎么激动 仿佛五千五百万 在他眼里 只不过小数目 叶归岚跟在身后看着叶鹤的背影 他是多少知道自己跌制药很强 但却是不知道一枚丹药而已 就能进账这么多钱 想想从前叶归岚的败家水平 也算明白 为什么这样叶鹤依然能养得起自己闺女了 刚才的那场拍卖会刚刚结束 有人欢喜 有人不甘 蓝城交易行因为一个拍品 聚集了这么多五等家族 已经是几年之前的事了 叶鹤原本是要走的 似乎被交易拍卖手册上的东西吸引 又走到了里面 叶归岚也自然跟着走回去 却没想到这个时候 刚才拍卖场的大门走开 里面的人鱼灌而出 直接横在了叶鹤和叶归岚中间 只几秒时间 叶归岚便瞧不见叶鹤了 真是可惜 五千五百万 还真是要不起的价格 有价无市的丹药 能够问市就已经很不错了 况且还是出现在蓝城 哼 这要是被其他城知道 哪里还有他们的份 五千五百万就想买走 怎么可能 没想到那个新来的柳家 还挺能喊价 喊到了五千万 乡下来的乡巴佬 一股子爆发户的姿态 里面的人急步而出 叶归岚为了避免卷入人流 连忙站在一边 想要等里面的人都走得差不多在过去对面 而被隔开的叶鹤 一直以为自己闺女紧紧跟在身边 没料到叶归岚已经不见了踪影 宋浩然走出来的瞬间 便瞧见了站在那的叶归岚 叶小姐 她颇为惊喜地喊了一句 叶归岚瞧见了 她恨不得当场装作不认识 开什么玩笑 装花痴 那是对付柳如玉 更不想让叶鹤发现女儿改变得太彻底 现如今这个场合 还让她装花痴 叶归岚给她使了个眼色 别叫我了 我不认识你 可是宋浩然似乎没懂 更是笑着大步走了过来 好巧不巧 柳如玉也自里面的拍卖场走过来 和叶归岚打了个照面 当看到她和宋浩然在一起的时候 冷冷勾唇 叶归岚只想撒腿往交易行外面跑 这么多五级家族的面 她这个花痴怎么花 叶归岚真有你的 你追她竟然能追到这种地方来 怎么 刚才的那场 拍卖会你进不去吧 柳如玉心中火气难消 就想着要找她麻烦 可不会就这么放过 讥讽着大步走过来 以你这样的身份 怎么可能进得去这样的场合 你是没看到 他们家是有多小气 区区两千万 就出不起了 宋浩然的眉风 跳了一下没有反驳 叶归岚站在那 真的很想扇柳如玉一巴掌 你好端端过来多嘴什么 不会装作看不见我赶紧走人吗 宋浩然和柳如玉 完全挡住了叶归岚的身影 自拍卖场出来的家族长辈们 也不以为然 纷纷往外面走去 这场拍卖会是家族之间的博弈 若论输赢 也不是这一次可以定论的 只是暗自都叫着劲 谁也不服谁 没有人想在交易行里 给别人难堪 没面子 也没礼教 但是柳如玉偏偏就不 哪里热闹吼哪里 叶归岚 才两千万你就喜欢上了 你眼光是有多低 也正好 我柳如玉也看不上你 交易行有瞬间的安静 所有人都疑惑地往这边瞧来 有家的人早就走到了交易行外面 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柳如玉的高声喊话 吸引了其他人的目光 也让叶鹤惊醒 他听到了自己闺女的名讳 他回头一看 哎 闺女呢 柳如玉洋洋洋自得地站在那 想要给两人难堪 却不知道在这里当众高喊 是有多丢人 蓝城的老牌家族都比一万分地看他 表情淡定地路过 给了一句评语 庸俗 真是乡下来的 这里是你能吵闹的地方 柳如玉没想到别人会这么教训自己 当下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反嘴 宋浩然只是冷冷一笑 柳公子 不要在这里闹笑话了 你柳家是有钱 但又如何 不还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你 柳如玉被枪 但宋浩然说的是事实 这丹药他柳家就是没拍下来 就是被人压了一头 宋浩然 你以为你算老几 也敢奚落我 信不信下一次的家族等级考核 你们宋家会被直接挤出去 我宋家如何同你没关系 你也不要再找他的麻烦 宋浩然冷着脸开口 夜归蓝后退半步 有些没想到宋浩然这么护着自己 多半是为了云甲暴的交情 他原本是想要离开这里 眼间的发现 那个坐在宋浩然身边的姑娘 也自里面走了出来 似乎第一时间发现了宋浩然 正往这里走过来 宋浩然 知不知道 他从前是怎么追我的 柳如玉一手抓住夜归蓝的衣袖 夜归蓝反手便要一巴掌挥上去 却没想宋浩然也出手抓住了另一边 我不管从前如何 现如今 他和你没任何关系了 浩然 你在做神 赶过来的白蕊蕊见到的便是这一幕 自己的未婚夫婿正抓着一个她不认识的漂亮姑娘 和另一个青年对质 白蕊蓝愣了一下 猛然盯紧夜归蓝的脸 夜归蓝只觉得自己快要被一条母毒蛇盯上了 她的眼神不要太锐利 这位姑娘 是谁啊 白蕊蓝端庄大放地开口 被两个人抓住的夜归蓝 只能尴尬无比地扯扯嘴角 并不想自爆家门 她是不知道宋浩然为什么会和柳如玉杠上 也不知道柳如玉戳痛了她哪根筋 她不想被当猴子耍 更不想和他们一起被当成三只猴子看 夜归蓝抬头 眼神望着对面 好不容易见到夜鹤的脸 一下子就红了眼眶 委屈万分地喊了出来 爹 这声呼唤 让夜鹤的心都要化了 打了鸡血一样的自人群冲出 夜鹤恨不得手撕了这两个抓住自己闺女不放的小子 都给我放手 夜鹤低吼一声 大手一戴便将夜归蓝护在自己身侧 一双俊颜顶着层层乌云 瞧着柳如玉 再瞧瞧宋浩然 白蕊蕊当下站在宋浩然身侧不敢说话 有些被夜鹤的气场吓到了 夜先生 我方才 宋浩然连忙开口 夜鹤却直接一个冷眼扫来 多谢你方才的直言相助 不过 有了未婚妻 就不要和我闺女再拉拉扯扯 宋浩然愣了一下 看了看身边巴布的要贴在她身上的白蕊蕊 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开口说话 只是俯身 是我鲁莽 夜小姐 抱歉 说完 宋浩然脸色微沉地往外面走去 白蕊蕊也二话不说地追了出去 柳如玉冷冷一哼 对夜鹤也没多少惧怕 柳家的人见柳如玉久久不出来 又推开门走了进来 一看里面的阵仗似乎有些不对劲 夜鹤 你对我儿子吹鼻子瞪眼做什么 柳家家主柳成玉大步走过来 夜鹤在她眼里根本没有排面 顶多算有点钱而已 加上夜归兰对柳如玉的痴缠种种 更是让她看清了夜家 如玉 是不是夜归兰又纠缠你 柳如玉冷笑一声没说话 夜归兰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柳成玉站在夜鹤面前 管教好自己的女儿 不要再来纠缠我儿子 她做的那些荒唐事还不够 更是不要脸的追到蓝成来了 夜鹤不怒返笑 归兰从前眼瞎 才会喜欢上你儿子 不过现在好了 我闺女总算是双眼正常 看得清你儿子是什么货色 夜归兰吃惊地抬头 在她面前一直笑咪咪 从未说过重话的夜鹤 竟然骂人这么狠的 柳成玉眼里略过一丝阴沉 夜鹤 不要敬酒不吃吃法酒 你夜家什么地位 我柳家什么地位 你心里没数吗 想耍嘴皮子 也要能爬进蓝成 区区五千万 便让你柳家膨胀到如此地步吗 夜鹤轻言轻语 那张明明已经人到中年却依旧帅气逼人的脸瞬间冷了下来 信不信 我用钱都能把你柳家砸死 柳成玉瞪大眼睛 夜鹤轻笑着回头 摸摸夜归兰的脑袋瓜 走吧 闺女 你从前的喜欢就当是喂了狗 夜归兰黑眸亮起 有点真心佩服这位爹 爹 我喜欢他们还不如喜欢你呢 你帅多了 夜鹤一愣 大笑起来 手揉了揉她的发顶 在胡说什么呢 夜归兰笑呵呵地跟着夜鹤往外面走 柳成玉似乎才缓过神 怒吼一句 夜鹤 你这么能说 怎么不见你参加当前的拍卖会 怎么不见你出嫁啊 夜鹤根本不理会 夜归兰回头瞧了一眼柳成玉 那张脸可真够黑的 她看着柳成玉 不太明白这男的为什么反过来纠缠她 好像不喜欢她犯了什么大错一样 夜归兰对着柳如玉突然甜甜一笑 在柳如玉正愣的时候 手指伸出来 给了她一个 扇 行手势 柳如玉猛了 她刚才那笔花是怎么回事 那手势 不明所以 但是她怎么感觉这么生气 小菊是真实看出来 自家老爷的心情 这十几年来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吧 自兰成回来 夜鹤的嘴角就没放下过 夜归兰就像个小尾巴一样 跟在她身后 再不像从前那样 自己关在屋子里 而是选择和她一起泡在制药室 基本上夜鹤在家里什么地方 夜归兰就必行在其左右 行影不离 小菊看着自家老爷一天傻乐的模样 也忍不住笑了 这样才算是个家吗 夜鹤正在翻找药材 一回头便瞧见那个小身影坐在桌子一旁 也在细心研究她的小册子 夜鹤忍不住又开始笑起来 这短短几天 她似乎尝到了这十几年 一直想要得到的妇女情 孩子特别黏着父母 就是这种感觉吧 不过她没有半分厌烦 相反十分受用 夜归兰坐在那 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夜鹤手册的工作中 在兰成见识到了 那一颗就能卖五千五百万的丹药 她便有了决定 无论如何都要把夜鹤的制药手艺 学到手只要有了这门手艺 她就算没了一切也能东山再起 纵然失去一切 也不愁吃喝 发现夜鹤来到制药桌边 夜归兰连忙收起小册子 爹 你要开始制药了吗 夜鹤笑着点头 你已经看了这么多天 还要继续看吗 当然 学习永无止境 夜归兰开口 对于她来说 夜鹤简直就是宝藏爹 若是再有这样先天条件下 她还没有学好制药 不要太丢人 明年三月 她打算参加小宗门甄选 一旦入了小宗门 自然不可能长久待在家里 也没了跟随夜鹤身边学习制药的机会 她要趁现在的瞬间 能学多少是多少 不仅仅是那本小册子 还有夜鹤制药的手法和感觉 还有她某些细节方面的处理 夜归兰深吸一口气 十几年啊 这姑娘整整浪费了十几年去追逐一个男人 若夜大小姐能早点开窍 现如今岂不是人中龙凤了 夜鹤笑咪咪点头 对于自己的闺女自然愿意倾囊相受 这段时间夜归兰偶尔会提出疑问 不管是浅显的还是不明所以的 夜鹤都耐心解答 生怕她有一丁点不懂 她继承的是自己的制药 她的制药方法可谓自成一派 除了她 自然也不会有人能再教导她 感受到她的求知欲望 夜鹤心中大喜 恨不得时光就这样一拖不走 我稍微懂了 药材之间的灵力仍然有排斥的可能 没错 天地之间的药材众多 甚至万物皆可入药 这里面的灵力需要你仔细分辨 在没有分辨之前 万不可进行下一步 灵力如果排斥 会大大损伤药性 甚至 妇女俩自制药室走出来 还在互相探讨着 夜归兰认真记下夜鹤所说的每一句话 短短一个月 她密切地跟在夜鹤身边 在制药方面 她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认知提升了一个档次 巧克力味的少元丹每天都吃 夜归兰也知道自己的实力在一个月之内得到了突破 她已经到达了间隙六级 小姐 小姐 小菊高到不成样子的嗓子喊着 夜归兰忍不住捂上耳朵 她嗓子里是安了一个可调节声调高低的扩音器吗 做什么 我用眉笼 夜归兰瞪了她一眼 小菊不好意思地笑笑 小姐有位姑娘来找你了 姑娘 夜归兰挑眉 只觉得荒唐 怎么会有姑娘来找她 大步跟在小菊身后往前厅走去 经过院子跨入前厅 夜归兰便瞧见了穿着一身烤酒衣裳的端庄姑娘 她脑子里问号更大 白蕊蕊来找她做什么 夜小姐 白蕊蕊见她出现 站起身对着夜归兰浅笑 夜归兰心中纳闷 也不想和她虚伪客套 我和白小姐没有交情 不知道白小姐来找我做什么 夜归兰说得直白 倒是让白蕊蕊有些尴尬 她看着夜归兰的做派似乎很未开放 不拘小杰的样子 让白蕊蕊忍不住皱眉 她轻笑 自顾自地坐下开口 我来是想告诉夜小姐 宋浩然退婚了 夜归兰嗷了一声 不太明白 退婚她来告诉自己什么意思 白蕊蕊看夜归兰一脸无波的样子 是在忍不住 夜小姐 我想亲自来告诉你 你应该高兴才对 我为什么要高兴 宋浩然退婚与否和我有什么关系 夜归兰挑眉 不太明白她的逻辑 白蕊蕊已经维持不住脸上笑容 夜小姐 若不是因为你 宋浩然为什么会退婚 我们是青梅竹马 婚约已经有十年了 现如今 她骤然退婚 还会因为别人吗 夜归兰这才明白 白蕊蕊为什么会来这里 她只觉得很尴尬 我已经说了 她做什么 同我根本没关系 我和宋浩然之间 连朋友都谈不上 若是你硬要盘扯 只是互帮互助了几次而已 夜归兰想了想 只是这些 我和她之间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 还用我想吗 你不是痴迷宋浩然吗 不是追她追去了蓝城吗 这些难道都是假的 我现在被退婚 我已经成为了蓝城的笑柄 白蕊蕊越说越激动 一张脸被气得发红 但是她仍然死死克制 看得出来家教严格 我来这里并不是想对你做什么 我只是想来告诉你 退婚这件事和你脱不了干系 是你害得我成为别人口中谈资 是你让我喜欢了十几年的人抛下我 为你 不能这么不讲理啊 叶归兰也不满地低吼出来 白蕊蕊冷笑 这件事任凭你说破天 也都和你有关 既然和你有关 我就不会让你好过 叶归兰 我们小宗门见 白蕊蕊站起身 说完这句话大步往叶家外面走去 叶归兰坐在那 只觉得她有些不可理喻 什么跟什么 关她什么事 想着白蕊蕊方才那些自己痴迷宋浩然的话 叶归兰忍不住恶狠狠咬牙 柳如玉 还不全是因为你 你给我等着 小姐 刚才的那位姑娘走了呀 端茶进来的小菊 看着站在那咬牙切齿的自家小姐 问了一句 叶归兰伸手将她手上的茶剁过来 自己一口全部喝了下去 以后谁来找我 都不见 会气 叶归兰说完 气呼呼地走出门停去了内院 没出几秒 又气呼呼地走了出来 在小菊的目送下 气恼不已地走了出去 制作少员丹的材料少了一些 都是些不太重要的 叶鹤本来想自己去买 叶归兰正好赶在气头上 就说自己去 气呼呼地直冲家门 白蕊蕊将心中的火撒到她身上 她根本没出夺 她认定了 就和自己有关 有什么办法 谁知道宋浩然为什么退婚 谁知道她抽什么风 归根究底 还不都是因为柳如玉 叶归兰气得咬着后草牙 柳如玉 到了小宗门 你给我等着 没了柳家靠山 看我怎么整你 这是若放在前世的叶归兰身上 只怕她早就扑上去咬一口了 她不是擅长 作然磕不死对方 也要让对方掉块肉 你惹了我 就要付出代价 叶归兰心情不佳地 买好东西就要回家 几个人就这么明晃晃地挡在她面前 叶归兰原本想绕开 那几个人像是故意一般 又挡在了她面前 叶归兰缓缓抬头 瞧着这三个一脸 我就是挡你路的柳如玉迷妹 心头本就对柳如玉气得牙痒痒 看到他们更是觉得烦躁 让开 三个迷妹根本不让 甚至得寸进尺搬上前一步 想要把叶归兰逼回去 叶归兰 长本事了呀 从前怎么不见你有多硬气 如玉对你什么样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你还有没有良心 还有 你上次竟然敢骂我们是狗 这笔账还没算呢 叶归兰猛然抬眸 阴侧侧地开口 你们想怎么样 一只手探过来 狠狠推了她一把 接着另外两人也毫不客气地开始推嗓 甚至一人的手已经扬了起来 一个巴掌就要落下 叶归兰把手中的药材扔在一旁 深吸一口气 手也毫不客气地挥了上去 啪 一个巴掌狠狠拍了过去 其中一个迷妹直接被掌风撂倒 想要开口说话 一口碎牙已经喷了出来 啊 嗯地儿啊 我的牙 一掌 直接打碎了她满口牙 另外两个迷妹傻了 叶归兰的实力是不是又涨了 叶归兰 你不能 啊 没等她说完 叶归兰又是一拳 直接挥在了她的鼻梁之上 只听见骨骼细微的错裂声 另一个迷妹哀嚎着弯腰蹲在地上 而另一个撒腿就要往回跑 叶归兰抬脚一踹 啊 整个人如纸片般飞了出去 重重落地 我劝你别动那些东西 叶归兰侧目 余光扫了眼要偷拿药材的人 那人被盯了一眼 立刻缩手跑了 三个姑娘被打得脸不像脸 三个人都带着一连血 街道上的人早就看傻了 叶归兰拍拍手 捡起地上的药材包 这才觉得心中的这口气终于顺畅了起来 她红唇为扬 大步走过三人身边 扬长而去 三个迷妹捂着自己脸哭喊着走了 街边上有人忍不住开口 叶归兰疯了 当街打人 也不怕有人找茬 明眼人拉了她一下 看着掉落在地上的某颗牙齿 滴滴开口 找茬 那叶归兰已经有了间隙六级左右的实力了 谁敢找她茬 我擦 间隙六级 她种子才醒多久 谁知道呢 邪了门了 当然没有人敢来找茬 甚至连医药费都没上门讨药 三个迷妹只能吃着哑巴亏 捂着自己脸疼地待在家里 追逐柳如玉的这几个迷妹 同从前的叶归兰一样 一心扑在男人身上 满心满眼的都是想着如何取悦柳如玉 如何让她注意到自己 这其中叶归兰最甚 其他几个虽然灵种已开也有一些实力 但都太低了 自知打不过叶归兰 也更不敢上门来耍威风 叶鹤的经济实力 他们还是有目共睹 拼实力拼不过 拼钱更是不可能 只能咬碎牙齿往肚子吞 没有其他办法 叶归兰过了几天 早就将这件小插曲忘记 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制药之中 八步的一分一秒都不要错过 但她也知道 时间总是有限 好了 不要急于一时 叶鹤看得也是心疼 这段时间看着自己闺女如此拼命 是不是秀发都掉了一大把 每天小局都是丰盛大餐 但也没见她吃进去多少 虽然气息日渐沉稳 对制药的理解也是越发熟练 但这么下去 这副小身板怎么吃得消 先别看了 今天爹带你出去散散心 叶鹤站在叶归兰面前 叶归兰却头也不抬 不去呀 我不想散心 叶鹤只能苦笑 制药不是短时间就能有所增进 还要依靠时间和经验地打磨 一位实力高强的制药师 没有几十年 是出不来的 但是并不妨碍我学习一些基本的东西 叶归兰笑笑 他只盼时间能再慢一点 在他去往小宗门之前的日子 能学会一点是一点 叶鹤忍不住摇头 将他手中的小厕子抽离 归兰 听爹的话 你这段时间都是如此高强度 身子吃不消的 可是我 没有可是 和我去趟兰城 我带你 结识一位故人 故人 叶鹤笑了 大手忍不住摸了摸叶归兰的发顶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么拼命地学习制药 是不是怕入了小宗门再没人教导你 叶归兰愣了 他愣愣地看着叶鹤 叶鹤笑得越发宠溺 爹也想一直指导你 但也知道你非常想去小宗门 这位故人 我把你托付给他也能放心些 在制药方面 他虽然不如爹 但依然可以帮助到你 叶归兰听到这话 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哪有这么明目张胆说自己优秀的 叶归兰点点头 叶鹤随口问了一句 是不是快要突破到间隙七级了 叶归兰嗚了一声 邵元丹的强力辅助之下 他的实力在间隙阶段的增长速度可谓无人能敌 他在间隙六级停留了只有半月之久 眼见着 又要有所突破 叶归兰心里也是美滋滋 按照这个速度 在明年三月的小宗门甄选之前 他应该能稳稳突破到聚龄级别 想着莫名其妙的白蕊蕊 还有他早就想教训的柳如玉 聚龄级别 也够他们喝一壶了 父女俩当天就动身前往蓝城 到达蓝城之后 叶鹤带着叶归兰痴痴逛逛 叶归兰细心地发现 叶鹤这才带她来的地方 似乎离柳家乡去甚远 再如何巧合 都碰不到柳如玉那的家伙 叶归兰忍不住被这个细节暖了一下 碰不到的柳如玉的蓝城 简直不要太美好 夜幕落下 叶鹤带着叶归兰坐在一间酒楼的包间之内 屋子窗外便是蓝城的夜景 虽然在众多城镇之中 蓝城仅是一个无等家族的聚集地 但依旧灯火通明 叶归兰靠着床边看着外面的景色 阵阵舒服的凉风自外面吹拂进来 叶鹤则是依靠在另一边 一双眼微微眯着 无比宠爱地瞧着自己女儿 一老一少 一父一女 皆是让人惊艳一撇的容颜 仿若都是画中之人推门走进来的人 见到这一幕不由地愣了一下 他就这么静静地看了一会儿 才将门关上 猛然咳嗽了一声 叶归兰瞬间回头 什么也没瞧清楚的时候 便记住了来人那太明显不过的特征 这位叔叔的凉铁小胡子可真亮 你来了呀 叶鹤回头 说了一句 坐吧 来人大步走了进来 也丝毫不客气地坐下 一双眼略带审视地扫了一下叶归兰 拿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 这就是你的那位女儿 叶归兰虽然不明她是谁 但也立刻礼貌地坐好 笑着点点头 叶鹤微微皱眉 似乎不满她的口气 这是我闺女叶归兰 闺女 这是宋求 叶归兰明显地看到凉撇小胡子 瞬间翘起 名为宋求的中年男人转头 皮笑肉不笑地开口 我是制药师工会兰城分会会长 你好啊 小丫头 制药师工会 兰城分会长 叶归兰瞧了一眼 坐在那依旧面色无波的叶鹤 似乎这只是个不值得说出来的小头衔一般 宋叔叔 你好 自己的爹能这样 他可不能这样 叶归兰显得谦卑听话 宋求对他的好感瞬间就窜上来 小胡子愉快地撇开 小归兰不错嘛 还好 没有受你爹影响 摆着一副臭脸 叶归兰笑笑 制药师工会 应该是制药师的大本营吧 自己的爹应该是游离在组织之外 但是却认识这么核心的人物 叶鹤听到宋求的话 冷哼一声 废话少说 我闺女入小宗门 你教还是不教 明年就要参加甄选吗 那不错啊 宋求似乎没听到叶鹤的话 笑眯眯地看着叶归兰 叶归兰扯了扯嘴角 叶鹤这么说话 真的不会被打吗 宋求的凉撇小胡子 微微翘了翘 看着叶归兰尚且稚嫩的小脸 忽然开口道 做一个呆药给我看看 就在这里 叶鹤猛然挑眉 宋求 你怀疑我闺女 眼见为时 不管是谁都一样 你让我教她 我自然要知道她的本事 宋求笑看着叶归兰 让我看看 她继承了你多少本事 叶鹤当下不悦 她亲手教导的闺女竟然被别人质疑 而且是这个老家伙 叶归兰却是笑着开口 好 不知道聚灵丹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材料在这里 宋求话音刚落 便拿出聚灵丹所需要材 叶鹤听见自己闺女开口 也不便说什么 只是一脸不悦地坐在那 闷闷地喝了一口茶水 宋求好整以侠地坐下 一双眼却紧盯着叶归兰动作 叶归兰笑看着面前 这些药材 这位宋叔叔 还真是谨慎 还好这段时间 她跟在叶鹤身边 勤学苦练 现如今自己的本事 总不至于丢人 就是叶归兰轻呼一口气 微微闭上双眼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双手已经有了动作 宋求原本是怀着几分调笑 但看过叶归兰的动作和熟练程度之后 忍不住坐直了身子 一双眼更是自她身上放不开 现如今的叶归兰 制药姿态已经同叶鹤有了三分相似 妇女俩如出一辙的制药习惯和配方习惯 宋求一眼便看出来了 叶鹤瞧着自己闺女制药时候小大人的状态 忍不住骄傲地笑了 不出半小时 一枚圆润饱满的丹药便出现在叶归兰手上 属于药材的灵力完美地收进其中 没有一丝一毫的外泄 宋求见到这一幕真的有些惊讶 他探手拿过这枚具灵丹 仔细端向 一张脸只写满了两个字 满意 看过就行了 别想着要带走 叶鹤忽然开口 宋求刚想要将丹药收起来 不免老脸有些尴尬 什么叫不能带走 自己学生做的丹药 为什么我不能带走 什么叫你的学生 我只是让你指导下归兰 可没有让他拜入你门下 你怎么还这么小气 这样的好苗子你自己一个人霸着 自私不自私 宋求校呵呵地看着叶归兰 眼里写满了喜爱 叶鹤却是一张俊脸 彻底冷了下来 这是我自己女儿 难不成还要分给你点 哎呀 入小宗门自然就是我的学生 你说是不是小归兰 叶归兰没敢说话 他看得出来叶鹤和宋求的关系不错 但关乎到他 叶鹤似乎不太愿意让步 他真的是爱自己女儿到了骨头里 叶鹤坐在那冷哼一声 算了 先让你小人得志 宋求校呵呵地瞧了他一眼 根本不为这话生气的样子 你放心 对你的女儿我可是要开小灶的 这样的好苗子如果不亲自教导 可是损失 这还像句话 叶鹤拿起面前的茶杯 宋求十分有默契地也举起茶杯 两人的茶杯在空中轻轻相碰 发出了清脆响声 叶归兰忍不住看傻了眼 他们方才还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但就这几秒展现而出的默契和融洽 没有长时间的接触是不会有的 听着他们两个时不时的滴雨斗嘴 叶归兰放松身子 靠在窗框边 阳风徐来 茶香满意 他不语地望着外面的一片星空夜色 未来的路已经扑在了自己脚下 他要踩上去的每一步都要是稳的 叶归兰的眼神往下一看 有些不太相信地 眨巴了几下眼睛 在看清楚那人之后 他立马揉了揉眼睛 不是吧 在这里都能碰见柳如玉 真的是见鬼了 当真是一段孽缘 叶归兰忍不住如此评价 叶归兰和柳如玉之间的缘分真是不浅 叶鹤都带他来了这里 依然能够瞧见柳如玉 叶归兰坐在高台之上 看着柳如玉匆匆走过 也没多在意 只是想到他自己平白无故 被白蕊蕊招惹上 多少有些生气 叶归兰转头 开口道 宋叔 小宗门之内是什么样子的 能和我说说吗 宋求校呵呵地看着叶归兰 好啊 小宗门是四大宗门前身 虽然远没有四大宗门来的神秘气派 但也是进入四大宗门的唯一途径 这片大陆之上人类领域之内 小宗门便有不下几百个 叶归兰点头 小宗门便相当于前世的初中高吧 四大宗门便是最高的高等学府 才能有入学资格 这片大陆如此广袤 人类基数数量至多 几百个小宗门也不足为奇了 宋求还要继续往下说 包间门外确实有一阵冲动 似乎有什么人已经到了包间门外 宋会长 请问您在里面吗 宋求刚才还笑咪咪的脸 瞬间就冷了 叶鹤喝了一口茶水 酗酒到此结束 我们就先走了 叶鹤站起身 对着坐在对面的叶归兰 示意了下窗户 在叶归兰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叶鹤已经纵身跃了出去 姿态飘逸无比 仿若是一阵风般 叶归兰眨眨眼睛 这伸手 妙啊 扫兴 宋求一脸黑地坐在那 只能无奈摇头 小归兰 小宗门 我们再见吧 好的宋叔 叶归兰笑笑 也好不犹豫地自窗户跃到外面 只是她远 没有自己跌那般轻盈 叶归兰跃下窗户 很快便听到二楼传来宋求不耐烦的声音 叶归兰后知后觉 方才在这里的柳如玉也是来见宋求的 叶鹤嘴角擒着笑容 事情办完 我们回家了 回去的马车里 叶归兰实在压不住内心的好奇 但又不好意思问 叶鹤笑着看她一副想问不敢问的表情 低声笑笑 你是不是想问 我为什么会认识宋求 叶归兰点点头 叶鹤沉了几秒 灭缘吧 叶归兰差点一口口水呛到自己 叶鹤轻轻挑眉 爹一向不喜欢太过规矩的生活 更别提把我放在那样一个调矿分明的组织之内 我和她相识已经有十几年之久 偶尔也有在制药方面的切磋 叶归兰黑眸一亮 她也是一样的 她不喜欢规则调矿 前世的她并不认为 大众认为的对错就是正确 她始终坚信自己本心 是非黑白善恶 哪能那么容易 就凭一句规则便能划分 叶鹤这样的人物 游离于制药工会之外 只怕宋求早就想拉她入会 只是没有办法而已 叶归兰对叶鹤不禁有些改观 她先前以为这只是一位普通疼爱女儿的父亲 接着便知道了她非常有钱 还是一位制药师 再然后便知道了她如此个性 世俗之理只怕根本束缚不了她 叶归兰笑呵呵地依靠在软电上 我娘也一定和爹一样 是个不具世俗礼教的人吧 叶鹤突然就没话了 叶归兰看着她隐没在阴影里看不清的俊脸 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十六年 原来的叶归兰对自己的娘就没有半点记忆 是不是因为叶鹤 这次未提过她的娘亲 你娘啊 叶鹤轻轻开口 语气轻得仿佛随时都能飘散般 我记不得了 叶归兰有些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记不得了 怎么可能会记不得 若不是挚爱留下的血肉 她又怎么能疼爱到如此程度 车厢之内蔓延着无尽尴尬沉默 叶归兰乖地窝在那再没开口 一向爱逗她说话的叶鹤也有些一反常态安静地坐在那 似乎在闭目养神 马车晃晃悠悠地在深夜回到了春远镇 叶归兰在这样的韵律中也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 马车停稳之后 她只觉得自己被人轻轻地抱起来 微微睁开眼 自己爹那张人到中年依旧帅到炸裂的俊颜便在眼前 叶归兰被放到了她自己的床上 叶鹤脚步无声地走了出去 叶归兰迷迷糊糊地继续睡着 只是梦境一片乱七八糟 小姐 小姐 还是小菊那杀猪般地呼喊 叶归兰认命地睁开眼 看着那小菊如一头小猪般撞门进来 显得那般兴高采烈 小姐 我听到了 叶归兰皱眉开口 小菊兴奋不已地拿出衣服为她穿上 小姐 又有人找你哦 叶归兰的太阳穴狠狠跳了一下 又有 我不是说了不见吗 这次不一样 这次来的是帅哥 叶归兰瞬间便明白谁来了 二话没说 穿好衣服 直接往中停跑 果不其然 坐在那的翩翩少年 见到他出现 连忙起身 还没等他开口 叶归兰抢先说了出来 宋昊然 你跑这儿来 是嫌我麻烦还不多 白蕊蕊看我还不够不顺眼吗 宋昊然一愣 俊秀的脸忍不住有些微红 对不住 我的私事给你添麻烦了 叶归兰有些气闷地坐在那 想着进了小宗门 大家也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不用反正梁子已经结下了 我承认 当初拿你当挡箭牌欠考虑 但是那时候也没有别人 叶归兰皱眉 也是没想到 你能退婚 宋昊然站在那敏唇没有开口 叶归兰叹气 你为什么退婚 我也管不着 白蕊蕊误会我 我也认 以后你还是离我远点 叶归兰抬眸看他 那只云假暴 我是卖了人情给你 但是你也迎获两气 我们之间再没其他了 拉你坐挡箭牌 是我欠你人情 你说吧 怎么还 我没有这么认为 宋昊然开口 你虽然拿我挡了一下 也没有给我造成任何麻烦 白蕊蕊那边 我一开始便是不认这个婚约 是家中长辈擅自做主 这次云假暴 说到底 我也要感谢你 能够让我有机会解除这个不自主的婚约 叶归兰挑眉 原来还有这层关系 既然他早有这个意思 这事也和他没多大关系了 你既然这么说 我也轻松很多 云假暴让你去救人 也让你解除了婚约 我们之间两清了 宋昊然黑眸微闪 叶归兰摆摆手 说清楚就好 你回吧 见他如此利落地赶自己走 宋昊然只能在心里苦笑 叶小姐 我们 我是说 我没可能和你做朋友吗 他一开始被他的外貌吸引 还误会了他一下 现在看他的性格 同别的姑娘千差万别 说宋昊然心里没想法 那是假的 他好不容易解除了不愿意的婚约 为什么不能亲近自己有好感的人 可是这姑娘却显然不是这么想的 宋昊然忍不住有些低落 她不丑家事还算尚可 实力虽然没有拔尖 但也别其他人强 为什么就是无法引起她的注意 不能 叶归兰瞬间开口 话一出口她自己都有些尴尬 前世的她独狼惯了 归根究底 她不相信除了自己的任何一人 被背叛过太多次 还能如何敞开心房去接纳别人 别闹了 白蕊蕊已经因为你来向我发难 虽然我是无所谓 但我平白无故多了一个敌人 心里也很不爽就是了 叶归兰开口 丝毫不给面子 你别靠近我 我不想多一个像柳如玉那样难缠的人 宋昊然苦笑 我 朋友可以做 点头之交就行了 叶归兰笑笑 我虽然不怕白蕊蕊 但也不想被人放冷见 你这位未婚妻 也是有些手段的人 宋昊然皱眉 她还想说什么 叶归兰确实摇头 你就别再和我扯上关系了 进入小宗门 我们各自安好 见面就打个招呼 这样就很好 叶归兰站起身 小菊 送客了 她被对着宋昊然挥挥手 大步离开了前厅往后面走去 宋昊然有些尴尬地站在那 她今天来是想表达点什么 但却被堵得一个字都没说出口 最后也只能无奈笑笑转身离开 小姐 小菊低喊着冲了回来 叶归兰立刻开口 别问了 什么都没有 收起你的好奇心 我再重复一遍 谁要来找我 我不见 可是刚才那位少爷很帅的呀 小菊呆呆地 看着自家小姐 小姐不喜欢柳如玉也就罢了 可是刚才的那个小少爷 可是比柳如玉好看许多了 小姐 怎么这么冷心冷面地拒绝了 叶归兰才不管这些 脚步急速地往这钥匙走去 她现在哪有什么时间来谈情说爱 与其讲什么感情 她宁愿和自己的爹泡在一起 这钥匙的门被推开 叶鹤一脸笑眯眯地 看着走进来的闺女 一点都看不出 昨天晚上她那副神伤姿态 刚才有帅小伙来找你了 叶归兰表情都没动过一分 什么帅小伙 我都不在意 她坐在制药桌前 一双黑眸闪闪发亮地看着叶鹤 爹 今天教我做那个好不好 叶鹤看着她眼底闪烁的光芒 只觉得自己根本无法拒绝闺女的请求 她要的哪怕是再难的东西 拼上这条老命 她也要做到 叶鹤嗡了一声 她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她的 在她还有这段上且能自由支配的时间里 在她还没有被某些人找到之前 在她还能称为她父亲的这段日子里 归兰 爹是真的想一辈子护着你 暖阳开春 草长应飞 三月中事到来 距离小宗门甄选 只有不到七日 小姐 小姐 小菊洪亮的嗓门依旧 叶归兰睁开眼 已经有些习以为常 她深深地吸一口气 将起床气压了回去 等着小菊走进来为自己穿戴衣服 这小半年之内 叶归兰整个人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在少元丹的帮助之下 她的实力已经又迈进了不少 便在昨天突破到了见习九级 随着实力的增长 整个人的气质也越发沉稳 也可能是小菊衬托出来的 叶归兰看着小菊一脸欢快的样子 忍不住扯开嘴角 她也算蛮有喜感的 不仅仅是实力提升 叶归兰在这段时间之内的制药水平也是有了制一般的飞跃 实力受限她无法制作距灵级别的药品 但在叶鹤有意的点拨下 那本小册子之上第一页的药品 叶归兰已经烂熟于心 她甚至已经有些等不及到了距灵级别 便开始尝试制作 小菊 再几天就是小宗门甄选 你要不要买件新衣服 小菊笑呵呵地开口 说老实话 小姐以前的衣服并不太好看 小菊也看出来自家小姐的改变 和从前是真的不一样 不仅仅是性格还有品味上 总算像正常人了 所以她也敢大胆提建议 这要是放在以前 她绝对不会开口 有衣服就凑合穿 买什么新的 叶归兰看了演衣柜 我看你手艺不错 把从前的衣服剪了重新缝也不错 小菊的眼睛瞬间瞪大 真的可以吗 叶归兰点头 小菊开心不已 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小姐 你终于想通了 叶归兰失笑 说了句加油做走出了房间 她这段时间已经养成了习惯 醒了就去找叶贺 有事没事就去找叶贺 之前是为了学习制药 现如今她是心有疑惑 她的实力在昨天突破到了见习九级 这本应该是件高兴事 但那也要看前提 她的见习九级可是在几十枚少元丹 再加上两瓶原灵温养液的作用下 到达的 没错 叶贺后来又给了她一瓶 叶归兰用了 她原以为原灵温养液可以直接让她到达聚灵级别 却没想到 她卡在了见习九级 爹 叶归兰推门 看见了叶贺正一脸笑意地坐在那 不错 见习九级 叶归兰却是皱眉 我把你给我的原灵温养液用了 你说什么 叶贺也愣了 你喝了那个 我不是告诉你 那个东西是 我知道 我以为可以到聚灵级别 真的没想到 才是见习九级 父女俩都忍不住开始沉默 这么多的少员丹砸进去也就罢了 但是原灵温养液 这么霸道的东西入体也仅是让叶归兰到达见习九级 这意味着什么 叶贺忧心忡忡地看着自己闺女 她体内的灵种 比她想得还要棘手 爹 我想问你 当初为什么封了我体内的灵种 叶归兰斟酌半赏开口 我是说就算不封也没什么事不是吗?她的确没想明白 纵然不封 大不了叶归兰不修炼就是 灵种醒了就不是坏事 但偏偏要封住 这到底是为什么? 叶贺坐在那半上没说话 这个呀 是你娘嘱咐我 让我封住的 至于理由 我没问 叶归兰有些不敢相信 什么鬼 亲娘让封住的 关键这位爹会不会太听话了点 连问都不问的 现在她娘都没了 这个为什么是彻底没答案了 叶归兰扯扯嘴角 她的灵种吸收了这么多丹药 才只是见习九级 关键是 她吞的这些 都是跨级丹药啊 跨级啊 跨级意味着什么 跨级的丹药 现在都拯救不了她 她吃了这些 只是见习九级 要突破到聚灵级别 要到猴年马月 见习九级和聚灵级别 也只是一线之隔 突破的机缘到了 自然就到了 叶贺开口 妇女俩都觉得 这话说得没诚意 叶贺尴尬笑笑 少元临温养叶养吧 爹还是有货的 叶贺站起身去找了 她的额头已经开始微微冒汗 她有些怕闺女吃了太多温养叶承受不住 但现在这情况 不吃不行啊 少元丹明显已经没劲儿了 叶归兰坐在那只觉得自己头很大 体内的灵重到底什么做的 怎么跟个甜不满的无底洞一般 别人若是照她这样的吃法 早就聚灵九级了吧 而这些东西砸进去 她才见习九级 这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叶贺找了一会儿 拿过来两个瓷瓶 叶归兰有些傻眼 元临温养叶纵然是叶贺出手 成功率也不会提高多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竟然还能拿得出两瓶 成功率暂且不谈 就单是制作这东西的药材 就有几个非常奇葩 很难弄到 这是最后两瓶 要是还想要新的 必须去找某些药材 要用非常手段 叶贺一脸严肃 你记得 元临温养叶必须隔两个月才能吃一次 毕竟你还是间隙阶段 我真的怕你出事 叶归兰点点头 郑重万分地收好 她不会为了突破实力等级 就很莽撞 元临温养叶第一次吃她没出事算 自己幸运 若是不加节制 只能给自己找麻烦 还有几天便是小宗门甄选 看来她要有所突破 是要在小宗门之内了 只是她的灵重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这么能吃 到达距离级别 你的灵重会自己生成灵空间 到那个时候也能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叶鹤低语 这样的灵重实属罕见 我也是没见到过 叶鹤坐在那喃喃低语 叶归兰也是无奈叹息 事已至此 唯有等待突破距离那日 解开谜底了 又过了三日 距离小宗门甄选 已经只剩下四日 一大早 叶鹤就站在门外笑呵呵等着 叶归兰自家门口出来 静止上了马车 叶鹤随后也登上马车 这一次 他们去的可不是什么兰城 去的是距离更远的地方 也是更为繁华的大城市 渊都 只有三等家族的聚集地 才可以称之为都 小宗门虽然仅是四大宗门的前身 但也是进入四大宗门的唯一途径 小宗门的甄选 只在都内进行 四等 五等的聚集地根本没有举办的资格 叶归兰坐在马车里吃着零食 看着外面全然陌生的景色 愿都是距离春远镇最近的都城 两天路程便可到达 这片陆地之广 可以从小宗门甄选窥见一二 上百个小宗门遍布各地 甄选也是遍布在上百个都内 规模可见一般 马车晃荡地走了两天天 终于到了这一路上的中转站 中坛城 还没到城门口 叶归兰便意识到 这座城市的与众不同 这是一个作为交通枢纽的城镇 不管是从哪个方向而来 要想去往渊都 都要在这里中转 说白了 这是一个出现什么都不足以为奇的城市 叶归兰撩开车帘 看着城门前密密麻麻排队的人 有些头疼 这都是敢来参加小宗门甄选的人吗 这样的规模比往日是更大一些 毕竟是小宗门甄选 叶鹤低声笑笑 往日里野人群密集 我们进城看来是要等一会儿了 叶归兰嗡了一声 视线看着前面望不见头的队伍 照这个移动速度 晚上之前能进城算幸运的 还好这里已经离渊都不远 出了这城 再有半天就能到达渊都 叶归兰的视线往后面一扫 不由地愣了一下 队伍之中有不少马车 不行的人 只是 那家伙骑在下面的是 魔兽吧 叶鹤顺着叶归兰的目光看过去 笑了 以魔兽为座骑在这里也不罕见 那只云甲暴 如果你要的话 你也可以骑着过来 叶归兰扎蛇 看着被人类骑在身下的魔兽 那是一只火红色的豹子 一双橙黄兽眼 透着无尽的压抑和狠辣 它的嘴被特制东西牢牢封住 身体上覆盖的东西似乎有压制作用 可以让人类安全骑成 不得不说 骑上这么一只魔兽 还真是拉风 的确是人群之中的瞩目焦点 想要吗? 想要的话爹可以 不不不 我不想要 叶归兰连忙开口 生怕叶鹤再一笔重金砸下去 买这些没多少实用价值的东西 叶鹤笑呵呵地看着叶归兰 手忍不住揉了揉她的头发 闺女真的是懂事多了 既然知道为她省钱 虽然这些钱她还没放在眼里 看 那是铁衣吧 有人喊了一嗓子 叶归兰下意识地抬头 只觉得一阵强风挂过 视野之中的高空 有几只大鸟掠过 她微微眯起眼睛 大鸟的背部之上似乎还站着人 大鸟呼啸而过 飞过中坛城之上 很快就消失在了视野之中 人群中有人兴奋地开口 那应该是渊兜凌家的铁衣吧 能够在这里看到 还真是幸运 是啊 三等家族的大佬们就是不一样 飞行魔兽 太拉风了 叶归兰看着消失在天空上的几个小黑点 也忍不住心里认同 三等家族 真是不一般 虽然魔兽比人类强悍凶狠 但人类也有驯服他们的手段 甚至成为奴役的对象 人类能够长时间生活在这片大陆 屹立不倒 也是有些道理的 渐城的队伍缓慢一动 终于在黄昏时分 叶鹤的马车进了城 刚入城叶归兰便感觉到气氛不同 他总感觉到有一些压抑不舒服 叶鹤轻声开口 中坛城是四等城池 这里聚集的都是四等家族 这个城池之内遍地都是距灵级别 也有不少建灵级别出现 你感到压抑是正常的 叶归兰的额头微微冒汗 四等和五等相比已经有了明显差距 在蓝城他都不觉得有什么 但在这里已经感到不舒服了 马车到了地方 叶归兰下车之后差点没站住脚 他看着面前这黑压压的一片人 已经完全看不见前面的路了 本店没房了 没房了 请客人们早点去寻其他地方 没房没房了 前面有人杰斯底里地喊着 但乌鸦鸦的人依旧不肯走 叶归兰有些傻眼 小宗门甄选 这么火爆的吗 没房了 是真的没房了 你们等在这里也没用啊 人群前面的喊话依旧在继续 但人群没几个离开的 都在眼巴巴地等着 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叶归兰站在那 看着下了马车的叶贺 爹 这家店没房了 我们是不是去别的地方 叶贺笑咪咪地说了一句不用 拉起女儿的小手绕开人群 往店铺的后面走去 店铺后面有一人等在那里 见到叶贺过来立刻笑着迎了上来 是叶先生吗 叶贺点头 掏出了一张卡片 那人见了之后 笑得更欢 里面请 里面请 暗门被推开 这人带着两人走了进去 叶归兰乖巧地跟在后面 看着那人快要笑成花的脸 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还是有钱的好 那人带着两人走上楼梯 到了一个位置安静隐蔽的房间 叶先生 这是你的房间 我就先离开了 你还有什么需要吗 比如饭菜一类 就按你们的规矩来 我没什么特殊要求 叶贺开口 那人笑着点头 好的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叶贺推门进去 叶归兰也跟着进去 看着里面的房间规格 叶归兰瞬间就懂了 明白了 这是总统套房 等一下爹要去看看 有什么好药材 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 叶贺开口 就不要出去闲逛了 这里不比兰城 我可以和爹一起去吗 叶归兰看着叶贺 这是一个在制药方面 处处都透着大老气息的爹 说实话 他不想放过任何一个观摩 他的机会 不仅仅是制药 纵然是他挑选药材 自己也能受益良多 叶贺一愣 内心有点小雀跃 挑选药材比较枯燥 你真的要一起去 当然要一起 什么枯燥不枯燥 学得到才是真功夫 叶归兰瞬间起身 叶贺笑着点头 那好吧 没多时 方才那人推门进来 一道道丰盛的菜肴被端了上来 色香味俱全 只是叶归兰闻着气味 总有些隐隐犯恶心 他勉强自己坐到饭桌前 恶心感让他没有任何胃口 硬着头皮开口 这些都是什么菜 小姐 这是我们这里的招牌 魔兽宴 这桌上的每一道菜 都是取自不同的魔兽之肉 就比如这道菜 取材的是 哦 叶归兰的恶心感 在听到魔兽二字之时 再也没办法压抑 起身跑到里面狂吐 疯狂的恶心感在 直到桌上的菜来源之后 似乎更为汹涌 桌上的美味佳肴 在此刻似乎变成了地狱 刺激着叶归兰的呕吐 根本无法停下 甚至连开口说话都不行 归兰 叶鹤见他吐成这个样子 很是担心 眼眸让那人撤下菜肴 那人一脸惊慌 二话不说的赶紧撤 不一会儿菜都被撤了下去 只不过房间之内残留的菜肴气味依旧还在 叶鹤看着自己闺女 快要吐成惨败的小脸 把窗户通通打开 等气味彻底消散 叶归兰这才停止了呕吐 你好点没有 叶鹤心疼不已 叶归兰一脸虚弱地坐在那 这吐得比当初吃下叶鹤给的丹药那阵更厉害 他吐得头晕目眩 甚至内脏都有感觉要呕出来 上次是单纯的吐 这一次他感觉到五脏六腑都搅在一起 呕吐得太过难受 叶归兰秀闻着空气 已经没了方才那股味道 不由地松口气 爹我没事了 他开口 叶鹤皱眉 早知道你对魔兽宴反应这么剧烈 我根本就不应该叫 这宴席 多少钱啊 叶归兰被叶鹤搀扶着起来 叶鹤听到这话被气笑了 这点钱算什么 看你吐得这么难受 我心疼死了 我没事了 休息一会儿就能行 叶归兰坐在软榻上 只要没了刚才那气味 他好很多 只是没料到 这身体对什么魔兽宴反应这么大 只是这里的人真敢吃 魔兽齐齐入药就算了 竟然还想着要吃肉 叶归兰坐在那 恶心感完全消失 他也缓和了精神 在他宝正在三之下 叶鹤这才点头答应 带他出去 只是刚推开门 方才那味道从别的房间传来 叶归兰连忙捂住嘴 叶鹤大步匆匆地下楼 只求快一点离开 叶归兰也迅速跟在后面 走出店面 叶鹤嘀嘀开口 还是不要住在这里了 我没事 只要不放在我面前让我闻 没事的 叶归兰失笑 小宗门甄选 让这个城池 简直火爆非常 现在退房 只怕他们父女俩要流落街头了 爹 我真的没事 叶归兰笑笑 叶鹤看着他的小脸叹气一声 带着他一路往买卖药材的地方去 中坛城作为枢纽城市 平日里也都人群满满 很多的商家在这里汇聚 有些人不远万里前来交易 买卖药材的店面 集中地聚在街道一边 而另一边 则是买卖武器房具的店面 叶归兰看着望不到头的一条街 还有街道上耸动的人群 再一次被震撼 把买卖同样商品的商家都聚集在一起 互相竞争 买的人自然会要到好价格 而卖家也是个平本事 有了明确目的来这里 简直太方便了 叶鹤带着他在药材铺这边逛 他并不是每家都进 每家药材铺门外都摆放着一些药材 明眼人一瞧便能分辨品质层次 叶鹤只用看的 便过滤掉了很多店面 叶归兰一路都低声发问 叶鹤极有耐心地向他解释 叶归兰听得仔细也记得认真 妇女俩就这么慢悠悠地往里面走 叶鹤似乎是见到了什么好货 走进了一家店面 叶归兰也快不跟了进去 冰丝草 有货吗 听到这话 叶归兰愣了一下 冰丝草 这不是制造圆灵温养液的材料吗 他看着叶鹤 这位爹来这里买东西 难不成全是为了他 为了圆灵温养液 有货 价格可不便宜啊 老板笑着开口 叶鹤也没多说 接连说了几个药材 老板听了 也是惊了一下 这位先生 内行人啊 听到叶鹤说的其他药材 叶归兰是真的确定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说不上心中什么滋味 叶归兰默不作声地跟在一旁 只是内心忍不住感叹 这是为了弥补他上辈子的缺憾吗 不然 他何其有幸才能拥有这样的父亲 看着叶鹤的身影 记忆中的父亲和他完全重叠 若说出来这个世界对他还有抗拒 但是现在 叶归兰心早就暖了 若说来到这个世界 他的收获最大是什么 那便是叶鹤 便是这样的一个爹 叶鹤一回头便瞧见自己闺女 不知道为什么站在那傻乐 笑着揉了揉他的发顶 你在笑什么 还不快过来看 啊 哦 哦 叶归兰连忙走上前 看着药材铺老板拿出来几个盒子 是那样小心翼翼 打开之后 叶归兰看着自己跌得眉峰跳了几下 接下来便是一场实力太过悬殊的砍价交易 叶鹤甚至说出了这几种药材的缺失之处 也明确地开口告诉老板 再这么放下去 只有卖不出去烂在手里的结果叶归兰看着面前的几个药材 在叶鹤说出了缺点之后 他方后之后觉得找到 如果换他自己 根本看不出任何毛病 叶鹤说得没错 这要有天赋是一方面 经验和时间的累计也不可或缺 老板被说得目瞪口呆 叶鹤给出了一个价格 他额头冒汗 也只能点头答应 走出铺子 叶归兰忍不住开口 买东西不必都为了我 我是说 爹你自己的钱 你自己随便花 叶鹤笑了 我只想为你花 叶归兰险些没站稳 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这份喜爱浓烈身后 堆积了16年之久 他一个外来人全盘接受 总觉得受之有愧 扯了扯嘴角 叶归兰看着对面的武器铺子 更多的人围惧在对面 武器铺子的生意 可比药材铺好太多 甚至不乏有很多年轻人穿梭其中 想去看看 叶归兰点头 叶鹤轻推了他一下 去吧 我就站在这里等你 叶归兰嗚了一声 走到了对面 武器店铺的橱窗之内 摆放着各种护甲和冰刃 他忍不住走进店内 里面的人色的满满的 和他一样年轻的面孔有很多 叶归兰小心地走在其中 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 看到圆环一样的东西之后 忍不住停下脚步 叶鹤曾说过 灵重发育之后 会产生修炼分歧 武灵 树灵 还有御灵 这东西便是御灵所用的受还吧 喂 你让开下 有人狠狠推了叶归兰一下 他回头便瞧见一个年轻姑娘站在身侧 表情很臭 你看完没有 看完了就让开 我要买东西 叶归兰让开身子 年轻姑娘冷哼了一声 又不是御灵师 光看有什么用 年轻姑娘拿了其中一个受还 大步往外面走去 叶归兰看着她趾高气昂的样子 只觉得有些好笑 她身后的尾巴都快要撬到头顶了 叶归兰无奈摇头 也没了看的兴致 从人群中挤了出去 刚走到门口 她似乎踩到了谁的脚 对不起 踩到你了 她回头说了一句 刚要推门 被人一下子拽住了头发 你踩到我了 头发被抓住的瞬间 叶归兰疼的头皮发麻 对方出手力气很大 叶归兰忍着腾回头看 正是刚才买兽环的年轻姑娘 对不起 可以松手了吗 年轻姑娘看着叶归兰 另一只手将兽环往手腕出一套 抓着叶归兰头发的手突然一个用力 我不想松手 你能把我怎么样 嗯 当然不能把你如何 叶归兰看着年轻姑娘 只是轻浅一笑 转手拿过旁边不知道谁手上的刀刃 对准备揪住的秀法 一个动作 割 刷 一头青丝被揽腰斩断 叶归兰田笑着将刀刃物归原主 顶着有些参差不齐的头发 推门走了出去 叶大小姐这齐腰的长发 她不喜欢很久了 这么长的头发光是搭理就很麻烦 在家里有小菊 在外面她可是 只有自己 叶鹤看着推门而出的女儿愣了 头发怎么回事 你给我站住 年轻姑娘推门追了出来 将手上的头发甩了一地 叶鹤看着随风四散的发丝 实在想不通刚才发生了什么 她闺女的头发呢 怎么少了一半 叶归兰根本不想理会她 笑着走到叶鹤身边 拉了拉她的衣袖 爹 走吧 叶鹤傻愣愣地看着她的头发 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 归兰 你的头发 剪了 杨快 叶归兰笑着开口 侧目将那年轻姑娘的模样戒了下来 年轻姑娘看着叶鹤在旁 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嘴碎的低声咒骂着什么 叶归兰虽然没听清楚但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 她扯着叶鹤往回走 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 她太懂了 出来乍到一切都要低调 她不想惹麻烦 更不想给叶鹤添麻烦 只不过是一截她原本就不想要的头发 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 回到房间之内 叶归兰躺在床上 还在想着今天看到的各色人等 冤都一定比这里更为豪华 遇到的强者也是更多 搞不好遇到的奇葩更多 叶鹤看着自己闺女的头发出神 怎么看 怎么觉得心疼不已 想到从前的叶归兰十分宝贝自己的这头秀发 也只是因为柳如玉喜欢长发姑娘而已 但是现在她都不在乎柳如玉 头发如何 也变霸了 叶鹤如此安慰自己 也跟着躺下休息 临睡之前还捉摸着要去冤都找找珍稀药材 好为闺女以后的路打好基础 叶归兰是硬生生被恶心醒的 那阵魔兽宴的气味顺着缝隙就飘了进来 她的胃肠在疯狂蠕动 催促着要将里面的东西全都掏出来 叶归兰猛然起身 看着对面熟睡的爹 只能咬牙推门 快步走了出去 先离开这个地方吧 等差不多了她再回来 叶归兰刚下楼梯 迎面便走来一个手端菜盘的伙计 就算到了后半夜 这家店也是灯火通明 有的是夜晚不睡觉的人 叶归兰强忍着自己的恶心 迅速越过伙计下楼 没等她跑得更远 一个人便横在面前 将本就不宽的楼梯全都堵死 气味虽然已经飘远 但叶归兰还是十分难受 让一下 我要下楼 我不让 想下去就走回去 从另一边下 叶归兰抬头 这不是白天在武器店遇到的那个疯婆子 白天的年轻姑娘一脸冷笑地看着叶归兰 她身材高挑五官柔中带刚 身高比叶归兰整整高了一个人头 她微微俯视着叶归兰 那眼神充满了鄙夷 叶归兰不想和她废话 转身便要走回去 却不想 她一个快步 再次挡在了叶归兰面前 摆明着 今天我就是不想让你过去了 前面的客人 让一让哈 楼梯上又有伙计走了上来 手上拿着的菜盘 让叶归兰瞬间变了脸上 随着伙计的越发接近 她的脸色越发苍白 她硬着头皮 再次调转方向 但这姑娘仿佛真的杠上了 叶归兰忍不住呕吐感 猛然探出双手 抓住眼前姑娘的衣袖 毫不客气地张嘴便吐 你 叶归兰吐得那叫一个疯狂 呕吐物瞬间喷在挡路人的身上 后面的伙计也傻眼了 赶紧调转方向 去到另外一边 叶归兰缓缓抬头 看着和她盖上的姑娘脸色 扯扯嘴角 不好意思 是你自己非要挡路 怪不了我 叶归兰轻轻松手 越过她便走下楼梯 被吐了一身 颜色早已铁青的姑娘站在那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不该追上去 看着自己这一身狼狈 只能沉着脸迅速上楼 而这边的叶归兰顺着记忆来到后门 推开后门 一阵清冷的风吹来 她顿时有种重生之感 推开门 她蹲在了旁边的角落 嗅闻着外面的空气 只想着 今夜要不就在这里凑合算了 被赶出来了 叶归兰靠在墙边 看着暗夜里走过来的人 对她的声音感觉莫名熟悉 待她自暗中现身 那张平平无奇的脸出现 叶归兰难受得不想说话 也不想解释什么 虚弱敷衍地恩了一声 只希望她能快点走 不要再和她说话了 少年看她如此虚弱的样子 缩在角落里 就像只被遗弃的小兽 她忍不住皱眉 你爹叶鹤呢 叶归兰难受得不想说话 只是哼记了一声 微微闭上眼睛 她吐得全身没力气 现在昏昏欲睡 喂 叶归兰 少年见她一副马上要被过气的样子 有些急地冲上去 双手撑住她的脸用力拍打了两下 刚要睡着的叶归兰 被这巴掌一下子拍醒了 你拍我做什么 她心底有火 少年看着她好一会儿 我 我怕你出事 我就是想在这里睡一会儿 叶归兰开口 再次闭上眼睛 少年狐疑地看她 就像看个神经病一样 你非要在这里睡 为什么不进去里面 我不想进去 想想都可怕 叶归兰嘟囔着 想着那店里面萦绕着恶心人的气味 她能睡着才怪 少年皱眉 看她 真的要打算睡这里 只能眉风微动起身 只一两步少年的身影 便隐在了夜色之中 叶归兰看她离开 忍不住松口气 就这么 靠着墙微眯着眼 再坚持坚持到天亮再说吧 可没一会儿 叶归兰便睡着了 靠在这个角落 真的睡着了 她还真的睡着了 刚走没多会儿的少年 自暗处现身 不敢相信地看着 坐在那明显入睡的叶归兰 她以为这里是春远镇 睡得这么毫无防备 被人偷袭也无所谓 少年拧眉 抬眼看了看面前 这个灯火通明的阁楼 白天的时候 明明看见她和叶鹤在一起 她跑到这里 是为了躲什么 快看 那里坐着一个姑娘 长得还真漂亮 怕什么来什么 阁楼后面 这里本就是暗道 平常都不会有人出现 两个鬼祟人影 自一边摸了过来 对着叶归兰 从这张脸直流口水 还没等有什么具体想法 少年闪身一步走了出来 那张脸明明平平无奇 但那双眼的凌厉气势 让那两人应声站在了原地 少年走到叶归兰身边 直接坐了下来 顺便手一伸 将她依靠在墙上的头 扶到了自己肩头 两人看着少年 咽了一下口水 什么都没说 掉头便走了出去 蠢货 少年喃喃低语 看着靠在她肩头熟睡的叶归兰 也不知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她面无表情地坐在那 任凭叶归兰的头枕着肩膀 整个人如一尊石像 竟然一动都不曾动过 叶归兰似乎知道自己靠了个不错的物体 整个人迷迷糊糊地蹭了上来 少年原本没在意 却不想她整个人一个翻身 竟然直接抱进了她的怀里 你 少年瞬间红了脸 瞬间便要推她出去 叶归兰嘟囔了一句别走 小手毫不客气地就这么圈住她的脖梗 小脸埋进她的颈窝继续酣睡 少年坐在那里 双手根本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她原本只是让她靠一下 她怎么还靠到怀里来了 叶归兰 少年低吼 叶归兰睡得昏天昏地 根本醒不过来 嘟囔了一句什么再没反应 她细软的呼吸就喷在她的脖梗上 少女身上甜软的香气也缓缓飘进鼻子 少年红着脸坐在那 整个人靠在墙壁上 两只手垂在两侧 死死咬着后槽牙 这算什么呀 她分明都记不得自己 她还上肝子什么劲 现如今这样子 说也说不清了 这一夜 叶归兰睡得倒不错 少年瞪着眼睛 一夜没休息 她微红着眼眶 看着怀中似乎要醒的少女 微沉着脸 探手将她一推 在她马上要醒的时候 少年起身纵身一跃 直接消失不见 叶归兰迷糊地睁眼 这才发现自己 真的坐在这睡着了 她站起身 伸了一个懒腰 打着哈欠推开后门走了进去 昨天晚上 她似乎见到什么人了 刚推开房门 叶归兰看着还未睡醒的叶贺 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 叶贺迷糊地起身 归兰 你起得这么早 是啊爹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啊 叶贺坐起身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原本想说在等会 但想着昨天自己闺女难受的样子 笑着开口 你收拾一下 我们马上就走 妇女俩一大早便离开这家店 叶归兰回头记住了名字 暗暗记住 打死也不会再来这里第二次 爬上了马车 父女俩在清晨的微光中走出了城门 朝着冤斗行进 叶归兰靠在马车的软垫上 实在有些想不起来 昨天晚上她遇见了谁 她动了动脖梗 奇怪啊 她就那样在外面睡了一夜 怎么脖子一点都不疼的 好 魔兽的低音咆哮自马车外传来 叶归兰一个机灵 立刻撩开车帘 只见几只魔兽 驮着人自马车旁边呼啸而过 看着围守魔兽背上的人 叶归兰微眯起眼睛 这不是屡次找茬的那姑娘吗 看着她骑在魔兽背上意气风发的模样 叶归兰也差不多明白了 能骑着魔兽去渊都 非富即贵 怪不得那么嚣张跋扈 看样子小宗门甄选 是不得不再次碰面了 归兰 到了这里 我们就步行入城吧 叶鹤看了看前面 催促着叶归兰下马车 叶归兰有些不太明白 为什么距离城门还有断距离的这里 要步行前往 是前面有路障吗 叶归兰跟着下了马车 有些不明所以 叶鹤摇摇头 付了钱 马车便调转方向回去 妇女俩不行往渊都的方向继续前行 渊都 又被称为魔兽之都 在那里盘踞的三等家族中 有好几个是玉林之家 叶鹤瞧着叶归兰依旧没明白的小脸 笑着开口 渊都之内的魔兽数量众多 为了避免发生惨烈的捕食事件 普通的马车都不能进入渊都 你难道没有发现越靠近渊都 拉着我们的两匹马越是不安吗 叶归兰微微瞪大眼睛 这倒是没发现 叶鹤笑着牵起她的小手 带着她往前走继续说道 那几个三等玉林家族之中 已经有不少渐灵级别 甚至有几个已经到了半步踏入幻灵级别的存在 叶鹤突然停了下来 指了指天空 归兰你看 在渊都附近 看到魔兽实在是太稀松平常的事 叶归兰顺着叶鹤的手抬起头 不一会儿 便有几只大鸟 展翅自头顶飞过 那鸟的体型巨大 那上面站着几个若隐若现的人影 叶归兰收回目光若有所思的点头 魔兽之都啊 这么说来 渊都之内玉林家族实力最强 在这里惹谁都不要惹玉林师 叶归兰很快便发现 越来越多步行前往渊都的人出现 时不时的便会看到 有很多骑着魔兽呼啸而过 威风劲儿自不必说 甚至性格不好的家伙 看别人的目光都带着明显鄙夷 能够拥有魔兽的家族 不是非常有钱如叶鹤这般 便是有声名地位 想着曾经拥有过的云甲暴 叶归兰忍不住笑了 把魔兽当作坐骑驯服 说到底 都是吸引其他人目光 彰显自己的手段罢了 人的两条腿 不就能走路地走了半天 叶归兰总算是看到了渊都的城门 城门之大 简直超乎了他的想象 这门 应该不是给人通过的 果不其然 那明显已经有四五米高的大门 并不是给人类准备 那是给魔兽通道之门 各种各样的魔兽坐骑在那里排队 一一登记才能放入冤兜 相比较魔兽这边的速度 人类这边的速度非常快 叶归兰站在队伍里面 看着距离身侧不远的魔兽队伍 被驯化为坐骑的魔兽们 不论什么类型 或大或小都带着厚实的嘴套 眼里无疑都是对人类的愤恨 叶归兰看着兽类的眸子 看着那里面根本就不加隐藏的恨意 再看着骑在魔兽身上的人类 只觉得没了这些枷锁 那上面坐着的人 又会是什么样子 喂 有人似乎看见了她 高声喊了一句 叶归兰眼神扫过去 这是那个几次三番找她麻烦的姑娘 她先前骑着魔兽 超越了自己那么远 现如今竟然还没进城 叶归兰看了眼她并不打算理会 叶归兰没理会 自然没人知道这声未喊的是谁 叶鹤也根本想不到是在喊自己闺女 她牵着叶归兰往前走 却有人直接走了过来 小姑娘 我家小姐让你过去一下 叶鹤挑眉 归兰 你认识 不认识 叶归兰开口 走过来的人明显很是尴尬 小姑娘 你最好过去一下 不要惹我们家小姐生气 叶鹤的俊脸一下子沉了 将自己闺女往自己身后一拉 完全挡住 不认识为什么要过去 别来招惹我女儿 来人一愣 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是 我管你们家小姐是谁 叶鹤毫不客气地回嘴 牵着叶归兰直接走进了城门 来人万分尴尬地站在那 有些不敢回头瞧自家小姐的脸 而坐在坐骑之上的姑娘冷笑一声 手腕轻转 兽环出现 她目光死死地盯着叶归兰 手掌猛然向前一伸 兽环发出暗光 一道黑影自兽环之内窜了出去 直奔叶归兰 叶鹤瞬间回头 微眯着眼看那奔驰而来的黑影 敢偷袭 好大的胆子 在我眼皮子底下 还敢放出兽环 一道红亮之音袭来 让人如雷贯耳 叶归兰也是一愣 后知后觉 竟然有人想要偷袭自己 她猛然转身 只见距离自己只有半米之内的地方 一条彩色小蛇被蓝腰斩断掉落在地 叶归兰皱眉 黑眸一抬 看见了出手的那位 明显已经慌了 刷 一阵狂风自平地而起 随着人群的避让 一只巨大的鸟类魔兽自天空降下 一身白衣身姿挺立的中年男人神情严肃万分地站在鸟背之上 她那双如鹰的眼睛盯着出手的姑娘 再让我看到一次 永远别想进入渊都 出手的姑娘脸色发白 只能狼狈地不停点头 中年男人目光一转 看向了站在那的叶归兰 接着收回目光脚下的鸟类展翅又是高飞而起 自兽门直接飞进了渊都 叶归兰探头去看 那只大鸟已经没了踪影 爹 那是什么人啊 叶鹤牵着叶归兰的手进入渊都 应该是哪个玉林家族的人物 在渊都之内是禁止私斗的 叶归兰暗自点头 当然要禁止 这么多魔兽一旦打起来 不出半客 这都城就没了 跟着人流进入渊都之内 果然如叶鹤所说 见到魔兽是在平常不过的事 渊都的街道比春远镇的大了五倍不止 很多的建筑看上去也很坚固牢靠 甚至出现了很多为魔兽服务的店铺 叶归兰一路看着只觉得新奇 什么魔兽保养 魔兽美容 甚至还有坐骑套件专卖店 叶归兰只觉得若是不走出来 根本就看不到这样的大千世界 在春远镇那样的小地方 一只云甲暴便能引发那样的狂潮 而在这里 魔兽根本没什么稀奇 叶鹤轻车熟路地带着叶归兰来到下榻地方 叶归兰突然有些畏缩 想着昨天那挥之不去的魔兽宴气息 叶归兰瞬间抗拒 叶鹤瞧着他不愿意的模样 心疼地开口 放心 这里没有什么魔兽宴 叶归兰这才很松口气 渊都的规模要比中坛城还大 所有的住宿地方 规格都很庞大 纵然有这么多人涌进渊都 也没有中坛城那般拥挤 明天便是小宗门甄选的第一天 叶归兰想要好好休整 若是能在今天再有点突破 再好不过了 父女俩办理好入住已经是黄昏时分 吃过晚饭之后 叶归兰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小隔间内 看着手里这瓶圆灵温养液 偷偷地咽了一下口水 虽然爹嘱咐过 这东西还是少进度的好 毕竟药性对于他来说太烈 但是到如今 他也只能靠这个刺激体内那颗胃口超大的灵种 见习久急 银门一脚 真的是让人心痒痒 同样是总统套房 比中坛城住过的要大 甚至父女俩都是独立的房间 叶归兰深吸一口气 将袁灵温养液的瓶盖扭开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灌了下去 温凉如水的液体顺着喉咙进入身体 几个呼吸间便掀起一股热浪 那感觉就好像喝了很烈的酒 瞬间便有了后劲 叶归兰起身 猛地将窗户推开 一股红潮迅速地自他脸颊开始蔓延到全身 叶归兰大口大口地呼吸 只觉得一瓶袁灵温养液 快要把自己醉倒了 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大腿 让自己保持清醒 叶归兰迅速静下心神 上次他吞服下温养液 没丝毫准备 直接醉倒 而这一次 他是有自己的心思 他是想看看体内的这颗灵种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就这么能吃 心神在瞬间的清醒之内抽离 沉入了意识之中 叶归兰清晰地看见 袁灵温养液入身 化作一条条红色涌动的细线 遍布身体的各处游走 再慢慢汇聚到小腹位置 所有的红色细线都开始没入 悬浮在那的小小灵种之中 灵种被红色细线一层层包裹 叶归兰微眯着眼看着灵种 这么小 怎么胃口这么大 嗯 叶归兰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有些错愕地揉揉眼睛 灵种上面 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亮起来了 被红色细线觅食包裹的灵种 在安稳了片刻之后 猛然开始旋转 而引在红色之后的某个地方 随着旋转速度越快 红色丝线消失的数量 越发明显 越发闪耀 叶归兰的心神瞪大眼睛 看着这小不点的种子 已经快要将这些红色能量 全部吞噬殆尽了 这你妈 可是圆灵温养液啊 这么快就没了 叶归兰微眯着眼看着这颗 将红色能量吞噬光了的灵种 它似乎是满足了一般 灵种表面散发着微微淡红色光芒 而灵种某处上所印刻的图案 突然亮起 便在这一刻 所有魔兽皆是错愕的邓大寿谋 如出一折般的缩好身体 埋下兽手发出害怕的低音 渊都之内的某处僻静地方 老者猛然睁开眼睛 感受着手中兽环之内传出的情绪 眼底滑过不可思议 他盯着兽环许久 不一会儿 门外便聚集了很多人 老者站起身推门出去 外面站着的几人皆是带着兽环 都是御灵师 几人焦急地看着老师 校长 这是 老者沉默了片刻 才滴滴开口 各位老师也明显感觉到了灵兽的情绪 是啊 他在害怕 而且是没来由的在害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冤都来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吗 校长 是不是有什么大人来这里了 老者沉思片刻 也许是这样 能够让我们的灵兽害怕 这位大人的实力 只怕是幻灵级别 幻灵 可是这里家族的那几位只是半步踏入 还没有真正到达幻灵级别啊 冤都之内来了新的幻灵级别 老者神色复杂 抬起头看着要渐渐亮起的天色 不管是谁 这位应该是对明天的小宗门甄选 有兴趣吧 叶龟兰睡得迷迷糊糊 她是被叶鹤喊了几次才喊起来的 睡眼惺忪地看着外面 天也只是刚刚亮 叶龟兰原本想着再睡一会儿 叶鹤却是摇头 拉扯着让叶龟兰坐起身 开始给自己闺女套衣服 叶龟兰听着叶鹤的碎碎念 也没听清楚她在说什么 睡意还没退去 迷糊地跟着叶鹤起身吃饭 接着便到了街上 叶龟兰一下子便醒了 这哪是小宗门甄选 这是 哪个人气偶像在开见面会吧 这面前的街道近乎被人群挤满 这阵仗 都是来参加小宗门甄选的 这冤都是不是有一半的人都来这里了 叶龟兰看得傻眼 叶鹤拉着她 快步走到人群之中 虽然人头攒动 但都好好规矩地在排队 异常的井然有序 叶龟兰扫了眼队伍两边的几只魔兽 这是维护秩序的警犬作用 不过这一招还挺好用 没有人敢插队 队伍很长很长 但没有任何拥挤发生 甚至口角都不曾出现 爹已经起得很早了 没想到别人更早 叶鹤也是无奈 看着前面见不到头的队伍 有些头疼 叶龟兰点起脚尖 看了看自己后面 才过了不到半小时 他后面的队伍 已经也快要看不见尾了 前面的这些人 估计是彻夜不睡在这里守着 在他的前世 也只有黑五的时候 才有这样的盛况吧 这么多人 要不然晚点再来 叶龟兰忍不住开口 他比较厌烦等待 尤其是这种 根本见不到头的队伍 这要排到猴年马月 倒不如等大部分人的排完再来 小宗门甄选 又不是一天就结束 叶龟兰的话音刚落 排在他前后的人都忍不住笑了 小姑娘 第一次参加小宗门甄选吧 叶鹤轻弹了一下叶龟兰的额头 是啊 我闺女第一次来参加 一看就没什么经验 你若是现在不排队 很可能就报不上名了 你爹能这么早带你出来 也算有远见了 要不要这么夸张 叶龟兰忍不住喃喃低语 别人听到忍不住又笑了 小宗门甄选的报名是三天时间 这三天 近乎天天都人满为患 一次比一次人多 而且啊 报名序号越靠前 听说越容易入选 哎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 好像每一次都是报名靠前的容易入选 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人 彻夜来这里排队 一听到这个话题 排队的人都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 所以一大早就过来 可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 不知道小宗门甄选是测试什么 不然也能有所准备 是不是越是早保命 测试的东西就越简单啊 谁也不敢透露内容 一旦有发现 就要永久取消进入小宗门的资格 得不偿失 我家孩子已经连续两次没入选了 都是败在排号太靠后 他也不肯说为什么不入选 所以这次我只能提前早来 没想到还有比我更早的 哎 叶归岚站在那听着这些家长说的话 小宗门甄选远比他想得还复杂 若没入选真的和报名前后有关 叶归岚抬头 发现叶鹤听的那般认真 还时不时地问问细节 像极了一个被考生父亲的感觉 看着叶鹤如此认真地听这些人八卦 叶归岚有些失笑 这些家长对于小宗门甄选的猜测可谓五花八门 而一些和家长同来的考生 却是紧闭嘴巴不言不语 有一些年纪明显比他大 肯定不是第一次来小宗门甄选 即便这些家长说得再怎么离谱 考生都不曾多说一句 叶归岚看着这些年轻人 透露一句便永远失去进入小宗门的资格 这样的规定还真狠 就这样等了一天 临近快要天黑的时候 才排到了叶归岚附近 这一天的排队等待 让他就算有再打的烦闷也泄火了 他算是真的明白 小宗门甄选是个什么规模 这是这个世界的盛世 堪比前世的春节 近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这件事上 都在关注着 有更多的人不远万里 纷纷汇聚在这里 只是为了参与这场盛世 叶归岚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 终于排到了他 看着堆叠在那很厚的书册 那上面记录的是密密麻麻的报名者名字 叶归岚看得头皮发紧 这比前世的中高考还竞争激烈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而小宗门收取的学生和这个基数比起来 简直大海里捞针了 报上名字 年纪 至于实力多少根本就没问 坐在那登记的人甚至都没抬眼桥 记录好名字之后 递给了叶归岚一个号码牌 叶归岚看了那上面的数字 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9999 这才是报名第一天 他这个位置 叶归岚看着后面看不到尾的队伍 想想报名的数字 只觉得已经无法估量 报名结束会有牌表 到时候自己来看吧 下一个 记录的人开口 似乎没有多少时间再解释其他 叶归岚拉着叶鹤离开队伍 看着手中的号码牌 这么多人蜂拥而至 都想着再拨一次进入小宗门的机会 叶归岚微微皱眉 见习九级在这样庞大的基数里 也根本算不得什么了 这么看来 家族等级徽章的名额的确很珍贵 能够评定等级的家族 一定付出了很多 所以 这样的回报也不可厚非 小宗门的入选名额就这么多 大部分都要让给这些家族 小部分才留给旁人竞争 真是奇怪 往次的报名 根本不会有这么多魔兽在啊 这是做什么 是啊 这一次的魔兽比上次多了不少 维持秩序也不用这么多吧 看得人心里发慌 父女俩自队伍一旁往回走 接到两边的魔兽 每十米便有一只 而且两边都有 如此多的魔兽在这里 加上凶神恶煞的样子 的确让不少人感到害怕恐惧 叶归岚倒是觉得没什么 再怎么可怕 这些家伙可是被摔了套子 况且在渊都之内 哪只魔兽又敢轻易放肆 听说昨天晚上 魔兽们有异动 我听几个御灵师说 他们的灵兽 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不对劲 真假的 这可是渊都啊 魔兽不对劲 这不可能吧 我也是听来的 御灵师亲口所说 应该不假吧 是不是哪个大佬来了呀 渊都之内的 可都是三等家族啊 再大佬 难不成会是一等二等 别说笑了 一等二等 怎么可能会来这种地方 更不可能将小宗们 甄选放在眼里呀 说的是啊 那会因为什么呢 夜归岚挑眉 魔兽一动 这样的事听来也很有趣嘛 御灵师啊 夜归岚看着旁边站着的魔兽 看上去是很威风 威慑力和杀伤力都很足够 人类的肉身的确比不上兽区 相比较武林和树林 御灵的确是像偷懒之路 御灵师可以什么都不会 只要有强大的魔兽便足够了 站在那的魔兽发现夜归岚盯着自己 凶狠的眼睛忍不住也瞪了过去 再看我 再看我就一口把你吃掉 至于这么凶 夜归岚见他如此 也忍不住瞪大眼睛 魔兽一愣 他怎么不怕自己 夜鹤发现自己闺女正很认真的盯着一只魔兽 笑眯眯的开口 喜欢吗 夜归岚猛然回神 连忙摇头 魔兽跟看傻子一样的看夜归岚 夜鹤笑眯眯的继续说道 喜欢的话 爹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夜归岚开口 拉着夜鹤赶紧走了 生怕再多待一会儿真的会把一只魔兽领回家 夜鹤笑呵呵的看着夜归岚 满脸只写了两个大字 宠溺 回到下榻的地方 夜归岚看着号码牌子愣神 报名还有两天 还要有多少个9999 实力等级都没问 那要怎么筛选 拿出少元丹 夜鹤又给夜归岚做了不少 这几天夜归岚吃得更勤 希望着能在短短三天之内有点突破 哪怕是一点点都可以 几颗巧克力味的少元丹下肚 夜归岚打了一个哈欠 排队排了 一天他只想现在好好睡觉 放松一下自己的四肢 躺下没多久 夜归岚便沉入了梦乡 而先前吃下去的少元丹 化作能量再次被他体内灵重迅速吸收 昨天亮起的地方 也在吸收完之后 再次瞬间亮了一下 又是同样的骚动 渊都的御灵师们快疯了 自己的灵兽 在瞬间散发而出的强烈恐惧 让他们心底不安 尤其是那些三等家族 各个都是渊都的强龙烈虎 更别提在渊都独当一方的灵家 灵家一脉 近乎都是御灵师出身 鲜少有后辈修炼其他路数 存在于灵家的魔兽众多 在同一时间 都蜷缩着发出哀鸣 整个灵家乱了 到底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便是如此 他们到底在怕什么 灵家老小完全睡不着 全部都聚集在大厅里 探讨着今天和昨天的晚上 灵家家主端坐其上 也是一脸茫然 一等 二等家族不屑来冤斗 在这里除了灵家的魔兽 不可能有更强大的存在 但是 灵家家主的眉风骤紧 就在刚刚 他的灵兽也开始害怕了 难不成真的是哪个人来了吗 灵家家主坐在那想的头疼 是不小心泄露而出的威压之感 不对啊 这样的人物来便来了 哪有藏起自己的道理 家主 这是不太对劲 灵家家主听了这话 差点没骂出来 我也知道不对劲 但是到底是哪里不对劲 这个夜晚依旧在御灵师们的 一头问号中度过 小宗门甄选的报名日期还有两天 而接下来的两天夜晚 渊都的御灵师们又是心惊肉跳 连续的三个夜晚 近乎是在同一时间 魔兽们的恐惧都会出现 简直像母子里应客一般 如出一辙的恐惧 如出一辙的时间短 就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做 戏弄着整个渊都的御灵师们 渊都所有的御灵师们 皆被挑起了怒火 纵然是在 沉稳不过的灵家也是如此 渊都的夜晚 御灵师们倾巢而出 原本想在夜晚游荡闲逛的人 见到这个阵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也知道还是不要乱走得好 原本夜晚还有人烟的渊都 在这三个夜晚 除了御灵师和魔兽的影子 再也看不见其他 一无所获 在那瞬间的恐惧之后 便是悄无声息的安静 人凭御灵师们再如何感觉 也查不出任何益处 这恐惧来得真实 也来得毫无头绪 那人明明就在渊都 却让御灵师们束手无策 这种明显被戏耍的感觉 让他们十分不爽 但又毫无办法 房间之内 夜晚的月光自窗户之下斜斜地洒了下来 床铺上的小人睡得香甜 似乎还做了个美梦 嘴角微微上扬翻了个身 手探像放在一边的盒子 经车熟路般地拿出几枚少圆单吞了下去 小人再次翻了下身 睡得更加香甜 而他体内的灵种又呼闪了一下 外面兽影频频而过 御灵师们心神大震 出现了 又出现了 着 挖地三尺也要将戏弄他们的人找出来 一切都是徒劳 在这次的瞬间之后 那人似乎又消失了一般 床铺上的夜归蓝睡得四仰八叉 银色的月光洒在他身上 暗处 少年的身影就那样靠在窗边看他 看着他露出的肚皮 还有一场豪放的睡姿 微红着脸 探手将被子拖过来 那双眼在暗中似乎闪着兴芒 他看着夜归蓝 喃喃低语 记好了 你欠我两次了 转身 自他没关好的窗户跃了出去 几个起落少年站在某处房檐 迎风而立 衣袖飞舞少年身上的某处突然闪亮 渊都之内的御灵师们 蜂拥而来 少年黑眸看着夜归蓝所在的地方 纵身一跃 带着追过来的御灵师们朝着渊都之外而去 很快便没了踪影 爹 是不是这几天渊都发生了什么事啊 夜归蓝走在街上 今天是看排好的日子 那天报名来时 看见的微风凛凛的魔兽们 现如今竟然都有些微米不振 似乎几天几夜没睡好觉班 有些甚至打起了瞌睡 整个兽的气势也弱了很多 好在今天只是来看排单 不再接受报名 也许是发生了点事 这几天渊都的夜晚似乎不太对劲 夜鹤带着夜归蓝往前走 前面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来来去去好几波 看样子是分批前往查看 这几天夜晚渊都的外面都过分安静 但是昨天 很多御灵师都出现 不知道为什么 御灵师 夜归蓝也感到惊讶 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做什么 难不成渊都之内 还有跑丢了的魔兽不成 归蓝 到我们了 前面的人朝涌动走了一批人 夜鹤赶忙拉着闺女上前 两人走行前 一个超大面板立在面前 上面的字密密麻麻站在远处 根本就看不见 有人时不时地高喊 9999号之前的看一号版 9999号以后的看二号版 以此类推 不要拥挤 观看榜单的人开始移动 一些人纷纷往后面去 一些人留在前面 一号版前顿时少了很多人 夜归蓝凑上前 根本就不用往前找 9999号 他铁定是最后一个 父女俩的目光齐刷刷地向一号版最后面的名字看去 夜归蓝看着自己名字后面的两个小字 轮空 轮空 是什么意思 夜归蓝一头雾水 轮空是指他可以不用参加甄选 直接进入小宗门 夜鹤微微皱眉 沉默地拉着夜归蓝走出人群 夜归蓝看着夜鹤的侧脸 有些猜不透 这位爹是什么意思 轮空在这个世界是好是坏 爹 夜归蓝忍不住拉扯了一下夜鹤 几乎所有人都蜂拥在看板那块 街道上也冷静的没几个人 夜鹤停了下来 下一秒 他开心地扯开笑容 夜归蓝看得有些眼花 不是吧 笑得这么开心 想不到啊 我闺女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这就轮空了 夜鹤笑得眼睛都快弯起来 爹自然是相信你的实力 但是轮空 不用白不用吗 是说 我真的不用参加小宗门争选了 夜鹤笑咪咪地点头 等人群散去 爹再带你过去 你可以准备入小宗门了 夜归蓝有些没缓过神 这就 入选了 这轮空 只怕也只有一个名额 好气不巧 就落到他头上 这莫非就是 所谓的主角光环 夜归蓝并没有展现的 如夜鹤那般欣喜若狂 这个轮空名额 只怕会吸引更多的目光 他顶着这个名额 进入小宗门 想想柳如玉 宋浩然 还有那个白蕊蕊 他就觉得 头大搞不好 因为这个名额 进入小宗门 会被别人针对 夜鹤看着 那是站在那愁眉苦脸的闺女 一下子便愣住了 这孩子 怎么这副表情 一点都不高兴的 归蓝 你 好开心啊 夜归蓝仰起脸 二话没说 扯开笑容 务必让自己笑得是发自内心 看着她绽放的笑颜 夜鹤怀疑刚才自己眼花了 笑着揉了揉夜归蓝的发顶 这才对嘛 这丫头应该是高兴坏了 方才应该是强忍着喜悦 夜鹤美滋滋地看着夜归蓝 夜归蓝则是微垂着小脸 内心叹息 盯着轮空入小宗门 后面有得闹了 果不其然 在人群散尽之后 夜鹤直接带着夜归蓝到了最前面 当得知是夜归蓝之后 登记的人忍不住嘟闹 轮空名额这么特殊 怎么不第一时间过来登记 这要是在往年 早就狂吼着过来了 你们这对妇女 倒是很冷静啊 没有 我是高兴傻了 现在才会过神 夜归蓝开口 夜鹤站在一边笑咪咪的没说话 登记人员登记好了之后 递给了夜归蓝一个牌子 上面刻着入选两字 这个要收好 15日之后 来千山小宗门报到 夜归蓝接过牌子 这东西就是录取通知书 没了这个 就算去了也不作数 登记人员又上下看了一眼夜归蓝 似乎要记住她的模样 夜鹤又问了一些入学注意事项 这才带着夜归蓝离开 暗处 千山小宗门的几位老师也关注着夜归蓝 那就是今年轮空的名额 这小丫头长得倒是标志 就是不知道实力怎么样 看上去也平平无奇 没什么特别之处 只能说她幸运 轮空就一个名额 砸在了她头上 先不说这些 这之后的 珍选我倒是期待有怎样精彩绝艳的好苗子出现 父女俩一路走回下榻地方 夜归蓝将录取通知书 收在空间容器之内 夜鹤笑呵呵的开口 要不要多留几天 看一看小宗门珍选 不用了吧 我不感兴趣 夜归蓝撇嘴 准备了这么久没想到 根本就不用参加考试 至于小宗门珍选 她不用参加也更不想看 有那样的时间 还不如好好磨练自己的制药和实力 前来参加珍选的考生级别都能猜得出来 再如何添纵英才 也只能是聚龄级别 又有什么看透 爹 我们今天就回家吧 夜归蓝开口 动手开始收拾东西 夜鹤不由地笑了 你这么急着回家做什么 你的小脑袋呱想什么 我不知道 只要我在 哪里都可以知道你制药 夜归蓝的黑眸瞬间亮起 也对吼 只不过她抬眼看了看这总统套房 15天都住在这里 是不是不太好夜鹤 瞧着闺女藏不住的小眼神 宠溺地笑了 这15天我们就继续住在渊都 这里离千山小宗门也算近 若是赶回家 我们没待几日便要再次出门 这15天我也正好留在这里 为你准备一下能用到的东西 夜鹤走过来 住在这里的钱 对爹来说根本不值得一提 安心住着便是 有钱就是有底气 夜归蓝点点头 入了小宗门便要住在里面 没有特殊理由不能随意出入 要在小宗门待至少一年以上 至于怎样才能得到进入四大宗门的机会 全都未知 15天 夜鹤能够指导她的时间只有15天 夜归蓝暗自下定决心 不浪费一分一秒 都要和自己的爹黏在一起 小宗门甄选在冤兜热火朝天的开始 不管是不是来参加甄选的 都不会错过这份热闹 人们在关注甄选的同时 也在关注着一个名字 那便是夜归蓝 轮空名额太过特殊 在夜归蓝名字前面的几个 自然是看见了她的轮空二字 一时间 夜归蓝的名字被很多人提起 轮空名额 落到了一个叫夜归蓝的人身上 夜归蓝 哪个呀? 谁见过?不知道啊 这姓氏听都没听过 是从哪里来的讨生啊? 这么幸运 真想见一见啊 不管是什么运 这也算是和那些拿家族徽章的同等待遇了吧 可不是吗? 这个夜归蓝还真是走运 但是到底是哪一个呀? 按照往年 轮空那人巴布的其他人都知道自己是谁 早就在看榜单的时候吼出来了 这一次怎么没人认识这个夜归蓝 不清楚啊 反正是没人知道 甚至是男是女都不清楚 父女俩自这些人身边经过 夜归蓝叹脑袋瞧了瞧 果不其然 这还没进小宗门 她的名字就被传开了 夜归蓝又开始皱眉 小宗门的名额在入选之前就被分为两派 她这个轮空 只怕要被两边嫌弃排挤 想到这里夜归蓝却是笑了 她怎么感觉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这么似曾相识呢? 面对这样的情况 再不会有人谁比她有经验了吧? 到了这里 也逃不开这样的命运 有趣得很 夜归蓝喃喃低语 预料到了小宗门自己的近况 也不担心什么 她正好也没闲情意志结交关系网 都是一群小屁孩 未来几许谁又能定论? 夜归蓝抬眼看着夜鹤 一年时间 她若是跟在夜鹤身边 是不是治药方面必有所成? 爹脸上有什么吗? 夜鹤笑咪咪的开口 她心底早就乐开了花 没想到在外面还能享受春凤镇女儿年自己的待遇 想想做梦都是美滋滋 夜归蓝摇摇头 夜鹤是她的爹 她想学这些根本不在于一时 先前的十六年都白白过来 接下来的一年 又有什么不能等的? 当天晚上 夜鹤将玉佩要了过去 夜归蓝不用想也知道这位爹要塞东西进去 至于色多少 估计那空间容器会被填满吧? 夜归蓝坐在床上 丢了几颗少元丹入口 她体内的这颗种子 安分得很 自圆灵温养业之后 她似乎对少元丹都没了兴趣 这几天她吃了十几个少元丹 也没见起半点波浪 若不是有夜鹤在 就这颗种子 得吃垮多少家庭 夜归蓝忍不住摇头 想到就算到了聚龄级别 自己未来的路只会比现在更难 夜归蓝只能叹息 她躺在床上 出神地看着天花板 忍不住想起前世的种种 她原以为在这里可以重活一次 有了和外挂差不多的爹 她也能有开挂般的人生 却被一颗小小的种子定在原地 夜归蓝忍不住扯扯嘴角 就算在哪儿都一样 给了你梦幻般的开头 接下来的路还不是要自己走 就算是夜鹤 也不能成为自己一辈子的依靠 若想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 除了自己 无人可依 小宗门啊 未来的一年有得瞧了 夜归蓝把头埋进被子里 实在压不住心头烦闷 嘶吼了一声 最好别有人来招惹我 小宗门甄选整整持续了七天七夜 白天夜晚不歇 冤都在这七天之内就跟沸腾的水般 始终都没有冷却过 不管是清早凌晨 还是夜深月亮 都有人在兴奋地欢呼 呐喊 每天深夜夜归蓝偶尔会被人们爆炸般地欢呼惊醒 一场小宗门的甄选竟让人们如此关注 甚至未知疯狂 夜归蓝是真的没想到 她似乎也感染了这种热情 甚至也有点想去看看的念头 但压制住了 和夜鹤相比 还是自己的爹更重要 小宗门甄选结束之后 冤都又热闹了三四天 夜归蓝依旧埋头在制药学习之中 还是夜鹤告诉她 甄选成功的人只有不出百个 夜归蓝听的时候 手忍不住抖了三抖 有点难以相信地抬头 真假的 报名的人少说也有上万 只有不到一百个入选 这会不会太少了 夜鹤无奈笑笑 对外留下的名额也只有这么多 虽然小宗门众多 但家族数量更多 小宗门招收的多半名额都要留给家族势力 其他的也只有拼尽权力 才能抢得到剩下的名额了 夜鹤看着夜归蓝 你从前对这些根本不上心 爹也就无所谓 但是现在看来 还是爹没有远见 夜归蓝愣了 她看着夜鹤 她是真的在自责 她丝毫不会将这十六年的任何过错 归到女儿身上 就算这个女儿真的不学无术 真的脑袋空空 她也没有一丝嫌弃 夜归蓝低下头 内心有波涛在翻滚 夜鹤如此对自己 她若是再不给这位爹争气 也对不起这份爱护 我的路 自然是我自己负责 夜归蓝滴滴开口 就算这次没有轮空 我没有入选 我也不会怪任何人 夜归蓝抬起小脸 对着夜鹤录齿一笑 我已经这么大了 可以对自己负责 夜归蓝没想到 听到她这句话 夜鹤的俊脸一下就垮了 这位父亲三步并坐两步直接冲过来 那委屈的模样 就好像她要把她抛弃一样 归蓝 你这是 不要爹管你的意思吗? 没啊 我不是这 归蓝 爹知道你长大了 但是 但是你不要这么快就撇下我 你如今这么独立 让爹有些没办法适应 夜鹤红了眼睛 夜归蓝看傻了 她方才的话是戳痛了这位爹的哪里 她认真思考了几秒 我的意思是 爹都懂 你想有自己的生活 总有一天你也要离开爹 但是 总不希望太快啊 夜鹤微微扬起头 一脸感伤 夜归蓝看得一脸猛逼 这话说得 怎么好像第二天她就要嫁人了一样 她看着夜鹤那副伤感模样 最后决定 还是不再开口为妙 夜鹤本就疼爱女儿 就算她已经七老八十 在她的眼里 自己也还是个孩子 冤读小宗门甄选的热潮完全过去 已经是十二天之后了 前来参加甄选的人纷纷离去 这座都城似乎也回归了往日的作息宁静 没了激流般的人潮 渊都宽大的街道显得冷清不少 似乎每一块石头都冷硬了许多 千山小宗门虽然离渊都较近 但也需要提前几天出发 在第十三天的凌晨 父女俩就收拾好一切 准备出城 夜归兰走出店门 怀疑自己没睡醒 她狠狠揉了揉眼睛 确定那两只魔兽真的就在眼前 而自己的爹 正一脸开心地对她招收 甚至守不客气地拍了拍魔兽的尾部 夜归兰听着魔兽嘀嘀压抑的咆哮 指了指魔兽 爹 这是做什么? 冤都之内能找到的座棋只有魔兽 没办法只能凑合了 上来吧 很安全 夜鹤笑咪咪地开口 他们都戴好了嘴套和鞭套 伤不到我们的 夜归兰看着两只巨大的暴雷魔兽 他们通红 泛着杀意的眼睛 还有 就算戴了嘴套也压不住地嘶吼 夜归兰咽了一下口水 夜鹤见她似乎有些害怕 笑呵呵地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一个用力便将她举起 轻轻放在了魔兽背部的座椅上 夜归兰在坐下的瞬间 只觉得自己的汗毛要竖了起来 而骑在下面的魔兽 似乎也是一样的炸毛了 夜归兰挑眉 看着她瞬间炸毛的尾巴 手往前探了探 直接探到浓厚的发毛里面 底下的魔兽怪叫一声 尾巴上的毛如花斑瞬间炸开 夜归兰抬起手 看着那毛发缓缓降下 再猛然将手放上去 看着尾巴上的毛再次竖起 忍不住低笑了起来 夜鹤看着自己 闺女笑了 心里更是美滋滋 翻身骑上另一只魔兽 归兰 抓紧好这条缰绳 只要缰绳在手 夜归兰点点头 连忙拿起眼前的缰绳 手掌触碰的瞬间 只感觉自己体内的灵气沿着这条缰绳来到魔兽身上 魔兽的气息也瞬间袭来 和自己的灵气形成交汇 夜归兰轻轻一提缰绳 魔兽发出不愿意的哼哼 但也听话地往前走了几步 夜归兰黑眸发亮 有点意思啊 夜先生 到了千山小宗门 自会有人去带回他们 驻一路顺风 夜鹤笑着点头 拿起手中的缰绳 驱使着魔兽往前走 夜归兰也连忙跟在后面 这新奇的感觉让他有些上瘾 似乎心中所想直接能让魔兽知道 上前 退后 转弯 加速 似乎心随所异动 只要他有了想法拉动缰绳 魔兽便会随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半点都不曾出错 妇女俩一路骑着魔兽出城 如夜鹤所言 愿都进出的座骑只有魔兽 他们骑得还算小型 也不怎么骑眼 但是胜载速度很快 出了城之后 夜归兰实在忍不住 让魔兽快速奔跑了起来 魔兽跟随着他的心意带着他往前驰骑 夜归兰微眯着眼感受着呼啸而过的丰盛 有一种遇风而行的错觉 爹 你也快点啊 夜归兰心中开心 转头朝着夜鹤喊了一声 他快乐的声音让夜鹤忍不住扬起笑容 骑着魔兽追了上去 看着前面自己女儿在风中飞舞的发丝 夜鹤忍不住开口 慢点 注意安全 夜归兰笑了 他听着夜鹤的声音顺着风而来 再顺着风消散 就好似前世他在梦里听到过的父母叮咛 夜归兰身下的魔兽飞速奔跑 突然一个急刹车 夜归兰身子不稳直接被甩飞了出去 而刚才还背着他的魔兽 双眼闪着狂猛的杀意 立爪毫不客气地向前一扑 夜归兰的身子在地上一个翻滚 递开了这爪子 他看着魔兽要将自己置于死地的模样 再看荡在他身侧的缰绳 也不是不明白他心中的恨意 但他就这么莫名成为了报复对象 他也不服 归兰 夜鹤看着自己女儿甩飞出去 心都要裂了 身下的魔兽被他驱使得很不舒服 但也只能拼命往前赶 夜归兰方才跑得飞快 他已经拉开了不小距离 就算跑再快 也不可能瞬间到达 夜鹤急得火急火燎 他身下的魔兽累得也快要半死不活 好不容易感到 夜鹤翻身而下 气喘吁吁地跑过去 脑子里面想着自己闺女被魔兽所伤的场面 夜鹤的表情开始争鸣 但当他看清楚时 却愣在原地那只魔兽 乖巧地如猫般趴在夜归兰脚边 尾巴又一下眉一下地拍打着地面 时不时地发出轻轻低吟 那授音里面在明显不过的讨好之意 让夜鹤看傻了眼 夜归兰则是一脸嫌弃地站在那 手往他身侧的缰绳探去 他只是摸到了缰绳 魔兽立刻亲密地蹭过来 甚至发出了呼噜噜的声音 另一只魔兽愣在原地 兽眼里写满了错愕 我靠 那家伙是不是脑子坏了 爹 我就是不小心摔了下去 夜归兰笑笑 手牵着缰绳走到夜鹤面前 被他牵着的魔兽讨好式地低下头 毛茸茸的脑袋开始蹭他的后背 夜鹤一把将自己女儿拉过来 黑毛盯着那个还想蹭上来的魔兽 魔兽被夜鹤的眼神吓到 后退半步 很是委屈地看着夜归兰 夜归兰扯扯嘴角 我真的没事 继续赶路吧 夜归兰笑笑 自夜鹤的身后走出来 魔兽开心不已地又蹭过来 夜归兰伸手把他毛茸茸的脑袋推开 反身坐到了他背上 夜鹤见词也骑上魔兽 不许再走这么快 让爹能看到你 好 夜归兰笑着开口 手握住缰绳 身下的魔兽又开始发出呼噜噜的声音 夜鹤听着这声音忍不住挑眉 狐疑地看了自己闺女骑着的魔兽 而夜鹤骑着的魔兽也是如此 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同伴 不太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是不是脑子坏了 对一个人类那么讨好臣服 真是丢脸 一路之上 两只魔兽用自己的语言交流着 夜归兰骑着的魔兽嘀吼一声 看着自己的同伴 不臣服就没命 你让我选哪个 有没有搞错 那个人类娃娃也只是见习久急 你上哪没命去 老子什么时候说是他 那是谁 我背上的这个 是 是他身体里的那个 你放屁 他体内除了灵种还能有什么 难不成还塞了一只同类进去 夜归兰骑着的魔兽沉默不语 微微瞥头看了一眼同伴 那你要不要来试试 夜归兰看着脚边趴着的两只大猫 实在有些不明所以 路途之上 一次休息的偶然机会 夜鹤骑着的魔兽突然靠近自己 似乎是在试探什么 那怀疑的小眼神让夜归兰迅速出手 他也只不过握住了他的缰绳 怕他如同另一只那般偷袭自己 却不想下一秒 他的身躯就往地上一躺 和另一只如出一辙的讨好 另一只魔兽见到这一幕 不屑地哼了一声 瘦眼看着同伴瞬间的屈服 想到自己当初接触到的深深恐惧 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两只魔兽头挨着头 磨蹭着夜归兰的背部 那副讨好的模样让夜鹤不知道该说什么 自己闺女 可能天赋一禀吧 玉灵师 搞不好是她未来的方向 小姑娘 家里养的魔兽可是不能往小宗门里带的 这点宗门规则里写得很清楚 除了日常用品和个人用品 其他疑虑都不准带进小宗门 千山小宗门之外 负责登记的年轻人笑着开口 夜归兰看了看 仕途还想往他身上蹭过来的两只 淡淡开口 我不认识他们 他把牌子递了过去 年轻人看着两只魔兽的亲热劲不由地愣了一下 连忙记录 当看到夜归兰这个名字之后 年轻人有些不屑地仰起嘴角 原来是轮空名额呀 这在明显地嘲讽口气 倒是没让夜归兰如何 他带着礼貌性的微笑站在那 登记完了之后拿到属于自己的宗门徽章 夜归兰将徽章别在胸前 不远处等候的夜鹤早就红了眼眶 夜归兰失笑 要不要这么煽情 他只是入小宗门而已 这位爹明显已经感情泛滥了 归兰 拿好 爹把能想到的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 坐人在小宗门也不能让人欺负了你 夜鹤将玉佩递给夜归兰 夜归兰连忙接过来 带在里侧 谢谢爹 那我就先进去了 爹也早些回去 夜归兰摆摆手 转身便走了进去 他忍不住回头 果不其然看到夜鹤还站在那里 依依不舍地看他 夜鹤见他回头 连忙抬起胳膊喊了一句 闺女 记得给爹写信啊 这一声喊吸引了不少目光 夜归兰也忍不住红了脸 知道了 他有些狼狈地转头 在这条小石板路上跑了起来 夜鹤是等到看不见他的身影 这才收回目光万般不舍地走了 千山小宗门坐落在几座大山之间 宗门之下是一条蜿蜒石路通往山下 夜归兰走在石板路上 身边还没有多少前来报到的学生 他似乎是找到了不少时间 石路两边景色不错 翠绿的高树挺立傲然 向天而叹的树枝树叶浓密 遮蔽了不少阳光 空气中混合着泥土和叶子的味道 夜归兰感觉到体内灵重似乎很喜欢这样的环境 这里的灵气也比其他地方充盈很多 一路走到石路尽头 千山小宗门的大门屹立眼前 在山下登记的时候 已经分配好了一切 夜归兰带着徽章走入 没有谁会多看他一眼 夜归兰来到分配的双人宿舍 他一路走来 发现小宗门之内的学生数量不少 少说也有两千人 双人宿舍的安排 足可见小宗门也是财大气粗 独占了这么一个山头 当真是得天独厚 和他同住的还没到 夜归兰坐在床上掏出玉佩 他想看看 夜鹤都给他准备什么了一个小时 夜归兰对着玉佩整整发呆了一个小时 他有些缓不过神来 这空间容器里面是几排大架子 和夜鹤制钥匙里面的如出一辙 完全数不过来的小格子 里面的东西可谓应有尽有 甚至夜鹤还细心地贴上标签 小到生活用品 大到制药所需的药材 夜归兰甚至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 夜鹤竟然还为他准备了武器 武灵、树灵、玉灵的武器都准备了 夜归兰看得可谓目瞪口呆 更别提他又塞进来了不知道多少弹药和材料 他是不是把自己的制药室搬空了 夜归兰看着玉佩 这哪里是玉佩 这里面分明就是夜鹤太过浓重的爱 他又不是真的回不去家 又不是一辈子要待在小宗门 他带这么多东西 搞得他像出来逃难一样 夜归兰无奈摇头 将玉佩贴衣收在胸前 便在此时房间的门被人推开 夜归兰也没抬头去看 进来的人站在门口足足有两分钟 才滴滴开口道 夜归兰 你怎么在这儿? 男的? 夜归兰猛然抬眸 门口站着的少年 那张平平无奇的脸夜归兰纵然真的不认识 但见几次也熟了 她站起身 这是我的宿舍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少年微微挑眉 似乎明白了什么 大方地走了进来 哦!你就是那个轮空名额! 夜归兰看着她进来 猛然向后退去 开什么玩笑 男女有别? 虽然还只是十几岁的小孩子 但 但这也太夸张了 男女合住 也不是这么一个合住法 看着夜归兰有些慌乱的模样 少年嘴角勾笑 放心 我对你没兴趣 少年探手 将自己的行李往桌上一放 整个人躺在了夜归兰对面的床上 到了晚上 我自会找地方 少年说完闭上眼睛 现在别吵我 让我安静地休息一会儿 夜归兰瞪着眼睛看她 瞬间便明白了什么 她突然想起等级时候那人的嘲讽 原来轮空已经被精心编排 她的小宗门生活还没开始 在这里就被人踩了一脚 故意的吧 夜归兰冷静下来 她早知道来小宗门不会太平 这看来是个下马威 就等着她去求着换房间 只是小宗门的人也没想到 他们排过来的人和她竟然也是旧时 算是旧时吧 我只问一个问题 再不打扰你 夜归兰嘀嘀开口 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躺在那里 半嗓没有回应 只是太阳穴那突突地跳了几下 月无争 夜归兰站起身 房间让给你 我就先出去了 她轻推开门走了出去 方才闭目的少年却突然睁眼 渐渐地 那张脸有点发红的嫌疑 少年有些狼狈地坐起身 手狠狠挠了挠头发 一次 两次 这会不会也太巧了 夜小姐 夜归兰刚走出宿舍大楼 便听到了有人喊她 回头一看 夜归兰只想转头便走 宋浩然一脸开心地大步走过来 白蕊蕊恨不得杀了她的目光扫来 你果然进了小宗门 宋浩然笑得开心 挺拔的身姿 加上俊秀的外表 立刻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夜归兰胡乱地嗡了一声 转头便走 将宋浩然一个人晾在了原地 宋浩然无奈摇头 白蕊蕊站在那看得咬牙切齿 而姗姗来迟的柳如玉 也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她微眯着那双眼睛 夜归兰竟然也入了小宗门 什么狗屎运 这日子还没开始 我怎么觉得要到头了 夜归兰紧皱眉峰 往人少的地方走 先是故意给她安排错了宿舍 接下来还会怎样 她若是去要求更换宿舍 又会遇到什么事 夜归兰寻了个偏僻角落停下 忍不住吐出一口气 还好遇到的是她 小归兰 小归兰 夜归兰转头 便瞧见她坐在的建筑 有人推开了一扇门 宋求正站在里面笑呵呵地招手 夜归兰只觉得 总算见到一个能让自己心情转好的人 连忙笑着走了进去 宋求一路带着她往里面走 这是制药学大楼 根本没有多少人出入 这是我的办公室 进来吧 宋求笑呵呵地推门 你爹她送你过来就走了吗? 应该是走了 夜归兰回答得有些尴尬 就看见宋求的那凉铁小胡子翘了起来 她会走才怪 不在山下手隔两三天 她才不会走 真假的 夜归兰瞪大眼睛 宋求哈哈一笑 我还不了解你爹吗? 她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在身边放了十六年 骤然间离开你 她怎么样也不会习惯 不过你别担心 我已经让人去传话 让她没事赶紧回去 宋求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有我在 她还担心什么? 夜归兰看着宋求 犹豫了下 要不要把宿舍的事告诉她 但这念头也只是一闪 告诉宋叔又能怎样 她若是出面解决 只会让自己更加成为别人的眼中钉 与其做别人眼里玉除掉的钉子 倒不如做一个被欺负不敢出声的兽气包 宋叔 我是轮空名额进来的 夜归兰扯扯嘴角 多少会受到些注意目光 跟着宋叔学制药 我希望 可以偷偷进行 宋求微微睁大眼睛 这次轮空的名额是你 夜归兰点头 看着宋求若有所思的样子 看着她的凉撇小胡子动了动 被欺负了 要说出来 宋叔在这里多少还是能帮到你的 宋求收起了脸上的笑意 别什么都一个人扛着 听到没有 夜归兰没想到宋求真的会说出这番话 以宋求的身份 不应该主动卷入这种麻烦里 她能如此开口 全是凭着和夜鹤的交情 也有几分是真的出于对自己的喜爱 夜归兰笑笑 当然 我又不傻 小宗门的日子还未正式开始 她若是连这个门槛都跨不过去 要怎么过以后的日子 今年的心声 集合了 外面有人高喊着 宋求瞧了瞧外面 去吧 那我们就说好 晚上的时候 你过来这里 夜归兰点头往外面走去 这要大楼真的没几个人影 就算在小宗门之内 也不是谁都有资质 成为制药师 夜归兰推开门 看着四周没人 这才快步走了出去 广场上已经有很多人聚集 都是这次入选的学生 只不过有一种微妙的气氛流动其中 夜归兰站在后面 看着自动分开的两个群体 默默地退后半步 站在两不相交的位置 一个人 站在了她身边 夜归兰错愕地回头 月无睁那张在平凡不过的脸 那双深邃如空的黑眸 她静静地看着前面这些自动抱团的年轻人 轻轻开口 尽是些无聊的人 夜归兰认不出侧头看她 的确是一帮无聊的人 但这么说出来也不太好吧 今年的轮空名额是叫夜归兰 夜归兰 夜归兰 站在这群新生面前的人忽然大声开口 夜归兰站在后面 只觉得头大 偏要把这个轮空单拎出来 说不是故意的 她都不会信 在场的所有新生都忍不住转头看着 白蕊蕊听到 只是冷哼 轮空啊 还以为她是自己凭本事来的 真是狗屎运 柳如玉也是一脸不屑 宋浩然听到也有些许惊讶 她转头这才看到站在最后面的夜归兰 她身边站着的 又是谁 夜归兰 夜归兰来了没有 还在大声唤着 夜归兰嘟囔了一句 扬声道 听见了 别喊了 她话一出口 立刻所有新生都纷纷转头 站在她身边的月无争 只是眼底有些笑意 并没有自她身边挪开 夜归兰承接着所有目光 只能硬着头皮走了出去 叫我有事啊 她看着站在前面的人 那人轻轻一笑 不管你是靠什么进来千山小宗门 既然你进得来 喊你一声 学妹也没错 夜学妹 安排宿舍的人似乎有些失误 将你和一个男生安排到了一起 真的不好意思啊 什么 宋浩然瞪大眼睛 有如玉听了只是冷哼 白蕊蕊更是直接嘟囔了一句不要脸 在场的所有新生听了 眼神立刻异样起来 夜归兰站在那 嘴角扯了扯 这种事情非要挑这个场合说出来 这是要当面给自己难堪 她仰起小脸 看着这位学姐 学姐这么说 是有意给我换宿舍了 学姐呵呵一笑 宿舍已经全都排完 你是轮空名额 我们也不知男女 不过你如果想换 可以和在场的人换一下 只要对方愿意的话 不错啊 这招不仅让她出丑 甚至连回旋的余地都美 夜归兰看着她不怀好意地笑 无所谓道 没关系 来这里是为了学习 在这样的地方 所有人都会有分寸 我这个人向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只要我自己没问题 别人都无所谓 夜学妹还真是心胸宽广啊 这是自然啊 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来 我不挑刺 夜归兰笑得眉眼弯弯 一脸无害 学姐若是不放心的话 大可以派人盯着点 毕竟男女被安排在一起住 也是难得 你倒是脸皮厚 说到底也是男女瘦瘦不侵 白天黑夜都混在一起 成什么样子 白蕊蕊不客气地开口 她那双眼讥讽地看着夜归兰 你勾搭男人 倒是有一套啊 你没听到刚才学姐说什么吗 是排错了 又不是她自己要求的 宋浩然忍不住开口 叶小姐 要不然 要不然我 不需要 谢谢 叶归兰在宋浩然开口前制止了她 有如欲冷冷开口 宋浩然 你自己热脸贴冷屁股 倒是很殷勤啊 只是这个花痴似乎又转移目标了 喜欢的又不是你了 行了 既然叶学妹本人意愿在这 宿舍的问题就这样吧 首先先恭喜你们入小宗门 今后小宗门的一切活动 都要以小队行事参加 小队人数二 五人 你们现在就可以自行组队 这位学姐说到这里 特意看了叶归兰一眼 要明确一点 不是小队 那便无法参加任何小宗门活动 也得不到任何奖励 新生们立刻行动起来 本就分为两个阵营的新生们 各自找着自己的团体 叶归兰瞧着迅速行动的其他人 也算明白孤立她的第二步已经开始了 作为轮空 谁愿意和她组队 叶学妹 你怎么还站在这儿 如果没有人愿意和你组队 你不妨主动开口 去求求其他人 这位学姐看似好心的建议 叶归兰脸上笑着 心里却只想给她一拳 不用学姐担心 叶归兰说了一句 又走到后面的角落 果然如她所料 没有人愿意过来 组队的人数又不是固定 别人也不需要她来充数 叶归兰心里也有了主意 她自己便是自己 大不了不参加小宗门的活动 潜心跟着送球学习制药 她就不信 凭着制药实力进不了四大宗门 早知道这样 她进什么小宗门 还不如待在叶鹤身边 自有所成 和我组队吧 叶归兰愣了 她抬起头 看着平凡无奇的少年 再次走到她身边 叶归兰看了看四周 你到底算哪一边的 你算哪一边 岳无征挑高眉峰 眼里带着笑意 叶归兰忽然明白了什么 有些不好意思的滴滴说了一句 谢谢 啰嗦 岳无征滴滴开口 站在了叶归兰身边 叶归兰看着她丝毫不必让的姿态 忍不住心中开心了一些 想不到在这里还能遇到这样的人 只是她真的想不起来她是谁 他们什么时候认识 不过这些应该没那么重要吧 站在叶归兰身边的那人 是怎么回事 见到两人竟然组队 学姐忍不住皱紧眉峰 站在她身边的男生滴滴开口 不知道 那个人是参加甄选上来的 没整到她 以后有的是机会 学姐喃喃低语 看着站在角落里的叶归兰 这可是桑学姐交代要弄的人 怎么可能会让她好过 自行组队很快就完事 两个阵营分别组队 没有任何人落单 若是叶归兰不算其中的话 宋浩然虽然不想和白蕊蕊在一起 但她偏要黏着自己也没办法 而柳如玉则是加入了另一个队伍 女性居度 白蕊蕊看着同叶归兰站在一起的岳无争 不嫌事大的开口 还有人敢和她组队 她不是想对她做些什么吧 那副屌丝模样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你是这么尖酸刻薄的人 宋浩然听得火大 白蕊蕊一愣 浩然 你听我解释 别来烦我 宋浩然烦躁地甩手 她看着叶归兰 看着她同叶无争谈话的田径侧脸 有些后悔 为什么没有主动踏出一步去和她组队 她的确是畏缩了 虽说是小宗门 已经俨然成为了踏入社会的预言 这里面的漩涡深着呢 你们组队已经完成 以后任何行动都要以队伍参加 小宗门的成绩考核也是以队伍成绩为准 在小宗门之内 老师们都很忙 除了特定的课程 你们可以自主参加 其他时间都是你们的自我修炼 叶归兰听到这里也算明白 在这里的学习全是选择性课程 没有特定老师会带着你休息 一切都凭你自己 自己领悟 自己努力 便如送求 她是这里的制药老师 却也是蓝城制药工会的会长 怎么可能都待在小宗门之内 叶归兰忍不住哼了一声 说得好听 这里是来学习的 其实都是放养 你学得如何 全凭自己资质 好一个小宗门啊 说白了 你到底能不能成才 在这种放养式的学习里 很快便分高下 任何小宗门之内的奖励 都以学分兑换 你们获取学分的方式 一是在阶段性考核内获得突出成绩 二是参加小宗门举办的各种活动 一切都是根据队伍的表现来评定学分 能够入小宗门 相信你们也抱着未来要入四大宗门的期望 在你们正式开始小宗门生活之前 我要提醒你们要进入四大宗门的门票 可不是凭学分这么简单的东西就能得到的 那要怎么得到呢 有人心急地问了出来 这位学姐笑了 在实力到达剑林级别之前 你们不用问了 在场的新生们都是一惊 剑林级别 剑林级别呀 叶桂兰听到这话 只觉得头皮发麻 见习到剧林的跨越 她都这么困难 更别提以后 剑林级别 这是要在小宗门待多少年 好了 今天就解散吧 明天自己来看公示版 上面会有具体的消息 几位学姐学长说完就转身走了 新生们陆续离开 都是以队伍的形式培养好感和默契 毕竟在小宗门的一切 不仅要靠自己 还要看同伴如何 叶小姐 宋昊然快不走了过来 叶桂兰实在有些搞不懂她 她话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怎么这人还凑过来 也不怕被别人嫌弃 宋昊然 我现在身份特殊 你还是别离我太近的好 叶桂兰笑着开口 宋昊然神情万分复杂 她是想和她一起 但是她背负着家族 她的个人意愿自然要排在后面 可是我 昊然 快过来啊 白瑞瑞喊了一句 宋昊然咬了咬嘴唇 我不是你的敌人 你如果需要任何帮助 告诉我 我会尽我所能帮你 不用你帮 岳无征突然开口 宋昊然抬眸看她 想说什么 但自认没这个资格 只是对叶桂兰笑笑 我是发自内心的 谢谢 叶桂兰开口 宋昊然点头 这才转身离开 她倒是对你挺上心 叶桂兰看着岳无征 这才发现她那双眼始终盯着宋昊然 尴尬的扯扯嘴角 有吗 可能是我先前帮过她吧 毕竟是大忙 说到这里 叶桂兰忍不住开口 那你呢 为什么要帮我 完全可以不理会我的 岳无征嘴唇微动 见她没开口 叶桂兰调侃了一句 该不会是因为我的这张脸吧 你喜欢 岳无征眼神一转 像看傻子一样的看她 叶桂兰只觉得把话题聊死了 连忙找个借口脚底开溜 岳无征看着她有些慌乱的背影 忍不住眼底泛起一抹笑意 叶桂兰一晚上都窝在了宋求的办公室内 不得不说 她觉得 宋叔在制药上的理念和叶赫有些不同 她也是受益颇多 两人虽然有着年龄和阅历差 但聊得很是投机 叶桂兰甚至都没注意到晨光洒入 天已经完全大亮了 宋求也是有些意犹未尽 她同叶赫本就是惺惺相惜 在制药方面只是偶尔切磋 叶桂兰承袭叶赫制药 宋求只觉得她便是小叶赫 她自叶桂兰身上也体会到了一些东西 受益匪浅 只是第二天 宋求便要离开小宗门 最少一个月不会回来 叶桂兰自后门走出制药大楼 清晨已至 小宗门之内的学生们已经有了动作 其很早地已经聚集在中庭广场的告示板前 叶桂兰走了过去 告示板上有两面 一面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宗门活动 大大小小的都有 五花八门 叶桂兰看得眼花缭乱 另一面的则是冷冷清清 都是几位老师的排课表 叶桂兰扫了一眼 武陵 树陵 玉陵 三种课程 想上哪一个都凭自己选择 叶桂兰还没确定自己以后的方向 打算都去听听 一天下来 她把三种课程都听了个遍 脑子快要被撑满了 三种方向 都有各自优势利弊 所有老师都没有说死 一个人能否真的能成就所有 按道理 只要你觉得自己灵力足够强 足够多 你想都学 那也没问题 想着自己文文卡在间隙九集 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聚灵的实力 叶桂兰也只是苦笑 学什么都无所谓 让她先到聚灵级别 看看体内的灵种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是先看看怎么得到学分吧 叶桂兰再次走到看板前 这上面的小宗门活动 更像是不同形式的任务 完成任务便能获得学分 简单任务学分低 困难的任务学分则是最高 叶桂兰看着形形色色的任务 下到打扫清洁 上到猎杀魔兽 搜寻东西 身在小宗门之内 除非是真的残疾 不然学分都能拿到 只是多少而已 相比早上 一天过去看板上的任务 已经少得七七八八 只要有队伍选中便可拿下词条 代表着任务已经被领取 最简单的任务根本没剩多少 中等难度的任务早就被一扫而空 倒是那些极具高难度的任务 迟迟没人出手 叶桂兰看着这些任务的描述 这些东西 叶赫都给她准备了 只不过在叶桂兰眼里 学分还不值得她拿出来 这些可都是这样难得的好材料 为了学分就交上去 她又不傻 看啊 是桑学姐 有的学生喊了出来 看板前的学生们都有些骚动 叶桂兰也忍不住抬头看过去 这些人口中的桑学姐不就是那个屡次找她茬的姑娘 叶桂兰微微皱眉 学姐 她早已经入了小宗门 叶桂兰在人群中退后几步 不想和她撞上 甚至打算转身便走 只是越是不想越是发声 她只是心头的念头微动 那人的眼睛便如雷打扮 扫到了她 你爬进了小宗门 爬 叶桂兰忍不住自嘲 她站在那 看着走过来气势逼人的桑学姐 还有她身后两个看似看热闹的队友 桑柔 毕竟是学妹 你对人家客气一点 不要再被吓破了胆子退学啊 叶桂兰的眉角微跳 桑柔 这人哪里柔啊 被吓到退学 看样子她在小宗门之内嚣张把护士出了名的 这样都没人管她 叶桂兰仰起小脸 咧嘴笑了笑 桑柔冷笑 靠轮空爬进来的你 若是没真本事 还是趁早自己退学 我和学姐你 没什么过节吧 叶桂兰开口 自一开始 她们便不认识 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一头热地撞上来 非要找自己麻烦 桑柔冷笑 宿舍安排 怎么样啊 叶桂兰瞬间明了 这全是她安排的 忍不住微微皱眉 桑柔极具威胁般的话传来 这只是警告 你若是还不趁早滚蛋 别怪我对你越来越不客气 这话 让叶桂兰忍不住有些火了 她收起嘴角笑意 黑眸直接迎了上去 看来她是摆明了针对自己 无论怎样都化解不了这场莫名的仇怨 自己也别想着要化解退让 正面刚就完事了 我就是不退学 你能把我怎么样 叶桂兰低声开口 不再是方才那副客气模样 桑柔听了 眉风抽了下 我会让你知道 我能把你怎么样 桑柔直起身子 直接走到看板前 探手拿下了最高难度的任务 转身便走 周围的学生这个时候才敢开口 看叶桂兰的眼神似乎都带着怜悯 上一个敢和桑学姐对着干的 坟头草兜长高不少了吧 是啊 自己退学还是幸运的 还真有不怕死的 桑家可是四等家族 桑学姐的实力又是聚龄级别 虽然性格一点都不好 但实力强明摆着 叶桂兰听着这些人的议论 桑柔偏要针对自己 她能有什么办法 四等家族 聚龄级别 这倒是有点家庭背景 叶桂兰深吸一口气 大步走回了宿舍 月无睁的床铺完全不像有人躺过 她真的一晚上都没回来 在渊斗那样的地方 桑柔都敢私下出手 可见是有多大胆子 她能对自己做什么 估计那位大姐什么都敢做吧 掏出玉佩 叶桂兰进去 开始翻箱倒柜地找 终于找到了两个小瓶子 养瓶圆林温养夜 这应该是叶鹤紧敢慢敢做出来的 叶桂兰皱眉看着 她是吃还是吃还是吃呢 门被人推开 月无睁走了进来 扫了叶桂兰一眼 你有没有想接的任务 还没想好 叶桂兰眼睛盯着瓷瓶 她还没想好到底吃不吃 吃了 再就没有了 她要是能再弄到圆林温养夜 只怕短时间内没机会了 这有什么好想的 你不要学分 月无睁皱眉 坐在叶桂兰对面 你盯着个瓷瓶做什么 叶桂兰瞬间警觉 现在收回来反而更惹人注意 她随手将瓷瓶放到一边 没什么 看板上只剩下高难度的任务了 你难不成打算做些打扫清洁的活来赚学分 月无睁脸色黑了一半 叶桂兰把自己差点脱口而出的也行吞了回去 月无睁看着她 太阳瓶狠狠跳了几下 手一挥 几个任务词条放在了桌上 我可不愿意做那些低学分的白痴任务 这些任务你自己选 先做哪一个 看着桌上的那些任务 叶桂兰眨了几下眼睛 我靠 什么时候她拿了这么多 而且还都是高难度任务 让她选 她哪一个都不想选 你不想选 那我来选 月无睁开口 修长的手指点了点其中一个 那就从这个开始 猎杀闪电暴 闪电暴 实力最低的也是距离一级 叶桂兰有些愣了 开什么玩笑 你好好休息 我们明天就准备出发 出发? 先走了 你自己备些必须的东西 月无睁将桌上的任务收好 推门走了出去 叶桂兰眼睁睁看她走出去 脑子还嗡嗡地想 什么就出发 怎么这就明天出发了 她才间隙九级 她是什么级别 两个间隙 用头去杀剧灵级别的闪电暴啊 夜深人静 宿舍的门再次被人推开 少年的身影轻巧闪入 看着床上睡着的叶桂兰 还有桌子上的一些药瓶 滴滴笑了一声 这不有好好准备吗 只是这睡姿 能不能改改 月无睁微红着脸将被子拉上 盖住了她露出的肚皮 睡梦中的少女紧皱眉峰 似乎很不舒服 月无睁的手轻轻搭在叶桂兰的额头之上 少年缓缓睁开的黑毛毛底 有躺过一抹金色 在冤都还以为你已经有所突破 没想到还是在见习九级 月无睁滴滴一笑 探手将一颗小巧的金色药丸拿出 送到了叶桂兰嘴边 顺着她的嘴角微微按压 叶桂兰便张嘴吞了下去 叶桂兰嘟唠了一句 少年愣了一下之后迅速起身 匆匆推门走了出去 一阵冷风袭来 月无睁纵身一跃 整个身影隐在小棕门遮天的浓密树林之中 清冷的月高挂悬空 修长的手指在脸侧轻轻移动 一张薄如蝉翼的面具被接下 那张脸会让银月都逊色几分 仿若每人入化 惊动一分一毫都于心不忍 她微垂着黑毛 长长的睫毛在脸上头下阴影 白皙的脸庞闪烁着淡淡珠光 浓眉四末 薄唇如霜 她轻轻靠着背后树干 越想心里越有些不舒服 爸爸是谁 她连做梦都念念不忘 一些细微的响动传来 少年身影微动 整个人已如风般消失在月色之中 一个身影自树后走了出来 愣愣地看方才月无争载的地方 狠狠揉了揉眼睛 刚才看见的 是真的 不太对劲 叶桂兰睁眼的瞬间 便知道自己似乎不太对劲 身体里充盈的力量让她有种醍醐灌顶之感 异常的舒适感却让她忍不住皱眉 她难不成在睡觉的时候有所突破 明显感觉体内的种子似乎吸收了很多灵气 自己已经一段时间原地踏步的实力 一个晚上之后 似乎往前踏了一大步 甚至隐隐有一种要触碰到聚灵级别的感觉 叶桂兰坐在那儿 有些发神 昨天的一个晚上 她经历了什么 除了睡一觉 还有别的吗 走了 岳无征推门进来 见到叶桂兰还坐在那儿发呆 忍不住皱眉 叶桂兰 走了 啊 哦 哦 叶桂兰还在体会身体内那种奇妙之感 抬头见到岳无征 你似乎有点不高兴 没有 岳无征开口 还是那张平凡无奇的脸 她只是有些烦躁 昨天晚上似乎被人瞧见了 一想到这里 她便有些火大 若不是为了她 岳无征压下心头那股无名火 罢了 我在外面等你 岳无征转头走到了外面 修长的身形靠在门边 尽量让自己的心绪平复下来 叶桂兰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也能体会她似乎心情不佳 将桌上的小瓶子都扫进玉佩之后 叶桂兰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自己 走了出来 岳无征看着她干净利落地打扮 也没多说话 走在前面 两人直接来到任务登记处 所有的小宗门任务领取都在这里登记 才能被记录学分 你们两个人不行 必须要和其他队伍结伴才可以 登记的人扫了两人一眼 这届的新生怎么回事 有些自命不凡啊 看在你们是新生的份上 就说明白点 这样的任务 通常只默认给学期考核评定A级的队伍 我劝你们两个还是不要太自不量力 做一些杂活转转简单学分不好吗 叶桂兰微微挑眉 考核评级A级的队伍才能接这样高学分的任务 说白了 小宗门不就是怕没实力的人作死出事吗 她看着月无争面无表情的侧脸 莫名知道她似乎诱火大了几分 登记的人低效 说话很不客气 我劝你们两个 把这个任务再贴回去 哪来回哪去吧 对新生客气一点 不要学桑柔那一套 叶桂兰回头 只见几个人走了过来 为首的是个英姿飒爽的姑娘 年纪看上去比自己年长几岁 既然这么敢说桑柔 自然也是距离级别 这人看着叶桂兰愣了一下 叶桂兰笑 这人也跟着笑了一下 大步走到登记人面前 这个任务 我带他们两个 有问题 这倒是没什么问题 登记人忍不住嘟囔了一句 萨爽姑娘转头对着叶桂兰笑道 这个任务 就和我们一起行动吧 如何 叶桂兰的眉峰跳了几跳 嘴唇微动 刚要开口说不要 叶桂兰猛然探手拽了 她袖子一下 叶桂兰垂眸看她 叶桂兰对她眨巴了几下眼睛 你是不是傻 叶桂兰挑眉 她竟然说自己傻 叶桂兰又眨了几下眼睛 叶桂兰看着她 突然将眼神移开 嘀嘀地嗡了一声 叶桂兰忍不住嘿嘿一笑 对着面前的学姐开口 那就麻烦学姐了 我们两个一定尽量不给学姐添麻烦 好 英姿萨爽的姑娘回头看登记人 登记吧 我们等下就出发了 登记人似乎有些不甘地看了眼叶桂兰 但也没什么办法只能登记 叶桂兰看着登记人 不用想桂兰在这里也给她下了半子 她倒是挺神通广大 只不过小宗门的水合其身 又不是只有她桂兰一条大鱼 叶桂兰忍不住仰起嘴角 多认识一下不待见桂兰的人 对她可没坏处 小丫头 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 等待登记的时候 有个姑娘忍不住走过来 说话的时候 探手捏了捏叶桂兰的脸蛋 这个队伍总共有四人 两男两女 另外两个青年也是笑着开口 是啊 这么好看的 真是难得 叶桂兰笑着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岳无争却是大不一脉 站在了她的侧面 挡住了那两个青年的目光 几人见到她的小动作都忍不住笑了 登记好了 我们走 英姿萨爽的姑娘开口 边走边打量着叶桂兰 我叫李红英 小学妹你呢 这名字也是很萨啊 叶桂兰笑着回答 叶桂兰 李红英着实愣了一下 其他几个人也是如此 原来你就是今年的轮空名额 叶桂兰扯扯嘴角 是啊 我也是幸运 轮空就进来了 没事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李红英笑道 纵然别人有偏见 也不需要往心里去 她看着叶桂兰 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 你还年轻 有的是时间 证明自己 叶桂兰对她有了几分好感 笑着点点头 李红英见她一副十分谦虚的样子 也忍不住多说了一些 我知道桑柔针对你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向看不惯她的作风 是啊 已经有好几个人被她弄得退学了 她真的太过分 其他三人也忍不住开口 那嚣张跋扈的劲儿 不认识的还以为她是三等家族的 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叶桂兰听着他们的谈话 也算知道小宗门之内不比外面简单 多方家族势力在此交汇 虽然只是年轻一辈的博弈 但也门到很深 按大的说 可以分为两派 家族和非家族 按小的说 家族等级又可以划分 同等家族之内还可以细分 而非家族之内更是错综复杂 叶桂兰微微皱眉 真头疼 她突然明白 叶桂为何那般宝贝女儿 之前的叶桂兰生活的世界 单纯的令人有些难以想象 这才只是到了小宗门 就已经让她感到有些厌烦了 什么家族 什么势力 她都不想关心 她只想追求自己想要的 但身在洪流之中 又如何独身自清 等下我们要去的是青莲山脉 那时是聚灵级别魔兽出没地 虽然有我们在 但也不可放松警惕 李洪英严肃开口 你们两个第一次过去 就紧跟在我们后面 叶桂兰点点头 青莲山脉 这是要出小宗门 你们两个 快点过来 李洪英喊了一句 叶桂兰瞧着四人站在了某处 也跟着走了过去 岳吴征也跟着站在旁边 下一秒 一阵强光便自脚下亮起 叶桂兰看着脚下瞬间出现的复杂图案 这是她所认知的那种传送法制念头刚一闪过 强光之内 几人的身影便已经瞬间消失 刚才的 似乎是李洪英 几个人走了过来 桑柔盯着方才启动的传送阵 微眯着眼 李洪英带着那个叶桂兰 他们去了哪里 登记处的传过来消息 说是李洪英带着叶桂兰去做了高难度任务 好像是青莲山脉的闪电报 柔姐 这是明摆着要和你对着干啊 哼 她这是要护着那个叶桂兰 李洪英一向同我们不和 护着叶桂兰自然是针对柔姐你啊 她也不想想 桑家也是他李家能够比得过的 还做出头鸟 桑柔的眼底窜过一抹狠辣 她想来眼里绒布的沙子 她针对的人若是有人想护 那就一并收拾好了 走 去青莲山脉 刺眼的光芒闪过 叶桂兰只觉得自己被一股力量强力拉扯一下 紧接着便是呼啸而过的莫名风声 再然后 她便出现在了全新地狱 脚下的地狱随着光芒减弱 周围浓郁的树从显现了出来 叶桂兰看着周围浓郁遮天的绿色 这里似乎是山脉深处 一点人烟都没有的样子 跟好我们 别迷路 李红英滴滴开口 其他几人瞬间亮出武器 叶桂兰扫了一眼 两个武灵 一个树灵 李红英 则是御灵师 红英 还是上座棋吧 这附近没有闪电爆的踪影 我们要往里面走 李红英点头 四人一个招手 四只熊啾啾气昂昂的硕大陆行鸟出现 那两条异常粗壮 肌肉发达的腿 有些看待了叶桂兰 李红英回头对着队伍里的同伴开口 你们带着他们两个 林兰 你和我去探路 队伍里两个女的都去探路 剩下的两位男性 其中一个对着叶桂兰伸手 上来吧 我带你 叶桂兰点头 刚要把手伸过去 岳无忠猛然将她拉了一下 叶桂兰差点被她拉着坐在地上 不用麻烦 我们准备坐齐了 两的青年见岳无忠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行行 你们两的心声倒是未雨绸缪 我们就不管了 岳无忠也不废话 手腕一挥 在叶桂兰见了鬼般的眼神里 一只长相十分滑稽的鹿行鸟出现 它浑身近乎要掉秃的毛 看上去有些惨不忍睹 只不过这只鹿行鸟的眼睛却异常好看 岳无忠手伸了过来 上去吧 叶桂兰嗚了一声 抓住她的手 借力用力直接登上鸟背 登上鸟背的瞬间 她觉得有些异样 黑猫往坐着的地方看过去 她揉了揉眼睛 看着那几块漆黑发亮的 鳞片 哪只鸟有这种东西的 岳无忠 她 叶桂兰刚要开口 岳无忠翻身越了上来 直接坐到了她的身后 她的手臂往前一探 拿着缰绳 完全将叶桂兰捐在自己怀中 叶桂兰有些傻眼 忍不住低吼 你坐我前面不行 岳无忠手握缰绳 黑猫微微垂下看她 看着她悄然放红的脸颊和眼底那抹害羞 心头的不快总算消散了几分 薄唇悄痒痒起 不行 叶桂兰尽量让自己坐直一点 怎奈身下这只鹿行鸟不仅看上去邋遢 走起路来也一瘸一拐 上下左右来回颠簸 就算她整个人崩得再直 最后也直接地撞进身后岳无忠的怀里 她听到了她的低笑声 叶桂兰回头狠狠瞪了她一眼 看在她主动和自己站在一起的份上 这次就算了 小学弟 看不出来啊 你这只鹿行鸟毛都快突了 跑得倒是一点都不慢 中途休息 养得学长忍不住打去 和那四只鹿行鸟比起来 岳无忠的这个的确寒酸 浑身的毛斑突不说 那张鸟脸更是有些诡异 叶桂兰看着那双异常好看的瘦眼 想着自己见到的那几块鳞片 没有出生 老弱病残 将就一下 岳无忠滴滴开口 叶桂兰的视线一直关注着这只鹿行鸟 发现他明显对岳无忠的话不满 但最后也只是将脑袋一扭 似乎在生闷气一般 叶桂兰的视线刚转回 便有一块肉递了过来 怎么 你对他有兴趣 岳无忠轻轻挑眉 叶桂兰干笑一声 说了声谢谢接了过来 没见过这么丑的 多瞧几眼 身后的某只狠狠哆嗦了一下 似乎受到了莫名打击 岳无忠迅速将脸撇到一边 压住了眼中的笑意 李红英看着周围 这里是青莲山脉的南面 按理说这附近就有闪电暴的巢穴 但是一路行来却诡异安静得很 是不是都没在 另一个学姐琳琅开口 她是树林师 周围的灵气也丝毫没有电系波动 她狠狠皱眉 这些豹子都跑去哪儿了 按理说 我们在这里早就应该能完成任务 猎杀到落单的闪电暴 还要再继续往里面走吗 两个武林都是男生 若要再往前走 他们两个定然要挡在前面 虽然都是距离级别 但身处此地 不得不万分小心 李红英看了矮夜归兰和岳无忠 也有些犯难 带着这两个后背 不能太过冒险 等我的魔兽回来 再做定夺 李红英开口 在他回来之前 我们就先在这里等 其他三人立刻表示赞同 自然没人问夜归兰和岳无忠的意见 夜归兰看着这悠悠森林 只觉得天地之广远超她的想象 第一次出来还是安分点好 跟仅几位学姐学长 总没有坏处 夜归兰忍不住看坐在一旁的岳无争 她面无表情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回来了 随着一声震翅声音 李红英双眼一亮 立刻站起身 手臂朝着天空一举 一只体型中等的飞禽直冲而下 稳稳地站在她的手臂之上 浑身的羽毛泛着光泽 尖嘴力爪 体型虽小杀伤力不见得多低 夜归兰看着李红英手腕上的兽环颜色 这是风系魔兽 唯有御灵者才能与自己的魔兽心意相同 等到了一会儿之后 李红英的脸色突然沉了下来 兽环光满一闪 那只飞禽便消失不见 其他几个人看她脸色都忍不住开口 现在我们试 我们撤回去 李红英迅速开口 这附近的闪电暴巢穴被涂了 被涂 李红英迅速靠近陆航鸟 其他几人明白事情轻重 连忙让夜归兰和月无争也行动起来 什么都先别问 先回去再说 几只鹿行鸟飞速地在林间奔跑 鸟背上的几人都是神色凝重 距零级别的闪电暴 一窝都被涂了个干净 这代表什么? 若不是见零级别的出手 鬼都不信 一声尖锐的鸟鸟鸣 似是撕裂开乌云的阳光 又似是裂开心头的那把尖刀 李红英听得头皮一紧 忍不住仰起头望上看去 其他几人也是如此 夜归兰抬眸 没看见什么具体的东西 只看到一个硕大的黑影 自脑顶飞了过去 那黑影体型之大 只觉得心头压抑万分 是鲍桑鸟 今天真是出门没看黄历 在青莲山脉遇到鲍桑鸟 真不知是什么狗屎运 其他几人忍不住喊了出来 夜归兰看着头顶再次窜过的巨大黑影 鲍桑鸟 那是什么? 见零级别的鲍桑鸟 一般很少来青莲山脉这种地方 它们不喜这里的环境 月无争滴滴开口 它们出现在这里 一定是为了什么? 它若有所思的仰头 下一秒 空气似乎诡异地发出了细微波动 用灵气堵住耳朵 快! 李红英在前面高喊 其他的三个队友明显有经验 夜归兰不知道月无争如何 它在听到声音的瞬间马上反应 但仍然是迟了两秒 那尖锐的提名声 就像是突入脑中的一根针 瞬间刺入的疼痛让夜归兰皱眉 紧着两秒 让它体内气血翻涌 它感觉体内的血液根本不受控制地直冲而上 沿着鼻腔狂喷而出 李红英回头 它以为夜归兰已经昏迷 却不想见它只是喷了鼻血 人依旧清醒 而它身后的月无争更是没事人一样 李红英忍不住心头发颤 它们两个真的是见习级别 想当初它第一次见识到爆丧鸟的厉害 它已经是距离级别 都是直接晕了过去 李红英将视线收回 没事更好 先不管这些 安全回去再说 我们要再快一点 它快下来了 李红英在前面大声喊着 身后的几只鹿行鸟都爆发速度紧紧跟上 先前已经深入了这片树林 现如今就算再快地往外面跑 短时间内也不能摆脱 夜归兰手捂着自己的鼻子 感觉这鼻血要流到天荒地老 鲜红的血液顺着它的指缝缓缓低下 夜归兰看着 觉得有些头晕鹿行鸟走得飞快 夜归兰只觉得自己流下的鼻血也跟着飘到了后面 也不知道岳无争什么表情 头上巨大的黑影越来越近 仿佛一大团乌云压了过来 夜归兰只觉得 跑得越快 被拉开的距离越短 短到李红英已经在前面高喊 跳 所有人在这个瞬间本能反应 自鹿行鸟的背上跃下 瞬间 爆桑鸟的利爪袭上鹿行鸟的背部 一只利爪一个 两只鹿行鸟被直接利爪刺穿身体 直接勾起 夜归兰在地上翻滚一周 手捂着鼻子一直没松手 但他还没有喘息便觉得什么东西破空而来 直探自己的后背 啪 夜归兰回身用手狠狠捏住了什么 他一只手捂着自己鼻子 只隐约看见自己抓的是一条细长鲜红之物 在他的掌中甚至还微微蠕动几下 夜归兰 在李红英的怒喊之中 细红色的物体直接将夜归兰的手腕缠住 一个拉扯 夜归兰瞬间被提到了高空 那是爆桑鸟独特的细长鸟舌 利爪可以抓大物 鸟舌则可以轻取小物 这只爆桑鸟也许是被血腥的气味吸引 直取夜归兰 李红英眼见着他被爆桑鸟抓走 只几秒时间根本没有反应时间救他 说道救 他还没有这个本事 能从见灵级别的爆上鸟口中夺人啊 李红英的这对人也是傻眼 谁能想到在这里能碰到这等煞星 更没想到他叼了两只鹿行鸟还不够 直接掳人 喂 小子 回来 另外的队友狂喊着什么 李红英瞪大眼睛 看着月无争骑着那只快要秃了的鹿行鸟 朝着爆桑鸟飞走的方向追了过去 小子 你不要命了吗 快回来 两个青年大声喊着 但月无争走得决然 甚至头也不回一下 就那样追了过去 李红英狠狠咬牙 反身上了剩下的其中一只鹿行鸟 握紧将绳调转方向 深吸一口气 我去追他 你们赶紧回去小宗门求援 快 红英 别废话 快点 李红英话音刚落 已经骑着鹿行鸟紧跟其后追上 剩下的三个只能回身 挤上了同一只鹿行鸟 朝着法阵狂奔 爆桑鸟的出现已经不是它们能解决的事了 要留在小宗门的老师们出面了 三人一路急驰狂奔 只希望能再快一点 眼看着法阵就在眼前 三人都觉得心头一热 当下跃下鹿行鸟的背部 只是没想到法阵在这个时候突然亮出刺眼光芒 几个人走了出来 哟 这么急 这是要去哪儿啊 三人瞧着出现的这几个都忍不住狠狠皱眉 好巧不巧 竟然是桑柔的队伍 让开 我们有急事 琳琳低语 直接冲了上去 可谁想其中一个直接将它狠狠一推 你急什么 怎么不见李红英 桑柔看着有些狼狈的三人 冷冷一笑 该不会挂了吧 桑柔 别挡路 林兰直接亮出武器 其他两人也是如此 桑柔见着阵势 只是不屑一笑 你们不会天真的以为 三对四 能赢吧 三对四本就勉强 而且是受了爆桑鸟鸣提伤害之后 三人不出片刻便败下阵来 桑柔拍了拍林兰的脸颊 说吧 我兴许念在同门的份上 帮下忙 爆桑鸟 快去通知小宗门老师 其中一个青年开口 桑柔听了 愣了好一会儿 突然就低笑了起来 她缓缓站起身 看着眼前这片深不见底的密林 滴滴开口 告诉老师做什么 我们就在这里等 能回来是他们幸运 若是回不来 也无可奈何 阵阵风声自耳边呼啸而过 叶龟兰看着脚下急速掠过的树荫 这片山脉是真的大 这爆桑鸟一个阵翅便是几百米距离 这都飞了多久 这片山脉还远远没有尽头的样子 鸟爪上勾着的陆航鸟早就没了气 四肢往下怂拢随着爆桑鸟动而动 叶龟兰一只手腕被鸟蛇细细缠住 一张小脸快要皱了起来 她不是没想过自救 但是这舌头 刀枪不入 被抓起没出一分钟 她便想要拿刀去割 但是细软长舌根本就无法被割破 仿佛是最柔软的铠甲 根本就没有受力点 刀锋在这舌头表面划过 就跟划过猪皮一样 丝毫不见血 也没见这爆桑鸟有所反应 最后叶龟兰放弃了 脑子却没有放弃自救的想法 她捉摸着剑林级别 不论是人类或者魔兽 都会被天地领宝吸引 她玉佩里面可是放着不少好东西 叶龟兰想到什么便做什么 掏出来她自认为的好东西 爆桑鸟硕大的鸟眼也只是微微向下扫了一眼 再没有更多关注 叶龟兰擦了擦自己鼻尖 已经快要干涸的鼻血 要她乖乖成为她口中的食物 门都没有 刷 爆桑鸟巨大的身形忽然俯冲而下 两边的绿色正在急速分开 在一面悬崖峭壁的中央 那个天然裂开的巨大缝隙之内 似乎传来更多的鸟鸟鸣 叶龟兰皱眉 那便是她的老巢 鸟身急速靠近 叶龟兰也在等待鸟蛇放开的瞬间 纵然是悬崖 她也能跑 她 叶龟兰只感觉自己像个小虫般 被鸟蛇甩了进去 叶龟兰看着手腕上还缠着不放的鸟蛇 暗自咬牙 她会不会太贼了点 都到了巢里也不放开 就好像进了一个满是婴儿的房间 垫底都是近乎要钻入耳朵深处的尖锐鸟鸟鸣 只不过比起爆桑鸟弱了太多 叶龟兰看着裂缝里几只拼了命张开嘴尖叫的雏鸟 它们身上半根毛都没 就像是被宰了毛的火鸡一样 鸟蛇将它送了进去 叶龟兰心头一凉 它是这些幼鸟的食物 可是这几只幼鸟就跟瞎了一样 根本看不见它 叶龟兰手腕上的鸟蛇忽然用力 将它又往里面推了推 这才缓缓松开 暴桑鸟提着两只鹿行鸟也走了进来 尖锐的鸟嘴轻轻轻一戳 鹿行鸟的身体如豆腐块般轻松撕裂 腥味瞬间而出 几只雏鸟疯了般一拥而上 叶龟兰则是紧紧地贴在内壁 黑猫瞧着近乎被暴桑鸟完全堵死的洞口 寻找何事逃出的机会 实在不行 它抓一只雏鸟可不可以 叶龟兰紧盯着雏鸟们的背影 以它见习九级的实力 对暴桑鸟构不成任何伤害 但是一只雏鸟 叶龟兰的身体绷紧得如一张弓 脚下暗自发力 朝着撅着屁股正在吃东西的雏鸟而去 眼见着它就要抓住其中一只的屁股 却不想那细软的鸟蛇再次横空而来 将它奔出的身体一个缠绕 直接带到了暴桑鸟的面前 叶龟兰绷紧呼吸 它纵然下一秒被它吞了 也不会让它好过 周围几只雏鸟 被突如其来的叶龟兰打断了进食 疯狂地叫着 叶龟兰便在这尖叫中 被鸟蛇卷着轻轻放了下来 它站在了这几只雏鸟前面 一块自鹿行鸟身上陷被撕下的肉块放到了它面前 那几只雏鸟疯狂地叫着 甚至想要挤开叶龟兰冲上来 暴桑鸟一声低鸣 几只雏鸟微微向后色缩了一下 但几双鸟眼仍然盯着肉块不肯放弃 叶龟兰傻了 它看着面前带血的肉块 暴桑鸟的力爪轻轻推了推 将肉块推得离它更近 叶龟兰仰起头 看着那双鸟眼里闪出的几分关怀 它突然就想起来 自己是被暴桑鸟抓走 但这一路上 这鸟也没伤过它 甚至它拿刀滑割的时候 暴桑鸟也没任何怒火 只是任由它做 它该不会把它当作雏鸟了吧 叶龟兰见鬼般地往后看 它和这几只雏鸟的外观差这么多 这只大鸟是瞎了吗? 见它没有想吃的意思 暴桑鸟甚至疑惑地歪了歪头 叶龟兰知道它不会伤害自己 感觉力气都被抽空一样 有些踉呛地往后退到墙壁 一下子便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几只雏鸟见它退后 饿虎扑羊般地将那块肉瞬间分食 叶龟兰额头冒汗 到底为什么这只大鸟会这么做不清楚 但它似乎已经没了性命担忧 这边 李红英追着岳吴征 本以为那只快眉毛的陆航鸟跑得不会太快 但不出一会儿 李红英眼前便没了岳吴征的身影 仿若突然消失一般 李红英站在原地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追吗 根本不知道方向 往哪里追不追 他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两个后背没了性命 李红英看着周围静密如海的树林 只能愤愤地低咒一声 调转方向朝着法阵跑了过去 谁能想到一直秃了毛的陆航鸟一溜烟就跑没影了 李红英跑得满头是汗 现如今只能期盼他们两个别有什么事 小宗门的老师快点过来才好 逆临之间 一只浑身扳突的陆航鸟在飞快跑着 鸟背上的岳吴征面无表情 发现跟着他的李红英彻底甩掉之后冷冷开口 行了 他被甩掉了 一只爆桑鸟把他们吓成那个样子 真好笑 陆航鸟口吐人言 岳吴征眉峰微挑 一人一鸟在穿越过一片特别浓郁的密林之后 再次而出的哪里还是什么陆航鸟 一身皮毛散发着黑色光泽的豹子 从中窜出 速度堪比进风 背脊上的岳吴征目视前方 那只爆桑鸟 带着他去前面了 追上去 豹子那双眼流光一彩 身形化作一道暗芒 在山脉中的丛林间穿梭 吴征 你方才怎么就眼睁睁看着他被抓走 你以为我想 若不是因为不想被发现才压制实力 一只爆桑鸟而已 哼 现如今你把实力压到只有巨龄级别 还真是缩手缩脚 连带着 我也要跟着倒霉 岳吴征眉风紧皱 身下的黑豹突然却停下了脚步 四周仔细地闻了闻气味 豹炎闪现出了一阵迷茫 岳吴征见他停下 忍不住开口 怎么了 黑豹仔细地探查着周围 终于爆发出不耐烦的一声嘶吼 妈的 我跟丢了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吧 叶龟兰坐在悬崖处的裂缝之内 两条腿在外面晃悠 身后的几只雏鸟叫个没完 似乎有发泄不完的经历 从早到晚 爆桑鸟不在的时候叫 回来的时候叫得更是疯狂 叶龟兰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睡好 她白净的小脸 已经明显发黑的眼圈显得有些滑稽 叶龟兰靠在墙壁上 三天时间 她想过各种逃离开这里的法子 但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因为没吃上东西 已经快饿得没劲了 叶龟兰忍不住自嘲地笑了 叶鹤给她准备了那么多东西 偏偏没一口吃的 也许这位爹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有一天 自己女儿能到这种境地 快饿疯了 叶龟兰捂着自己肚子 这也是血肉之躯 也需要能量补给 她也只是间隙级别 没到那种几十天可以不吃一口的境界 周身都是那些雏鸟们的喊叫 叶龟兰难受得堵住耳朵 天天就知道吃 还叫个不停 烦死了 唰!唰! 唰! 一阵风迎面扑来 叶龟兰看着那个急速靠近的大鸟 身后那几只雏鸟叫得更为疯狂 根本不怕声带烂掉一样 当暴桑鸟巨大的身体堵住洞口之后 几只魔兽被扔了进来 几只雏鸟蜂拥而上 埋头便吃 叶龟兰坐在一旁 看得眼睛有些发红 她真的太饿了 实在不行 啃上一口 噗通! 一颗硕大的红色果子滚到了叶龟兰面前 叶龟兰已经饿得有些两眼冒金星 只觉得眼前的便是一个上好苹果 叶龟兰饿得直接探手去拿 根本顾不得其他塞进了嘴里 果实咬开的瞬间 甘甜的液体顺着嘴流淌入身体 便像是干涸了很久的土地 终于盼来了一场雨 不出一分钟 叶龟兰便将果子全部吃完 肚子发出意犹未尽的声音 爆桑鸟见它终于肯吃东西 鸟眼忍不住窜过一抹惊喜 也不管朝里其他几只雏鸟如何 反身又飞了出去 不出一会儿 一连串的红色果子被它叼了回来 叶龟兰也毫不客气 一个又一个地将果子狼吞虎咽下肚 吃了足足有七八个 它才觉得自己的胃有稍微活过来的感觉 隔 它坐在那里 忍不住打了一个宝隔 瞬间觉得锅躁的雏鸟也不怎么烦了 它舒服地靠在墙壁上 终于有昏昏欲睡的感觉 不出片刻 它便靠在墙壁上睡着了 暴桑鸟那对硕大的鸟眼始终盯着它 一条细微的红线自叶龟兰的腹部开始凝结 如一条小舌般沿着它的皮肤游走 没走几步便会分裂再分裂 只几分钟 叶龟兰的皮肤上红线满部 像是暴露在外的血管 看上去很是吓人 它毫不知情地睡着 暴桑鸟看着它身体上的红线 鸟眼深处闪过惊喜 而其他的几只雏鸟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一样 竟然害怕地微微退后几步 甚至有的直接躲到暴桑鸟的身后 那红线满满地爬满叶龟兰的全身 不出片刻 它整个人似乎都变成了血红皮肤 远远看上去 像是个红色的茧 啪哒 暴桑鸟的鸟嘴里 一滴透明的液体不受控制地掉落在地上 接着又是另一滴 暴桑鸟的鸟眼闪着莫名光芒 一双鸟眼死死盯着面前熟睡的叶龟兰 它翅膀一挥 将几只雏鸟扫到了一旁 大有不让它们靠近的意思 鸟嘴里分泌的透明液体越来越多 而叶龟兰 越发像纸熟透的果子 暴桑鸟狠狠咽了一下口水 抓它回来 就是为了等待成熟的那一刻 它想吃了它 悬浮在叶龟兰体内的灵种 被红色丝线一根根缠绕 越缠越多 最后甚至变成了通体红色 在层层红色的包裹之中 灵重疯狂地旋转 原本包裹住的红色丝线 竟然一根根地被灵重拉扯入内 吸收殆尽 一根接着一根 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猛 被红色层层包裹的灵重 在疯狂地吸收拉扯之后 竟然露出了原本面目 红色被迅速地蚕食殆尽 但还不够的样子 灵重像是一张深渊巨口 这些红色之中蕴含的灵气 显然满足不了它 叶龟兰表面上的红色 开始被拉扯着向灵重靠近 一缕缕红色被灵重直接吞下 十几分钟过去 叶龟兰已经成为鲜红的皮肤 竟然开始渐渐褪色 它身体表面的红色开始褪却 变会原来的肤色 紧盯它的爆丧鸟 已经口水流了一地 但仍旧耐心地等 它刚生完一窝 体力急需补充 但这青莲山脉本就没有多少它喜欢的食物 它是没有办法才只能盯上这个人类 不知为何 它凭本能便知道 它体内的那个灵重一定会非常美味 看着叶龟兰表面越来越少的红色 爆丧鸟的鸟眼内闪过一丝狂喜 快了 红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自叶龟兰身上退着 它依旧没有醒来 整个人靠坐在那 似乎陷入了一场深深的沉睡 在爆丧鸟的眼中 叶龟兰便是一块马上就要成熟的果实 它嘴角分泌越来越多的口水 一口吞下它 那该是怎样的美味 叶龟兰体内的灵种疯狂吸收着红色灵气 拉扯着所有红色都到了它的体内 叶龟兰皮肤表面的红色 最后一丝也完全褪去 灵种片刻的静默之后 仿若集中了很久能量不能释放的火山之口 一道刺眼的光芒自灵种体内窜出 甚至带出了一丝根本不属于聚灵级别该有的力量波动 嗡! 似是什么东西发出古老压抑的低名 整个青莲山脉似乎被这波动阵的抖上一抖 在密林之中迷失了三天 仍然找不到方向的岳吴征太阳穴狠狠跳了一下 它身下的黑豹愣在原地 吴征 方才的动静 岳吴征人黑眸发亮 猛然低吼 还不快走 黑豹莫名狠狠抖了一下 朝着发生动静的方向急迟而去 而这边裂缝洞穴内的豹桑鸟 被方才的动静吓得毛掉了一大把 更别提已经快色缩成球的几只雏鸟 它愣愣地看着面前依旧未醒的叶龟兰 鸟眼里写满的都是错愕 刚才是怎么回事 片刻的惊吓 它根本无法抵挡对美食的渴望 豹桑鸟一个飞扑上前 眼前的这个人类已经晋升到了聚龄级别 是时候吃掉它了 豹桑鸟张开鸟嘴 细长的鸟蛇猛然上前 想要将叶龟兰卷起 直接送入自己口中 却不想上一秒还在沉睡的叶龟兰 下一秒 已经开了眼 豹桑鸟根本不管 醒了又如何 照样要让它吞下入腹 饱餐一顿 它 还是那只看似柔弱的小手 豹桑鸟发出不屑的笑声 鸟蛇顺势卷上叶龟兰细长的手臂 狠狠一个拉扯 将它整个人猛然拉拽到半空 豹桑鸟张大鸟嘴 等待着猎物入口 被甩起来的叶龟兰 被鸟蛇拉拽着直往那巨大的鸟嘴里扑 在近乎入口的瞬间 双女纤细的手臂猛然发力 另一只手狠狠地拽住细长鸟蛇 两只脚 恰到好处地站在上下鸟幻边缘 一人一鸟 对视彼此 豹桑鸟的鸟眼里 叶龟兰的身影是那么渺小柔弱 但就是这样的人类 硬是拉扯着它的鸟舌 死死卡在它的口嘴边缘 就是吞不下去 豹桑鸟微眯鸟眼 喉咙深处突然传来刺耳声音 它看着面前同它对视的叶龟兰 鸣皮一触 不信它不趴下 少女就那么静静站着 眉躲耳朵 眉流鼻血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仿佛免疫了一般 一抹金色光芒窜过它的眼底 豹桑鸟看见的瞬间 心惊肉跳 它疯狂地摆动身子 甚至想甩动头部甩开叶龟兰 不吃了不吃了 它不吃了 可是少女死死抓着它的鸟舌 任凭它怎样甩动都无济于事 一个翻转 叶龟兰扑到它面前 那双闪动着金色光芒的黑毛 让豹桑鸟浑身的鸟毛 瞬间乍起 就凭你 也敢吃老子 叶龟兰只觉得自己做了一场梦 它慵懒地伸了一个胳膊 还没睁眼便敏锐地发现周围有些不对劲 它没有听到那几只雏鸟的吵闹叫声 叶龟兰猛然睁开双眼 看着周遭的一片黑暗 刚才还有些混沌的意识瞬间清醒 这是哪啊? 哗啦!哗啦! 锁链在暗处被拖行的声音 叶龟兰听得头皮发麻 鲤鱼打挺地立刻站起身 它没敢动 更没敢出声音 就是这么静静地站在原地 莫名地感觉这里的气息是那么熟悉 熟悉地让她近乎产生了一种错觉 这气息和她的灵种是那么相似 你醒了? 叶龟兰差点没自原地跳起 她有些慌乱地看着四周 不知道这声音是从哪里发出 锁链被拖行的声音再次响起 便在她正前方 一双引在黑暗处的眸子缓缓睁开 那里面似要流淌而出的金色光芒 让叶龟兰忍不住微微眯眼 这眼睛会不会太大了些 她就这么盯着看 她整个人都没这双眼睛大 金色的眼睛是什么实力超强的存在吗? 可是为什么她会在这里? 这里又是哪里? 叶龟兰脑子里问号一个接一个出现 而黑暗处的家伙却显然没有耐性 金色眸子中的铜人缩成一条竖线 看上去十分邪明 叶龟兰除了这双眼睛根本看不见其他 只听得见锁链不断被拖拽拉扯的声音 她似乎很不耐烦 你瞅啥?叶龟兰愣了 怎么回事? 这口音?问你话呢?你瞅我这么半天,干啥? 叶龟兰眨巴了几下眼睛 这突如其来的口音让她差点没笑出来 这东北口音,会不会太喜感了些?和你说话咋着费劲呢? 金色眼眸闪过一丝恼火 喂!和你说话呢?回我一句啊!别让我干等着行步 在这意识能听到原来世界的口音 这让叶龟兰觉得无比亲切 扬起小脸 叶龟兰讨好般地笑着 不好意思哈,我不是故意的 只是还不明白现在是什么状况 这里是哪里啊? 金色眼眸静静地看着她几秒 淡淡开口 这是你自己的零空间 零空间?叶龟兰只觉得一个馅饼就这么直接砸在自己脸上 她晋升了 她到了聚龄级别 突如其来的喜悦让她有些无法自持 她都做好漫长等待的准备 谁能想到就这么突然晋级了 距零级别 她体内的灵种直接成为了零空间 而这里便是她的零空间 看着站在那又笑又快要哭的叶龟兰 金色瘦眸微微眯起 这该不会是个小傻子吧? 你在那里傻笑啥? 陷入狂喜的叶龟兰没理会她的话 她还在回味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金色眼眸很显然不满她的怠慢 小丫头骗子 老子问你话就回答 在那一个人嘀咕啥呢? 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你不知道我见习九级到聚龄费了多少功夫 我原以为最少要一年半载 谁能想到这么快就突破了 叶龟兰兴奋地开口 金色眼眸听到这里不由愣了一下 不屑地笑了出来 就你吃下的那点 还不够老子塞牙缝 若不是外面的那只蠢鸟给你整来了火裂果 你以为能到聚龄级别 不够你塞牙缝 我这么难晋级 难不成是因为你? 叶龟兰挑眉 看着面前的这双金色眼睛 突然明白了些什么 她之所以吞下这么多胯脊丹药都无济于事 全是因为她 是她把这些灵气塞进了自己的肚子 她的灵肿胃口这么大 全是因为她 吃你点咋了? 我又没说不还你 金色眼睛闪过一抹尴尬 要不是老子 你早就被那蠢鸟吃了好吗? 叶龟兰愣了一下 抱丧鸟要吃它 哼 你是没看到她口水流满地的傻样 你在晋升聚灵的瞬间 差一点就要被她吞下去了 要不是老子 你只怕现如今只是一滩化掉的肉泥 金色眼眸哼了一声 保住你这条命 你分老子点灵气咋了 叶龟兰还是有些震惊 抱丧鸟抓她回来 竟然是为了等她晋升再吃掉 这心思还真是狠啊 喂她吃的也是要养肥而已 若不是有她 她或许真的会命丧在那鸟嘴之中 不管如何 她的却救了自己一命 想想之前实力卡壳的难受劲儿 算了 这就扯平了吧 叶龟兰抬眸 可是谁家的灵空间 有这种家伙的存在 你是什么 叶龟兰开口 为什么会在我的灵种之内 我是说 灵种之内有东西 这并不是寻常事 叶龟兰盯着那双金色眼睛 之前你偷我灵气的事就算了 以后呢 该不会我吸取的灵气也要一直分给你 我咋知道为什么会在你的灵种内 灵气一旦进入你体内 我自然会吞下 这有啥问题 我不干 叶龟兰猛然高鹤 想着之前晋升实力的困难劲儿 她就头疼 光是到聚灵级别就这样 以后呢 有这么个东西 在自己的灵种内 她每升一级 岂不是困难重重 别人揪其一生 有希望到达幻灵级别 她呢 浩光几十年 搞不好聚灵级别都没突破 你不干 你凭啥不干 金色眼睛也急了 你以为老子愿意在这 要不是被封印到了这里 老子也不想依附于你这样的一个小丫头骗子身上 你不想你就自己走啊 叶龟兰也急了 我要猴年马月才能到幻灵 我之前吞的都是胯级丹药 你知道 那种丹药怎么够吃啊 老子可不是人 那种软绵绵的灵气根本就不来劲 还不如那只纯鸟的灵种来得殆尽 金色眼眸提到爆丧鸟 忍不住又开口 见习级别的灵种 一般般吧 叶龟兰瞪大眼睛 灵重 直接吞了爆丧鸟的灵重 小丫头骗子 吃掉灵种才是你的休息之道 甜不饱我的胃口 你根本获取不到半点灵气 你的实力也永远会止步于此 你自己想吧 金色眼睛看着叶龟兰 管你愿不愿意 老子和你是共同体 你要是想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老子也无所谓 共同体 叶龟兰狠狠皱眉 现在的她似乎别无选择 如她所说 满足不了她 自己就没办法获得半点提升 但是吞食灵种等同于剖心取脏 难不成为了吞食灵种 她还要去猎杀别人不成 猎性点的东西也成 老子不挑食 金色眼睛盯着叶龟兰也不白吃你的 这点就当这次的回礼了 叶龟兰还没明白她的意思 她的话音刚落 一股强而有力的金色光芒自身边窜取 叶龟兰跟着回头 这才发现她的后面 灵种悬浮其中 仿若一枚晶莹剔透的玉瓣 金色光芒将灵种重重包裹 灵种瞬间吸收掉这些 叶龟兰直觉有数道暖流济入体内 从上到下只透着两个字 舒适 你给我的越多 我还给你的就越多 金色眼睛看着灵种 给你的这点 足够你到聚灵三级了 叶龟兰扯了扯嘴角 刚入聚灵一下便到了聚灵三级 可是要填满她的胃口 付出的努力远超长人数倍 有那个功夫 她早就有超越聚灵三级的实力 罢了 命中注定是这样 她能有什么办法 养就养吧 为了自己的以后 她除了妥协还能有什么办法 叶龟兰刚要收回心神离开这里 金色眼睛突然开口 你等会儿 还有啥事 叶龟兰忍不住也回了一句东北枪 金色眼睛听到愣了一下 哼唧了一声 我劝你勤快点 毕竟现在醒来的只有老子 你等会儿 这话什么意思 叶龟兰的心跳猛然漏了一排 她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 出了一片黑 什么都没 应该不是她想的那样 对吧 金色眼睛哼了一声 缓缓地闭上 声音似乎也离她越来越远 还有三个 你自己看着办 喝 叶龟兰倒吸了一口冷气 身子也跟着打了一个冷战 睁开了眼睛 一股浓厚的血腥味直接冲入鼻腔 还有那熟悉的尖叫声 叶龟兰看着眼前这只已经被开膛破肚的暴丧鸟 它早就死透了 死状甚至有些惨烈 而那几只还活着的雏鸟 看见叶龟兰醒来 一个个叫得更是疯狂 全部瑟缩在一个角落 叶龟兰站起身 几只雏鸟叫得已经破音 恨不得找到一条缝钻进去 那恼人的尖叫 让叶龟兰这几天压抑的怒火猛然被挑起 它猛然回头 几只雏鸟看着它 仿佛被掐住了脖子 再也发不出一个音来 叶龟兰冷哼一声 走到洞穴边缘 深深地吸一口气 朝着洞外喊了出来 有没有人?救命啊! 正往它方向狂奔着的黑豹听到这呼喊 险些一个狡猾跌倒在地 岳无争着石愣了一下 实在没忍住笑了出来 黑豹一边跑一边嘀咕 看来暴丧鸟是被反杀了 都已经晋升到距龄级别 自己走就是了 叶龟兰喊完 虚弱地坐在边缘 手捂住自己的肚子 饿呀!悬崖峭壁之上 一道纤细身影正尝试着慢慢往下移动 距离暴丧鸟朝的那个裂缝已经有一段距离 几只雏鸟好奇又有点害怕地探出脑袋往下看 看着叶龟兰渐渐往下要远离它们 几只雏鸟微微松口气 又慢慢退了回去 没了暴丧鸟给它们喂食 这几只雏鸟也只有饿死的命运 你给老子走快点! 都到了距龄级别 怎么还这么磨叽? 叶龟兰微微皱眉 整个人悬在峭壁之上 她将心底的火默默吞了下去 忍受着脑子里时不时传来的低吼 她小心翼翼地往下一动 如一只出生壁虎 对这样的高度和难度小心翼翼 有点胆怯 叶龟兰看着身下高度 不由地咽了一下口水 说得容易让她走快点 怎么走快? 这可是悬崖峭壁 她能挂在这一动就不错了好吗? 以前看过那么多 半山填海似乎都信手拈来 真落到自己身上 哪里有那么容易? 灵气不都会聚在脚下了吗? 你在怕啥? 走啊! 脑子里某只不耐烦的低吼 在叶龟兰的凌空间内 自然和她的意识能轻松交流 叶龟兰深吸一口气 催什么催 我再走啊! 你走个屁! 多久了? 你才走了多远? 你走了有十米吗? 你能让我怎么走? 一步十米吗? 再催 你信不信我就掉在这里 老子是好心才提醒你 天快黑了 你掉在这里 是想再把自己送进魔兽嘴里吗? 到时候老子可帮不了你 再走 我再走了呀! 峭壁之上的叶龟兰 微微仰头 看月发沉下来的天色 心里也有些焦急 不论在哪个世界 夜晚一个人总是不安全 这不是人类居住地 她若是天黑之前都下不来这的悬崖 真是要如那个乌鸦嘴所说 再次成为其他魔兽口中的食粮 夜归兰深吸一口气 到达聚灵之后 灵种之内的灵气似乎能被调动到身体的任何地方 对于灵气的运用上 这和间隙有着本质区别 夜归兰脚掌之下 灵气在身体内汇聚 让她整个人能稳稳地踩在碎石之上 手掌意识如此 她也想快 但对高度本能的恐惧和初次尝试的声色 让她根本快不起来 像是一条小虫 在峭壁之上如洞 又是一小时过去 她走了也只有百米 夜归兰也急得额头冒汗 看着下面深不见底的树丛 心一横 要不干脆跳下去算了 她在做什么? 远远的 月无睁便瞧见挂在那的夜归兰 越是走近越是发现 她似乎进退两难的样子 身下的黑豹也有些看傻了 她该不会是想要爬下来吧? 她爬得会不会也太慢了点? 月无睁微微眯眼 纵使距离很远 她的视线之内依旧能看得清晰 看着夜归兰娇小的身体 缓缓在那片悬崖上移动 月无睁看着她不耐烦地来回打探 时不时地望向悬崖之下 正在奔跑的黑豹开口 她该不会想要跳下去吧? 这不是胡来吗? 黑豹见到夜归兰的动作 脚下的步伐倒腾得更快 跑了大半天 总算是在天快要黑下之前 到了悬崖附近 月无睁眉等她停稳翻身下来 记得变回鹿行鸟的样子 话才出口 人已经飘出了百米之远 黑豹愣了一下 只能任命点头 回到了草丛里面 一阵耸动之后 那只斑突的鹿行鸟再次出现 一阵冷风吹过 眼看着黄昏的光悄然吞下 夜归兰死死咬牙 她距离地面还十万八千里 挂在悬崖上这么久 她早就不知道是抹了还是冷的 反正手脚已经没任何知觉 仅凭着本能往下挪动 某只已经放弃了和她的交流 似乎看不下去她的挪动速度 所幸眼不见为净 夜归兰咬着后槽牙 就不信了 她偏要走下去 你在做什么? 熟悉的声音就这么响在耳边 夜归兰正愣了一下 猛然回头 月无睁那张扔人群里 都难发现的脸就在眼前 她伸手矫健地迅速靠近 夜归兰只觉得 只有眨眼功夫 她就到了自己身边 夜归兰眨眨眼睛 她这样的姿态和速度 莫非早就到了距离级别 把手给我 月无睁开口 发现夜归兰就跟没听见一样 依旧姿势别扭地挂在那 不由地皱眉 听话 把手给我 我带你下去 已经天黑了 夜归兰挂在那里 还是没任何动作 月无睁不由地加重语气 夜归兰 我 我动不了 夜归兰忍无可忍地低吼出来 脸颊微红 她是觉得自己有些丢脸 月无睁一下子没忍住笑了出来 夜归兰的脸颊更红 笑就笑吧 月无睁低笑着靠近 修长的手指直接穿过她的细腰 一个用力 便将她自峭壁上拽了下来 牢牢地抱在怀里 肢体接触的瞬间月无睁不免有些心惊 她的四肢冰冷 看来挂在悬崖上很长时间 她能坚持到现在没掉下去 也是奇迹 夜归兰被抱在怀里 才发现自己身体是有多冷 她四肢的僵硬程度甚至一时间没办法动作 月无睁单手将她抱紧 身影在峭壁上迅速游走 仿若常年生活在峭壁之中的雪豹一般 自刚才的位置到达崖底 也仅仅是用了半小时而已 到了地面 夜归兰有些恍神 月无睁并没有放开她的意思 没走多远 夜归兰便瞧见了站在那的那只鹿行鸟 她浑身的毛似乎斑突得更厉害 你是骑着她追过来的吗? 夜归兰开口 想不明白月无睁怎么追到这里 月无睁含糊地N了一声 直接抱着她 坐上了陆行鸟的背部 误打误撞 可能比较幸运 听到了你的喊叫声 才找到这里 月无睁握起缰绳 陆行鸟迈开步子 飞快地走了起来 对了 恭喜你到达距林级别 夜归兰尴尬地扯扯嘴角 她现在有些不确定 实力晋升对她是好是坏 想到凌空间里的某只说的话 她就头疼不已 以后的修行之路只会千难万难 她若不付出远超常人的努力 只会被人更轻易地踩在脚下而已 夜归兰冰冷的身体 靠在月无睁的怀里 也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 她的情绪完全被以后的设想占据 别人或许只需翻过一座山 而她 则是崇山峻岭 抓走你的暴桑鸟呢? 月无睁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 夜归兰开口 不知道 我是趁她不在的时候逃出来的 月无睁呕了一声也没再问 夜归兰也没再开口说话 两人之间流动着诡异沉默 似乎都明白对方想知道什么 也知道不管怎么问说出来的都是假话 趁天色完全黑下之后 鹿行鸟带着两人来到了一处洞穴 夜归兰听话地抱着腿坐在洞穴之内 月无睁也靠着墙壁坐下 两人一同看着洞穴之外的无边黑夜 月无睁突然开口 你有没有不舒服? 夜归兰摇头 肚子在此刻终于发出难耐的怒吼 在这寂静的洞穴里回想得更为清晰 夜归兰彻底红了脸 月无睁有些惊讶地回头看她 迅速站起身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 等我下 话中带着有些无法忍住的笑意 夜归兰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月无睁憋着笑走到外面 实在忍不住笑了出来 那家伙 肚子叫得好大声 狼吞虎咽地吃着月无睁找来的食物 夜归兰含糊不清地开口 我好几天没正经吃过一口吃的 真的很饿 抱丧鸟叼回来的都是魔兽 它没吃掉你 也是难得 月无睁若有所思地看着夜归兰 夜归兰不再开口 专心吃东西 她实在不好解释 那只爆桑鸟飞蛋死了 她的灵种甚至被自己吞了 吃饱的夜归兰舒服得长吐一口气 甚至打了一个宝格 月无睁有些惊讶她的不拘小节 你这个样子 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我自从落水之后 就大彻大悟了 夜归兰开口 打了一个哈欠 人总是会变的 尤其是彻底领悟之后 月无睁看她好一会儿 浅浅一笑 你这样的改变也不错 比从前可好太多了 吃饱喝足 加上这几天的提心吊胆 刚升上聚龄级别 就经历了吊在峭壁长达几个小时的夜归兰 没过一会儿困隐起来 她靠在石壁上 没一会儿便睡着了 头一点一点 睡得极为不适 月无睁见她那个样子 轻轻走过去 坐在她的身边 如在冤斗那个夜晚一样 她就这样静静坐在一旁 手将她的头轻轻靠在自己肩膀之上 而夜归兰也不负所望 如出一辙的夜晚 如出一辙的动作 她直接抱进了她怀里 月无睁微红着脸 看着她放肆的动作 又气又想笑 她睡得那般沉 表情那么不加防备 月无睁无奈叹息一声 不同于那个夜晚 她的手臂轻轻圈住她 滴滴开口 若是换做其他人 你也这样做 窝在她怀里的夜归兰睡得香甜 无意识地呢喃一声 月无睁靠在冰冷的墙壁上 手指轻轻探上夜归兰的手腕 她的灵气才刚要潜入 凌空间内 那双金色眼眸瞬间睁开 一声不耐烦的咆哮出现 伴随着一股非凡力量 将月无睁的灵气直接弹了出去 毫不知情的夜归兰甚至发出小呼噜 月无睁眼神极其复杂地看她 轻轻叹息 要多久 你才能走到我身边来 有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青莲山脉之内 小宗门的阵法附近 一位小宗门老师神色有些阴沉 四五支队伍都纷纷赶了回来 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 在可搜寻的范围之内 根本没有任何月无睁和夜归兰的线索 这两个就像是凭空字这片山脉消失了一样 暴桑鸟呢? 有没有它的活动轨迹? 我回来了 一道高大强壮的男人走了过来 跟随在他身后的结实气势威武男女 男人的肌肉异常壮实 似乎有隐隐的力量流动于身体表面 找到了暴桑鸟的老巢 但是那只鸟已经死了 回来的男人皱眉 满事不解 场面有些残忍 那只暴桑鸟似乎被更为强大的魔兽袭击 灵种都被掏走了 站在法阵旁边的小宗门老师听得也是一愣 石磊 你说的可是真的 石磊 小宗门前来负责此事的另一位老师挑了一下浓眉 丁玄 你是在说我没事扯谎吗? 法阵旁边的女老师有些尴尬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夜归兰呢? 石磊浑身的肌肉绷着 摇了摇头 洞穴之内只有暴桑鸟的尸体 至于那个新生夜归兰 不知道是死是活 怎么可能还能活? 桑柔嘀咕了一句 她同李红英两个人都挂了彩 李红英听到这话忍不住冷冷开口 如果不是你刻意阻拦 结果怎么可能比现在还糟? 刻意阻拦? 谁知道你们说的是真是假 桑柔 你莫名针对别人也不是头一回了 李红英忍着心中怒火 他们两个打了一架 有些不分胜负 双方都是挂彩 最后桑柔也许见时间已经来不及 也不再阻拦 李红英想着被暴桑鸟抓走的夜归兰 只觉得心中愧疚万分 若不是她提议 这个新生是没机会来到这里的 李红英 别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这件事说到底还是要你负责 桑柔冷笑 我是针对夜归兰 那是我的私人恩怨 但是带她来这里的人是你 若不是因为你 她怎么可能被暴桑鸟抓走? 都少说几句 丁玄忍不住开口 有些头疼地看着桑柔 她身为御灵老师 一直都知道桑柔针对别人的事情 她丁家依附于桑家 自然在小宗门之内对桑柔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针对的也不是什么不能惹的人 丁玄也就不再多问什么 这件事虽然有些麻烦 但只不过是个新生 而且是没有任何家族势力的那种 死了就死了 又能如何? 抱桑鸟都生死 那个夜归兰更不可能生还 丁玄开口 她才只是个见习级别的新生 这么多天在青莲山脉 就算侥幸能从抱桑鸟那里逃脱 又能逃出多少魔兽之口 距离初世那日已经过去五天 也只有见习级别的人能撑过来 石磊 我们不必找了 石磊听完这话 却是笑了 你确定不再找了 这事就这么算了 那还能怎么办? 难不成你要更多的学生牺牲在这里 找回来的只不过是两具尸体 夜归兰就算了 但是那个月无争 是自己追上去的 丁玄皱眉 若是要为小宗门之内的每个学生负责 我们还怎么管理? 石磊冷哼一声 大步走到法阵之上 早就知道你对事对人不公 丁玄 我看你是不想在小宗门呆了吧? 你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 学生生死是大事 我看你倒是想轻描淡写的过去 虽然他们只是新生 但你袒护得太明显 石磊看着丧柔 我要是有这样的学生 早就打断她的腿了 丧柔站在那里没敢说话 石磊是武林老师 整个人都透着一个蟒字 石磊脚下的法阵光芒亮起 武林学生们都率先回去 李红英忍不住开口 老师,我们真的不再找找吗? 要找你自己去找 丧柔开口 突然想到了什么 李红英 你害死了两个新生 你还是想想自己怎么负责吧? 明明是你拦着我们 不然老师们可以早点来 叶归兰他们两人可能还有救 琳兰不满地喊了出来 丧柔,你敢说不是因为你 延误了就他们的机会 凭什么这事都要红英负责? 关我什么事? 我拦着你们 我哪里拦着了? 丧柔冷笑 丁玄想到才刚入新生就死了两个 便觉得头疼不已 还好是无关紧要的两个 还好没有牵扯到什么家族势力 丧柔,你也安分一点 不要再惹事了 丁玄随便地斥责一句 李红英,扣除你的所有学分都回去 可是老师 李红英还想再说什么 丁玄再次开口 都别废话 快点回小宗门去 这件事到此为止了 丧柔跟在丁玄的身后 站在法阵之内 瞧着李红英有着说不出的得意 想着叶归兰就这么死在了这里 心里也少不了有几分痛快 李红英和队伍里的人 看着他们消失在法阵之内 林兰忍不住骂了出来 什么老师 这样的人怎么配做老师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丁玄一直都和桑柔亲近 对她做的事多半都含糊过去 两个男生忍不住摇头 只可惜那两个新生没有什么雄厚家族实力 但凡有那么一点 也不至于被这么欺负 走吧 红英,这事你也只能吃哑巴亏 学分我们多做几次任务就有了 李红英回首看着身后这片茂密山脉 想着叶归兰和岳无争两人狠狠握拳 默默地在心里说了声抱歉 踏入了法阵之内 看出来她心情不佳 对有一只手拍上她的肩膀 这也没办法 这样的两的新生生死又能激起什么浪花 这样的生命逝去真的太平常不过了 脚下的法阵光芒闪现 在一闪而过 几人便已经消失不见 只留下呼啸而来的丰盛 残留在青莲山脉之中 这原本只是两个新生的意外 只是两个不牵连任何家世背景的新生 小宗门之内的所有老师都觉得人既然找不到 是也只能这么过去 李红英被扣除了所有学分 至于丧柔 则是在丁玄的庇护下依旧没事 小宗门之内的新生们听到这件事都忍不住唏嘘几句 认识叶归兰的那几个 有如玉对于这个消息也只是冷哼一声 并没有多少关注 白蕊蕊震惊的同时甚至觉得有几分庆幸 而宋浩然则是不愿相信 那个与众不同的姑娘就这么死了 宋求梅在小宗门之内 没有人知道她同叶归兰的关系 自然这事也没通知她 这个消息倒是快马加鞭的来到了春远镇叶家 千山小宗门只知道叶归兰是个梅家族势力的 但却不知道她爹叶鹤才是真正不好惹的 爱女如叶鹤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整个人已经不好了 她的女儿才入小宗门不出一周 人就没了 叶鹤当天晚上便离开了春远镇 直奔青莲山脉 青莲山脉之内 某只半突的鹿行鸟还在奋力奔跑着 叶归兰自那天好好休息之后 精神恢复了不少 它们正往法阵的方向赶 被爆桑鸟带得太远 就凭这只鹿行鸟 估计还要再跑上半天 叶归兰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 脑子里某只的声音出现 小丫头骗子 你身下的这个 灵重应该还不错 叶归兰一愣 下意识地看了看这只快要突了的鹿行鸟 而正在奔跑的某只 敏锐地察觉到她的视线 忍不住浑身肌肉绷紧 他妈的 他难不成想吃它 也许察觉到身下这只的紧张情绪 岳无征突然探手 挡住了叶归兰的视线 你这么看她 是对她有兴趣 叶归兰看着鹿行鸟脖子上那圈扎起的毛 将脑子里某只的声音挡了回去 还要多久才能到法阵那里 可能再要半天吧 岳无征握紧缰绳 你说 它们会不会以为我们都死了 叶归兰愣了一下 有些自嘲地笑了 不以为死了 难不成还觉得会活着吗 说得也对 岳无征低笑 叶归兰坐在前面 半嗓才问了出来 岳无征 为什么你要追上来 你也只不过是距离级别 追上来做什么 岳无征没有开口 叶归兰忍不住回头 你追上来 难不成是想救我 从爆桑鸟的口中救我 不可以吗 你难道不怕把自己的命都搭上 为了救我 不惜自己入险 岳无征猛然一握缰绳 正在急奔的鹿行鸟猛然停下 这个急刹车让叶归兰根本躲避不及 整张脸就朝着她的脸撞了上去 叶归兰手忙脚乱地伸手 在两人嘴唇接触的前一秒 用自己的手挡住 两人隔着她的手掌对视 呼吸近乎都缠住彼此 叶归兰看见她的眼底 总觉得那里面似是有一处漩涡 你真的 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岳无征带她拿开手掌 静静开口 叶归兰看着她的黑眸 又是这个问题 她该记得她什么 一个沉迷柳如玉十六年的叶归兰 怎么可能眼里还有其他男性 她所谓的记得 是指什么 看着她不加掩饰的迷茫 岳无征心底升起一抹邪火 算了 当我没有问过 她扯了一下缰绳 鹿行鸟再次飞驰起来 而这之后的路上 岳无征紧敏薄唇 再也不开口说任何 只是没走多远 身下的鹿行鸟再次停了下来 叶归兰刚要开口说话 一股强大的威压瞬间袭来 喉咙就像是被一只手硬生生握住 喘不过来 在叶归兰直觉自己要窒息的时候 一股更为蛮横的力量自她身体内部爆开 将这不舒服硬生生顶了出去 叶归兰终于找到自己的呼吸 她艰难地抬起头 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岳无征反应奇怪地将她一把抱住 自鹿行鸟的背上跃下 而那只斑突的鹿行鸟 异常敏捷地钻入一片草丛之中 很快便没了踪影 叶归兰看得有些傻眼 那是支鹿行鸟该有的速度吗? 岳无征本想抱着她离开 但威压逼近得太快 快得她都没时间反应 只能就这样躲在暗处 好在怀里的叶归兰配合 岳无征忍不住微微垂眸 她的运气真的不好 遇到爆桑鸟 不说还被抓走 现如今 他们好不容易快要走出这片山脉 却又遇到了更为危险的情况 岳无征的额头微微冒汗 感受着快要压扁身体的微压 死死咬牙撑着 来的不是别的 是幻灵级别 岳归兰只觉得自己的耳膜又要充血 这微压让她体内的气血再一次开始翻涌 岳归兰只觉得鼻尖一热 手立刻抬起五柱 鼻血就这么顺着只凤流了下来 她有些狼狈地低下头 真是服了 动不动就流鼻血 爆桑鸟的鸣体就算了 现如今这微压也是如此 她的身子会不会太不惊打了 岳无征看着她鼻血横流的模样 也没多少取笑意味 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 纵然将实力压制到巨灵级别 但底子还在 但是她不同 她才升到巨灵级别 面对幻灵的微压 仅仅是流鼻血 已经是万分惊喜了 岳无征看着她有些狼狈的样子 叶归兰低着头红着脸 只希望自己的鼻血能现在止住 叶归兰想多了 只要幻灵的微压存在 她的鼻血就没停过 两个人就这么折服在角落 幻灵的微压迟迟不散 岳无征看着她自始至终就没停下的鼻血 微微皱眉 这么下去她会不会因为失血过多昏过去 昏不昏过去叶归兰不清楚 她只知道鼻血一直止不住 她脚下已经有一大片红色区域 自己看着都有点触目惊心 叶归兰忍不住心中嘀咕 这个强者什么时候能走 若是不走 她这鼻血真的要流到地老天荒了 滴答滴答 叶归兰只觉得周围除了鼻血滴落在地的声音 其他再也没有 她尴尬不已地蹲在那 只能看着鼻血放肆自由流淌 而她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强者之路还未走起 败在了流鼻血之上 岳无征的身体突然靠近 叶归兰感受着她温热的气息近乎要包裹住自己 不免慌了 岳无征仅是做了一个近身动作 就这么默默地靠在她身后 叶归兰突然感觉到自己的鼻血似乎不再那么汹涌而出 不出一会儿的功夫 她的鼻血似乎止住了属于岳无征的气息似有若无地在她周围环绕 让叶归兰有种错觉 似乎她在抱着自己 浅浅的安心和舒适让叶归兰忍不住松口气 她在帮自己 最起码鼻血不流了 叶归兰无声地表达自己谢意 岳无征仅是微挑了一下眉峰 心里也有些打鼓 这个幻灵级别似乎徘徊不走 这样下去 他们要躲到什么时候? 这样的威压在青莲山脉 迟早会惹出事端 岳无征扫了一眼旁边的草丛 草丛里趴着的某只摇了摇头 岳无征神色一沉 下一秒 不知什么地方爆发了一连串怒吼 而刚止住鼻血的叶归兰 新鲜的鼻血又喷了出来 岳无征猛然站起 也不管其他 还住叶归兰的腰身将她直接抱了起来 朝着草丛低吼 由不得你 快走 走走走 这就走啊 叶归兰刚要开口 只见旁边的草丛一阵耸动 一只浑身皮毛漆黑 甚至带着点反光的豹子走了出来 叶归兰瞪大眼睛 那只快秃了毛的鹿行鸟哪儿去了 岳无征单手抱着叶归兰上了黑豹背脊 黑豹完全没有反抗的意思 拖着岳无征两人狂奔起来 相比刚才的鹿行鸟 叶归兰只觉得自己这次是跟着风的速度 近乎是往前飘着走的 两边的树丛根本来不及看般掠过 叶归兰不是没骑过豹子 但是这只的速度 会不会太快了点 若不是还看得清地面 他怀疑是不是飞着走的 耳边时不时传来魔兽不耐烦的咆哮 整个青莲山脉的深处似乎在骚动 叶归兰也意识到事情不妙 看着自己一路飞着往后走的鼻血 低声开口 魔兽们抱走了 不舒服地看来不止是我 岳无征将他抱到胸前 青莲山脉深处还是有几个厉害家伙 虽然都不是幻灵级别 但也只是临门一脚而已 一个幻灵级别突然来到这里 还不加收敛地如此释放威压 自然会惹的这几个不高兴 岳无征神情严肃地看着前方 我们若是走得不够快 迟早会被卷入其中 叶归兰点点头 尽量捂好自己的鼻子 黑豹的速度比原先那只鹿行鸟快了十倍不止 不出一会儿便看到了千山小宗门的法阵 岳无征抱着叶归兰冲进法阵 黑豹掉头就要跑 岳无征却是一声低吼 回来 没有迟疑 岳无征抱着叶归兰再次上了黑豹背部 黑豹也是愣在那里 岳无征猛然揪了一下黑豹脖梗后面的毛发 叶归兰看了忍不住皱眉 瞧着都疼 黑豹一阵嘶吼 朝着某个方向急迟而行 抱眼深处有一丝恼火 叶归兰看着越来越远的法阵 似乎明白了什么 岳无征的话正巧印证了他的猜测 小宗门法阵自动关闭 我们暂时出不去这片山脉了 叶归兰默默点头 忽然开口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你确定是新生? 岳无征沉默了一会儿 若有所思的开口 你以为都像你吗? 一双眼睛只盯在那个柳如玉身上 叶归兰想到 刚来这里时候的大脑空空 不由地尬笑 都说了 那是从前 岳无征轻哼一声 黑豹也哼哼了一声 叶归兰看着周围 短时间内 跑是跑不出去了 只希望找个好地方躲起来 一个幻灵级别 和几个快到幻灵级别地打起来 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状况 叶归兰捂着鼻子 这是要跑到哪儿去? 不如就近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至少要跑出动手范围 岳无征滴滴开口 只期望他们不要真的动手 真的动起手来 半个青莲山脉都要遭殃 叶归兰瞪大眼睛 半个青莲山脉 要不要这么夸张? 你给我跑快点! 岳无征突然低吼 他动手又是狠狠一揪 黑豹又是一阵嘶吼 跑得更为卖力 叶归兰垂眸 看着身下这只黑豹 黑猫微微眯眼 看着他脖梗后面埋在黑色发毛下 忽隐忽现的黑色鳞片 这 不会是那只快突了的鹿行鸟吧? 黑豹吗? 这恐怕也不是他的真实形态 喂! 醒醒! 叶归兰用心神呼唤着凌空间之内的某只 凌空间之内 一双金色毛字缓缓睁开 里面写满了困意 老子有名字的 你喊谁为呢? 你又没说自己叫什么? 你又没问? 某只咆哮着开口 叶归兰沉默了一会儿 名字呢? 季灵? 名字还挺阳气吗? 叶归兰开口 某只听了似乎很满意 那时 这名字可不是外面那些妖艳见货可以比的 你能确认下 这只黑豹到底是什么? 能啊 只不过你要让自己的灵气接触到它身上 接触的瞬间 我就知道它是什么 叶归兰听着脑海中季灵的话 手出其不意地摸到皮毛之下 在灵气自首掌触及到黑豹瞬间 叶归兰只觉得身下的这只黑豹毛瞬间砸起 就像是起了应激反应 嘶吼一声 猛然停了下来 叶归兰连忙收回手掌 黑豹气喘吁吁地站在原地 不停地发出滴滴嘶吼 只差眉口吐人言 她摸我 岳无征挑眉 垂眸看着坐在胸前的某人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没有 回答得有些心虚 岳无征感受着身下黑豹的情绪 知道一定是叶归兰做了什么 行了 别耍小脾气 她不会再对你做什么 黑豹滴滴咆哮了一声 这才又跑了起来 叶归兰忍不住松口气 脑海里 季灵懒洋洋的声音飘来 这是一只幻龙 幻 龙? 属于龙族比较特殊的分支吧 血脉特殊 数量也很稀少 季灵不屑地哼了出来 怎么说呢? 真本是没多少 花里胡哨鼠第一 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啊 那些龙都是出了名的爱臭美 幻龙吗?属于将这个特点发挥到极致了 别的都是用实力手段说话 也只有它们喜欢用变化自身来炫耀 无聊 叶归兰了物 幻龙啊 果真是字面意思 它们可以变化多端 那只快吐了毛的鹿行鸟 还有眼下这只黑豹 都是它幻化的 似乎是提起了话茬 季灵的话没有到此结束 不过龙族一向骄傲自大 甚少和人类有往来 更别提幻龙一族 这小子是怎么整到手的 我哪知道 叶归兰心中低语 早就看出来 岳无征不是个简单人物 只是没想到她手里还有一只幻龙 她是御灵师吗? 至于实力 巨灵级别 真的是巨灵级别 叶归兰只觉得她和叶鹤一样 明明有着非凡实力 却都不加展现 甚至恨不得别人都不知晓 不知道在隐藏什么一样 这边 两人一抱正在青莲山脉中急奔 以求避开一触即发的大战 而某人这边 却已经炸开锅了 因为有事必须离开小宗门的宋求 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叶归兰身死青莲山脉的消息 整个人猛的已经顾不得其他 直接赶到了春远镇 在得知叶鹤已经知晓 并且当天就离家的消息之后 宋求黑着一张脸迅速回到小宗门 在千山小宗门之内 宋求虽然是一位待客制药老师 但蓝成制药工会会长的头衔 也不得不让人礼让三分 当天的情形就是这样 李红英万分内疚地开口 宋求直接找上了她 虽然好奇为什么这件事宋求会过问 她也没丝毫隐瞒 当天发生的事都如是开口 宋求听后一张脸近乎快成黑炭 那个桑柔一直在针对小龟兰 宋求的亲切称呼让李红英愣了 小龟兰?难不成叶学妹和宋老师关系匪浅? 是 桑柔动了叶学妹的宿舍分配 企图孤立她 在青莲山脉也是她拦着不让林兰她们回来报告消息 是我不该带她们去青莲山脉 但是林兰若是能早点回来 结果可能不会这么糟糕 这件事我来处理 宋求匆匆离开 李红英有点迷惑也有点羡慕 想不到叶归兰竟然会受到宋老师如此优待 只是李红英想不明白 有这层关系她怎么不早说? 若是那个桑柔知道也不敢如此为难她吧 宋会长 你不是有事在身 怎么回来了? 丁玄见到宋求有点受宠若惊 小宗门之内的所有老师都试图和宋求保持良好关系 可惜她谁都不买账 这次她主动来找她 丁玄忍不住有点期待 若是能和宋求建立良好关系 在丹药方面 她可是会得了大便宜宋求也不废话 微眯着眼看丁玄去搜寻叶归兰的 是你和石磊吧? 提出不搜寻的 是你 丁玄一愣 是啊 已经五天 那个叶归兰也不可能活着 抱桑鸟虽然身死 但明显是被更强大的魔兽袭击 那个叶归兰更不可能还有命在 与其让其他人在青莲山脉冒险 还不如早点回来 宋求黑着一张脸 那个桑柔呢? 丁玄心里咯噔一下 宋会长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关桑柔什么事? 你们在小宗门之内结帮拉派 我都没兴趣 你护着谁是你的? 是,但是不该惹到我学生身上 宋求冷冷开口 丁玄有些没听懂 宋会长的学生 谁啊? 宋求冷笑 你们最好祈祷小桂兰没事 若是他真的有什么 整垮一个桑架 对于我来说不是难事 丁玄睁大眼睛 话一下子就卡在了嗓子里 叶归兰是宋求的学生 什么时候的事? 她是宋求罩着的 宋求说完拂袖而去 想着叶鹤暴怒而起 会做的事就头疼不已 想着叶归兰身处清连山脉那样危险的地方 宋求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早知道有人能胆子这么大 直接威胁到她的性命 她还不如在她入小宗门第一天就宣布 她是她宋求罩着的后辈 这傻丫头 怎么什么都不和她说的 看着宋求离去的背影 丁玄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叶归兰和宋求竟然是师生关系 这让她从哪知道 那个桑柔竟然惹了这样的人吗? 叶归兰 她不是没有家族背景吗? 这位宋会长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到叶归兰 丁玄头疼不已 她能活就有鬼了呀 宋求自认和叶鹤相识不短 虽然她同自己仍然有所保留 但宋求却不在意 人吗?总该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宋求在年轻的时候还曾调侃过 叶鹤这样的帅哥到底会为什么样的女子停留 当她知道叶归兰出生的时候 着实吓了一跳 她突然就成亲 又突然有了孩子 这一切仿佛都是一夜发生的那般 更让宋求无法接受的是孩子的娘也突然就没了 宋求那时有要是在身 知道这是之后 二话不说放下一切的往回感 她原以为叶鹤会伤心欲绝 毕竟她才成亲不久爱的人就没了 只留下她和一个孩子 这让她以后怎么生活? 当宋求风尘仆仆地赶到春远镇 还没进门的时候便听到了叶鹤的笑 她着实愣住 以为叶鹤悲伤过度有点犯傻 火急火燎地推门进去 便瞧见了她抱着叶归蓝的模样 宋求发誓 她从未见过叶鹤笑成那个德性 仿佛她拥有了全世界一般 仿佛她怀中抱着的 是她最为珍视的东西 再无其他 宋求 快来看看 我闺女生得可真是漂亮 那时的叶鹤抬头 宋求看她笑得那般开心 内心也有些忐忑 特意在叶家留了两天 她发现叶鹤爱极了这个粉雕玉琢的女儿 她又当爹又当娘 似乎还乐在其中 纵然这娃娃夜夜哭闹 她也丝毫没有任何脑溢 宋求看她这个样子 也算安心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 宋求一直都很忙 偶尔同叶鹤有书信往来 叶鹤在信里从不说别的 同篇都在说我闺女 我闺女 我闺女 宋求从不曾要道 她叶鹤有朝一日会成为爱你痴狂的父亲 那天 叶鹤告诉她要带着叶归蓝和她见面 宋求内心是有点复杂的 叶归蓝的名声她不是不知道 内心不免觉得可惜 叶鹤那样的制药天才 似乎在培养女儿的方面 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她太爱自己的女儿 以至于放纵她做任何事 就连成长也全然白费了 但是宋求觉得自己错了 亲眼见到那个小姑娘和传闻的一点不同 她生得很俊俏 和叶鹤是完全不同的美丽容貌 想必这个长相是遗传自母亲 也只有这样的美貌才配得上叶鹤呀 看着叶鹤心心念念女儿的模样 宋求心里就憋不住笑 十几年过去 她还是老样子 爱闺女的心可真是一点都没变 当宋求看到叶归兰制药时候的模样 还有她制作出来的丹药后 宋求的脑子里只蹦出一句话 虎腹无犬女 她是不知道外面的传言是怎么传的 但眼前的这个小姑娘 眼神清明 谦虚有理 在制药方面获得了叶鹤的真传 虽然只有几分 但对她的将来一定受益匪浅 而叶鹤的女儿 在制药方面的确是个天才 除非关于自己的女儿 叶鹤从不主动找过自己 宋求一开始也有些不是滋味 但见到叶归兰之后 她释怀了 如果能教导这样的后辈 也是她宋求的骄傲不是吗? 宋求都想好了 小宗门之内如何给叶归兰开小灶 但她万万没想到 她才刚离开小宗门不过几天 叶归兰便出事 出的还是大事 青莲山脉之内 她竟然被暴桑鸟捉走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那种 宋求一脸黑地前往法阵 在得知青莲山脉有异动法阵自动关闭之后 脸色更沉 不顾其他老师的反对 她强行开启了法阵 光芒在她的脚下闪耀 宋求不信叶归兰真的会陨落在青莲山脉 那样好的苗子 真的因为一只暴桑鸟没了 那该是多大的损失 还有叶鹤 宋求狠狠皱眉 若这事是真的 叶鹤又该如何?这个爱女到极致的父亲 在得知自己女儿生死之后 会不会把整个青莲山脉给掀了? 没彻底掀翻 但也快了 宋求到达青莲山脉的瞬间 被幻灵薇压逼迫得狠狠吐了一口血出来 两撇小胡子 差点都要掉下来她感受着如赵子般 强行压过来的薇压 掀势一愣 黑着一张脸 往薇压释放的源头开跑 叶鹤她疯了 当她紧赶慢赶终于到了之后 眼前的一切 不禁让这位制药工会会长狠狠道吸一口凉气 那还是她认识的叶鹤吗? 她认识的叶鹤纵然有年少惊狂的时候 但一向都温文尔雅 然眼前这个仿若从地狱走出来的男人 会是叶鹤 叶鹤 宋求开口 有些不敢确定 背对着她的男人将手里半死不活的魔兽往地上一甩 魔兽虚弱不已地哀嚎一声 在她身下是成片的魔兽尸体 这里仿佛是一个屠宰场 那几只距离幻灵级别只差林门一角的家伙 瑟瑟发抖地缩在那里 他们原本是想给来人点颜色瞧瞧 但没想到 眼前的这个男人太过凶悍 出手甚至比魔兽还要很辣 把我闺女交出来 我没有多少耐心 叶鹤冷冷开口 那张俊脸面无表情 她浑身上下沾了不少血液 尤其是那双手 被红色浸染甚至还带着不少内脏碎片 还不说是吗? 叶鹤冷冰冰地看着那几只 属于幻灵的威压如浪潮般汹涌而出 那几只难受地趴在地上 哀嚎不已 宋求又吐了一口血出来 大声嘶吼 你疯了吗? 叶鹤就跟没听见一般 威压越放越多 越放越大 那几只魔兽哀嚎的 就差脑袋要钻进地里 他妈的 什么闺女啊 谁知道他闺女在哪里啊? 这个幻灵强者就跟疯了一样 上来就要闺女 他们去哪儿给他找去? 青莲山脉这么大 死了多少人 他们自己都数不清 叶鹤 宋求忍着身体内的不适 强硬地扑了过来 他再这么肆无忌惮地下去 迟早要出事 你忍了几十年 这样就破功 你就不怕下一秒被捉回去吗? 我顾不得这些 我闺女不见了 叶鹤嘶吼 手猛然握紧 我找不到龟兰 我绝不离开这里 他们不说 我就全都弄死 我也不信小龟兰就这么没了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的威压 小宗门法阵被强行关闭 小龟兰就算能活下来 也会因为你回不去 徘徊在这里 你给我冷静一点 宋求的话如一道雷 直接劈进了叶鹤脑子里 刚才还狂猛地威压瞬间消失 就如一场汹涌的海浪忽然停止了一般 几只哀嚎趴在地的魔兽 瞬间起身四处奔逃 叶鹤静静地站在那里 宋求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他总算肯停手了 掳走小龟兰的豹丧 已经生死 在他的老巢之内并没有发现小龟兰 宋求开口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小龟兰多半肯定还活着 叶鹤的手掌握得死紧 宋求见他似乎已经平静 不免松口气 总之 我们先去阵法那里等 小龟兰一定会去阵法那里 滴滴恩了一声 叶鹤转身面无表情地往回走 宋求看着他这副模样 纵然已经安静下来也忍不住心惊 想着叶鹤以前同他说过的话 他想开口问 但又压了回去 青莲山脉之大 就算是叶鹤也无法一一探查 小龟兰 你可千万要没事啊 威压消失了 这边 正在狂奔的黑豹猛然停住 岳无征也有些诧异 刚才还汹涌澎湃的威压一下子便消失殆尽 这位幻灵应该是已经离开了 岳无征微皱眉 叶龟兰捂着自己鼻子 感觉鼻血终于不再流 狠狠松口气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等一段时间 岳无征滴滴开口 岳龟兰点头 自黑豹身上下来 将鼻子擦了擦这才敢把手放下来 黑豹也是心有余悸的筋趴握下来 想想刚才的威压 还有些后怕 岳龟兰看着自己满手的鼻血 这几天怕是要将她未来十几年的鼻血都流尽了 也是拖了那位幻灵级别的福 他们这一路都没碰到半只魔兽 方才的威压已经让多半在这里生活的魔兽吓得不敢动弹 龟缩在自己窝里不敢出来 你这只豹子很威风啊 岳龟兰看着那只黑豹 笑呵呵地开口 幻龙啊 黑豹有一种被她看金光的错觉 岳无征挑眉 有吗 我觉得还好 岳龟兰看着她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也不是袍根到底的性格 既然她不愿意多说她也不问就是 莫名消失的鹿行鸟 莫名出现的黑豹 岳龟兰看似坦然地接受了一切 岳无征看她半分不好奇的模样 忍不住心底发笑 她还真一句都不多问 看样子是真的离开了 两人耐心地等了几个小时 威娅再也没有出现 可以确定那位幻龄已经离开 就算没有离开 似乎也知道开始收敛 起码不会闹出什么大事 小宗门法镇应该也正常开启了才对 两人再一次跨上黑豹 朝着小宗门法镇方向走去 能早一刻离开这里最好 谁知道还会出什么事 临近黄昏 在黑豹的急速狂奔之下 两人再次来到了法镇附近 黑豹在离法镇有段距离的地方停下 带两人下去之后钻入了一旁浓密的草丛 一会儿功夫便不见踪影 更为幸运的是 两人一路之上遇见了几只闪电豹的尸体 拿走了尸体里还残存的灵种 岳无争看着夜归蓝偷笑的模样 实在有些无法理解 这是一个刚自爆桑鸟口中外加换灵威压之下 死里逃生的人 虽然这次青莲山脉之行意外不断 但他好说歹说到了距离级别 多少探知了自己灵种的秘密 外加还完成了原本接下来的任务 他顶多就是鼻血流的多点 也没受到什么致命打击 岂不美滋滋 两人走进法镇 远远地 便看到法镇那边站着人 叶归蓝以为是小宗门的老师 却听到悦无争惊讶的低语 那是 你爹 啊 叶归蓝抬眸 怀疑他看错了 他爹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先不说青莲山脉距离春远镇有多远 更别提他爹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到这里 他们是靠小宗门法镇过来的 他的那位爹男不成要靠脚走到这里 归蓝 一声急切地呼唤 叶归蓝只觉得一阵风刮到自己面前 下一秒 他便被人紧紧拥入怀中 他的鼻子狠狠撞进那人的胸膛 撞得他差点以为鼻血又要流下来 叶归蓝被叶鹤紧紧抱着 他眨巴了几下眼睛 这时才反应过来 亲娘哀 还真的是叶鹤 还真的是他爹 爹 叶归蓝开口 整个人被抱得动弹不得 他想抬头看一眼都不成 虽然看不见 但是叶归蓝确定这真的是叶鹤 但是他怎么过来的 小宗门法镇已经关闭 他怎么到这里来的 这才五天 他难不成是用飞的 宋求看着平安归来的叶归蓝 狠狠地吐出一口气 没事 他真的没事 岳无睁看了叶鹤几眼 这才收回目光往后面走去 见到宋求也是一愣 宋求见到他 小胡子扬了起来 是你保护了小龟蓝 你叫什么名字 宋老师过奖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和他是队友 岳无睁淡淡开口 宋求没想到这小子会如此回答 不由得有些尴尬 岳无睁仿佛知道他想问什么 继续说道 除了一股很难受的威压 我们很幸运 一路都没遇上什么魔兽 这才安然脱险 宋求扯了扯嘴角 那还真是要拜叶鹤所赐 他们能一路平安回来 岳无睁看着还不肯放人的叶鹤 微微皱眉 宋老师 没什么事 我先回去小宗门了 宋求看着眼前这个平平无奇的少年 他根本不如看上去那般普通 经历了这么大事 他似乎没什么情绪起伏 看着他就这么淡定地走进法镇 然后消失不见 宋求的小胡子不禁动了动 这是一个十几岁孩子该有的反应 千山小宗门之内 通往青莲山脉的周围 围惧了很多老师 宋求方才不顾阻拦非要前往 这几位老师也是坠坠不安 要是宋求出什么事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刚才也没人敢和宋求一起去 那边出什么事还不清楚 万一去了回不来怎么办 小宗门之内 又不是没有老师意外身亡的先例 法镇的光芒忽然亮起 几位老师的眼睛瞬间一亮 都以为是宋求回来了 想着靠上去问候一声 却没想到出现在法镇之内的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 几个老师面面相去 这 这谁啊 岳无睁扫了一眼 话都没说一句便走了出去 几位老师看得傻眼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法镇封闭之前不是让所有人都回来了吗? 这小子哪里冒出来的? 法镇那边 宋求看着仍然不肯放手的叶赫 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叶赫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放开被自己抱了很久都不放的闺女 叶归岚连忙抬起头 对着自己这位爹扯出一个笑容 只不过她鼻下干涸的血字还在 这笑直接被叶赫忽略 你受伤了 叶赫俊脸一惊 连忙上下仔细看自己闺女 叶归岚连忙开口 没有没有 就是那威压让我鼻血止不住 叶赫有些尴尬 嗯了一声 宋求无奈摇头走远几步坐了下来 看得出来 她有话要说 叶赫伸出手指 细心地将叶归岚的血字擦掉 那小心翼翼的模样让叶归岚都觉得有些心疼 她是有多担心自己竟然跑到了这里 爹你怎么会来这里 叶归岚乖乖地让她擦拭 问完这句话明显感觉叶赫的动作顿了一下 收到你出事的消息 马不停蹄地赶来这里 我在家坐不住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叶归岚听着却是心跳漏了一排 她忍不住握住叶赫的大手 我没事 真的没事 那只爆桑鸟没伤到我 这中间的确是有些事 但我这不好端端站在这里吗 不信你看 叶赫看着自己女儿努力证明自己没事的样子 眼眶一红 忍不住将这个心头宝搂进怀中 她失控了 现如今 事情可能真的不受她控制 叶归岚没有感受到叶赫如过山车般的心情 只是觉得她真的看中自己 手臂抬起 也抱了上来 叶赫的身体一下子僵在那里 她料想不到 她会主动抱住自己 叶归岚被她身体瞬间地僵硬直接激地红了眼眶 她忍不住将头埋进她怀里 抱住这个爱她护她将她捧在掌心的男人 这个名为父亲的男人 宋求就这么默默看着 也不由地瞥开眼 叶赫有多爱自己的女儿 她怎么会不知道 叶赫将叶归岚放开 手掌一翻 一枚晶莹剔透的珠子出现 像是一碰就会碎得水滴一样 吃下去 叶赫开口 叶归岚问都不问 直接张嘴 看着闺女丝毫不怀疑的样子 叶赫暖心地笑了 那枚珠子入口也像水滴一般直接划开 叶归岚只觉得像是喝下一口凛冽泉水 那水流直接流入身体内部 最后消失在某处 但随后 一股更为冰冷的气息直接冲入了她的灵空间 里面的毛指受到惊吓般的猛然睁眼 直接咆哮了出来 你敢让别人的灵气进入到这里 什么?灵气? 叶归岚也有些错愕 季灵似乎恼火非常 换灵级别 你这是要对方生吞了你的灵重 等 等会儿 你说什么? 换灵级别 季灵在说什么 叶归岚已经听不到了 她脑袋嗡嗡直响 一双眼呆呆地看着叶赫 她是有心理准备 这位爹很厉害 在制药之上她无人能敌的姿态 足以让她明白 她有多不平凡 她以为叶赫是见灵级别很高的水平 甚至是半只脚入了换灵的地步 但是她没想到 她的爹 是货真价实的换灵级别 叶归岚脑子炸了 换灵级别 为什么?把你的灵气注入到这里 又是刚才的小水滴 叶赫说什么 叶归岚就做什么 她现在大脑已经当机了 自己的一缕灵气注入 叶归岚就看见她爹把小水滴吞了下去 她眨拔了一下眼睛 不明白这是在做什么 你我体内都有对方的灵气 只要灵气还在 就表示还活着 叶赫开口 那双好看的眼深深望进自己女儿眼底 归岚 爹可能要有段时间不能守在你身边 但是爹的灵气多少能帮到你? 我就算准备了再多东西 也比不上我在你身边 叶赫苦笑 这次我真的被吓到了 若是我能及早这么做 你也不会这么无助 叶赫抬起手 轻轻拂过她脸颊旁的碎发 似是要将她深深硬刻在眼底般看着 我相信你 会有一番属于自己的成就 爹一直以你为傲 叶归岚听着 越听越不对劲 这话怎么像是在离别时说的 你要去哪? 叶归岚打断了她 多久回来 叶赫笑了 她再次将她拥入怀中 仰头看着头顶这片夕阳西下的天 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 叶归岚急了 她猛然推开叶赫 有些看不懂她眼底的情绪 叶赫微微扬唇 似是有很多话要说的样子 但最终都化作一声无奈叹息 她轻推了一下叶归岚 大步便转身离开 叶归岚怎么肯 但她刚挪动步子 叶赫人已经在百米开外 她睁大眼睛 知道追是追不上了 你不要我了吗? 叶归岚忍无可忍地吼了出来 红着眼睛死死盯着她的背影 爹 叶赫的身影越离越远 叶归岚的泪水再也绷不住 落了下来 你回答我呀! 宋求也忍不住红了眼睛 她嘴唇微颤着 看着叶归岚的身影 她像是一只被突然丢下的右手 无助地嘶吼 但是叶赫走得那般决然 甚至头也不回 你到幻灵级别 爹就回来了 叶赫的身影已经走远 声音却突然飘了过来 叶归岚深吸一口气 对着天空大吼了出来 一言为定 不对线的 是小狗 叶赫宠溺的笑飘散在空中 叶归岚知道她真的走了 将自己的泪水和鼻涕一抹 转身大步往法阵走去 宋求连忙平复心情站起来 小归岚 你爹 宋叔 我们回去吧 宋求愣了 她看着叶归岚 她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 泪痕还挂在那 她却一副我没事的模样 宋求心中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般难受 只能点头 大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带着她走进法阵之内 千山小宗门之内 通往青莲山脉的法阵再次亮起 还围着没走的几位老师瞪大眼睛 随着光芒出现的 是宋求 几位老师连忙迎上去 再见到她身边站着的少女时 不由得再愣了 这怎么又一个? 宋会长 宋求带着叶归岚直接大步离开 不想说一个字 几位老师面面相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旁边法阵里出来的几个学生 却是叫了出来 我擦 那不是叶归岚吗? 她没死 几位老师眼睛瞪圆 叶归岚 那个新生可是被暴桑鸟抓走 还在青莲山脉迷失了五天 非但没死 就连受伤也没有 她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叶归岚自法阵大听出来 一路上吓到了不少人 大家都跟见了鬼斑 叶归岚才不管这些 她静止地走进宿舍 躺在床上的月无针见她红着眼睛回来 也是一静 叶归岚一个剑步冲上自己的床 拉起被子盖住自己 一片黑暗之中 她死死咬着嘴唇 泪水再次奔涌而出 给了自己无数个甜枣 最后一棒子敲死 那个臭老头 那个 臭爹 叶学妹 第二天一早 叶归岚迷迷糊糊地还未清醒 就听到宿舍的门被人敲得震天响 叶归岚揉了揉眼睛 旁边的床是空的 岳无针一直遵守着自己的诺言 晚上从不在这个房间待过 来了 本想着再多睡一会儿 但是门外的人敲得异常执着 叶归岚只能简单收拾了下自己 起身开门 门外的李红英关切的话还没出口 便被叶归岚肿成一条缝的眼睛吓了一条 叶学妹 你没事吧 没事 叶归岚滴滴开口 情绪还没怎么平复 她现在没多少力气应付别人 只想一个人安静待会儿 李红英点点头 知道你没事我还不信 现在看来是真的没事 那我就放心了 不打扰你 你先好好休息 这几天时间 吓坏了吧 叶归岚知道自己眼睛中很高 她现在眼皮抬起来都很困难 想到李红英是真的关心自己 在她被暴桑鸟捉走之后 还主动追上来 也是难得 叶归岚点点头 多谢学姐 你没事比什么都强 那我先走了 李红英笑看着叶归岚 她能平安归来 解开了自己心结 虽然被扣光了学分 但学分远不如一条鲜活的生命重要 李红英如是重负地走了 叶归岚关上门 还没等回到床上 外面又有人来了 叶归岚 你在吗 宋浩然小心翼翼的声音自外面传来 叶归岚狠狠吐出一口气 有些火大的叫门推开 没等宋浩然开口 她的话像连珠一样地蹦出来 我没事我很好 我刚回来 麻烦给我一些时间 我想好好休息 有什么话以后再说行不行 我现在很困很想睡觉 你还有事要说吗 宋浩然看着她高高肿起的眼睛 就算有再多的话都被堵了回去 有些尴尬地站在那 叶归岚见她没话说 动作干脆地要将门关上 宋浩然连忙开口等等 我是有事话要和你说的 就一会儿 叶归岚压着心里的火 有事就说重点 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 宋浩然深吸一口气 年轻的脸庞带着些许不好意思 我想说 我 我能不能加入你的队伍 叶归岚已经打算关门谢客 硬是被这句话吓了一跳 她努力抬高眼皮看宋浩然 她说要加入队伍 可是为什么 宋浩然 白蕊蕊近乎要拔高到天际的呼唤 让叶归岚狠狠打了一个哆嗦 她肿着眼睛 看着白蕊蕊三步并两步地跑过来 那张翘脸似乎有火在烧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就擅自离队 还说要加入她的队伍 我不答应 我自己的事 凭什么要经过你的同意 宋浩然一脸冷意地转身 对白蕊蕊的纠缠很是不爽 白蕊蕊站在那 听到这话如遭雷劈 凭什么 就凭我和你青梅竹马十几年 我对你用情置身 我是你的未婚妻 那是曾经 况且这门婚事我本身不愿意 宋浩然开口 你我是青梅竹马 但我从没有把你当成恋爱对象 一分一秒都没有 我和你的婚事 那是家里人擅自做主 我不愿意 叶归蓝看着白蕊蕊惨白的一张脸 还有她狠狠晃动了几下 看似站不稳的身体 宋浩然说得挺绝情 白蕊蕊太痴情 但这些有关她什么事 叶归蓝撇嘴 宋浩然 我已经有队友了 这是在意吧 叶归蓝 宋浩然不想这么轻易结束话题 她的手猛然挡住门 我是真心想做你队友 在第一天我没能站在你身边 我很愧疚 嗨 这都不是什么重要事 叶归蓝无所谓的开口 宋浩然却是不同意 不 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 叶归蓝不用抬头 就能感受到白蕊蕊那快要杀人的视线 白蕊蕊站在那 看着宋浩然连回头看一眼都不想的样子 深深吸一口气 好 好 宋浩然 你愿意和谁组队 那就去吧 白蕊蕊转身离开 叶归蓝却是皱眉 她没答应啊 怎么又是你 叶归蓝不耐烦的声音出现 叶归蓝看见她就跟看见救星一样 你回来了呀 叶归蓝挑眉 看着挡在门口的宋浩然 再看叶归蓝那双眼睛 不由愣了一下 你眼睛是怎么回事 啊 这个呀 叶归蓝实在不好意思说是哭的 哭了一晚上 她还能留出一条缝看人已经算不错了 宋浩然说要加入 我不好一个人做决定 你看呢 叶归蓝的眉峰挑得更高 看着宋浩然好一会儿 宋浩然站在那莫名感觉有些尴尬 但还是硬着头皮开口 我不是因为宋老师的关系 我是真心想和她组队 我绝对不会拖累你们 宋老师 叶归蓝疑惑 组队与否和宋叔又有什么关系 行啊 既然她都这么说了 那就加入啊 出乎叶归蓝的意料之外 岳无征竟然同意 宋浩然的黑眸一亮 那就说定了 以后我们三个就是一个小队了 岳无征扫了她一眼 现在你可以让开了 宋浩然有些脸红的退后 那我先离开了 我真的很高兴 宋浩然说完这些 深深地看了叶归蓝一眼 你好好休息 接任务的时候 一定要叫上我 叶归蓝呆呆地点了下脑袋 便看着宋浩然欢快离开 看到出来她是真的高兴 岳无征越过她 直接走进屋内 叶归蓝关好门追了上来 我以为你是不会同意的 岳无征看了她一眼 有免费的劳工送上门 我为什么不用 什么意思 经过这件事 小宗门对任务筛选只会更严格 虽然你已经到了距离级别 但短时间内 新生是不可能接到高级任务 那些堪比跑腿的任务 我才懒得去做 叶归蓝说不出话来 她怎么没看出来 这人这么贼的 岳无征盯着她那双肿成核桃的眼睛 滴滴开口 为什么哭 这是我自己的事 叶归蓝开口 关于叶鹤 她不想多说任何 她昨天晚上哭了很久很久 久到做了一个回到春远镇的梦 推开门 叶鹤便在眼前 叶归蓝也是在梦醒的时候突然意识到 关于叶鹤 她知之甚少 她是她的父亲 但是除了她的名字和制药师身份 旁的 她都一无所知 她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认识哪些人 如何认识的这些人 真正的实力界限 她的制药水平极限 还有为什么要停留在春凤镇 她通通都不知晓 甚至 她和宋求的相识 皆是问号 叶鹤真的离开了 她甚至连离开的理由都无法知道 更甚的 她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寻 除了零空间之内 属于她的灵气 还或真价实的存在 她仿若真的做了一场大梦 她是梦里才出现的人 叶归蓝心痛地认识到 她开口说叶鹤是自己的爹 实在是愧疚难当 岳无睁看她不愿意说的样子 只是嗡了一声 手指叹了过来 轻轻压在她肿起的眼皮上 缓缓地骂撒着 叶归蓝被这突然亲密的举动吓到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只听到了她带着笑意的低语 真的很像核桃 叶归蓝挥开她的手 有些恼火她的亲近 也暗自恼火自己的不知回避 岳无睁退后一步 开口道 还有件事忘了说 你收拾下东西准备去新的宿舍吧 新宿舍 岳无睁点头 坐到床上懒洋洋地开口 送求大友在小宗门关照你的意思 近乎所有人都知道 你和这位分会会长交情匪浅 怪不得宋浩然会说 不是因为送求 送书这么大张旗鼓 看样子也被吓到 她本不想将和她的私人关系公之于众 但是她兴许是见到叶鹤走了的缘故 帮着叶鹤带娃 是这个感觉 叶归蓝有些无奈 这要工会会长啊 虽然只是个分城会长 亲自开口说要关照她 她这个轮空 只怕要一夜之间变成香菠菠了 果不其然 很快便有人过来带着叶归蓝前往新宿舍 先前还说宿舍已成定局 现如今便说条就调 叶归蓝感受着一路旁人的视线 羡慕极度恨 她进了女生宿舍 看着已经整理好的房间 还有那个一脸讨好的摄友 叶归蓝直觉不如和岳吴征在一起 清静 隔天一早 叶归蓝拒绝了摄友强烈入队的请求 盯着众多目光来到中庭广场 远远地就瞧见岳吴征等在那里 不一会儿 宋浩然也走了过来 岳吴征扫了眼看板上的任务 很显然没有任何兴趣 倒是宋浩然很是积极 我们接什么任务啊 叶归蓝刚要开口 便瞧见宋求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亲切不已对她招招手 小归蓝 过来 刷刷刷 广场上的学生们都纷纷看过来 宋求在小宗门虽然是老师 但根本没收过任何学生 顶多象征意义地上过几次制药课程 有太多学生想要学习制药 都被宋求提出的条件挡在外面 用宋求的话来说 以为制药谁都能学的 叶归蓝走了过去 宋求笑呵呵地摸摸她的头发 叶归蓝看着她两撇欢快的小胡子 不好意思地开口 宋书 没必要为了我做到这个地步的 我是明白地告诉所有人 想欺负你要先想想我宋求 宋求笑咪咪开口 我知道这样会让你有些被动 你就先忍忍 宋书也是怕不在小宗门时候 你再被人甩阴招 叶归蓝笑笑 我一定不给宋书惹麻烦 你这丫头惹麻烦就尽管惹 我还会怕麻烦吗 宋求笑着看她 到了聚龄级别 你也可以开始练练新配方 要才够用吗 够用 爹都为我准备了 宋求点头 这三天我都会在小宗门 若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尽管来找我 叶归蓝点头 宋求又嘱咐了几句 这才转身离开 学生们关注的目光依旧没有一开 甚至有人大着胆子靠了过来 叶归蓝 你要不要 她有队伍 岳无争冷着脸走过来 直接挡住了那人 也许是她的目光太过冰冷 那人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叶归蓝抬眸看着周围人 只觉得有些可笑 他们为什么靠近自己 她太清楚不过了 随便接个任务 我们走了 岳无争朝着宋昊然开口 宋昊然连忙点头 随手拿了个任务跑了过来 叶归蓝看着她接的任务 要收集一种额子 这种额子咒服夜初 小宗门山下的那片竹林里就有 叶归蓝不想回宿舍 更不想在这里被当成稀有动物看 直接去了宋昊办公室 埋头开始练习制药 叶鹤那本小册子她还没研究透 上面不下百个的配方像是无尽果实 等着她去一个个摘取 宋昊也乐得高兴 看着叶归蓝制药偶尔直点几下 也是开心 傍晚时分 小宗门山下的竹林之内 叶归蓝拿着手网抬头盯着 偶尔挥几下 便有几只额子落进网内 这些额子身上沾染了一些粉末 在夜里散发着微微淡光 叶归蓝钉着落在手上的这些粉末 这是能入药的东西 只不过一点都不稀有 卖价也不高 不好意思 我接的是这个任务 宋昊然挠挠头 叶归蓝倒是无所谓 什么任务都一样 晚上也挺好 她抬起手网 顺便又捕获了一只 三人在竹林里面走着 不停挥动手网的 只有她们两个 岳无征只是看着 没动手的意思 你还真的一点都不做 叶归蓝看着她 岳无征挑眉 宋昊然倒是任劳任怨 我来我来 怎么你们新生也在这里 有几个人自竹林里走近 看见叶归蓝三人很是吃惊 难不成 你们也是来看美男的 叶归蓝一脸问号 美男 什么鬼 学姐 我们是来做任务的 宋昊然开口 走过来的是三个女生 其中一个听了笑了出来 什么美男 我都怀疑是不是真的有 蓝鑫 你是不是看错了呀 你都蹲了多少天了 鬼影都没逮着一个 是真的 那人就像是精灵一样 我也是惊鸿一瞥 真的太美了 那天晚上 她就依靠在树叉枝上 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不见了 但我确定 她是真的 可是这都几天了 小宗门之内也没这样的美男 哎呀 是真的是真的 我相信一定会再次遇见她的 身姿那么飘逸 气质独特 叫蓝鑫的 一脸痴迷地开口 眼神扫到了月无争身上 愣了一下 身材个头和那个挺像 就是脸差太多 叶归蓝皱眉 什么叫脸差太多 长得好看又不能当饭吃 你懂什么 长成那样的也没几个 那样的美貌是一般人能比的吗 蓝鑫盯着叶归蓝 你倒是长得也不错 但是一股子乡下人的劲儿 哎算了 别和新生较劲 走走 我们继续 蹲你说的那位美男 同伴拉着她往前走 宋浩然忍不住开口 长相好的确有优势 但沉迷成这个样子 和花痴一样 我倒是觉得 她花痴得有点道理 叶归蓝开口 又捕获了一只蝴蝶 爱美之心 人皆有知吗 宋浩然眨眨眼睛 但是爱到要深更半夜来蹲守的地步 有点太过了 这倒是 美景在于欣赏 叶归蓝笑呵呵开口 月无睁听着 忍不住蹦出一句 说到底 还是喜欢好看的 叶归蓝回头 喜欢漂亮的 有什么错 你见到漂亮的人 不会比别人多有几分好感吗 月无睁听到这话 黑眸突然迷起 你就是喜欢好看的 长得好看 我当然喜欢 叶归蓝有些不爽她的反应 甚至读出了几分嘲弄意味 她这是在笑她 喜欢过柳如玉吗 但那都是从前的事了 她还要变招法的提多久 若不是她时不时提起 她早就望到天边了 别吵架啊 宋浩然看出了不对劲 连忙开口 叶归蓝瞪着月无睁 月无睁微眯着眼瞧她 似是也被挑起了火气 我没有任何意思 你不要自己想歪 阴阳怪气 我能不想歪 叶归蓝回嘴 想到柳如玉就火大 现如今被她这么奚落嘲讽 更为火气大 她呢 你也喜欢 宋浩然愣了 这是怎么突然扯到她身上 喜欢 怎么样 叶归蓝被惹恼 不管不顾地吼了出来 只为自己痛快 宋浩然听得又是开心又是慌乱 月无睁突然冷笑一声 二话不说地转身便走 叶归蓝看着她走远 不知为何越想越气 月无睁 宋浩然想喊她回来 叶归蓝愤愤低语 别管她 我们继续做任务 走了 当天晚上完成任务后 叶归蓝揣着一肚子火回了宿舍 接下来的几天 月无睁同她没有说过话 一句都没有 宋浩然为了化解尴尬 只能说单口相声 叶归蓝看着那张平凡无奇的脸 压下了想要一拳凑上去的冲动 嘿嘿 我看那个采集任务不错 就这个吧 宋浩然开口 叶归蓝恩了一声 月无睁仍旧没话可说 宋浩然叹口气 只能自顾自地将任务拿下来 这都几天了 这两人怎么还闹脾气 法阵大厅之内 三人站在传送阵上 传送阵刚要启动 又有几个人赶忙走了过来 等下等下 我们一起 五个人迅速站进法阵之内 叶归蓝被挤得只能被迫往后站 是你呀 这声音让叶归蓝抬头 柳如玉正站在她面前 叶归蓝听到了月无睁的冷笑 无名邪火又窜了上来 她看着柳如玉那张脸 缓缓地握紧拳头 扯开了一抹笑容 好久不见啊 柳如玉愣了 她一开始便没将叶归蓝看在眼里 但现如今叶归蓝翻身了 她同宋球的关系让柳如玉都忍不住有些后悔 她先前那么迷恋自己后期又冷若冰霜 柳如玉想找个借口靠近都不成 没想到叶归蓝突然对她笑 柳如玉压在心底的苗头猛然窜了上来 这是不是个机会她再对自己示好 法阵的光芒闪现 带着几人到了一片平原 这只是个简单采集任务 这片区域也没任何危险 柳如玉的队友似乎知道她的小心思 既然来了就一起做任务吧 那边似乎比较多 宋浩然莫名其妙地被这几个拉着走远 越无争面无表情地跟了过去 只剩下叶归蓝和柳如玉站在法阵附近 要和我一起做任务吗 柳如玉开口 叶归蓝低着头 好啊 柳如玉忍不住有些惊喜 她没拒绝自己 看来是对自己的好感好在 毕竟追了那么多年 她也不信她就这么忘记了 柳如玉想到这里 忍不住心头美滋滋 去那边吧 人少一点 叶归蓝乖巧听话地跟在她身边 像急了从前追她的样子 柳如玉心头开始膨胀 说到底 她过去嫌叶归蓝除了一张脸什么都没 她单纯好骗 说什么信什么 柳如玉只觉得厌烦 但现在的叶归蓝 和从前不一样 似乎没了那副脑袋空空的白吃劲儿 配上这张脸 再加上和宋求的关系 柳如玉咽了一下口水 她接手 也不是不可以 叶归蓝 你对我若还像从前那样 我可以考虑和你在一起 叶归蓝站在那 依旧低着头 柳如玉见她这般 多了几分自信 你要加入我的队伍 别和其他男人混在一起 成何体统 行啊 叶归蓝滴滴开口 柳如玉听到开心坏了 刚要继续说 叶归蓝抬起了头 那张好看的小脸挂着木偶一样的假笑 你的脸是有多大 以为我还会喜欢你 啊 柳如玉瞪大眼睛 盯着叶归蓝 你 怎么 知道我和宋求的关系不错 不要脸也要贴上来了 叶归蓝假笑着 想到因为她浪费的那些年 想到她受到的莫名奚落嘲讽 叶归蓝心头的怒火越放越大 柳如玉也被惹恼 你再敢说我 砰 柳如玉没反应过来 一记重拳 直接敲在了她的鼻梁上 她疼得直接冒泪 不敢相信地看着叶归蓝 你敢打我 打你了 怎么样 啊 一脚踹了上去 柳如玉疼得单膝跪地 一只手捂着鼻子 一只手捂着膝盖 刚要反击 叶归蓝又一记巴掌甩了过来 啪 我又打你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叶归蓝 啊 又是一拳 接上一脚 还是不够 叶归蓝像是发泄怒火一样 将柳如玉按在地上 脸上的假笑也挂不住 她的眼底燃烧着熊熊怒火 柳如玉被揍得根本无法还手 只能不停地哀嚎 想躲也躲不开 啊 不知道打了多少下 叶归蓝站起身 又狠狠补上一脚 柳如玉躺在地上 一张脸被揍得鼻青脸肿 你 你给我听好了柳如玉 以后见到我你最好装不认识 再敢提起关于我 哪怕只有半个字 信不信我把你打成残废 叶归蓝阴着一张小脸 柳如玉听着这流氓般的威胁 狠狠哆嗦了一下 你可以不把这番话当回事 那就不妨来试试看 你的手脚会断几次 叶归蓝自上而下地看她 柳如玉一口血连带着被打掉的半颗牙土了出来 叶归蓝 这次青莲山脉是你命大 下次别想有这么好的运气 我倒是想看看 我和你到底是哪一个先倒霉 啊 又是一脚 踹了上去 叶归蓝笑了 她看着柳如玉 你以为 那只爆桑鸟是怎么死的 柳如玉突然就眉声了 她呆呆地看着叶归蓝 脑子有些转不过来 看着她笑着走远 柳如玉只觉得冷气自脚底开始生疼 窜满了全身 她半嗓才捂着脸坐了起来 爆桑鸟 是间隙级别啊 叶归蓝奏完心情大好 等柳如玉 对友见到她的样子 都忍不住喊了出来 柳如玉却是半个字不说 甚至眼睛都不敢看叶归蓝 任务很快就完成 柳如玉却说什么都不肯和叶归蓝一同回去 叶归蓝笑呵呵地站进法阵之内 看着她怕自己的模样 笑容更深 她那个样子 是被你打的吧 三人走出法阵 宋浩然忍不住开口 叶归蓝心情大好的点头 是啊 早该那样揍她了 岳无睁眉忍住笑了出来 宋浩然却是皱眉 可是柳家是五等家族 她是柳家的独苗 你这样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宋老师虽然是很大的靠山 但家族势力牵扯太多 你 打了就是打了 还需要理由 还需要挑日子 宋浩然背对得哑口无言 她自小就身在家族之中 知道家族势力盘根错节牵扯太多 她向来做事思虑很多 叶归蓝如此简单的行动派 倒是让她无从说交 这是若换作她 只怕要窝囊死了 铜白蕊蕊的婚事不就是一个例子 要不是因为叶归蓝 她只能窝囊的同一个根本不喜欢的女子成亲 度过一生 有宋求在 有家不敢惹她 岳无睁开口 宋浩然仍然有些不信 只是很快 一个人匆匆而来 不是别人 正是玉玲老师丁玄 她来得匆忙一脸愁色 将叶归蓝拽到一旁说话 岳无睁勾起一抹淡笑 桑柔现如今都应该后悔去招惹了她 丁玄从来都没有想过 她在千山小宗门执教这么多年 同一个新生说话能如此第三下四 就算心里如何不愿也没办法 丁家依附着桑家多年 但是现如今桑家遇到的可不是小麻烦 桑家已经买不到一颗丹药 什么丹药都买不到了 一开始桑家还被不以为意 以为是受到了对家打压 在稀有丹药之上 互相争抢是常有的事 抢不到也没什么 毕竟谁都不能总是赢家 但桑家万万没想到 他们买不到的不仅仅是稀有丹药 稍微特殊一点的 本来他们势在必得的丹药 都会被人高出价格买走 就算是桑家故意出的离谱价格 对方照单全收 桑家这才意识到 是有人在整他们 不是对家 是别的什么人 很快 交易行之内 桑家再也买不到任何丹药 不出几日 普通丹药竟然也拒绝售卖 这让桑家百思不得其解 一颗丹药都买不到 这该怎么办 桑家长辈想来想去 只觉得又和桑柔有关 连忙传递消息到小宗门 丁玄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宋求竟然直接出手了 我让桑柔给你道歉 这事就过了吧 丁玄不想把身份放得太低 他好歹也是五等家族 叶归兰虽然有宋求罩着 但他没任何家族势力依靠 说到底还是个小辈 他还是小宗门的老师 这么和他讲情也是可以了 叶归兰没明白怎么回事 这一位玉林老师单独找他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 哪件事 他被抱桑鸟捉走的事 看叶归兰没出生 丁玄的脸色也不由得沉了 叶归兰 你没有性命之威也没受伤 桑柔他针对你的确不对 但这是上升到整个家族 不至于吧 丁玄盯着叶归兰 你今后要在千山小宗门学习不短日子 还是不要轻易与人结怨的好 丁老师 我能大难不死回来是我自己幸运 桑柔自我入学之前就几次三番针对我 到了小宗门插手寝室调配不说 还故意拖延救人时机 你要知道遇险的不止我一个人 叶归兰看着丁玄 因为这是李红英被抠出全部学分 她知道的时候还吓了一跳 后来才知道所有的事情 她护着桑柔是她自己的选择 叶归兰凭什么也护着她 又不是她妈 丁玄被对了回去 她这么牙尖嘴利的 这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肯罢休 这是已经不是我能决定的了 叶归兰娇笑 这位丁老师似乎没明白 事情的重心在哪里呀 叶归兰看着丁玄殷勤不定的脸 她执意以为只要她肯点头这事就能结束 不会真的这么天真吧 难不成真要桑柳长辈到你面前来亲自开口 丁玄皱眉 叶归兰 你只是一个小辈 桑家再不济也是四等家族 如此彻底地得罪四等家族 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现在搞不清楚事情的 是老师 你自己吧 叶归兰开口 面对丁玄 面对她口中的四等家族 叶归兰只是擒着一抹淡笑 大有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 宋书心疼我 所以动怒了 丁玄挑眉 这是在炫耀和宋求的关系 我知道宋老师同你的关系 我的意思是 这是宋书想做的事 和我没关系 丁老师 你应该去找宋书 而不是来找我 叶归兰笑的乖巧 我能有多大本事 让宋书去针对桑家 只是宋书觉得 这是在她那过不去 你 丁玄不知道该说什么 去找宋求 她也要有这个脸面 宋求肯见她在说 老师 至于桑柔道不道歉 我都无所谓 我只是觉得李学姐才是真的无辜 丁玄的脸上只写满了两个字尴尬 她想说什么 但又觉得解释才是多余 叶归兰已经说到这份上 她在死缠烂打下去 做老师的最后一点自尊都没了 丁玄碰了一脑袋灰 只能愤愤离开 叶归兰看着她的背影 只是冷冷一哼 心里对她说的事也感到惊讶 她原以为宋书在小宗门当中表明自己的态度 已经是对她的照顾 谁能想到是还远远没完 她竟然直接压到了桑家头上四等家族 被制药师分会长压到如此 宋书这是用了多大力气 叶归兰站在那 她是真的生气了 这是若是换作她爹叶鹤 叶归兰苦笑 只怕桑家会被彻底掀了 想她做什么 叶归兰哼了一声摇摇头 只觉得宋求要把叶鹤发火的那份一病发泄 不然出手不能这么狠 这是带疼女儿 丁老师找你说什么 难不成又要难为你 宋浩然走了过来 她护着桑柔 肯定说不出什么好话 她的确说的不是好话 反正这事现在和我无关了 叶归兰怂怂肩 桑柔都没说主动来和她道歉 丁玄却是自己来了 可见丁家依附于桑家多紧密 她护着琳兰可不是表面那种 不过桑家被压得这么狠 想想还是有点开心 这之后的日子 不管是丁玄和桑柔都没有在找叶归兰 有如玉则是躲得更彻底 远远地见到叶归兰 就像老鼠见到猫般逃窜 恨不得在小宗门的十日 一次都见不到她的脸 至于白蕊蕊 并没有因为宋浩然的加入 常来找麻烦 大概是出身五等家族最后的骄傲和自尊 让她不能屈膝讨好 但每次见到叶归兰 都是那副你抢了我男人的表情 甚至有些不堪的留言在私下里传着 叶归兰并不在意这些 这是她来到小宗门之后 难得的清静日子 除了那个对叶美男越来越花痴的某女 其他都挺好 来到小宗门已经差不多月余 经过叶归兰那件事 小宗门对新生的任务删选极其严格 危险任务一缕不准新生接取 头几天还好 任务哪怕再无聊都能忍 但时间稍微异常 如同嚼辣 叶归兰这几天心情不佳 疯狂想要倒贴讨好的室友 只让她感觉过躁 而凌空间的某只 也许是饿得实在受不住 也是不住嘴的嘟囔 叶归兰头疼不已 如此卡着任务 她上哪弄魔兽的灵种去 我说你给我弄不到吃的就算了 你自己的实力也没半点提升 咋就不知道着急呢? 继灵很是不满 不是老子给你泼凉水 照你这个速度 这辈子都别想出巨灵级别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说你还不乐意听 你实力没提升也就算了 现如今还不知道自己要选哪条路 脑子是不是有坑? 叶归兰被说得有些火大 提升实力她不知道吗? 可是有继灵这么一个玩意在 她要怎么提升? 天知道千山小宗门之内有快速提升灵力的灵力场 虽然要用学分来兑换次数 她若是想 兑换一百次也不成问题好吗? 但是这灵力场对她没用啊? 就那点灵力 继灵塞牙缝都不够 知道了知道了 她终于被嘀咕得烦躁非常 第二天就决定自己今后的路 她不是没想过 而是犹豫不决 第二天叶归兰站在御灵所的门前 深吸一口气 推门走了进去 那不是叶归兰? 我猜 真的是那个叶归兰? 她来这里做什么? 难不成想要当御灵师? 御灵所内的学生们 眼神纷纷扫来 叶归兰只觉得自己像个珍惜动物被参观一样 顶着众多目光往里面走 有不少新生也到了这里 对御灵师职业都充满了很大的期待 叶归兰站在最后面就和站在最前面效果一样 所有人都纷纷回头看 叶归兰面无表情地站在那 只看见人群中一张熟悉的脸 白蕊蕊那双眼睛 快要把她瞪穿了 今天就你们这些人了 来吧 通过御灵师考核的才算过关 通不过的 就另你其他路吧 御灵师并不适合你 一位年轻女教师走了过来 看了眼这些年轻陌生面孔 等了很久的新生们跟着她往里面走 一路上都忍不住互相兴奋低语 叶归兰一个人走在最后面 御灵师的考核 难不成是要御寿? 御灵师顾名思义 是以御灵闻名 若是连魔兽都驾驭不了 没资格称为御灵师 那边笼子里面的 是实力最弱性格温和的鹿鹿鸟 一人一只 成功御寿就算通过考核 十几个笼子堆放在空旷的场地一边 每一只笼子里面都是一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小鸟 这样的种类若不是因为血统的确来自魔兽 真的有损于魔兽一族在外的威风 笼子被一个个打开 鹿鹿鸟被轻易地抓出来 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怎样御灵不用多说了吧 这样的魔兽都驾驭不了 还是趁早走人 年轻女老师一边观察着一边开口 叶归兰是最后一个 她打开笼子 将那只鹿鹿鸟拿了出来 这只鹿鹿鸟只不过间隙三级 应该没有人会失败才对 属于叶归兰的灵气缓缓自灵空间内的灵种而出 画成一缕丝线沿着她的手臂而来 马上接触到手掌上鹿鹿鸟的瞬间 一声凄惨的鸟鸣窜出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叶归兰目瞪口呆地看着掌心中这只鹿鹿鸟 近乎在瞬间之内掉光了身上所有的羽毛 扑通一声 直接掉在地上 死了 她发誓 她真的什么都没做 叶归兰看着地上那只瞬间掉光芒的鹿鹿鸟 怎么感觉像是被碰瓷了 这位同学 你怎么回事 年轻女老师快步走过来 看到掉在地上已经死透的鹿鹿鸟 不由得也是愣住 你 是怎么搞的 非要弄死她做什么 叶归兰刚要说话 年轻女老师似乎不想听她解释 又从笼子里面拿出来一只 虽然这只是实力低微的品种 但也不能太肆无忌惮 不把生命当回事 年轻女老师看着叶归兰 现在的小孩子 都这么暴脾气的 叶归兰知道解释无用所幸闭嘴 年轻女老师将鹿鹿鸟递给她 叶归兰沉默地接过来 如出一折的表现 鹿鹿鸟到了她手上不出几秒 毛全部掉光 如一块僵硬的石头般筛在地上 又死了年轻女老师跟见了鬼一样 一时间也没说出半个字 再次确认了一下地上的那只的确已经死了 叶归兰站在那 嘴角微微扯了下 可不是她做的 你是不是对她做了什么 年轻女老师抬起头 这只是御灵考试 你不要耍小聪明 以为这样就能引起别人注意了 这次换叶归兰是见了鬼斑的表情 她有点不敢相信的 看年轻女老师 老师你说什么 年轻女老师皱眉 总有人自以为是 你这样的学生我见过 别的不行 啥起小聪明来倒是很能耐 叶归兰敏纯 其他的新生们早就完成了御灵 开始驯服鹿鹿鸟做着各种动作 除了叶归兰 所有人都轻松通过了御灵考核 年轻女老师开口道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若是还不能正式 就去树林和武林那边 又是一只鹿鹿鸟 这次叶归兰却没有接 她看着那只小鸟 接过来一定是同样的结果 到底是 是不是你 叶归兰忍无可忍地吼了出来 凌空间内 一双金色瞳孔缓缓睁开 听着叶归兰咬牙切齿的声音 眼里多少有些不耐烦 是老子 咋的了 你要做什么 那只是一只见习三级的而已 她自己被吓死的 关老子啥事 老子啥也没做 叶归兰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兑回去 不知道季灵的真正实力 但她这么能吃 又在自己的凌空间内 总不会是什么简单家伙 但是直接被吓死 有没有这么夸张 叶归兰 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人 鹿鹿鸟都不放过 白蕊蕊的声音拉回了叶归兰心神 老师 我知道她 她一向都爱耍这种小聪明 小手段多得很 现如今有宋老师坐靠山 自然没什么是不敢做的 你就是叶归兰 年轻女老师多看了几眼 你该不会以为有宋老师坐靠山 真的可以在小宗门内横着走了 你是过来捣乱的 你该不会是御灵失败 就把这只小鸟弄死了 白蕊蕊说完 年轻女老师的脸色顿时沉了几分 叶归兰 御灵考试不是儿戏 你给我认真一点 能就是能 不能就是不能 你要是再把鹿鹿鸟怎么样 就趁早走人 叶归兰沉默地站在那 年轻女老师有些咄咄逼人 白蕊蕊更是在一旁火上浇油 她分明什么都没做 鹿鹿鸟胆子小直接被继灵吓死 她能怎么办 外面的声音也清晰地传入零空间内 继灵听得很是暴躁 关他们屁事 刀倒个没完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被这么说 叶归兰开口 算了 这一只送到我手上还是会被吓死 我不尝试了 玉灵不适合我 叶归兰 年轻女老师低喝了一声 叶归兰淡笑一声 不了 她看着那只明显已经瑟瑟发抖的鹿鹿鸟 转身便向外面走了 白蕊蕊在后面嘲笑 没这个自治还想什么呀 你还真的是来捣乱的 年轻女老师有些恼火 看着死在地上的两只鹿鹿鸟低声说了些什么 叶归兰通通全当听不见 走出玉灵所 叶归兰忍不住吐出一口气 想了想 直接去了武灵所 你就是叶归兰啊 石磊的大嗓门 说出的话似乎都带着点回响 看着她的快肉肌肉 叶归兰点点头 武灵所可没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考核规矩 谁都能来学 百无禁忌 石磊看着叶归兰 不过你这小身板要多提升一下 是 叶归兰苦笑 石磊哈哈一笑 不过身材并不是特定要素 只要你能爆发出足够的力量 外形如何都是次要的 叶归兰 宋昊然惊喜地跑过来 见到叶归兰出现在武灵所实在是惊喜万分 这几天她和岳无争都不喜揭取任务 三人小队就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宋昊然入小宗门的第一天就加入了武灵 她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叶归兰 她觉得幸运女神站在了自己这一边 宋昊然本就是阳光型帅哥 笑起来带着年轻特有的朝气 如一轮出生的小太阳 她刚来武灵所 已经吸引了不少姑娘的注意力 叶归兰看着她脸上阳光笑容 很想装不认识 一个白蕊蕊就够了 好巧啊 叶归兰开口 宋昊然眼底带着惊喜 对着她爽朗笑着 想不到我们都在武灵宗 真的很巧 宋昊然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你是第一次来 这里挺随意的 没什么固定的休息路子 只要照自己喜欢的来就行 石磊老师算是最资深的 她的课一般都是抢着听 武灵宗的人也好相处 性格都很放得开 他们也喜欢更为直接的切磋 来增进彼此友谊 宋昊然谴笑 你有什么不懂的也没事 有我在呢 叶归兰点点头 明显感觉到很多姑娘的视线都集中在宋昊然身上 我随便看看 你忙你的 叶归兰白白手不打算 让宋昊然围着自己打转 连忙找个借口开溜 若是知道她在这里 她就选树零锁了 叶学妹 来过一招吧 没走多远 一个男生跑了过来 脸色有黑发亮 对着叶归兰一笑 一口白牙更显突出 叶归兰愣了一下 感觉得出对方并没有恶意 怎么样叶学妹 叶归兰轻笑一声 点点头 她虽说在外表上不如她强壮 但好歹她也是聚零三级 灵气的实力可不会比其他人弱 周围的几个一听也来了精神 叶学妹 等下也和我过招吧 还有我还有我 我也想和叶学妹过招 不一会儿 四五个便围了上来 叶归兰看得有些傻眼 搞什么 她才来第一天而已 要不要这么急于一时 她才来第一天 不要太热情吧 宋昊然本来想走开的 却听到叶归兰这边有人要和她过招连忙走过来 不是一个人想 而是很多人都想和她过招 宋昊然挡在她身前 让她还两天怎么样 宋昊然 这个时候就别做护花使者 叶学妹也不能有这么弱 被暴桑鸟抓走 都能毫发无伤地回来 早就想领教一下了 武灵所的学生们都跃跃欲试 叶归兰的事可是传遍了 他们想的没别的 只想和叶归兰过招 不知为何 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过来 史磊听到动静也大步走了过来 哈哈 不错嘛 叶归兰 也别小气 大方的过招就是 他们都不会很过分的 就算实力不济 别人也不会笑你什么 叶归兰苦笑 那好吧 过招就过招 先对她发起过招的男生嘿嘿一笑 宋昊然你快让开 我要和叶学妹过招了 宋昊然只能让到一边 有些担心叶归兰 武灵所的学生性格都很直 说什么便是什么 也许是被武灵之道影响 在武灵人眼里拳头的力量比任何语言都来得直接 我教广开 聚灵二级 叶归兰笑笑 既然是规矩 她也要自爆家门 叶归兰 聚灵三级 聚灵三级 周围人都忍不住低呼了出来 宋昊然瞪大眼睛 她已经是聚灵级别了 叶学妹 聚灵三级 了不起啊 广开一听 也是愣住 随后哈哈笑了出来 知道你是轮空进来 没想到你的实力竟然深藏不露 怪不得能自爆桑鸟口中活着回来 不得不佩服 武灵所的学生们兴奋得纷纷低语 叶归兰可谓是这一届新生的传奇人物 轮空进来都以为她是捡了便宜 却没想到这是个真正厉害的 就连石磊也不由得激动几分 聚灵三级 她捡到宝了 还请叶学妹赐教 广开也不扭捏 知道自己实力不如叶归兰 也大放开口 叶归兰笑笑 其实不太明白过招要做什么 是直接开打还是怎样 广开深吸一口气 突然出手 拳头夹带着一阵风声袭来 叶归兰在拳风到来之前后退半步 广开见状连续出拳 拳风静猛 大有不停歇势头 叶归兰躲闪巧妙 都是在拳风到达之前避开 广开只觉得她像只泥丘 根本抓不到 叶学妹 你不要总是躲呀 广开摸不到叶归兰 也不见她出手 忍不住喊了一句 周围旁边的学生们也都很疑惑 她怎么只知道躲 不还手的 实类也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这小姑娘躲得倒是很有经验 但是打架 总不能一直躲着 总不能开打就准备跑吧 你总躲啥 不知道还手的 继灵似乎也来了兴趣 让老子来 别 叶归兰没吼完 只觉得一时像被强行抽离身体一般 一缕金色的灵气自继灵那里 到了她灵种周围 而始终营绕在灵种旁边 那一缕属于叶鹤的灵气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将那金色灵气直接顶了回去 继灵发出恼火不已的嘶吼 两缕灵气瞬间的交锋 却让叶归兰痛苦地直接吐了一口血出来 广开见到连忙后退 连连摇头 我没打到你呀 你怎么吐血了 叶归兰 宋浩然一个剑步冲了上来 看着那一口喷在地上的鲜血 不免有些心惊 叶归兰看得自己也是心头狂跳 刚才那一下的冲击始料未及 她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喷出来 气血翻涌的感觉 她太熟悉了 只不过这次不是喷鼻血 是直接喷血 我真的没有打到你 叶学妹 你没事吧 广开上前一步 想要去扶叶归兰 被宋浩然挡了下来 广开皱眉 宋学弟 真不是我动的手 我根本没有打到她 宋浩然皱眉 叶归兰直接吐出一口血 谁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广开站在那 一时间有些尴尬 真的不是我 不关她的事 叶归兰站起身 将嘴边的血抹干净 学长抱歉 我有些不舒服 先回去了 叶归兰轻甩开宋浩然扶着她的手 我没大碍 回去休息一下 那好 你好好休息 宋浩然也识去的没在上手 叶归兰扭头走出了武学所 广开仍旧一脸疑惑 真的不是我 我发誓 她都躲开了我的攻击 我连她的衣服都没摸到 哎呀 相信你呀 叶学妹好歹也是距离三级 怎么可能被你一个二级打到吐血 武学所的学生们都没当回事 就算是广开做的也无所谓 切磋笔试不小心打到对方也是尝试 点到为止都是说得轻巧 石磊看着叶归兰走出去的身影 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她方才分明看得清楚 广开真的没有摸到她半分 但是这口血是怎么喷出来的 她难不成自己原先有伤 想到这里 石磊一下子恍然大悟 是了 她经过青莲山脉 这次怎么可能真的毫发无伤 自爆桑鸟那里安全回来 一定也经历过什么 但是她半个字都没提 石磊忍不住心生几分喜欢 这小姑娘 不错啊 嗯 叶归兰出了五学所 脚步飞快地往送球的制药办公室跑 送球员是有事中途赶回来 现在她也继续忙自己的事 只不过将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叶归兰 她可以随时出入 叶归兰走得很快 季灵恼火的嘶吼不断回荡在脑子里 而灵空间内两种灵气的交锋似乎上了引斑 属于叶鹤的灵气死死护在叶归兰灵种旁边 不让季灵的灵气靠近半分 越是阻拦 季灵越是恼火 金色灵气毫不客气地冲撞而上 属于叶鹤的灵气也毫不示弱地反顶回去 两种灵气像是互相较劲一般 丝毫不顾忌叶归兰的感受 叶归兰惨白着一张小脸 只感觉全身的气血汹涌激荡 她只怕要再吐一口血出来了 叶归兰 偏要在这个时候 有人来 叶归兰脑子嗡的一声 根本不想理会 她只想早一点到宋叔的办公室 一个人 一个人呆着 叶归兰 叫你听不见吗? 桑柔一脸恼火地过来 二话没说 直接横在面前 桑家被押的是她知道 丁璇去找叶归兰无果的事她也知道 知道宋求是因为叶归兰才出手 桑柔多少心里有些后悔 但她可拉不下脸面去道歉 现如今丁璇告诉她 找叶归兰也无济于事 她心里的那点后悔转化为愤怒 你要是看不过眼 冲着我来 去压我家族是什么意思? 叶归兰现如今难受得很 她猛然想到 在那个满是魔兽肉香的恶心客栈里也是一样 她要出去 桑柔翩翩拦着她 她和桑柔本就不相识 只不过在某个店里匆匆见了一眼 她也只不过挡在那个卖兽环的柜台前几秒 这人就盯上了自己 不依不饶 避不开 躲不掉 她自己还一个劲地冲上来 叶归兰此刻的耐性彻底归零 什么冷静退让 都滚一边去吧!滚到一边去! 叶归兰开口 她忍着胸口腰喷血地冲动 抬手把桑柔往旁边狠狠一推 桑柔愣了 她敢动手 察觉到桑柔的意图 叶归兰毫不客气地身影一闪 没了先前的乖巧公顺 更没了前几次的退开避让 她现如今因为身体的极度难受像是换了个人 一张本来甜美的脸竟然显出了几分争鸣 叶归兰一手揪住桑柔的衣领 近乎是用提的 将她拎到自己面前 我警告你 再拦着我 我可不会让送书只是压这么简单 你! 桑柔看着叶归兰变了的脸色 她的话直达大脑深处 让桑柔也只能压下心中的火 叶归兰这才松手 脚步更快地往制药大楼跑去 桑柔站在原地 硬是没敢追上一步 叶归兰 你给我等着 噗! 没等跑到制药大楼 叶归兰已经忍不住吐出一口 好在这里是制药大楼的侧门 本就很少人来这里 尤其是宋求不在的情况下 叶归兰忍受着身体传来的阵阵痛苦 又是一口血直接吐出来 她神色虚弱 甚至有些气喘地贴着墙坐下来 继灵就跟疯了一样 她的声音根本传不到她那里 嗯! 叶归兰痛苦地蜷缩起身体 整个人快要缩成一个球 她不知道继灵还要撒泼多久 更不知道她的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住 若是再这么下去 她要被折腾死了 该死的 还不停骂 她是不是疯了 叶归兰痛苦地喃喃低语 原本相安无事的 谁能想到 因为一个小差错就造成如今局面 继灵疯了般得非要较劲 而爹的灵气也只是想保护自己罢了 叶归兰满头是汗 只觉得浑身如玉冰火两重天 热得出汗 接着又掉入冰窟 侧门明明就在自己眼前 可她却没力气抬起手臂退一下 甚至连爬的力气都没 她只能蜷缩在这里 等待着这一场不知道何时才能停下的灵力对决 在这个时候 叶归兰才体会到自己何其弱小 弱小到连存在于自己体内的东西都控制不住 任她放肆 摧毁自己 叶归兰 这声音像是刺破黑雾的光 让叶归兰近乎要痛苦到颤抖的身体舒服了几秒 她艰难的抬眼 视线已经开始有些模糊 是谁 岳无争看她明显已经有些神志不清的模样 当下意识到了什么 弯腰将她直接抱起 顺手推开了旁边的制药大楼侧门 叶归兰毫无抗拒地窝在她怀里 用最后的力气颤巍巍地将送球交给她的钥匙拿出 去办公室 这几个字从她牙缝里挤了出来 随后人也跟着失去意识彻底昏了过去 喂 你怎么说晕就晕的 岳无争看着突然就昏厥的叶归兰 有些着急 匆匆走到最里面的房间 拿着钥匙打开门 岳无争这才发现叶归兰浑身大汗淋漓 她的脸色已经越发不好看 岳无争将她小心地放下 将门细心地迅速关好 甚至不忘反锁 迅速走到叶归兰身边 她修长的手指直接探到叶归兰的腹部 派她的衣服贴了进去 岳无争深吸一口气 再次睁眼的瞬间 金色光芒自她的眼底划过 属于她的灵气顺着她掌心贴着的位置 想要进入叶归兰的身体之内 她娘的 来了一个又一个 你们当这里是谁的底盘 都给老子通通滚出去 继灵敏锐地发现又有一抹灵力要入侵进来 更加恼火不已 岳无争的灵气直接被她反弹出来 脸色有些难看 非要比我用强的 岳无争喃喃低语 看着叶归兰彻底昏过去无意识的样子 低咒一声 手掌拖着她的脑壳 脸便缓缓压了下来 薄唇贴在了她有些泛冷的唇上 一抹淡淡的红出现在她白净的脸颊上 她贴近着看叶归兰的脸 她的汗水顺着她的脸颊滚落 到了两人接触的唇边 岳无争的心跳莫名开始加速 她微微垂眸 将心头的躁动强压了下去 专心眼下的是 属于她的灵气 顺着两人接触的唇入侵到叶归兰的身体内部 不如先前的试探 这一次她带着蛮横的狠劲一路冲到了叶归兰的灵空间之内 正在发火的继灵见到 不免愣了一下 她怎么进来的 滚出去 继灵在黑暗之中嘶吼 那双金色瞳孔盯着已经入侵而来的灵气 灵气缓缓化形 变成了岳无争真正的容貌 那张俊美无双的脸看着继灵那双金瞳也没多少惊讶 她没理会继灵而是直接走到灵种旁边看着牢牢互助灵种属于叶鹤的那抹灵气 岳无争总算明白发生了什么 叶鹤爱你竟然到如此地步 岳无争看着那抹灵气 换灵级别 先前我倒是小瞧了她 小子 没听到老子的话吗 滚 继灵被叶鹤灵气弄得十分不爽 现如今 岳无争对她不理不睬更是恼火非常 岳无争回头 盯着她那双金色瞳孔 冷笑道 你再闹下去 她会死的 死就死 老子才不管这些 她若死了你也跟着肖王的道理 你不会不知道吧 岳无争一副看傻子的表情 把继灵看愣了 你再这么闹下去 叶鹤的灵气为了对抗你保护她的灵种 只会释放更多的威压 她一个巨灵级别 怎么可能承受得住 继灵无话可说 金铜身处的火焰也悄悄退却 她怎么就忘了 这小丫头也不过是巨灵级别 可是这小子 怎么一副见到她不稀奇的样子 小子 不用你来废话 可是你闹得她已经半死不活了 岳无争冷了俊脸 你现在还没本事离开她 以后更不好说 我劝你最好安分一点 暗处 锁链托行地上的声音越来越剧烈 继灵的金铜危险密起 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 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 岳无争反问 继灵愣了一下 似乎看到了什么 你小子竟然是 想要自己活得久就对她好一点 岳无争的灵气缓缓消散 看继灵已经平复下来 她打算要离开了 但是继灵见到她要走 竟然有些急着喊了出来 小子 回来 放我出去 让我出去啊 岳无争笑了 她的画形已经完全消散 我可没这个本事 不如你去求求叶归兰 继灵愣了 随后明白 竟然被她调侃嘲讽 不免爆发出一声不甘怒吼 岳无争的灵气完全收回到体内 唇却没有离开叶归兰的 她看着近在咫尺的美丽五官 随着继灵的安分她应该会迅速好过来 岳无争微皱眉 她现在算是在 吻她吗?感受着唇的柔软 岳无争垂眸 没错 是在吻 午后的阳光透着玻璃窗洒了进来 叶归兰整个人沐浴在这片暖阳里 缓缓地睁开双眼 她仿佛自地狱里被拉回来 刚才那股快要撕裂身体的难受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叶归兰猛然坐起身 发现这里是宋求的办公室 她是什么时候到这的 难不成是用爬的? 你醒了? 叶归兰猛然转头 便瞧见背后书架之后 走出来一人 岳无争手拿着书看她 你昏倒了 现在感觉如何? 没事了 叶归兰低语 呃 是你扶着我进来的吗? 叶归兰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都不知道 真是多谢你了 叶归兰看了她一会儿 翻开书低头扫了几眼 没事 还好你不沉 我抱着不费劲 叶归兰一下子有些脸红 是用抱着的吗? 我没事了 这里是宋书办公室 我们出去吧 叶归兰站起身 送求办公室她进来无所谓 但说到底是她私人地方 叶归兰将书放了回去 宋老师这里书籍种类很多 看得出来她对制药的研究热情之深 这是自然 毕竟是制药工会分会长 叶归兰打了一句哈哈 叶归兰开门走了出去 两人走出制药大楼 暖阳更多地洒了过来 叶归兰只觉得浑身舒畅 想着刚才自己的感觉 她如果有可能 真的很想揍上机灵几拳 既然你没事 我就先走了 下周我们再接任务 岳无征干脆利落地转身 叶归兰看着她就这么走了 她什么都不问 一点好奇心都没有的吗? 不过这样真好 她没有半点负担 叶归兰接触到更多的人 越是能发现 岳无征的与众不同 她对自己的事从不多问 纵然发生了特殊情况 她也没点好奇心 似乎她做什么都没什么好怀疑的 只要她不说 她便不会开口问 她帮了自己这么多 自己是不是也多少应该有所回报? 叶归兰回身又走进了送求办公室 尽她所能 做出她能做的最好单要 这份回报的诚意应该够了吧? 喂! 纪灵的声音突然传来 比起方才的强势现在弱了太多 叶归兰全倒没听到 开始在玉佩空间内找寻着材料 好一会儿 纪灵见她根本不理会自己 忍不住又开口 小丫头骗子 我知道你听得见老子说话 别不理人啊! 你不算人! 叶归兰冷冷开口 纪灵听得出来她恼火 方才她有些失去理智 是我不对 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叶归兰没理 摆弄着药材准备开始制药 纪灵等了一会儿 实在忍不住又再次开口 老子是急了 有陌生的灵气进来 已经很憋屈了 也不想想 这是老子的底盘 当然是老子说的算 叶归兰的手微微停了一下 纪灵的话再次想起 老子自然是要示威的 一不小心没停下来 嘎吱! 叶归兰手里的药材被她猛然捏碎 属于里面的灵气缓缓探出 叶归兰眯起黑眸 将剩下的所有药材 一、一、年、岁 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 她滴滴开口 将这些药材的所有灵力尽数用自己的灵气包裹 看着不断在自己灵气之中挣扎的药材灵气 叶归兰低声开口 这是我的灵空间 是我自己的身体 而你 在我的灵空间之内 叶归兰缓缓闭上双眼 想着叶鹤小手册上的方向指令 她自己的灵气开始疯狂蹂躏这些药材灵气 在树下的蹂躏之后 所有的药材灵气被她的灵气强行压缩得越来越小 直到变成一枚圆形的丹药 啪!成型的丹药落在叶归兰的掌心 甚至还带着淡淡温度 叶归兰将丹药缓缓握住 一个用力捏碎了 在制药方面 她受到叶鹤非常深远的影响 她同她的爹一样追求制药的极致表现 在她们妇女眼里有瑕疵的丹药 不如不要 哪怕这丹药在别人眼里也是一丹难求 看着丹药尽数化作粉末 叶归兰轻轻一挥 喃喃低语 现在我是不能拿你如何 但是以后 在我的地盘 只能我说得算 整整三天时间 叶归兰就呆在宋求的办公室里 专心着自己的制药 自从到达距龄级别 她还没有好好地练习制药 因为脑子里一旦有别的事情就很影响情绪 没错 叶鹤教了太多 叶归兰耳濡目染 叶鹤的小习惯她也照单全收 比如对丹药品质的过高追求 还有制药时候对周围环境的要求 包括对自身情绪的要求 宋求就曾笑言 这是叶鹤不好的习惯 这要做到吹毛求疵的地步 实属没必要 但是 宋求也不得不佩服这样的叶鹤 出自她手的丹药 品质的确没低的 进入小宗门以来 总是有大事小事 若是还和岳无争一个宿舍 叶归兰倒是可以静心制药 但是现在的这个室友就算了 若是被发现自己制药师的身份 指不定还会引发什么 叶归兰看着掌心躺着的丹药 这才满意地勾起笑容 不管岳无争用不用得上 这都是她的回礼 她不嫌弃就好 打了一个大哈欠 叶归兰揉揉眼睛走出了制药大楼 先回宿舍好好休息一下 还没走到中庭广场 远远地就看见不少学生聚集在那 叶归兰打着哈欠 这又是什么事啊 叶归兰 在人群中的宋浩然一眼便看到了她 连忙对她挥挥手 叶归兰仅是点点头 没兴趣往前凑 宋浩然见她不过来大步跑了出来 你这几天休息得如何 身体怎么样了 我没事 叶归兰开口 这是什么了 聚集了这么多人 是蓝山小宗门的学生过来 听说是友好交流 来的这几个似乎都很厉害 其中一个还是制药师呢 宋浩然眼里透着羡慕 这么年轻就是制药师 还真是有本事 哦 叶归兰又打了一个哈欠 我有点困 先回去了 回去 那个 你不过去看看吗 不去了 叶归兰笑了笑 扭头就往宿舍方向走 宋浩然愣愣地看着她 不由得无奈笑了 到底什么才是你感兴趣的 别人的标准在你那是不是永远都行不通啊 宿舍里那个凡人的舍友没在 叶归兰忍不住松口气 三天的不休不眠的确累了 而且是高强度的不停制药 不一会儿功夫 叶归兰便沉沉睡去 只是这睡眠没持续多久 门外走廊上似乎不停地有人在跑 而且在嚷嚷 快走 打起来了 叶归兰心烦得捂住耳朵 没多一会儿 广场那边爆发出激烈的呐喊 叶归兰猛然坐起身 眼底满是红血丝 广场那边的呐喊声再一次响起 叶归兰坐在那 知道再也没办法睡好 叶归兰打着哈欠推开宿舍楼的大门 远远的 广场那边围惧了更多的人 似乎千山小宗门之内的学生们都在那里 学生们不断地爆发呐喊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叶归兰又是打了一个哈欠 几个老师自他身边匆匆走过 脸色有些急躁 真是胡闹 怎么就动起手来了 好像是口角之争 一个冲动之下就动手了 蓝山小宗门每次来不都是这样 这些学生怎么还沉不住气 嗨 这不来了一个年轻制药师吗 你也知道我们千山小宗门能上得了台面的制药师 没有几个 你也不看看送球的门槛有多高 若不是他卡着 我们千山小宗门能这么寒酸吗 叶归兰挑眉 送输的要求还高吗 那不都是正常的要求吗 若是制药一行门槛放低 制药师的数量是会成倍增长 但能登上塔尖的 还是那么点人 没有任何提升 叶归兰跟在几位老师后面走了过去 几位老师的讨论还在继续 这次来的那个年轻制药师 听说是萧莎的学生 萧莎 永昌城制药工会会长 可不是吗 永昌城好歹是三级城 分会长的分量自然也比宋老师重 可是论制药 他不见得比得过宋求 话是这么说 但他和宋求可是老对头了 制药大会上也是有输有赢 自从知道宋求在千山小宗门任教 蓝山小宗门就没少过来找麻烦 只是这一次 消杀本人的学生也过来了 几位老师的脸色都是一尘 明白这是挑衅 人家有备而来 可是千山小宗门之内 宋求可没收任何学生啊 我们这不是拿不出像样的制药师 被讽刺了 其中一个老师也很无奈 其他几个老师一听也说不出任何话 叶归兰跟在他们身后已经来到了广场 学生们见老师到了 纷纷让开 叶归兰也正巧看到了微距中心发生的事 两个互相挂踩的学生气喘吁吁地站在那 彼此都没有停手的意思 闹什么 远道而来便是课的道理 要说几次才明白 几位老师赶紧协调 但是学生们早就热血充脑 有人不满地大喊出来 是他们先嘴贱的 蓝山小宗门的几个学生只是冷笑 其中一个无所畏惧地开口 嘴贱 我们说的有什么错吗 我们是来友好交流的 你们却要动手 这就是你们千山小宗门的风气 你们别欺人太甚 会制药有什么了不起 比拳头我们没怕过谁 千山小宗门的学生们义愤填膺 几位老师脸色又沉一分 你们几个 既然是友好交流 说话也客气点 别再挑起无谓争端 说出去影响也不好 几位老师 我们只是说 想来一场友好和平的制药切磋 可是真的没想到 你们千山小宗门像样的制药师都没有 制药比试不在友好交流之内吗 还是说 你们千山小宗门没有上得了台面的制药师 宋求宋会长不是在这里任教吗 怎么 没一个能来交流的 几位老师站在那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被人戳着几两股的滋味一点都不好受 怪不得学生们压不住火气动手 就算是他们也有点火大 可是没办法 千山小宗门的确拿不出手 没人能顶得住这波嘲讽 宋会长门槛严格且高 在千山小宗门之内 还没有人能入他门下 老师们开口 千山小宗门也从不以制药为重 有好交流的重点是不是放错了 前几次的学习交流 我们都没提出制药切磋的要求 这一次不一样 魏一阳来了 几位老师看着那个站在中间 一副颇为自傲模样的年轻人 不由得苦笑 可是千山小宗门之内 没劲 魏一阳突然开口 语气也透着几分自大 还以为宋求任教的地方有多能耐 也就这样吧 这么说 宋求来个正经学生都没有 还真是有点可悲 夜归岚站在后面 听着这话 心里隐隐在冒火 他敢直呼宋叔的名字 我一直以为宋求和老师之间有输有盈 我和宋求学生也值得一拼 没想到啊 他执教的地方 一个像样的制药师都没 魏一阳吃笑一声 这笑声极尽嘲讽 宋求难不成在这里充当个吉祥物吗? 阑山小宗门的几个学生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千山小宗门为惧的学生们只能死死咬牙 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 他们说得气人 也明知道他们就是来挑衅的 但是没办法 没有就是没有 的确没有 太气人了 千山小宗门的学生们都忍不住低声嘟闹 真他奶奶的欺人太甚 可是没办法反驳 宋老师也真是的 那么高的门槛做什么 但凡他能别这么苛刻 我们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被人嘲讽都无力还手 说到底是宋老师的个人恩怨 明摆着冲着他来的 却让千山小宗门背黑锅 让我们被他们平白无故地奚落 真不爽 无法发泄的怒火 让这些学生们都忍不住埋怨起宋求 很多人想成为制药师 都被宋求的严格挡在外面 也不知道他在严格个什么劲 冲着他来的挑衅 承担者却是他们 说的话就越来越有怨气 站在后面的叶归蓝本不想理这些闲事 但听着话题扯到宋求身上 还越说越过分 当下不爽起来 他们竟然在埋怨宋书 就算他们能称为制药师 可又有何用 那么低的门槛 交出来的能有几个靠谱的 魏伊扬最后那一句吉祥物 还有他们放肆地嘲笑 让叶归蓝彻底动怒 别人他不管 但是宋书 他不能让一个无礼后辈如此嘲笑 他是自己爹的至交好友 他指导过自己的制药学习 他也关心自己的个人生活 他更是那个在自己爹走了之后 护着自己的人 叶归蓝眉风皱起 拨开人群往前走去 哼 我看交流学习今天就能结束了 没什么可交流的 魏伊扬开口 不懈地扫了一眼在场围观的学生 老师还看得起几分送求 在我看来 他是个连自己学生都没有的可悲人 你可闭嘴吧 魏伊扬挑眉 只见人群之后 一个长相甜美的小姑娘走了出来 她长得是挺好看 但那双眼未免太锋利 魏伊扬冷笑 你又是哪个 叶归蓝 人群之中立刻有人惊呼 叶归蓝已经自后面挤到前面来 她推开挡在自己面前的学生 人已经走到了中间 看清了站在那口出狂言的年轻人 看那个样子 是对自己有几分自信 你别凑热闹行不行 知道你和宋老师的关系 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出头 快回来 老师们见了很湿头疼 连忙开口 想要拉她回来 其中一个正是当日玉领所的那位女老师 见到叶归蓝立刻皱眉 又是来捣乱的 人群之中的宋浩然 不免看呆了 她怎么还冲上去了 难不成是因为说 宋老师说得太过分 她太恼火 叶归蓝 宋浩然连忙喊她 可是叶归蓝根本不理会这些人 她就站在那里 开口说道 制药切磋 好啊 来 千山小宗门的学生们忍不住倒吸一口气 她在说什么 叶归蓝 你能不能不要再捣乱了 还嫌我们不够丢人吗 白瑞瑞喊了出来 你是和宋老师关系好 但你听清楚了 这是制药切磋 制药 难不成你还是制药师吗 叶归蓝 你胡闹也要有个度 玉玲索女老师冷着脸开口 丢人不要丢到外人面前 还不快回来 魏一扬痴笑 听见没有 你们自己人在说 你别来捣乱了 叶归蓝唇角勾笑 谁说宋会长没有学生 我就是她的学生 所有人都愣了 玉玲索女老师立刻低呼 叶归蓝 你 你是宋求的学生 魏一扬总算睁眼瞧了叶归蓝一下 叶归蓝目光冰冷 我老师的名字也是你能直呼的 行啊 你若真是她的学生 正好和我比一场 你若输了 丢的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脸面 叶归蓝只挤身子 黑毛迎上她的目光 我若输了 就承认你老师比我老师厉害 魏一扬一听眼睛都亮了 自己老师本就比送球厉害 不过这句话自送球学生出口 似乎更有杀伤力 送球在外面也会更丢粉 也没脸再压老师一头 只不过叶归蓝的话还没说完 我若赢了 给我跪在地上 喊我是你亲娘 你 魏一扬没料到 她提的要求这般无赖 千山小宗门的老师和学生们 都是一愣 这是什么要求 当众羞辱 宋浩然看得目瞪口呆 最后静滴滴笑了出来 她怎么这么有趣 想想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她的友谊逗弄 宋浩然笑得竟然有几分回味 她早该清楚的不是吗 大话少说 看真本事 魏一扬气脑开口 两张桌子很快被摆到两人面前 而药材也已经准备好了 规则很简单 同样的药材同样的配方 两人做一模一样的东西 成品力见高低 叶归蓝看了一眼配方 忍不住笑了 魏一扬那边很快便开始动作 而叶归蓝这边 则是迟迟没开始的样子 她看着桌面上的药材 很为嫌弃地在挑挑拣拣 千山小宗门的人看得忍不住有些急了 她到底行不行 该不会她根本不是制药师 在拖延时间吗 那边都已经开始了 她在磨蹭什么 都是一样的药材 她在做什么呢 她既然开口 应该不可能真的硬头皮说假话吧 几位老师看得也是心头一沉 叶归蓝是制药师 她如果真的是制药师 实力又怎么样 若是输了 桌边的叶归蓝细细筛选了一下药材 不疾不徐地吸一口气 缓缓闭上双眼 再次睁开的瞬间 药材里所有的灵气被她的灵气强硬抽离 速度之快令人扎舌 魏一阳被叶归蓝的速度惊了 忍不住自己的动作都停了一下 没办法 据灵丹 她真的太熟了 她这么快 她怎么能这么快 魏一阳心头狠狠跳了一下 看着那些药材之中被强行抽离的灵气 那般准确 那般迅猛 她仿佛已经计算好了一切 所有的所有 只在一瞬便完成了 而她自己 还在一个个的玻璃 别看前期她开始的慢 但只这一下 她已经被远远抛在了后面 魏一阳呆呆地看着自己面前的药材 她在消沙门下是最优秀的学生 她的老师也眉眉以她为傲 她也自己认为自己不错 可以归为天才一列 现在 她有一种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的感觉 一阳 你怎么在发愣 阑珊小宗门的人忍不住低声提醒 魏一阳才猛然回神 脸颊已经开始热了起来 提一笔事是她开口的 无论如何都要笔下去 魏一阳咬牙 继续按照自己的步伐走 不是她不想快 而是这就是她的最快速度 那边的叶归兰 轻车熟路到了一定境界 只一下便提取了所有的药材灵气 接下来的动作更是让人瞪大眼睛 若是其他制药师在场 指不定要大呼乱来 魏一阳处于好奇也忍不住瞟了一眼 这一眼却让她瞪大眼睛 她那是在做什么 所有的灵气胡乱地堆积在一起 就像是大杂会一般 周围不懂制药的学生们 看得也是一脸问号 制药都这么胡来的吗? 叶归兰 那是在制药吗? 她那样的制药 和小孩玩泥巴有什么区别啊? 我不信她是送老师的学生 那样的制药 送老师教的 叶归兰不是没听见这些人的话 她第一次见到叶贺制药的时候 也有过疑问 但是她爹明确告诉她 按部就班 墨守成规的老套路走到最后只会眼界缩小 路越走越窄 制药在于创造 更多的配方无人能及不是因为配方本身多厉害 而是创造她的人拥有别人无法比拟的创造力 为什么别人这样做?自己也一定要这样做 叶归兰完全赞同叶贺的这句话 在制药方面 她同叶贺一般洒脱无禁忌 什么灵力分类 灵力辨识 这都是别人的制药习惯 这对妇女在制药师上的习惯辨识 柔作一团 各凭本事 叶归兰 你这样 是会破坏药性的 魏一扬实在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开口提醒 聚灵丹的几种药材本就同一属性 你那样胡来 浪费药材不说 聚灵丹能好到哪儿去? 你安心做好自己的就行 叶归兰开口 看着眼前混作一团的药材灵力 表情淡然 我怎么做是我自己的事 魏一扬见他根本听不进去 也不再开口 心里对他的制药方式只有震惊和怀疑 宋求若真是这样教他的 那到底是怎么和自己的老师不分上下的? 老师也从未提过宋求的制药有这么乱来 他真的是宋求学生 还是投铁 就这么硬开口承认 叶归兰 他到底会不会制药? 千山小宗门的老师也一脸疑惑 实在看不懂叶归兰在做什么 他们看着叶归兰的轻松姿态 只觉得头疼不已 这个今年轮空进来的新生叶归兰 还真是够特别时间在流逝 魏一扬专心于自己的制药 见到叶归兰那样的方式倒是多了几分自信 一枚药丸稳稳地落到他掌中 魏一扬也忍不住呼出一口气 聚灵丹配方不难 但是制作却带着不小难度 这枚丹药虽然不是极佳 但也算上品 魏一扬嘴角忍不住扬起 他的这枚丹药拿出去 可是要遭到哄抢的 他侧头 叶归兰的制药还在继续 那团混成一团的药材灵气 只是越变越小 魏一扬看到这里忍不住冷哼出来 这么胡来的制药 能出什么好东西 叶归兰手掌往前一伸 混成一团的药材灵气嗖嗖旋转 尽数化作一枚成员丹药 啪!那枚丹药稳地落在叶归兰的掌心 魏一扬显示愣了一下 接下来便是猛冲了过去 这不可能 叶归兰掌心的那枚巨灵丹 表面光滑无闻 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药香 叶归兰皱眉 怎么没山楂味儿? 难不成是他跌架进去为了改善口感 只是为了让他吃起来没负担 叶归兰将药丸凑近鼻子闻了闻 的确一点山楂味都没有 想到叶鹤的良苦用心 他又是心头一暖 你这么胡来的制药 怎么能出这样品质的巨灵丹? 魏一扬一脸我不信 他探手就要夺过叶归兰手中的丹药 叶归兰翘脸一冷 什么叫不可能?可能不可能 你自己不是看到了 魏一扬站在那 那双眼就没离开过他掌心的巨灵丹 身为制药师 魏一扬只一眼便瞧得出这枚丹药的品质如何 纹路都没有一条 证明药材灵性到达了最完美的比例配合 这枚巨灵丹的药性已经到达了极致巅峰 魏一扬看了看自己掌中的这颗细小的纹路不满其上 他的心头猛地沉了下去 都说眼见为实 他却有点不愿相信 想不到还真的承担了 内行看门道 外行都是看表面 不懂制药的学生们根本没看出差别在哪 只觉得叶归兰能真的承担也算出人意料 他们根本料想不到这枚巨灵丹的价值 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比试就算过了 远来是客 叶归兰 输了就说一声对不起 玉玲所年轻女老师开口 她走过来 你那样胡闹的制药方式能承担就不错了 相信对方也不会太为难你 叶归兰挑眉 不懂制药的在这里说个什么劲 见叶归兰没有动作 年轻女老师有些不悦 叶归兰 叶归兰站在那没说话 只是盯着魏一阳 眼神多少有些犀利 别人不知道她无所谓 但是她既然说得出 做得到才对 魏一阳被看得好不自在 她捏着自己做的丹药 魏红着脸就跪了下去 你是我亲娘 所有人都是惊了 蓝山小宗门的人忍不住上前 魏一阳对他们摆手 她红着脸跪在那 说完这句话觉得丢人万分 叶归兰站在那 仰起唇角 客气了 魏一阳听到她带着调侃音调的话 脸色更是难看 迅速起身 这次的友好交流就到这里 我们先走了 几个蓝山小宗门的学生面面相去 直到魏一阳走远才追上去 而千山小宗门这边的人 才缓缓回过味儿来 赢了 叶归兰她赢了呀 赢了 怎么赢的 是啊 我看她制药那么胡来 怎么可能就赢了 不赢的话 对方会跪在地上喊亲娘吗 管她怎么赢的 就是赢了呀 千山小宗门的学生们 爆发出一阵欢呼 很多人解气般的大吼着什么 想不到啊 没有能上得了台面制药师的千山小宗门 竟然靠这个轮空进来的叶归兰 搬回一城 而且是漂亮的反击 这下子 谁还敢说 在制药方面 千山小宗门没人了 叶归兰打了一个哈欠 若不是为了不让送书名声有损 她根本不会出面 什么输赢对她来说 全然无所谓 这场闹剧结束 她应该回去能睡个好觉了吧 叶归兰准备回去宿舍继续补眠 相比这些激动的学生们 她仿佛是个从未参与的旁观者 叶归兰 玉玲锁年轻女老师开口 神情有些尴尬 她不懂制药 以为方才赢的人是对方 这才说出让她道歉的话 叶归兰头也不回地开口 老师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在意 我现在很困 先回去了 年轻女老师更是尴尬 激动的学生们看着叶归兰 眼神很是复杂 有羡慕的 有不相信的 也有满是极度恨的 人群之中的白蕊蕊 愤愤愤说了一句狗屎蕴 对叶归兰真的是制药师的事实感到了极度 她若也是制药师该多好 宋浩然笑着退出人群 竟然觉得有几分骄傲 也许是因为是小队成员吧 因为有她 当然要自豪几分 更多的原因 也许是她心有倾慕的姑娘 也真的是与众不同 令人惊喜 叶归兰说是回去宿舍 却拐了个弯直奔送球办公室 躺在了送球那张宽大的看书椅上 打起瞌睡来 果不其然 不少人直接冲到叶归兰的宿舍 却没找见人 她制药师的身份在千山小宗门之内传开 刚才没在场的学生和老师们听到也大为震惊 尤其是桑柔 整个人近乎傻了 她竟然是制药师 千山小宗门之内很多人都在找叶归兰 她则是舒服地窝在送球办公室补眠 甚至打起了小呼噜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叶归兰在睁眼的时候 已经是暗夜时分 外面一片月色 叶归兰有些迷糊的起身 又是打了一个哈欠 伸了一个懒腰 这才走出办公室 安静的制药大楼之内回荡的只有她的脚步声 她有些想不明白 这里除了送书就没有制药师 为什么还要特意弄个大楼出来 想着自己费了不少力气做出的丹药还没送出去 叶归兰揉了揉眼睛 明天见到月无争再交给她好了 叶归兰推开侧门 一下子便看到了蹲在附近的人 她愣了一下 这才看清楚了那人是李红英 果然在这里守着没错 李红英站起身 不好意思地笑笑 叶学妹不好意思 没吓到你吧? 叶归兰摇摇头 她只是纳闷李红英赌她做什么 叶学妹现在有时间吗? 那个 我有点是想和你谈谈 李红英笑得很是腼腆 一看就是有事相求 叶归兰点点头 听到最后才明白她是为了来求自己那枚巨灵丹 叶归兰皱眉 巨灵丹对李学姐没任何益处 学姐拿了也没用啊 不是给我 是给我家中包地准备的 虽然她年纪不大 但是很有天赋 李红英笑道 我们李家虽然是四等家族 但是财力有限 家族之中也只有巨灵以上的年轻人 才有资格获得好的家族资源 据灵丹这种东西 家族是不会关注的 李红英不好意思地微微脸红 来千山小宗门也是听说宋老师在这里 却不想她的门槛太高 我根本没机会成为制药师 你来这里 其实是为了和宋书学制药 李红英点头 是啊 千山小宗门离我老家很远 不是为了这点我是不会选择这里的 叶归兰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为了送求而来 但是送书的要求达不到 来这里的初衷也全然作废 再去别的小宗门也不可能 怪不得李红英同桑柔能硬刚 老家不在这里 自然不怕桑柔会做什么 只是她应该有更好的选择 却落在了这里 我原本是想用学分换丹药的 只是没想到 不过我有一点私人财物 若是叶学妹能看得上的话 我肯定没二话 李红英开口 若是叶学妹有想要的东西也可以开口 我可以用以后积攒的学分去换 我知道聚灵丹在外面的价格 叶学妹放心开口就是 叶归兰一时半会儿没说话 她对李红英本就有点内疚 说到底自己也没受伤没大碍 可是因为丁玄偏颇故意打压 她的学分却被清零 自己本就欠她一个人情 她当初也不过安危追上去要救自己 冲着这份心意 她这个人情就必须还了 李学姐不用这么客气 送你了 叶归兰开口 掏出那枚巨灵丹 递给了李红英 李红英接的目瞪口呆 看得眼睛都直了 叶学妹 这不好吧 送给我了 这可是巨灵丹 我是说 我虽然不懂制药 但能让魏依阳认输的品质一定不低 你这样就送给我 巨灵丹而已 叶归兰笑着 这东西现在对我也没任何用处 我又没有兄弟姐妹需要这个 可是 这可是外面能卖到几十万的巨灵丹啊 李红英看着叶归兰 叶学妹 你可能不知道外面的价格 你这样送给我 我有点 受宠若惊 叶归兰失笑 她可能最不缺的就是钱 她跌一枚能卖上几千万的丹药 她也算开眼了 几十万的巨灵丹 真不算什么 真的没事 李学姐就收下吧 算是我还你的人情 我听岳无尊说了 你去追我了 李红英一愣 这才明白叶归兰的意思 她微微红了脸 这是我应该做的 毕竟是我带你 去了那里 她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 现在看来算是善有善报 她虽然失去所有学分 却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 学姐 因为我丢了所有学分 这就算我一点补偿吧 叶归兰笑笑 那次 真的多谢李学姐 你这是哪里的话 那我就 收下了 李红英也不推却 以后有能用上我的地方 叶学妹尽管开口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吧 叶归兰哈哈一笑 天色晚了 我就先回去了 两人互道再见 叶归兰走回了宿舍 李红英 站在那看着装着聚灵丹的小盒子 忍不住心生雀跃 她原以为学分丢尽 还要再花几年才能得偿所愿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达成目标 李红英深吸一口气 忍不住打开盒子 那枚聚灵丹静静的躺在里面 李红英为了成为制药师也了解不少 她对制药基础知识知道不少 关于丹药品质的评定也是知道 她盯着盒子里的聚灵丹 眼神细细地扫了一圈 突然就愣了 又迅速地扫了一圈 这次是真的愣了 药品评定品级 丹药一类是看成丹表面的细纹 细纹分大小多少 而最顶级品质丹药的评定只有一条 那便是没有细纹 盒子里的聚灵丹 表面散发着淡淡光泽 通体圆润 360度无死角 没有一丝细纹 再细小的都没有 这是一枚顶级品质聚灵丹 李红英呆了 叶归兰就这么送给自己了 白天的笔试她没看上 但是魏一扬她却知道 能让魏一扬如此干脆认输的丹药 李红英认为是很高级的品质 但她真的没想到 会是如此极品 堪称完美 这就是宋老师的学生啊 怪不得她的门槛那么高 李红英喃喃低语 将这梅具灵丹小心收好 叶归兰竟然是这么厉害的制药师 当真是 前途无量 而兰城这里 很快有人将这场比试告诉了宋求 宋求听后只是哈哈大笑 只说了一句 小桂兰啊 怪不得 宋求回到办公室 想着叶归兰称是自己学生 忍不住心里美滋滋 她这时把她当自己人了 为了不让自己名声有损才出面 宋求的凉铁小胡子始终扬着就没放下过 她打开抽屉 掏出了一个小盒子 那里面躺着的也是一枚巨灵丹 宋求看着巨灵丹 嘿嘿笑了出来 小沙你的学生怎么可能是小龟兰的对手 等她再成长个几年 就算是你我也要被她拍死在沙滩上了 宋求将巨灵丹放在眼前 单体表面光泽闪现 没有任何一丝细纹 早在一年前 她便是这样的水准了 叶玄妹 早上好啊 叶玄妹 你好啊 叶归兰自宿舍楼里开始 到接取任务的中庭广场 与前些日子真是天壤之别 先前这些人对她根本不予理会 也没多少人真的认识她 现如今她仿若成为了这个学院的新星 近乎到没有人不认识的地步 别人看似友好的问好背后 藏着的又是怎样的心思 叶归兰看着这些人平和浅笑的脸 只觉得有些可笑 但也礼貌地点头回应 她毕竟还在小宗门不短时间 表面交际还是要有 前世给了她太多当孤狼的惨痛经验 宋浩然和岳吴征等在任务面板前 宋浩然远远地对叶归兰摇着胳膊 也许是因为自己 他们这个三人小队也瞬间醒目起来 有很多人想要加入我们 不过都被我回绝了 宋浩然开口 他们大多数人都奔着你而来 还要看你的意愿 叶归兰扎舌 这么急着就扑上来 都是些无聊的人 不过你若是愿意我也无所谓 岳吴征开口 她对叶归兰的态度一直未变 从他们初见开始到现在 无论发生过什么她都不曾变过 叶归兰看着她波澜不惊的模样 笑了以后也不能变了才对 你自己要好好想清楚 大多数人还是抱着有利可图的念头 宋浩然连忙开口 你知道制药师的身份相当于度了一层金 尤其是在极度匮乏制药师的千山小宗门之内 什么人都想要借着亲近你得到点好处 谢了 我会注意 叶归兰开口 她一开始挺排斥宋浩然 但现在看来 她似乎同那些人不太一样 岳吴征轻笑一声 走到任务面板前 就这个任务吧 坐腻了那些弱智任务 三人来到任务登记处 登记的人一看是叶归兰 连忙亲切地喊着叶学妹 像是换了一个人 叶归兰也不多话 登记完了 直接走人 这次任务也很简单 只是去采买一些东西而已 只是目的地却很熟悉 是蓝城 三人刚走到法镇大厅门前 一个老师匆匆赶了上来 叶归兰 你先等一下 老师看着叶归兰笑笑 是这样的 过四天有一个小宗门优秀制药生的交流会 到时候 宋老师会亲自带队 你有没有兴趣去啊? 叶归兰挑眉 老师连忙开口 这事是宋老师让我来问你 说你愿意与否全屏自愿 老师说完 顺便扫了一眼三人的任务 正好你去蓝城 去不去和宋老师亲自说吧 机会难得 我希望你还是好好把握一下 老师说完转身走了 岳无争只是冷笑一下 什么机会 我看是想让你给千山小宗门脸上增光才对 宋浩然也忍不住摇头 我听武林所的前辈们说 千山小宗门能有几十年了 没出现过什么杰出的制药人才 一些有关于制药的活动 千山小宗门都休于参加 因为根本派不出人 在制药方面 千山小宗门可谓是垫底的 现在你这么亮眼的出现 自然都希望你能去参加 让千山小宗门撞回几分面子吧 只不过你毕竟是宋老师罩着的人 他们也不敢强迫你 叶归兰笑了 这要是没有送书 他是不是要做一支被强行绑上架子的烤鸭 去也可以 这药也是通往四大宗门的捷径之一 岳无争开口 叶归兰不免愣了一下 真的 宋浩然狂点头 是的 对于一些有关实力密切的职业 四大宗门都是给予捷径 制药方面突出的 是会有机会破格录取的 也是有机会而已 叶归兰思索 如果这药是条捷径 他走捷径又有什么不行 况且他的实力晋升本就和别人不一样 他不通过制药也根本达不到这样的强度 想到继灵 叶归兰又开始头疼 三人站在法阵之内 只眨眼功夫便到了蓝城 岳无争表示任务他们两个去做就可以 叶归兰直接去找宋求 任务太简单 叶归兰也点头同意直奔制药工会 只不过却被挡在了门外 毕竟在蓝城之内 还没人认识他是谁 等了许久也不见宋求出现 一时半会 根本进不去制药工会 叶归兰索性拍拍衣服站起身 他想回春远镇看看 没见到人吗? 岳无争走了过来 叶归兰恩了一声 我晚点再过来 想先回家看看 好 我陪你 宋昊然呢? 他同你一样 回家了 岳无争抬头瞧了眼天色 还早 陪你一趟也赶得上回去 随你吧 叶归兰笑笑也不推却 两人直接上了马车 叶归兰也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丹药 叶了过去 岳无争见到 不免有些惊讶 这是给我的 嗯 算是我的谢礼 青莲山脉 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这是我很大的诚意 还希望你不要拒绝 叶归兰开口 这是我自己做的丹药 对聚灵级别还是有很大益处的 岳无争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 聚灵级别吗? 他倒是用不上 不过 特意为了我做的 嗯 他话怎么说得这么暧昧 叶归兰突然感觉到 有些不好意思 谢你的救命之恩 当然要认真对待 好 我收下了 岳无争将丹药收好 叶归兰忍不住追问 你都不问是什么丹药吗? 什么丹药都好 我不嫌弃 岳无争多少带了几分调笑 叶归兰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不嫌弃 也只有她会这么说了 岳无争 你的家不在春远镇 甚至 不在这边吧 对我的是感兴趣了 岳无争盯着叶归兰 我以为你不会对我感兴趣 我不是对你有兴趣 叶归兰红了脸 我只是这么感觉 你不像是本地人 那不还是对我有兴趣 在关注我? 叶归兰索性不再开口 半天时间 马车便到了春远镇 下了马车 看着再熟悉不过的一切 叶归兰有种恍惚 仿佛她只是昨天才离开而已 这里什么都没变 还是她记忆力的那个小镇子 叶归兰 有人一眼就认出了她 毕竟春远镇花痴的名号 不是白德的 你回来了呀 你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你们家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她爹都走了 她的家还能出什么大事 虽然心里这么想 但步子却走得飞快 叶归兰一路狂奔到家 还没进家门就呆住了 她家呢 叶家的小院落 谈不上富贵 也简陋不到哪儿去 可现如今 院子没了 泥土 石板 杂七杂八地堆在地上 还有很多家具摆着埋在下面 一片狼藉 整个院子像是被人大手一挥扫掉了一般 不复存在 叶归兰看得有些傻眼 她家怎么就没了 一片废墟之下 叶贺制药室的那几个大柜子倒在下面 抽屉被人拉开过 里面毛都没剩下一根 叶归兰只觉得脑袋一嗡嗡 这是有人洗了爹的东西 叶归兰目瞪口呆地看着其他地方 那些名贵的百剑断的断 废的废 就算是完好的也放在那没人拿 显然做这一切的人 盯准的只有叶贺 小菊 叶归兰站在废墟里 恍然大雾般地吼了起来 那个喜欢鬼吼鬼叫的小侍女呢 爹走了 她应该守在这里才对 人呢 去哪里呢 小菊 叶归兰低吼着 岳吴征站在后面 看着眼前这一团乱微微皱眉 这应该不是今天发生的事 你冷静点 叶归兰粗喘着气 眼睛发红地看着脚下这团废墟 脑子快炸了 为什么呀 到底是谁非要毁了这里 爹之所以要走 也和这些有关吗 发生了什么 家呀 她的家没了呀 呜呜呜 细小的物业自某个角落传来 叶归兰听到的瞬间整个人如打鸡血 飞速地冲了过去 手开始胡乱地翻找 废墟上的东西被她扔到一边 就见到废墟之下架起来的一小片空间 那个可怜的小侍女缩成一个球般的躲在里面 见到叶归兰的瞬间 哭得更为猛烈 呜呜 小姐 啊 小菊的手字里面往外面叹 整个人也拼命地钻了出来 一下子便扑到叶归兰怀里 哭得很是惊天动地 鼻涕和泪都抹在了叶归兰衣服上 小姐 呜呜是小姐呀 呜呜 叶归兰抱着怀中这个不断抽气大哭的小姑娘 她和自己差不多一般大 一定很害怕吧 你先别哭 是谁毁了这里 呜呜 我 我不知道 我就自己一个人守在家里 那天晚上 突然房子就塌了 我被埋在了下面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呜呜 小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不敢出来 呜呜 叶归兰死死咬着唇绊 她什么都没看见 那就是无从查起了 她的家一夜之间被莫名毁掉 只能吃这哑巴亏 叶归兰知道事情根本无从查证 就像是吃了一只死苍蝇般难受 无数的问号 根本无从解答 掀起来 离开这里 叶归兰将眼里的泪憋了回去 将小菊拉了起来 不管是谁已经毁了这里 不知道还会不会来 家没了 这里她也没有回来的理由了 叶归兰看着废墟之下埋着的值钱东西 没有一个值得留恋 喂 季灵的声音突然出现在叶归兰脑海 叶归兰现在没心情理会 冷着一张俏脸 拉着小菊走出废墟 季灵得不到她的回应 有些急躁开口 小丫头骗子 挖了她的灵种 吃啊 老子快饿死了 你在胡扯什么 这里哪有灵种可以给你吃 叶归兰不耐烦地低吼 挖谁的灵种 难不成是挖小菊的 这不是在你身边的吗 我都感受到她的灵力波动 胃口大开啊 季灵 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不挖人的灵种 这种话别再说第二遍 她娘的 老子也不稀罕吃人的 你身边的这个杂就是人了 叶归兰猛然停在原地 她愣愣地看着小菊 看着这个哭成你娃娃的小菊 两条泪痕挂在她满是泥土的脸上 显得有些滑稽 小菊抽气着抬起头 小 小姐 你说她 不是人 废话 她是一条患龙啊 一道雷就这么炸开在叶归兰的脑子里 她显然已经跟不上进度 她爹莫名其妙走了 她家又被莫名其妙毁了 现如今 服侍了她十几年的小菊 不是人哦 她算是种族里比较厉害的家伙 如果不是因为什么事 吓得她直接露出灵片灵气外泄 还真不好发现 季灵的声音在叶归兰的脑子无限扩大 伪装承认这么像 还算有点本事 叶归兰愣愣地看着小菊 小菊被看得有些不知所措 刚要开口问 只见叶归兰迅速出手 将她一个翻转 背部朝向自己 叶归兰伸手扫开小菊垂在后面的头发 在发根下方 那一小块闪耀着光泽的黑色鳞片一闪而过 叶归兰呆若目击 真的不是人 站在不远处的岳无争似乎也看到了什么 她也是一愣 有些意外的样子 只是没说话 多看了小菊几眼 有些事情她似乎也想不透了 谁能想到叶家里面 藏着一条幻龙 你 叶归兰的话都卡在嗓子眼里 不知道该说什么 幻龙啊 她家里有条幻龙 她爹叶鹤知不知道 小菊 小菊可怜兮兮地扭过头 一双眼红通通地看着叶归兰 小菊不要丢下我呀 呜呜呜 以为叶归兰不想要她 小菊又哭了出来 叶归兰只觉得有一群蜜蜂在脑子周围飞舞 她现在已经没能力思考任何事 岳无争咳嗽了一声 我在城门马车那等你 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叶归兰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她为什么要给自己独处的时间 只是呆呆地点头 等岳无争走了 叶归兰踩在废墟之中 黑眸盯着小菊 声音微微带着颤抖 你 不是人 对吧 呜呜呜 我 我的确不是人 但是并不影响我服侍小姐的 呜呜呜呜 我爹知道吗 小菊哽咽了好一会儿 扬起小脸摇了摇头 我是服侍夫人的 夫人走了 自然要留下来服侍小姐 叶归兰愣了 她瞪着小菊 那你知道我娘的事吗 我是说 你知道我娘是谁吗 呜呜 记不清了 不知道为什么记不清了 为什么这些事你不告诉我 呜呜 小姐从来没问吗 叶归兰站在那好一会儿 忽然想到一种可能 来到这里的人 真的是来找爹留下的东西 还是说 叶归兰看向小菊 是来找这条换笼的 毁了这里的人 到底和爹有关 还是和娘有关 叶归兰猛然仰起头 深深吸了一口气 头真的要裂开了 这里是不能呆了 你和我走吧 叶归兰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小菊连忙点头 叶归兰沉思了一会儿 我要回小宗门 你在维持人类的样子 是不可能让你进小宗门的 可是我的本体很大的 小菊通红着眼睛看着叶归兰 不然我可以变成某种动物 装作是小姐的灵兽呢 叶归兰想到 她爹给准备的兽环 这也不是为一个办法 你能进兽环吗 能 只要小姐的灵力开通兽环 我就能进去 可是兽环不是御灵师驯服的灵兽才能进去吗 叶归兰狐疑地拿出兽环 将自己的灵力注入其中 小菊吸了一下鼻子 知道自己不会再被丢下 也止住了泪水 兽环只是容器 御灵师的灵兽进去 也只是带着方便而已 小菊话音刚落 化为一道暗芒 直接进了兽环之内 因为有叶归兰自己的灵器作为媒介 可以直接进行意识交流 呜呜 小姐没有丢下我真的太好了 我在这里不敢离开 以为老爷会回来的 呜呜 爹已经走了 叶归兰冷着脸走出废墟 朝着城门而去 从现在起 也只有你和我了 老爷去哪里了 他怎么舍得丢下小姐 再不舍得 他也丢下了 不过我会找到他的 叶归兰想到叶鹤就忍不住心痛 那天他就那么走了 连个回头都没有 不管他走到哪里 我都会找到他 小姐你从前根本不管老爷如何的 现在真好 老爷知道一定高兴地飞起来 叶归兰心中五味沉杂 切断了和小菊的对话 岳无征在马车旁等他 看他一个人走过来也没多问一句 回去蓝城的路上 叶归兰靠在马车一角始终沉默 岳无征坐在他对面 一双黑眸始终看着外面 也不开口 黄昏时分 马车又回到了蓝城 两人一路无话地走到集合地点 宋昊然老早就等在那里 我们现在回去吗 我还要去趟制药工会 还没见到宋叔 叶归兰开口 宋昊然笑着点头 好啊 我们陪你一起 在外面等你 三人往制药工会走着 宋昊然看着叶归兰若有所思的侧脸 忍不住关心 怎么了 是发生什么事了 岳无争面无表情地走在旁边 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 叶归兰扯了扯嘴角 没多大点事 我就是回家看了看 我也回了一趟家里 还算有点收获 宋昊然笑得开心 叶归兰撇过脸 她也有收获 家被人砸了 不知道是谁做的 不仅家没了 还带回了一条龙 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 在制药工会之内 宋求笑呵呵地说出这句话 一脸的纵容 倒是叶归兰有些意外 她原以为宋叔会很希望她去的 宋求也直接挑明 各个小宗门之间 学生们之间的制药交流 都是小打小闹 不过叶归兰若是想去 全当是去看看热闹 当宋求知道叶归兰 对升入四大宗门有想法之后 才明白 她为什么这么看中这样的小场子 宋求笑了 解释了一番叶归兰才算知道 通过特殊职业 升入四大宗门的名额 根本不在小宗门手上 比如制药 这个名额是在制药总工会手里 制药工会的存在 并不仅仅是给制药师一个专门休息聚集交流的平台 原来 前台词在这等着呢 叶归兰回去小宗门的路上 只觉得造化弄人 她爹叶赫梅加入制药工会 自然不明白其中的门道 早知如此 她还进什么小宗门 直接入制药工会不就得了 舍尽求远 说的就是她自己吧 不过也无所谓 路就在那里 怎么走也不过是早晚问题 没有灵种可挖 就用这个凑合吧 叶归兰看着手里这瓶新鲜出炉的圆灵温养液 每到聚灵级别的时候 她喝过几次 那时候还觉得药劲很大 现如今也觉得 就和当初吃巨灵丹差不多一个样子了 巨灵不满地哼了一声 倒也没意见 叶归兰一饮而尽 这瓶温养液是她自己做的 相比巨灵丹她还没这么熟 自然是有些难喝 抵不上她爹叶鹤做的 叶归兰皱了一下五官 只觉得自己的手艺应该在提升提升 液体如水一般 进入身体之内 里面蕴含的灵力 按理说对于巨灵级别来说乃大补 但到了叶归兰这 连个水漂都打不起来 叶归兰索性一口气吞了五瓶 她的存货几口就都没了 而巨灵 一副这只是我塞了牙缝的量 这些所谓高级丹药 在巨灵眼里 只怕连个低级灵种都不如 小姐 你这么喝药品 会不会太乱来了 小菊的声音响在脑子里 巨灵一下子就毛了 这谁 小丫头骗子 你又背着我藏了什么 喂 你谁啊 你怎么这么凶啊 小姐 她是谁啊 哦 你是那条幻龙啊 巨灵不屑地哼了一声 老子还以为 又是哪个不识趣的家伙闯进来 哼 你又是哪个 在兽环里我怎么没看见你 兽环 那只是你呆的地方 叶归兰整个人靠在堂椅里 看着送求办公室的两排书架 听着这两个通过灵力互相交流的对话 不由地开始发神 灵种要怎么弄啊 千山小宗门不让新生接高等级任务 她就去不到什么深山老林 法阵又不能自己随意使用 她怎么才能弄到高等级的魔兽灵种 小姐 我可以出去啊 小菊开口 通过灵力她和叶归兰的意识相连 洞悉了她的想法 叶归兰一愣 小菊又开口道 我可以自由行动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身为幻龙 我还是能打的 叶归兰猛然坐着身体 衣服里面的兽环微微一亮 小侍女便出现在叶归兰面前 我又不是小姐的灵兽 去哪里都可以没有任何限制 小姐想要魔兽的灵种 不是幻灵级别 我都可以试试 叶归兰看着小菊 她虽然是后过来的 但先前叶归兰的记忆也有 这个小侍女 除了嗓门大 没事喜欢喊两声 还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幻龙 再如何 也是条龙啊 幻灵级别以下都可以试试 小菊本身的实力到剑灵级别了 切剑灵级别的灵种凑合吧 幻灵级别的一个 就可以让你升两级 戒灵的话让叶归兰脸色一沉 你说幻灵级别的才够让我升两级 一个就能升两级 来五六个 你就可以奔着剑灵级别去了 哈哈哈 叶归兰缓缓握紧拳头 幻灵级别的灵种是糖豆啊 还来五六个 幻灵级别那是什么样的存在 她豁出这条命 能弄到半个 不只能用钱砸了吧 可是 哪有卖的 小姐别急 幻灵级别我没把握 不过剑灵级别我可以 小菊嘿嘿一笑 我毕竟是条龙嘛 虽然化形人类很多年 但是我的本能还在 应该也差不到哪去 不信小姐你看 我的爪子还很锋利哦 只一个瞬间 小菊人类的手掌瞬间变化 漆黑坚硬的鳞片覆盖在本体龙爪之上 爪尖处的锋利如刀刃一般 闪着淡淡寒光 夜归蓝看得后退半步 说变就变 真本事啊 我马上收起来 马上 小菊见状 立刻便回人类手掌 夜归蓝点点头 那就麻烦你了 间隙级别的灵种不勉强 巨灵级别的也可以 要什么巨灵级别 巨灵级别有啥用 巨灵不满地低吼着 幻灵 幻灵的灵种啊 有本事 你出来自己去啊 夜归蓝不耐烦地吼了一声 巨灵也不甘示弱地吼回去 你以为老子不想出来 你 夜归蓝直接切断了联系 巨灵只能又骂骂咧咧地缩回到角落 小菊笑了 小姐真的变好多 从前虽然也和人顶撞 但和现在根本不是一个感觉 夜归蓝扯扯嘴角 小菊自己出去搜集灵种 怎么让她有种放宠物出去自己玩孩顺便带礼物回来的错觉 啊 那不是柳公子吗 小姐 是柳公子啊 小菊的大嗓门还是一如既往 她看见了柳如玉自外面经过 夜归蓝被她喊得吓了一跳 柳如玉也在小宗门 我早就不待见她了 看来小姐是真的不理会柳公子了 小菊见夜归蓝没半点反应 甚至连看上一眼都不想 歪着脑袋黑黑笑了起来 挺好的 这样的小姐真的很好 你若是出去 怎么找到我 我过段时间要离开小宗门去其他地方 只要小姐带着寿环 无论小姐在什么地方 我都能知道 小菊笑咪咪地看着夜归蓝 小姐不用担心我会找不到 只要寿环还在 夜归蓝点点头 寿环对于她来说也就充当个媒介 也是小菊暂时的栖身之所 当天小菊化形成为某个小宗门学生 大大方方地走到传送法阵之上 离开了小宗门 无人发觉 小菊离开小宗门 同夜归蓝的意识交流也就此中断 对于一条患龙而言 应该没有多大危险就是 小菊说过夜归蓝的寿环必须要戴在身上 她也不能收到空间容器里 只能藏在衣袖里面 江寿环这么遮掩的 夜归蓝也实属第一人 宋老师会在永昌城等你 你踩着传送法阵就能到了 法阵大厅之内 千山小宗门的几位老师围在夜归蓝身边 石磊爽朗一笑 到了那里可别怯场 拿出你打败那个魏一阳的气势 夜归蓝呵呵一笑 永昌城 这不是几个老师提到过的 那个魏一阳老师的大本营吗? 那里毕竟是别人的底盘 还是低调点好 就紧跟着宋老师就好 去吧! 夜归蓝点点头 踩到了法阵之内 远远的 宋浩然和月无征站在那 宋浩然笑着对她摆摆手 月无征则只是目送着 夜归蓝笑笑 整个人消失在了光芒之中 见她走了 几位老师忍不住开口 要是这次真的能赚到面子 下次会不会有三等家族的人来? 谁知道呢? 不过今年能出个夜归蓝 也算是奇迹了 来了呀! 宋秋早就等候在法阵旁边 见到夜归蓝的时候那凉铁小胡子就没放下过 心情都是大好 饿不饿? 不饿 宋叔 不要顾虑我 夜归蓝笑笑 宋秋笑着看她 那我们走吧 其实交流会今天已经开始 我怕你无聊 才没让你早点过来 以宋叔的眼光看 这次交流会上有什么是我能学到的? 倒是有几个后辈不错 你有时间可以和他们交流下 不过仅限于理论就好 你爹那样的制药方式 他们不会理解的 宋秋一边走一边说 你爹也是因为厌烦被人说来说去 才不肯加入制药工会 要我说 这种迂腐的制药理念早该换一换了 夜归蓝当然明白这是重什么感觉 上次为一阳见到就说了半天 她只觉得烦躁 若是每一次制药都要被旁人说叫 那还不如自己清静自在 夜归蓝看着宋秋 有几分明白为什么夜鹤同她如此交好 这次制药交流会是由制药总工会举办 邀请的也仅限于小宗门的后辈 过几天有一场制药比试 你要是愿意可以去试试 宋秋笑着开口 以小归蓝的水准 拔得头筹 我见怪不怪了 制药总工会举办啊 她若是出彩 会不会引得注意 这次的比试奖励也不错 我听说是一枚见灵级别的魔兽灵种 稀罕物 夜归蓝别的倒是不在意 听到魔兽灵种耳朵都快竖起来 真是想要什么就来什么 见习级别的灵种 虽然只有一枚 但也想要 比试只是制药吗 是有指定药品还是自由发挥 小归蓝竟然有兴趣 这一次比试应该是指定药品 毕竟是晚辈之间的比试 没必要太认真 宋秋笑 至于是什么药品 就无从得知 不过都是距离级别 宋秋 一声呼唤 宋秋的步伐一顿 脸上的笑容突然僵住 夜归蓝侧目 只见一个年纪差不多也是叔叔级别的人走过来 似乎是内心得意 走路的姿态带着点指高气昂 就连下巴都是微微扬起 宋秋轻不可闻地哼了一声 是你呀 萧莎 夜归蓝看着萧莎身后跟着的魏逸阳 魏逸阳也瞧见了她 想到在千山小宗门自己跪在地上喊亲娘的事 魏逸阳一脸尴尬 不由地将眼神撇开 不敢直视夜归蓝 这就是你的那个学生啊 萧莎扫了一眼夜归蓝 并不当回事 在她眼里 只要有输有赢都是寻常事 下一次赢回来便是 魏逸阳的确说自己输了 但是却没告诉她的老师她输得有多彻底 千山小宗门的那场比试 我也听说了 宋秋有些不满萧莎如此不将夜归蓝放在眼里 她看着站在后面不敢抬头地魏逸阳 你的学生输了 有输有赢不很正常 我和你之间不也是这样 这次输了 下次自然要赢回来 宋秋笑了 看着魏逸阳不敢抬头的样子 开口道 行啊 这次的比试大可以赢回来 这是自然 用不着你说 消杀不耐烦地冷亨 一阳 我们走 宋秋也不恼火 乐呵呵地看着这对师徒俩走远 那小子还想赢你 我看怕是要下辈子 夜归蓝有些不好意思 这夸得会不会太过了 她也只是一个在制药上刚起步的后辈 学到夜鹤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等有一天到了她爹那样的水准 她也才好意思说句还算不错 现在 还是算了吧 宋秋 我没那么厉害 夜归蓝开口 上次是恰巧做的是聚灵丹 她最拿手的 若是换成别的 比如圆灵温养夜 她真的没自信 上次因为是聚灵丹 我也只擅长这个 宋秋笑呵呵地拍了拍夜归蓝肩膀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笔是挑中的都是你擅长的 又有何不可 夜归蓝眨眨眼睛 说得也没错就是了 宋会长 这还是第一次你带着后辈来 难得呀 你有了自己心仪的学生 来到交流地点 这是永昌城的制药工会 在门外接待的人老远就喊了出来 宋秋笑着走过去 是啊 的确难得 登记的时候 那人看了夜归蓝好几眼 夜归蓝礼貌地回忆微笑 宋秋带着她走了进去 到了里面 夜归蓝才知道 宋秋学生的名号是有多么引人注目 那个宋秋竟然有学生了 她不一直自视清高 标准卡得特别高 既然是她的学生一定实力不俗了 那小姑娘看上去也不大呀 难不成是天资很高 但是我怎么没见过 夜归蓝承受着这些目光 忍不住低声开口 宋叔 这么多年你当真一个学生都没有 宋秋的凉撇小胡子微微翘起 严格来说没有 但我也指导过别人 宋秋 在这样的场合见到你真是稀奇啊 有人大步走了过来 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精神绝朔的老爷爷 夜归蓝看着她那双放在自己身上快要放光的眼睛 默默地退后半步 宋秋笑道 会长大人怎么这次亲自到场了 你才是稀奇 哈哈 你这小子也只有你有胆这么调侃我 老爷爷哈哈一笑 眼神越过 宋秋想要去看夜归蓝 宋秋哈哈一笑 小归蓝 这位是制药总工会的会长大人 黎晨 夜归蓝心头一跳 总工会会长 黎会长好 夜归蓝开口 黎晨笑咪咪的看着夜归蓝 这小丫头这么年轻 一看就是制药新手 却被你送小子看上收入门下 看来不简单啊 会长大人过奖 不过小归蓝的资质的确不错 宋秋也不客气 表扬照单全收 黎晨微微扬眉 你倒是一点都不谦虚 怎么 还不肯从蓝城那样的小地方出来吗 是啊 那里自在点 宋秋有些无奈地笑了 您别总想着让我离开那呀 这么多年了 我也说了很多次了 夜归蓝听到这里才算明白 宋秋是故意窝在蓝城 能够让总工会会长如此惦念的 实力能低到哪里去 他以为爹和宋秋因为某些理念惺惺相惜 原来在所有的步调上 他们都是近乎一致的 在这样方面 宋秋或许和爹不相上下 夜归蓝低下头忍不住笑了 他怎么这么笨啊 以夜贺的性格 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宝贝闺女交到和自己实力差很多的人手里 夜贺放心让宋秋直倒 这说明 在夜贺心里宋秋并不比自己差 会长大人 有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和他们说话还如沐春风的黎晨 脸色猛的一沉 没看见我在说话吗 别来打扰 便脸飞快 快到夜归蓝以为这个老爷爷有两副面孔 再扭过头的他还是那副笑咪咪的样子 只是那双眼里透着精明和威严 你小子还是那么固执 随你吧 既然这次你带学生过来 比试的时候可千万别给你丢面子啊 宋秋笑笑 黎晨转身大步离开 夜归蓝看着他步履带风的模样 这位会长看上去年岁近百 但是这走路速度 会长大人已经是换灵级别了 宋秋低声开口 夜归蓝恩了一声 他也知道这位老爷爷一定是强者 不然坐不上这个位置 我也没想到这次他能亲自来 还好这次你跟来了 小归蓝 可不要错过这个展现自己的机会 宋秋垂 这次比试 你要让这里的所有人记住你 不是以我学生的名号 而是凭你自己 这个配方是新出的吗 是我老师新研究出来的 哇 这么厉害的 能让我们看看这个配方吗 当然可以 我老师说了 让更多的人一起看一起研究 才是制药师间该有的交流 夜归蓝站在角落 制药交流会已经开始了几天 现在他参加的是一场各个小宗门之间 年轻制药师之间的交流会 宋叔自有他忙的事情 告诉他了 既来之则安之 若是一场活动都不出席 也太不给面子了 夜归蓝只能来了 他无聊地站在那 除了吃喝 再没和其他人有任何交流 不过 倒是旁听了不少 这些年轻制药师之间的谈话 他塞进了一口卤肉 不得不说 这谈话场合都是些没营养的对话 除了炫耀就是攀比 拼不过实力的就拼老师 拼不过老师的就拼家族 拼不过家族的就拼谁的脸皮最厚 夜归蓝美滋滋地又吃下一口肉 对话没营养 不过这些吃的还真是对他的胃口 宋求一踏入会场就瞧见站在角落里吃正欢的夜归蓝 他扭开脸一下子就笑了 其他的年轻人都巴不得聚在一起结帮拉派 也只有这个小丫头会一门心思只在吃上 宋求笑咪咪地走过去 先前他是因为夜鹤才对夜归蓝多有关爱 现在嘛 他是真的有点喜欢这个小家伙了 那不是宋会长吗? 眼尖的人立刻看见了宋求 在制药工会之内 宋求只是一个四级城的分会长而已 但知道内情的人都晓得 那是宋求自请去的 李总会长有多在意这个四级城分会长 除了他便没有第二人了 宋求的大名在制药工会上层圈内早就人尽皆知 一些四等五等家族的人不明所以 但是来自三等家族的年轻人 可是对他多有憧憬 谁要是能成为宋求的学生 必定前途似紧 整个制药工会之内 也只有宋会长没有学生了吧 他的要求到底有严格 听说好多制药天才他都不放在眼里 是啊 就连方家的方怀锦都不放在眼里 不是吧 方怀锦 是那个蝉联三届青年制药大赛的方怀锦 就是啊 况且他才二十岁啊 已经是聚零五级了 聚零五级倒是没什么惊讶的 但是他制药是真的强 听说每一次的制药成品都很上乘 他的丹药甚至都超过了正牌制药师的 方怀锦一心想成为宋会长的学生 怎奈宋会长不答应啊 方怀锦都不要 宋会长想要什么呀 他的要求会不会太变态啊 还好方怀锦最后保持理智 没去那个千山小宗门 不然就真耽误在那了 几个年轻人在这里聊得火热 经过这几人身边的魏一阳猛然停下步伐 不屑地哼了一声 现在 宋会长可是有学生了 什么 谁啊 比方怀锦还妖孽吗 魏一阳看着角落里正在和宋求谈话的叶归兰 眼底划过一抹尴尬和不甘 甩下一个名字便走到了别处 几个年轻人顿时炸开了锅 叶归兰 这是哪号人物 听都没听说过啊 你这丫头 在这吃得倒是挺欢 宋求笑看着叶归兰 她的两个腮帮鼓起 像是个藏了不少东西的仓鼠 叶归兰连忙将嘴里的肉咽下 不好意思地笑了 宋叔 这个是真的好吃 你尝尝 宋求毫无客套地接了过来 点点头 是真的不错 你看嘛 叶归兰黑黑一笑 又吃了一口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季灵的关系 叶归兰的胃口也与日俱增 一个17岁的花季少女啊 她只觉得自己能吃得像头牛 叶归兰想着自己食量 照这么吃下去 迟早会吃成个小胖子吧 想到这里她忍不住就笑了 前世的她能吃上一口都是奢侈 宋求见到她在偷笑 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她的发顶 她以前不太了解叶鹤崇自己女儿的程度 她没有孩子 但却莫名体会到了养女儿的喜悦之感 若是有这么一个小姑娘是自己心肩上的宝贝 不也很棒吗 终其一生 有牵挂有想念 走到终点 也始终有人想念 更棒的是 有人继承自己的意志与一身本领 宋求就这么看着叶归兰 突然就有些羡慕叶鹤 她始终对男女情感没有半点兴趣 这几十年都一心扑在制药上 到她这个年纪也不想着生孩子了 若是能白得一个闺女也不错 宋叔 叶归兰仰头看了看宋求 发现她的眼神有些莫名让她紧张 宋求恍然大悟般笑了 叶归兰眨巴了几下眼睛 不明白她在高兴什么 宋求大手揉着她的头发 双眼放光低声问道 小归兰 要不要做我闺女啊? 一口肉就这么咽住了 叶归兰猛然咳嗽了起来 小脸憋得通红 宋求见她这样连忙拍着后背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她的话有这么吓人吗? 叶归兰科的满脸通红 瞬间成为了整场的焦点 本来还没多少人注意到这里 她这疯狂咳嗽吸引了所有目光 方怀锦本来站在另一边 听到这惊人的咳嗽目光也扫了过来 见到宋求的瞬间 她的双眼发亮 想也没想地便快步走过来 越过人群之后 方怀锦一下子便愣了 她甚至惊讶地站在原地 一双眼看着宋求那一脸关切的表情 还有她不停轻拍背部的那个小姑娘 那是谁? 叶归兰通红了一张小脸 总算把这口气顺了过去 她眼含泪光地看着宋求 宋求实在忍不住开口 就这么不愿意吗? 那你全当宋叔开玩笑好了 叶归兰连忙摇头 没,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 没想到 惊了 宋求低落的心绪 顿时得到安慰 笑呵呵地看着叶归兰 这么说 你是愿意的了 叶归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宋叔这是怎么了? 宋叔 我是说 为什么呀? 宋求爹 叶归兰说得无奈 宋求听了笑了一声 看出来她有些猛 自己刚才的话对她冲击很大也太突然 宋求仰起嘴角 罢了 宋叔就宋叔好了 叶鹤那个爱女狂 一定不愿意小归兰再有个爹 就算是她 想到叶鹤 宋求心头有些惆怅 低声开口 算了算了 当我刚才的话没说过 叶归兰赶紧点头 还没等松口气 一个娇小姑娘急步走了过来 一张小脸巴掌大小 身高差不多只有一米五 那张小脸的五官也很小巧可爱 她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个洋娃娃 求叔叔 洋娃甜甜地唤了一声 叶归兰忍不住被这称呼吸引 叫得这么亲密 冉冉 你怎么在这里 宋求看着洋娃娃 满脸只写了两个字 错愕 洋娃娃咯咯一笑 当然是偷溜出来的呀 只是没想到 求叔叔竟然会来参加 似乎还带了一个有意思的人 洋娃娃看着叶归兰 有好的伸出小手 你好呀 我叫宋冉冉 叶归兰也伸出手 将她的小手握住 你是宋叔的亲戚吗? 我是叶归兰 宋冉冉笑得眉眼弯弯 宋求头疼不已地开口 冉冉 你快点回家 家里跟着你的人呢 没有人啊 就我自己一个 你说什么? 宋求忍不住嘀吼一声 叶归兰吓了一跳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宋叔如此惊慌的模样 似乎眼前这个洋娃娃像个定时炸弹一般 宋叔的两铁小胡子都差不多要飞出来了 叶归兰默不作声地看着两人 不太明白宋叔在慌什么 你怎么能自己一个人? 宋求嘀吼着 你,太乱来了 哎呀,求叔叔你在吗? 杨娃娃嘿嘿一笑 挨尽了叶归兰一些 你身上的味道有些好闻呀 有吗? 叶归兰笑道 下一秒 季灵的声音响在脑海 你离她远点 谁? 叶归兰下意识地反问 季灵似乎特别犯操 就是这个小豆厨子 离她远点 不知道为啥 她一靠近老子非常不舒服 叶归兰狐疑挑眉 看着这个踩到自己肩膀的小姑娘 季灵的话不会有假 她是不是? 叶归兰默默后退一步 杨娃娃发现了她的远离 笑着竟然跟进了一步 叶归兰又后退半步 她立刻沾了上来 叶归兰看着她甜笑的那张小脸 季灵已经发出不逆反的嘶吼 看起来焦躁不安 你 靠我太近了 叶归兰有好开口 杨娃娃扬起一抹笑容 叫我冉冉吗? 叶归兰忍不住看向宋求 宋求探手提着宋冉冉的衣领将她往后拉扯 你不要吓着我的学生 裘叔叔 你竟然有学生了吗? 杨娃娃扬声高喊 还愣在原地 看着这边的方怀锦更是呆了 宋求竟然收学生了 但是她的学生不是自己 方怀锦盯着叶归兰 悄悄地握紧手掌 那就是宋会长的学生吗? 她是谁? 怎么从来都没见过 她有多厉害 是比自己还厉害的人物吗? 方怀锦记住了叶归兰的脸 转身走了会去 明天就是这要交流比试 她要亲眼见识一下 宋会长的学生是有多厉害 叶归兰这边只觉得一道视线在看自己 眼神扫过去的时候便看到一个年轻人转身过去 叶归兰挑眉眉放在心上 宋求还在苦口婆心劝宋冉冉冉快点回家 但是宋冉冉冉根本不吃这一套 宋求表示无奈 只能任由她在这里 心里却已经暗暗准备尽早送她回家了当天晚上 叶归兰躺在床上刚要入睡 一道身影悄然无声地来到她床边 叶归兰见到的瞬间差点自床上直接弹起 杨娃娃委屈地开口 小归兰可不可以一起睡啊 我一个人有些害怕呢 叶归兰惊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她好歹也是距离三级 可是怎么没察觉到她 宋求的房间 宋求一脸黑地坐在那 过了半晌才掏出一个东西 极不情愿地将自己的灵气输入其中 东西闪烁了几下之后 宋求闷声开口 冉冉在我这里 东西闪烁了几下光亮消失 宋求一脸烦躁地将东西扔到一旁 深深呼出一口气 只希望她不要对小归兰做些什么 叶归兰是被压醒的 她睁开眼的瞬间 以为自己身上压了一座衫 胸口闷得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 她下意识地挣扎着起身 这才看清楚趴在身上的 是那个羊娃娃 叫什么来着? 嗯 苏然然揉了揉眼睛 睡眼朦胧地黑黑一笑 看叶归兰醒了 手臂张开 直接扑了过来 小归兰 你醒了呀? 叶归兰只觉得胸口又是一记重创 她看上去娇小玲珑 刚才扑上瞬间却仿若一块巨石 叶归兰手忙脚乱地将她从自己身上扒下来 脑子里寄灵乍毛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她为啥还在这里? 让她滚啊? 我怎么知道 叶归兰忍不住在意识里吼回去 这个自来熟的羊娃娃到底怎么回事? 昨天半夜摸到她床铺上来也就算了 现如今这是又摸到她身上来了 季灵如此反感的样子 让叶归兰下意识地以为遇到了对手 叶归兰刚才还迷糊的意识瞬间清醒 等 等一下 该不会眼前的这个不是人吧? 想到服侍了叶归兰十六年的小局势条龙 叶归兰浑身的汗毛都要竖起 下意识地想要去看宋然然的后脖梗 但那里是一片细腻皮肤 嫩得像要掐出水来 叶归兰莫名地松口气 宋然然看着她这副样子 似乎明白了什么 咯咯一笑 我后脖梗怎么了吗?一股良意莫名地自叶归兰脚底升起 眼前的洋娃娃正对着她甜笑 那双大眼睛里清晰地印着自己倒影 叶归兰看着宋然然 她看上去很小 有十五岁吗? 但是自己怎么有种被看穿的错觉? 然然 门外 宋求的声音响起 还有急促地敲门声 叶归兰看着门那 发现宋叔敲门越敲越急 似乎怕里面出什么事一样 然然 你是不是在里面?切 真没劲 叶归兰猛然将眼神转过来 只见还赖在她身上 不走得宋然然 撇着嘴站起身 利落地跳下床伸了一个懒腰 那张稚嫩的脸一闪而过的老程让叶归兰差点看傻了 她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不紧不慢地走到门口 门外宋叔的敲门声已经越来越急 她似乎有意逗弄般 专心地听了一会儿 才推开门宋求额头冒汗地差点摔进来 叶归兰坐在床上 第一次见宋叔会如此焦急 关键 她在急什么? 你急什么呀? 宋然然笑看着宋求 求叔叔在害怕什么呢? 宋求微喘着气 目光扫向叶归兰 不由地松口气 我和家里的人联系过了 他们今天就来接你回去 冷 好冷 叶归兰坐在那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她下意识地将被子拉过来 窗户是关着的 这么冷的感觉就跟开了好一会儿空调一样 宋求的脸颊上 一粒汗珠肉眼清晰可见地滑落而下 她说这话的时候 没敢看洋娃娃 洋娃娃 站在那 滴滴开口 你和谁联系了? 和家里的人 扑痴 鼻血就这么直接喷了出来 喷得叶归兰自己都吓到 手忙脚乱地捂住 叶归兰只感觉新鲜的鼻血自指缝中落下 滴在了被子上 脑子里机灵狂躁的怒吼响起 属于叶鹤的那抹灵气也在瞬间包裹住灵种 叶归兰这才感觉好一点 小归兰 宋求几步跑了过来 叶归兰连忙摇头 没事 我没事的 总是喷鼻血 叶归兰笑得尴尬 宋求眼神复杂地看着洋娃娃 宋然然的小手握了握 扬起小脸笑了出来 我不走哦 我要和小归兰再多待几天 硬是让我走 我可是会把这里闹得天翻地覆 宋求的喉结动了动也没憋出一个字 最后只能狠狠叹气 好吧 杨娃娃咯咯笑开 小归兰 要好好锻炼身体昂 等下来找你 叶归兰只能苦笑 宋求看着杨娃娃走了出去 大手连忙探去叶归兰的手腕 叶归兰直到她担心自己 连忙开口 宋说我真的没事 喷鼻血而已 据她娘的没事 要不是有老子和那灵气 你早就没了 季灵的声音带着狂怒 叶归兰选择听不见 直接切断了和她的联系 宋求站起身 离她远点 小归兰 叶归兰点头 虽然不明白其中缘由 宋求说完这句话匆匆出去 细心地替她关好门 叶归兰这才让季灵的声音重新出现 小丫头骗子 你咋不听老子说话 老子会害你吗 上次害我差点死了 还不够吗 那次的确是老子的错 但就这一次你记一辈子是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咋还不明白 那家伙是幻灵级别啊 刚才那一下 没有老子和那个灵气 你怎么可能只是喷鼻血 叶归兰愣了 幻灵 又一个幻灵子老爹叶鹤之后 短时间内她这时又遇到了幻灵级别 幻灵是大白菜吗 说碰到就碰到的 而且那个羊娃娃才多大 十几岁的幻灵级别 那还是人吗 季灵 你是不是搞错了 搞错个屁 她只不过才十五岁 老子真是服你了 天煞的十五岁 你不知道有多少老怪物 永远十五岁 其实早就是土里埋好几层的年纪了 叶归兰眨了几下眼睛 来到这里 已经没有什么是她不能接受的 多离谱她都能 归根究底 她是不是人 老子不知道 叶归兰挑眉 不知道 虽然她还没确定 季灵是个什么品种 但以她对灵气的敏感程度 能够在小菊释放灵气的瞬间辨识出她 便是幻龙 季灵竟然现在说不知道 刚才她释放灵气的瞬间 老子有一瞬间以为她并非人类 但是下一秒 又没有辨别出任何不同 怎么说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季灵的声音带着无奈和挫败 这么长时间你的等级一点都不提升 你还好意思问我 你要是早点到幻灵级别 那几个家伙能醒过来 能不知道她是谁吗 你说到幻灵就到幻灵 你从我身体里面滚出来 我立马给你到幻灵 叶归兰也恼了 我以为有你在 到幻灵怎么样 也要几十年 该害啊 你别这么凶嘛 努力点还是有可能的 季灵也算明白了 她再怎么催都没用 她对自己有很深的不满 她若是在嚣张下去 搞不好一口吃的也捞不到 永远被封印在她的灵种里面 想到这点 季灵忍不住浑身打了一个哆嗦 不 她绝对不要这样 叶归兰冷冷一哼 关于宋燃燃如何她无心探究 再有隐秘也是送书自家的事 叶归兰深吸一口气 迅速收拾好自己之后出门 刚下楼便瞧见羊娃娃晃着小腿坐在那 见到她立刻扬起一抹笑容 欢天喜地地扑了上来 小归兰 今天陪我出去走走好不好呀 叶归兰原本是想跟在宋球身边 宋燃燃探手抓住她的衣袖瞬间 叶归兰只能点头嗡了一声 瞬间而发的力道让她近乎以为说一个不字 这条胳膊就不在了 怪力罗力说的便是眼前的这个了 宋燃燃挽着她的手臂拽着她往前走 叶归兰回头便瞧见宋叔一脸慌乱地冲了过来 冉冉 求叔叔 小归兰今天要陪我去外面走走 你会同意的吧 我和你们一起去 才不要 我就要和小归兰一起 求叔叔不要跟 宋球皱紧眉峰 看着宋燃燃不知该如何是好 洋娃娃也不急 笑眯眯地看她 叶归兰开口 宋叔你去忙吧 我陪她出去走走 很快就回来 宋球欲言又止 最后也只能点头 只不过低下头在叶归兰的耳边低语 无论如何 不要让她喝酒 绝对一滴都不要喝 啊 叶归兰看着宋球 尽管满脑子问号也只能点头 这边宋燃燃已经等不及拉着叶归兰出去 永昌城是三级城池 这里的环境自然优雅 就算是路边角落里的一处不起岩草丛都是被人精心修剪过的 永昌城周围皆是宝地 每年产出的珍稀草药也是这片大陆之最 在永昌城的拍卖行里 甚至会出现一等家族都来抢的珍稀资源 大多数都和制药有关 所以几乎制药总工会的每次活动都会选择这里 久而久之 这里便成为了大部分制药师出现的地方 而在这里驻扎的三等家族们 通常都会快别人一步 得到不少好东西 今天并没有什么活动 刚出地方 叶归兰便在附近见到昨天交流会上的不少年轻制药师们 他们似乎早已经熟人 三两截队 见到叶归兰出现都忍不住看过来 似乎都已经认识了她的样子 小归兰 走吧走吧 我们去交易行看看 我听说这里有很多稀奇玩意 去吗? 宋冉冉嘟着小嘴 扯着叶归兰往前走 叶归兰只觉得自己被她完全拖着前行 根本无法抗拒 她瞬间反手将洋娃娃的手握住 再这么拖下去 她早晚会摔倒在地 被她真的拖走 宋冉冉瞬间愣住 在被握住手的瞬间 她下意识地浑身一颤 而下一秒 叶归兰新鲜的鼻血再次来报到了 叶归兰连忙将鼻血抹掉 不用说 当才她瞬间释放了威压 她的鼻血仿佛探测器一样 真是灵得很 小归兰 你流鼻血了哦 宋冉冉抬起手 叶归兰连忙摇头 没事 擦掉就行了 我拉着你走好吧 宋冉冉看着两人交握的手 扬起小脸甜甜一笑 嗯 洋娃娃握住叶归兰的手 叶归兰的嘴角抽了一下 带着她往前走 手可真疼 怎么说呢 这并不是一次你请我愿的逛街 叶归兰原本是想拉着宋冉冉走的 但是到最后 这个洋娃娃似乎玩疯了一般 拖着她不停地走 几乎每一个店面都要进去逛逛 叶归兰被她的力量强行扯着往前 根本就没有说不得全力 叶归兰仔细想了想 遛狗 和这个应该没差别 原本说是直奔交易行的 结果就这么不停地逛着别的地方 叶归兰看着洋娃娃兴奋的小脸 天黑之前能到交易行吗 小归兰 我们去那里看看 这里有好多好玩的地方啊 洋娃娃情绪高涨 叶归兰抬头看了看天色 冉冉 已经中午了 你不饿吗 还行吧 小归兰饿了吗 饿了 叶归兰逛了半天彻底明白 洋娃娃真的以自我为中心 她客套一句便会当真 所有她想做什么直接开口 别绕弯子 好吗 那你先陪我逛完这个店 我就陪你去吃饭好不好 叶归兰点头 宋冉冉拉着她直接进了店铺 刚一推开门 一股浓郁的草药香扑鼻而来 叶归兰整个人莫名振奋了一下 这一上午 被洋娃娃拽着走进的店铺 大多她都不感兴趣 叶归兰忍不住主动走进店里 细细分辨着 这些草药香气的细微不同 忍不住开始寻找着对应草药 永昌成果真名不虚传 这里面还真的有好货 宋冉冉看着叶归兰瞬间发亮的小脸 忍不住低头笑了出来 放开了始终抓着她的手退到一旁 眼神扫了一眼这间店里的东西 眼神却冷了下来 还以为这里能好到哪儿去 不还是一样的破烂 算了 小归兰喜欢就好 想不到这东西这里也有 叶归兰忍不住探手 拿起了一块通体蓝色的石头 像是一块水晶一般 教人类 最好不要用手去拿 人类手掌的温度会严重破坏其中的元气 叶归兰侧手 这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很考究的姑娘 她穿的衣服连条细微的褶皱都美 一头绣发也是一丝不苟的竖起 甚至连一丝碎发都美 她的五官明明很漂亮 表情却僵化无比 像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般 叶归兰不好意思地笑笑 一时间看待 忘了 她将手中的娇人类放下 心中忍不住嘀咕 爹那个小册子上也没写这条啊 可是叶归兰哪里知道 在制药方面 叶鹤本就随心所欲 不喜规则条框 她若是能按部就班照着所有规矩来 那也不是叶鹤了 若是叶鹤此刻在自己闺女身边 定然会说 管她说什么 用手拿就是了 你连这个都能忘记 看样子也没有好好和宋会长学习 叶归兰愣了一下 宋会长说的是送书 宋会长这要水平之高 超过了很多自以为是的人 但是她却不追逐名利 甘愿埋在那样一个四级小城里 是我最为佩服的地方 姑娘开口 声音也显得有些刻板 她抬眼认真看着叶归兰 带着探究 宋会长从没有收过任何一个学生 我认为 能够当她的学生应该足够优秀 叶归兰站在那里 听着这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事实上她不是宋叔的学生 那次也是因为情急没办法 总不能让宋叔的名声受损 她才硬着头皮顶上 眼前的这姑娘明显对宋叔倾慕已久 方才说的话虽然有些无礼 却透着对宋叔的崇拜之情 叶归兰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 只能尴尬地笑笑 这个我可能只是凑数的 什么叫凑数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叶归兰有点想结束话题 笑了一下 转身走到别处 没想到这刻板的姑娘跟了上来 叶归兰 你既然是宋会长的学生 就认真一点学制药 不要是这种吊锒铛的样子 制药之上 严谨最重 嗯嗯 你说得对 叶归兰看着旁边的药材 她是真的崇拜宋叔 也是真的循规蹈矩 这就是所谓的正统制药师吧 你 没想到叶归兰会这样 姑娘也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深深叹了口气 宋会长的学生一定是经过千挑万选 明天的制药大会 我们就来比试一下 如果你没有赢过我 那就趁早自宋会长那里卷铺盖走人 姑娘说完 转身走了出去 也不管叶归兰本人答不答应 自顾自地走了 叶归兰只能无奈笑笑 倒觉得她有些真性情 是真的崇拜宋叔 不然也不会专门来找自己 叶归兰看着那颗骄人泪 探手拿了过来 真的会破坏元气 叶归兰仰起唇角 小手将骄人泪握紧 还没等感受到什么 只听店主封了一般的低吼 放下 谁让你用手碰的 你不知道药材店的规矩吗 叶归兰听了 不但没放还握得更紧 店主瞪着眼睛眼看要冲过来 叶归兰仰了仰手 我买了 客人您慢走 当心脚下 店主是亲自送到门口 还不忘对离店的叶归兰挥挥手 160万的骄人泪 那个小姑娘不眨眼就买走了 店主心里再如何震惊也不能表现出来 只是心里不停嘀咕 她就那样手拿着骄人泪走了 估计对这要也是一窍不通吧 什么呀 根本没变化 走出店门 叶归兰看着掌中的骄人泪 那里面有细小的蓝色水流涌动 若是真的能迅速破坏 里面的这些蓝色水流应该消失不见才对 叶归兰将骄人泪拿在眼前 仔细看才发现那里面细小的水流是一条细小鱼尾 正在其中来回拍打游异 若换作别人 这个东西早就废了 宋冉冉嘻嘻一笑 主动地拉住叶归兰的手 小归兰很特别呢 你用微妙的灵气平衡了骄人泪之中的元素灵气 这一点人类可做不到啊 叶归兰瞬间有一种从里到外被彻底看透的错觉 便在同时 聚灵空间之内的细灵难耐地发出咆哮声 啊!老子真个应他 没有破坏浇人类是因为细灵你吗? 叶归兰意识交流 细灵不耐烦地恩了一声 在你体内吸收你能给我提供的一些灵气 老子说过又不是白吃你的 你的意思是你能繁补我灵气 纵然然盯着叶归兰 红唇微微扬起 小归兰 你似乎有一些有趣好玩的东西呢 纵然是幻灵级别 也没办法让骄人泪在手掌中这么久还没有被破坏掉 叶归兰猛地打了一个寒颤 将这颗骄人泪迅速收起 再说什么胡话 我不是人还能是什么 可能这颗不是什么上好货色吧? 是这样吗? 纵然然歪着脑袋瓜 一副不是很懂的样子 叶归兰连忙点头 是啊 就是这样的 我饿了 我们去吃饭吧 杨娃娃见她一脸逃避的样子 咯咯一笑也不再追问 拉着她走进一家酒楼 到了二楼包间之内 叶归兰坐在那里有些心不在焉 她正在意识里和纪灵对话 纪灵会反补灵气给她 看样子 她也不是一无所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见所能地汲取灵气 纪灵吸收得多 反补给自己的也会越充足 这是表面上看她比较亏 但越是以后 她兴许赚得越多 原本叶归兰十分排斥机灵存在 更恼火 因为她让自己实力晋升困难重重 只不过现在 她有些改变了想法 而这边 杨娃娃开心地点起了菜 叶归兰则是坐在那里神游 直到她闻到了饭菜的香味才回过神 她看向宋冉冉 只见她拿起了一个小杯子 整张小脸的五官透着狂喜 她的那双眼睛死死盯着面前的小杯子 迫不及待地送到了自己嘴边 叶归兰皱眉 那是什么 让她兴奋 渴望成这个样子 一阵清风自窗口吹进 一丝近乎不可闻的酒香窜入了叶归兰的鼻中 叶归兰猛然抬头 想起了宋求交代过的那句话 不要让她喝酒 一滴都不要碰 糟了 别喝 叶归兰喊着 伸手就要将那杯子夺过来 而宋冉冉的动作快地出起 似乎预料到叶归兰的意图 小身子如幻影般闪到了几步开外 叶归兰瞪着眼睛 眼睁睁地看着她将那小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是酒 是酒啊 宋冉冉喝下 小声嘀喃着 一张小脸开始缓缓泛红 本来精致可爱的五官在此刻却透着几丝扭曲 那双眼底闪烁着疯狂的光 她在狂喜 她在兴奋 她甚至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冉冉 叶归兰看着她此刻通红的小脸蛋 试探性地喊了一声 宋叔不让她喝酒 难不成是怕她醉了吗? 叶归兰连忙起身去服 站在那的宋冉冉突然哈哈一笑 猛然仰起小脸 呵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塌娘的爽了 酒 喝到酒了呀 那柔嫩的小手 猛地朝着旁边的墙壁一撞 哗啦 叶归兰看着瞬间出了个洞的墙壁 看着隔壁木凳口呆的客人 她嘴里甚至还有半口饭 宋冉冉哈哈一声大笑 抄起身边的矮桌 稍微一个用力 碎了 宋冉冉咯咯一笑 红着小脸如阵风般跑了出去 而叶归兰 只有两个字回荡在脑海里 完了 冉冉 冉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酒楼之内已经炸了 宋冉冉就像是个横冲直撞的小野猪般 短短半分钟之内 这家酒楼已经千疮百孔 近乎没有一个房间是完好的 鸡飞狗跳都无法形容场面的壮烈 工作人员傻了 老板疯了 客人们跑了 叶归兰追着宋冉冉一路出了酒楼 也不过眨眼的功夫 她便消失不见了 幻灵级别真正爆发而出的速度 岂是她一个距灵级别可以追上的 哈哈哈哈 宋冉冉的声音猛然响在某个方向 叶归兰头皮一麻 想也没想地把腿就追 那声音如魔音灌耳 让人的意识能在瞬间模糊 明明如银铃一般 却让人心声寒意 宋冉冉的移动速度超乎叶归兰想象 她追了一会儿绝望发现 仅凭她是根本不行的 宋书 叶归兰想也没想便要往回跑 宋冉冉的笑声却戛然而止 小归兰 小归兰在哪里啊 她现如今又似颠狂般 呼喊着自己 叶归兰只觉得鸡皮疙瘩在瞬间爆起 扭头的身子也硬生生站在原地 她想也没想仰头吼了出来 冉冉 我在这里啊 永昌城的这一鱼已经翻天覆地 宋冉冉突然的癫狂让民众们四散逃窜 也没谁在乎一个站在原地鬼吼鬼叫的家伙 很快宋冉冉的声音传来 啊 发现小归兰了 等我啊 我这就来找你 又是一阵鬼哭神嚎 又是一群慌张逃窜的人 叶归兰狠狠松口气 她能来找自己 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她娘的 你快跑啊 季灵的声音猛然响起 老子已经感应到幻灵的气息 已经有几个往这边赶过来了 你说幻灵 废话 这么大动静 那家伙快要把这里掀开了 这里的幻灵怎么可能做事不管 叶归兰脸上一沉 宋冉冉也是幻灵 但也不可能是一对多的能力吧 宋叔这么嘱咐一定有她的理由 她一定不希望杨娃娃被抓住 叶归兰沉思几秒 转身撒腿就往城外面跑 你她娘的怎么往城外跑 不往城外跑 难不成要在城里被一锅端吗 一一锅端 啥意思 总不能让宋冉冉和我一起在这里被抓住吧 叶归兰疯狂地往城外面跑 只是她的速度实在令人捉急 既灵疯狂低吼 就你这速度 再过一会儿就被抓住了 我有什么办法 我只是个聚灵级别 我能跑多快啊 叶归兰一边疯跑一边回应着 宋冉冉的笑声越来越近 而她还没跑出去啊 等下几个幻灵级别过来 只不定要闹出什么事端 不要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可是叶归兰魔法 她怎么可能跑过幻灵 给老子跑快一点 跑 既灵一声嘶吼 叶归兰只觉得一阵强大的力量自灵空间汇聚而出 瞬间便冲斥在自己的四肢百孩 如一只无形大手托起了她的脚 她整个身子似乎浮在了空中 一步十米 叶归兰跑出了这样的错觉 不 这不是错觉 她是在跑 而且跑得飞快 给老子跑 既灵的声音回荡在脑海里 叶归兰咬紧牙关往城外跑去 她知道这是既灵在帮她 但是能帮多久 也只能看命了 我猜 那什么 从我面前跑过去了 路人只觉得一阵风姿面前挂过 叶归兰朝着城市边缘疯狂跑着 整个城为什么这么大她跑了多久 倒没到城门 威武森严的大门越来越近在眼前 叶归兰狠狠松了口气 但门口排队的人潮让她整颗心又跌了下来 在整个紧要关头 她怎么可能乖乖排队出城 如果硬闯的话 会不会死啊 还想什么 飞出去啊 继灵又是一阵怒吼 没等叶归兰反应过来 集中在脚底的那股强大力量化为一阵热流 瞬间汇集到了她的背部 叶归兰倒吸一口气 她整个人双脚离的 她猛然往后看 不知何时 身后已经有了一对近乎透明的小翅膀 叶归兰看着自己离地面越来越远 背后的小翅膀拼命地挥舞 叶归兰也管不了见到她的人有多惊诧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 深吸一口气 整个人飞了上去 直接跃出了高达城门 朝着城外走了 有人直接飞出城门 看守第一时间发现了叶归兰 目瞪口呆地看她 就这么直接飞上去 不信邪地又探出脑袋 我没看错吧 她那是自己飞出去的 怎么可能自己飞出去 那是幻灵级别才做得到的 估计是齐了个可以隐身的魔兽吧 我说也是吗 那个看上去也不过十几岁大 幻灵级别 不要太吓人 哈哈哈 小龟兰 你等等我吗 哈哈哈 哥 我来追你喽 又是一道身影自城门之上飞过 守卫看得有些惊住了 怎么又一个 这也是齐了隐身魔兽 另一个守卫闭口不语 只是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没等两个人缓过神来 又是三道身影脊椎而来 只不过在城门上空停下了追击 两个守卫一箭 离开地头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只是心里嘀咕 怎么回事 这可是永昌城的三位幻灵级别 怎么都聚在这里 难不成是有大事要发生了 他们已经出城 可以不用追了 其中一位先锋盗鼓的中年男子滴滴开口 只要不在城内 无所谓了 就这么不追了 那两个实属可以 我听说 还和宋求有关系 一个面容妖娆的女子不想就此放弃 瞪眼看着另外一个一脸笑眯眯的样子的微胖男人 微胖男人呵呵一笑 他们若是再回来 我们出面也不迟 现在 就算了吧 先锋盗鼓的男子点头嗡了一声 率先离开 微胖男人笑呵呵的也走了 妖娆女人站在半空中 看着夜归兰和宋然然消失的地方 只能冷哼一声反身离开 两个守卫在下面屏住呼吸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刚才飞出城的那两个 似乎是这三位大人的追击对象 你听到了没 和宋求有关 宋求 是谁 宋然然 房间之内的宋求 近乎自原地蹦起 火急火燎地往外面冲 你要是敢把小龟兰怎么样 我可不会管你是谁 宋求咬牙切齿地嘀咕 只是他刚冲出去 却有人已经比他更快 挡在了面前 方才在城门半空的微胖男人笑眯眯地看着宋求 小求 真是好久不见啊 帝方大人 宋求的额头冒出冷汗 他心里急得不行 却不敢对面前的人不敬 帝方 永昌城的三位幻灵之一 大人 我 走 和我进去说说话 帝方笑呵呵地开口 也不管宋求答应与否 直接走了进去 宋求尴尬地站在门口 狠狠咬牙 帝方大人 我真的不 你家的那位 不会伤了那个小姑娘 帝方仍旧是那一脸笑咪咪的样子 甚至拍了拍椅子 你不用慌张 你家那位没喝太多 顶多就是发个酒疯而已 不过那个小姑娘倒是聪明 知道把她往城外引 估计也是怕后续会给你惹麻烦吧 听到这里 宋求的心裁放下 看着里面不动如山坐着的帝方 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宋求叹口气 我应该跟着去的 不然也不会 哎 是我不对 要我说 你们宋家太惯着 这位就不应该出来 帝方笑呵呵地看着宋求 我听说 你收学生了 宋求一愣 早知道她就不带小桂兰来了 她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叶桂兰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 让这些人明白她是怎样的制药天才 但是没想到 帝方大人竟然也会关注 宋求只能点头 她是个很优秀的孩子 是我所认为的制药天才 帝方仍旧是那一脸笑呵呵的样子 不得了啊 得到你这么高的评价 这么多年 我就没看过你对哪个年轻人如此亲眼有加 大人过奖了 宋求扯了扯嘴角 心里还是惦记着叶桂兰和宋冉冉 她不亲自追着过去 实在是有些不放心啊 我的红莲已经追上去了 不必担心 帝方开口 宋求猛然抬眼 大人 你这是 你家的那位 我也算有几分好奇 但是那个小姑娘 我确实更在意 帝方坐在那 笑咪咪地开口 她跑得飞快 我的红莲 都没有追上 甚至到最后 更是一跃飞出了永昌城门 飞 飞 宋求也傻了 她看着帝方 大人 你会不会看错了 她 她也只是聚龄级别 小球啊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聚龄级别 你是说 我的红莲 连一个聚龄都追不上吗 帝方那双原本眯起的笑眼缓缓睁开 宋求敏紧嘴唇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帝方呵呵一笑 那双眼又重新眯了起来 小球啊 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 你认为 我会对你的学生做什么不利举动吗 完全不敢这么想 宋求低声开口 帝方笑得开心 等她回来 让我见见 小龟兰 你藏哪里了 不过别担心哦 我很快就把你找出来 呵呵 呵呵呵呵 叶龟兰猫在一个十分茂盛的草丛里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她一双眼盯着某个方向 手心上都是汗 她怀疑自己这身衣服已经快被汗水打透了 感动吗 不 一点都不感动 她在寄灵的帮助下 用飞地跑出了永昌城门 虽然那对小翅膀只维持了短短一分钟 好在也有 接下来便是逃命般的速度 把宋然然引进了这个她都不知道的地方 她原以为引到这里 让宋然然追上自己便可以了 但是叶龟兰发现 到了这里 宋然然就变了 小龟兰 不得不说你真的很会藏呢 我竟然都感觉不到你的气息 嘻嘻嘻 是那个东西在帮你吗 叶龟兰不由地呼吸一紧 季灵的声音在脑海里回响 她娘的 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有点吓人 叶龟兰额头又落下汗水 忍不住憋了一口气 属于季灵的灵力 在这个时候很是难得的出现 叶龟兰周身萦绕着一股淡淡金色 稀薄道近乎肉眼不可见 叶龟兰也无暇去思索 这是怎样的灵力 只是觉得 洋娃娃的笑声已经脱离了方才的甜美 越来越瘆人 就像是午夜响起的铃声 生生催人浑命 到底怎么回事 洋娃娃就跟忽然换了个人一样 她的笑声甚至已经趋向尖锐 听着越发刺耳 叶龟兰忍不住浑身出了冷汗 季灵告诉她 不要动 一下都不要动 甚至连呼吸 都最好憋住 老子撑不住了 季灵的声音越来越弱 叶龟兰死死咬着后槽牙 头一次不希望她这么快离开自己 她看着原本包裹住自己的金色元气渐渐消失 就像是保护屏障正慢慢退去一样 不要让叶鹤的灵气出现 不然你会被很快发现 季灵的声音越来越模糊微小 叶龟兰嗡了一声 老爹留下的那抹灵气 只要她没遇到生命危险 便不会有任何动作 甚至她能控制那么一小夏 小龟兰 我找到你了哦 呵呵呵 呵呵呵呵 我来了 洋娃娃的声音原本在那边 在季灵的灵气溃败瞬间 调转方向 直奔叶龟兰 这感觉放入被猛兽钉上 不管你跑得多远藏得多隐秘 也能被她找到 下一秒狠狠撕碎 叶龟兰很想用一念吼一嗓子 季灵你别走 但是随着宋燃燃的迅速接近 那股破人的威压直接让她的鼻血喷了出来 感应到她体内灵气变动 属于叶鹤那抹灵气瞬间护在了她的灵种四周 而宋燃燃更为准确地捕捉到叶龟兰 她的笑声更为尖锐 甚至透着捕捉猎物般的折磨和狂喜 小龟兰 你不要动哦 我这就来了 你 不 要 过 来 叶龟兰很想开口 她捂着自己不断喷涌而出的鼻血 浑身都是汗 动也不敢动 看着这根本止不住的鼻血 叶龟兰狠狠咬牙 身头缩头都是一刀 她没什么好怕的 然 嗯 她发声的瞬间 一只手自后方将她捞了回来 稳稳固定在自己怀里 叶龟兰还没回头 便知道她是谁了 你 叶龟兰回头 刚要说话 另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 微微摇头示意她不要发声 叶龟兰愣愣点头 看着宛若字图里突然冒出的月无争 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是土地公 月无争看着她鼻子下面的两条红 实在忍不住勾起嘴角闷笑一声 叶龟兰这才反应过来 但也无暇这一味不明的笑 月无争的神色一紧 不由分手地将叶龟兰更紧地圈在自己怀里 叶龟兰愣了一下 刚要往前挪挪 月无争强硬地将她拉回 声音压低附在她耳边 别动 她来了 让若珊自头顶压下 只不过这一次叶龟兰只是感觉 她的鼻血已经止住 体内的灵气也没有刚才那般不平 她机械样地将脖子扭了过来 黑毛透过草丛看着前方 一个娇小身影蹦蹦跳跳地走了过来 甚至还哼着一些不成调的歌曲 叶龟兰看得心头发凉 那是宋冉冉 宋冉冉原本白皙的小脸 此刻被一种红色神秘课文占据 犹如一只血红蜘蛛趴伏在她的脸蛋上 原本甜美可爱的五官在这刻文的映衬下说不出的诡异 扬起的唇瓣隐隐能看到有点尖秃的牙齿 刻文自她的脸上不断延伸 脖子和露出的手掌甚至脚踝都被硬刻 她整个人的状态就如一只猛兽 在逗弄着自己的猎物 那红色刻文是什么 叶龟兰看得触目惊心 宋书知不知道 她若是知道 怎么可能让她和宋冉冉单独相处 叶龟兰下意识地想要回头看 叶龟兰将她抱紧 轻轻开口 别怕 有我 叶龟兰心头一暖 虽然脑子里有太多问号 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为什么恰巧出现在自己身边 但叶龟兰只是点头 安静地依偎在她怀里 看着不断接近的宋冉冉 叶龟兰的呼吸不由的一紧 手不自觉地抓住叶龙征放在她身前的手 叶龙征愣了一下 她掌心里都是汗水 手滑溜得像个刚出水的泥秋一样 看着她额头冒出的汗水 叶龙征多少有些心疼 黑眸看着逼近这里的宋冉冉 压下了心中那股想要出手的冲动 她的时间都是偷来的 若是因为这个出手 太不值了 小龟兰 你怎么又不见了 宋冉冉突然停下脚步 她就站在距离叶龟兰不出百米的地方 疑惑地歪着小脑袋 嗯 这一次是彻底不知道你在哪里了 是那个东西在帮你吗 小龟兰 小龟兰 叶龟兰只觉得自己嗓子被死死卡住 看着明显已经缝磨的宋冉冉 她根本不知该如何反应 这样的宋冉冉到底还是不是人类 小龟兰 你不乖哦 刚才明明都要找到你了 为什么还要躲起来呢 宋冉冉站在原地 一双大眼睛看着四周 我这么喜欢小龟兰 为什么 要躲着我呀 突然地咆哮 那声音根本已经超脱了人类的范围 夹杂着类似受类的嘶吼 宋冉冉狠狠握紧了拳头 你再不出来 我可真躲生气了 岳无争皱眉 事情比她想得还要棘手啊 而永昌城内 一道身影十万火急地往城外狂奔 送球跑得浑身大汗 但也不敢停下 小龟兰 小龟兰 你可不能有事 不能出事啊 小龟兰 小龟兰 宋冉冉嘶吼着 她的声音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本的音域 掺杂着类似不知名的兽吼 岳无争缓缓站起身 直接将叶龟兰抱了起来 单手就那么拖着她 叶龟兰只能慌乱地抱紧她的脖梗 她力气真大呀 叶龟兰的视线一转 呼吸近乎在这个瞬间停下 宋冉冉 就站在她们面前 只不过背对着她们 叶龟兰瞪着眼睛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岳无争面无表情地站在那 没有丝毫慌乱 黑猫只是淡淡地扫了一个方向 突然冷笑 下一秒 距离她们百米开外的地方 突然想起一阵想动 宋冉冉跟打了鸡血般窜了过去 小龟兰 是不是你呀 擦 发声响动的草丛 有一道火红流光窜出 逃命般地跑了 叶龟兰看得以为自己眼花 那红色的是什么 而宋冉冉带着恐怖笑声追了上去 叶龟兰见她走远 这才缓缓松口气 没等她开口 岳无争已经带着她跑了起来 一边跑一边低声说道 宋老师在哪里 为什么你会知道 我说过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 将精力全放在一个男人身上 叶龟兰听到这话莫名觉得心毒 这话她说了不止一次 那是从前的叶龟兰 她不一样 她不是从前的叶龟兰 她到底能不能看见真正的自己 想到这里 叶龟兰的无名邪火突然冒了出来 伸出手狠狠地捏了一下她的脸 下手的瞬间 只觉得一个男人的脸为什么能光滑到这种地步 那感觉像是摸了华石粉一样 滑溜得可怕 岳无争被她突然捏脸 心跳都快漏了一排 就趴下一秒那张面具被她扯下来 好在指一下她便收手 你做什么 岳无争低吼 叶龟兰的小手将她的脸扭向自己 清澈见底的黑眸直直地望进她的眼底 如此坦然赤诚 让岳无争瞬间愣住 我要说多少次你才记得住 那是以前的叶龟兰 不是我 不要把我和从前的叶龟兰相提并论啊 岳无争看着她的眼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迅速别开目光 知道了 叶龟兰见她如此 忍不住扬起嘴角 岳无争抱着她一路狂奔 还没跑多远 叶龟兰便听到了宋然然风魔般的叫喊 你敢骗我 小龟兰 你敢骗我 叶龟兰的呼吸又到了嗓子眼 这么快 她还蛮聪明的吗 岳无争低语 索性不跑了 就这么抱着叶龟兰停在原地 叶龟兰以为她要松手 发现她没有这个意思 也只能乖乖被抱着 宋然然的声音有远极近 也就只有不到一分钟的功夫 便到了两人面前 叶龟兰听着自己快要炸裂的心跳 看着那个已经完全变了模样的洋娃娃 带着争鸣的笑出现在自己面前 那双已经完全被红色布满 已经看不到同人的眼睛盯着自己 她开口 叶龟兰清晰可见 藏在嘴里的尖牙 怪不得 老子分不清她是啥 季灵的声音突然响起 虽然虚弱 但听得还算清晰 你活过来了 你 算了 老子不和你计较 这小子在用自己的灵气保护你 老子吸了一点 你吸了他的 你怎么吸的 你不是只能通过我吸取灵气的吗 老子也不清楚啊 就知道能吸他的 不吸白不吸啊 你吸他的做什么 你吸我的还不够 你还去吸别人的 他是来救我的 老子就吸了一点啊 你的一点是一点吗 叶龟兰突然想到 他在网上看的段子 我就吃一勺 那勺比饭盆还大 老子就是吸了一点吗 叶龟兰连忙看向岳吴征 发现他并没有什么异常 既灵的一点怎么可能是一点 他都能醒过来和自己对话 这一点究竟有多点 岳吴征面色无异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 叶龟兰也没时间再去想这些 宋冉冉就在面前 那双血红之眼死死盯着他 像是发现了什么新玩具 一般兴奋 小龟兰 你和我果然是一样的 嘻嘻嘻 什么一样的 鬼才和你是一样的 叶龟兰紧着呼吸 岳吴征盯着宋冉冉 他和你可不一样 嘻嘻嘻 我明明看得见 那东西就在小龟兰的体内 怎么就和我不一样呢 岳吴征冷笑 将怀中的叶龟兰抱紧 不紧不慢 甚至还略带挑衅地回了一句 你是受血之身 他可是纯正的人类 你说什么 叶龟兰看着岳吴征 脑海里季灵的声音也在这时候响起 他是半人半兽啊 灵气转变 怪不得老子一时分不清 半人半兽 叶龟兰看着面前的宋冉冉 怪不得纪灵你说 她是老怪物 有着瘦的血脉 寿命一定远超于正常人类 至于洋娃娃这样的样貌 也能说得通了 叶龟兰咽了一下口水 宋冉冉看得见她体内的纪灵 所以才对自己如此亲切 知道她是什么瘦的血脉吗? 看着课文 像是通天碧玉珠 这是个什么玩意? 通天碧玉珠 我只能说宋家真的藏了个好东西 岳吴征轻轻开口 叶龟兰惊地扭了一下头 她怎么什么都知道 这么一对比下 自己仿若是个傻子 季灵也透着些许惊讶 这小子竟然还知道这个 有点见识啊 通天碧玉珠数量极其稀少 而且种群结构单一 分支也少 传承的血脉也就更是稀少 总之这个物种就是少少少 老子是不知道眼前这个是怎么得到这样的血脉 不管是强行还是顺其自然 都是惊世骇俗的存在 叶龟兰咽了一下口水 宋叔应该多少 直到一些吧 不然也不会当时就要送他回去 通天碧玉珠 听着名字就很厉害的样子 宋冉冉听到岳吴征的话 不由地愣了一下 你竟然知道我是什么 岳吴征惊笑 宋家能够位于二等家族 一直未曾出局 就是因为有你吧 嘻嘻嘻 我可不管宋家如何 我只玩我的 二等家族 宋叔竟然是二等家族 他怎么和自己老爹一个性子 窝在那样一个四等小城里面 叶龟兰想到这里忍不住无奈摇头 还真是脾气路子都是一样的 不然也不会和老爹成为那么好的朋友 叶龟兰看着宋冉冉 冉冉 我们回去好不好 你不要再闹了 岳吴征看傻子一样看叶龟兰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现在的她会听你话吧 你是不是傻 啊 是不是傻 季灵的声音在脑子里爆开 现在她的兽文都出来了 性格大变 直白点说她有两个人格 人类的性格在一个便是兽文激发而出的兽性 你是不是傻啊 我现在才知道啊 你可以收声了 叶龟兰被吼得有些没面子 她看着宋冉冉 兽画 兽文 可以收回去的吧 既然可以狂暴 那就可以回到原先的她 季灵突然没了声音 叶龟兰狐一挑眉 喂 你倒是说话啊 她和你不一样 不是你求偶的对象 岳无争的话 让叶龟兰的汗毛瞬间砸起 等 等会儿 求偶 求什么偶 偶什么求 是她理解的那个求偶吗 动物世界的那种吗 大自然开始复苏 春天来临 动物们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叶龟兰狠狠摇头 我和她是同性 岳无争的手轻轻掐了一下她的大腿 示意她不要再开口 苏然然听到这话 小脸瞬间阴沉下来 属于兽的低音字 喉咙深处窜出 她是我的 不 她已经是我的了 岳无争淡淡开口 没等叶龟兰反应过来 另一只手扣住她的后脑勺 将她的脸压向自己 她的唇子她的唇边划过 落到了她的额头之上 叶龟兰傻了 那瞬间她甚至以为她真的会亲上来 岳无争挑衅般地看向宋然然 看到了吗 她是我的 宋然然站在那里 拳头死死握紧 鲜红的双瞳盯着叶龟兰 似乎不死心的样子 叶龟兰忍不住低吼 你激怒她做什么 我们叫她退让 岳无争低语 通天碧玉珠 不喜欢别人的东西 岳无争看着宋然然的表情 神色瞬间阴沉 不过 也有例外 而你 就是这个例外 她抱着叶龟兰迅速起跳 地面崩裂 一条巨大的蜘蛛触角自地底探出 岳无争晚上一秒 必将被贯穿而死 她是真的看上你了 岳无争低语 落在地面的瞬间再次起跳 又是一条触角 自地面窜出 她看上的不是我 龟兰低语 宋然然看上的是她体内的 季灵 老子不要她 心有灵犀 季灵吼了出来 老子猜不要蜘蛛 给老子滚啊 不管如何 这是你惹下的烂摊子 叶龟兰用意念和季灵沟通 我把身体交给你 你出来自己解决 刚才不是吸了岳无争的灵气吗 出来 季灵无奈地嘶吼 最后也无可奈何 顺着叶龟兰的灵重 两人进行了短暂交换 如同那个面对爆丧鸟的瞬间 叶龟兰的黑眸闪过金芒 整个人的气势瞬间改变 岳无争敏锐地感应道 近乎在季灵出现的瞬间马上松手 叶龟兰自半空落下 稳稳落在地上 而正在发飙的宋然然早已经小脸通红 羞怯不已地站在那 是你 嘻嘻嘻 是你啊 也许是过于害羞 藏在地面之下的所有触角瞬间出现 岳无争几个 起跳躲开 看着那几条毛茸茸的触角在一个人类小姑娘的身后扭动 怎么看怎么诡异 叶龟兰站在那 还是她的声音 但整个人透着一股野性和嚣张 给老子滚 季灵开口 宋然然红着小脸摇头 不要吗 人家喜欢你 老子不要你 听到没有 可是人家喜欢你啊 看我一眼吗 宋然然凑了上来 整个人又要抱上来 叶龟兰自己的意识看着突然靠近的宋然然 还有她身后那毛茸触角 忍不住心底发寒 她只看见自己的身体扬起一条手臂 啪 一个巴掌就那么狠狠甩了上去 叶龟兰自己傻了 只听见自己的嘴说话 滚 季灵 你给我滚回来 叶龟兰忍无可忍地低吼 她怎么能甩上去一巴掌 就算是半人半瘦 就算是通天避玉珠 就算是她不喜欢 但也是个女孩子不是吗 一巴掌 她面对别人的喜欢 竟然给的是一个巴掌 不要吗 人家不滚 站在一边的岳无争险些没站稳 叶龟兰也看得大跌眼镜 被打了一巴掌的宋然然眼冒猩猩 非但不生气 反倒是更为沉迷的模样 再不滚 老子弄死你 不嘛 不嘛 这都是什么对话 叶龟兰听得头疼 季灵似乎也受不住 没提前打招呼 便回到了凌空剑之内 叶龟兰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 宋然然抬眼 那双血红双瞳 看着叶龟兰好一会儿 嗯 怎么变了 糟了 岳无争瞬间冲过去 想要将叶龟兰拉回来 然宋然然的动作更快 身后的所有毛绒触角 将两人围拢在其中 宋然然抱着叶龟兰 嘴唇缓缓扬起 口里的尖牙漏了出来 不要怕哦小龟兰 然然 宋求的声音响起 她跑得满头大汗 看着那毛绒的蜘蛛触角 更是心跳加速 整个人化为一道黑线 手掌拿着什么东西朝着宋然然羊洒了过去 透明的液体 洒在了宋然然和叶龟兰的身上 宋然然眨拔了一下眼睛 身上的刻纹便在几秒之内瞬间褪去 身后的毛绒触角也在瞬间消失殆尽 呼 宋求一把接过昏过去的宋然然 这对于人类无害 小龟兰没事吧 叶龟兰连忙摇头 宋叔 她没事吧 宋求低头看了看宋然然 长嘘一口气 没事 还好我及时赶到 不然实在没办法想象 宋求厚怕地看着叶龟兰 扫了一圈 确认她真的平安无事 叶龟兰听着宋求微微有些颤抖的话音 还有她大汗淋漓的样子 知道她一定拼命赶来 宋叔 我 刷刷 两道暗影出现 两个一身黑衣的人出现在宋求旁边 看着她怀中的宋然然 交给我们吧 宋求点点头 两人看着站在一边的叶龟兰和岳吴征 他们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作证 宋求眼睛盯着两人 气势非凡地开口 不容忍反驳 两个黑衣人只能点头 其中一个抱起宋然然 几个起落便消失在密林之中 叶龟兰刚要开口 岳吴征上前拽了她一下 对着她轻轻摇头 宋求对着她招招手 他们会将然然安全带回去 别担心 过来扶宋叔一把 叶龟兰连忙上去 宋求在她接触的瞬间 轻轻低语 你什么都不知道 叶龟兰嗝了一声 宋求握着她的手 别担心她 她没事的 好 叶龟兰开口 宋求回头看着出现在这里的叶吴征 小子 又是你 叶吴征轻笑 没错 还是我 宋求看着叶吴征 说不上来什么感觉 她见着少年第一眼便觉得她不是常人 就跟当年见着叶鹤时候的感觉一模一样 当年叶鹤还有一张风流倜傥的俊脸 而这小子 连言都没有 却给她同样的感觉 宋求在心中琢磨了几分 上一次在青莲山脉 叶吴征的表现让宋求已经刮目相看 这一次 她又是出现在小龟兰身边 又如上一次般保护了她 宋求看着叶吴征 除了这张平凡无奇的脸 她是真的不错 宋求脑子里突然一道闪电劈过 这小子 该不会喜欢小龟兰 宋叔 我们回去吗? 叶龟兰开口 她不太晓得这里是什么地方 一路都是靠季灵的力量跑出来 有些慌不择路 宋求抬头看了看四周 我们要是用走的 得两天才能到永昌城 小龟兰你跑得还真是够远啊 有 有吗?叶龟兰笑得有些尴尬 她只觉得自己跑了没多久 却没想到这距离已经这么远 两天时间 回去还花菜都凉了 这要交流比赛也会因此错过 这样的话 还不如直接回小宗门 想到宋然然那个样子 叶龟兰莫名还是有些恍惚 半人半瘦血脉 通天碧玉珠 她的人生经历也蛮丰富的哦 小球 找到她了呀 一道和蔼可亲的声音出现 接着便是一个微胖笑咪咪的男人走了出来 在她身侧 一只通体红色的巨大狐狸跟随 叶龟兰看着那只火红狐狸 莫名觉得有些眼熟 这一身红色的毛发 如果动作快起来 会不会就是一道火红流光 岳无征站在后面 不懈地扫了一眼那只火狐 没多说什么 宋求有些意外 碧芳大人怎么来了 碧芳笑咪咪的开口 我原本是想见见你家那位 但还是晚了一步 碧芳的眼神越过宋求 看着叶龟兰 笑咪咪的问道 她 就是你的学生吧 宋求连忙点头 却没有急着拉叶龟兰出来 倒是有意转移话题 碧芳大人竟然亲自过来 实在是我的过错 碧芳笑咪咪的看着宋求 这都是小事 小球你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过来就是送你们回去 我的红莲 明天应该就能让你们回到永昌城 这怎么行 宋求连忙开口 怎么能劳烦碧芳大人 小球 你这是要和我见外吗 还是说 不需要我的帮忙 是我自作多情了 怎么会 小球不敢 那就好 红莲 过来吧 通体红色的狐狸 缓缓走了过来 她的体型巨大 远超普通狐狸 她四掌着地的高度 就已经超过了叶桂兰 三个人 坐在她背上根本不是问题 叶桂兰微微扬起头 这哪里是狐狸啊 这分明是头红色大象啊 就是她 在刚才那只蜘蛛抱走的时候 躲在一旁不出声 寄灵的声音带着明显轻蔑 如果不是那小子 她只会看着你死 说得不好听一点 在老子的灵气保护你的时候 那蜘蛛还能找到你的位置 多半是她引过来的 叶桂兰的眼神瞬间一冷 见死不就她可以理解 毕竟非亲非故 但她故意引羊娃娃过来 这就不是有点过分了 寄灵 你说她的灵重怎么样 想想 老子都能流口水 换灵级别啊 叶桂兰盯着火狐 那眼神让火狐莫名觉得有些胆寒 碍于必方 宋求也只能硬着头皮爬了上去 小桂兰 上来吧 岳武正在宋求之后上了火狐背部 发出了不屑的一声轻哼 叶桂兰仰着小脸 好 我这就上去 抓着火狐薄梗的那把嫩毛 叶桂兰发狠般地揪着 就这么 费力 地爬了上去 火狐疼得想开口骂人 疼 她这是要把自己的毛揪下来不成 哦 火狐发出不满的吼叫 叶桂兰这才放手 坐在了上面 B方向咪咪地看着她 探手拍了拍火狐的脑袋 你先走 我就在后面 火狐点点头 驮着三人调转方向直奔永昌城 宋求坐在最前面 路上一句话都没说 叶桂兰坐在中间 黑毛盯着火狐的背脊 小手悄咪咪地穿过毛发 就这么摸了进去 好 仿佛是被碰触到了不得了的地方 正在奔跑的火狐猛然停下 忍无可忍地直接开口 再碰我 别以为我不会对你动手 宋求愣了 我没碰你 火狐不耐烦地嘶吼 我不管是你们谁 再敢随意碰我 别怪我不客气 悦无征坐在最后面 刚才叶桂兰的小动作都看在眼里 忍不住扬起唇角 看着她的小手 并没有因为火狐的话而停下 笑容扬得更大 她探出手来 将她的手自火狐的毛发下拉出 叶桂兰有些尴尬 难不成被她发现了 悦无征带着笑意 将她的手放在火狐背上的某个位置 眉风微动 给了她一个眼神 两人没说话 叶桂兰就是明白了她的意思 忍不住也坏笑出来 手掌立刻探了进去 而继灵 也许是缠得不行 对幻灵灵重的渴望实在压抑不住 淡淡金色灵气顺着叶桂兰的手掌 瞬间便入侵了过去 肉眼可见的 火红色的毛发如过电一般 瞬间砸起 宋求看得有些愣了 这是发生什么了? 好 火狐的长笑才发出一个音 叶桂兰的手掌便瞬间揪住她的毛发 用尽之狠 让红莲瞬间腾出了眼泪 红莲还没等开口 只听到了一道滴滴的声音 直接压尽了她的意识 你的灵重 看上去很香啊 这只大狐狸再也不敢发出一个音 疯了一般的狂奔 原本跟在后面的壁方也有些惊了 知道一定是自己的灵兽发生了什么 她恐慌不已的情绪直接传达给自己 壁方加快速度追了上去 用自己的意念呼唤红莲 却没有得到半点回应 此时的大狐狸被寄灵的这句话吓完了 永昌城门之外 红莲将三人近乎用甩地下去 头也不回地跑向了壁方 宋求有些搞不清状况 叶归兰和岳无争相视一笑 也不多说话 而壁方 只见自己的灵兽红莲化为一道红光 窜入了寿环 一副被什么东西吓得不清样子 壁方也收起笑意 红莲 怎么回事 躲进寿环的红莲 半嗓没有出声 过了好一会儿 才心有余悸地开口 我 碰到了超越幻灵的家伙 壁方的瞳孔瞬间缩紧 红莲再也没出声 而壁方的眼已经灼热起来 她的脸重新带着笑意 走向城门 看着站在那的叶归兰 心底的火山在此刻喷涌而出 就是她吧 这是要干嘛 叶归兰坐在那 宋求坐在她旁边 而那个一脸笑咪咪的微胖男人 坐在正中间 正对着自己的位置 虽说是在和宋叔说话 那双眼却时不时地看向自己 叶归兰看见了她手腕上的兽环 那兽环通体红色 宋叔口中的壁方大人 就是那只大狐狸的主人啊 叶归兰始终没有出声 想到季灵的话 她对这位幻灵级别多少有些不耻 她如此做 定然是对自己有点想法 这人都是幻灵级别 还做这些偷偷摸摸的小勾当 嘖嘖 因为是很私人的会面 岳无征被送求安排好直接送走 叶归兰看着这位壁方大人 季灵多少带着点瞧不起的声音悠悠响起 离这个老东西远点 她心术不正 你也这么觉得 我宁可让你去接近那只蜘蛛 也不愿意靠近这家伙 叶归兰忍不住闷笑 这么一对比 她还真是不行啊 说不上来 直觉吧 就不是个好东西 叶归兰坐在那 通过心意交流和季灵一起调侃着壁方 壁方若是知道自己被如此嘀咕 一定会暴怒当场 她毕竟是幻灵强者 大多数人都畏惧地存在 叶归兰看着壁方手腕上的兽环 想到那只大狐狸忍不住嘀咕 方才我摸的那几下 你知道那只狐狸什么来头吗 就是个小角色不值一提 借铃的口气让叶归兰挑眉 在小角色也是幻灵级别的灵兽好吗 你懂啥啊 借铃漫不经心地开口 我们兽类和你们人类能一样 也只有你们人类才会在实力级别上扣来扣去 说到底还是你们太弱了 这话说的叶归兰心里不爽但也无可奈何 弱那是的确弱 在我们兽类眼里什么实力等级那都是附加的 血脉才是王道 叶归兰忍不住在心里翻起了白眼 废话 对于兽族而言 血脉本就种类多 时间久远 传承厚重 相比之下 人类单一的血脉自然会显得上不了台面 所以要在实力强度和其他方面一再奋发 加以追赶 切 就你们人类那单一稀薄的血脉 真的不值一提 老子 季灵感受着叶归兰明显飙升的怒火 金色大眼眨巴了几下 当然 人类之中的强者也很值得一提 就比如小丫头骗子你 一定未来不错 这明显讨好的话 让叶归兰的怒火一下子变消了 她多少也明白自己的处境 纵然再怎么牛批 不还是在她 一个人类的凌空间之内 叶归兰哼了一声 季灵猛的一声咳嗽 话题都歪了 不是说那只狐狸吗? 她虽然是幻灵级别 但血脉没有任何突出地方 说白了 她是只狐狸 就只是只狐狸 被老子直接吓死的鹿鹿鸟 都比她强 一口口水 差点没枪到叶归兰 鹿鹿鸟 那个直接被吓死的小家伙 不要拿人类的眼光来评价受足 血脉之力爆发起来 可比你们人类想得要厉害 老子干说没用 等你以后遇见 自然就明白了 这只狐狸不足为惧 但这老东西 离它远点 知道了 你都说好几遍了 叶归兰收回了和继灵的意识交流 而在这个时候 宋求站起身 她也跟着站了起来 那我们就先走了 宋求开口 碧芳笑咪咪地点头 只不过眼睛仍然时不时地瞥向叶归兰 叶归兰跟在宋求身后告辞 直到走出很远 她才猛然松口气 却发现 宋求同她一样 两人不免对事 宋求无奈地笑了出来 这样的谈话真是无聊 叶归兰扑痴一笑 果然宋叔和老爹一模一样啊 是啊 无聊 宋求看见她的笑容心情大好 手忍不住摸了摸她的发顶 叶归兰扬起小脸 宋叔 冉冉那边 啊 宋求叹口气 说到宋冉冉现在还有些头疼 她没对你做什么吧 没有 叶归兰脸盲摇头 她不想对自己做什么 冉冉的目标可是纪灵 那就好 冉冉她比较特殊 我一时半会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明 宋求忍不住用手按住太阳穴 她独自从家里跑出来 又闹出了乱子 真的令人头疼 不用说明 她都知道 宋叔 只要她没事就好 不会被家里处罚吧 宋求问了一声 不会的 宋家还要靠着她呢 提到宋家 宋求的表情明显书里很多 也不太愿意多提的样子 叶归兰多少看明白了什么 若不是因为什么 宋叔不会离家这么远 窝在了那个四级小城里 宋叔明天就是这要比试了吧 宋求点点头 你可要好好表现 争取让李会长对你印象深刻 叶归兰笑笑 我尽量吧 制药交流大会已经进行了五天 前几日不温不火的所谓交流 让这些年轻制药师们也觉得不痛不痒 这次大会的重头戏终于来了 年轻制药师们也都来了劲 想要在这次比试中夺得不错的名次 有实力也有野心的 更是瞄准了前几的位置 想要引的制药总工会的关注还没走到场地 叶归兰这一路便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 都在说着一个名字 方怀锦 她是有多么多么优秀 为人也多么多么低调 对宋求是多么多么崇拜 只是没能如愿成为开的学生 叶归兰本来还在听着闲话做个吃瓜群众 没想到这些人话风一转又蹦出来个名字 我听说啊 宋求收的学生是叫叶归兰 我也听说了 但是这名号没听说过啊 是啊 但凡有点名气的制药师不可能一次都没听说过 这个叶归兰从哪冒出来的 是不是宋求的什么人啊 不是吧 有人见过那个叶归兰才十几岁的样子 会是什么人啊 搞不好 私生女 噗 一口水直接喷了出来 站在比试场外的叶归兰连忙擦了擦嘴 私生女 这群人的脑洞倒是挺大的呀 一声低笑自她身后响起 她微微侧头 便见到了忍不住笑的岳无睁 不免有些恼火地瞪了她一眼 岳无睁微微挑眉 给了她一个这可不是自己说的眼神 你还不进去 岳无睁看了看比试场里面 叶归兰又喝了口水 急什么 这不还没开始吗 岳无睁看着她竖起的小耳朵 不敢相信的低声开口 你磨磨蹭蹭 难不成就是为了多听几句八卦 我没有 你可别瞎说 岳无睁看着她的小脸 眉峰缓缓挑起 叶归兰有些尴尬地扯了扯嘴角 我就先进去了 看着她有些匆忙跑掉的身影 岳无睁的嘴角上扬 想起了她对自己说过的话 不要把现在的她 同从前的叶归兰相提并论 岳无睁微垂黑眸 低难 的确 现在的你 我才真正看在眼里 叶归兰亮出正见 进入了鄙视场地 她刚一进去 早就在里面等待的年轻制药师们纷纷看过来 见到是她纷纷低下头 焦头接耳 叶归兰没兴趣听这些人的低语 准备找个角落坐下 只是她还没等走过去 一道身影直接横在了她面前 你来了 叶归兰仰头 这不是那天在药材店遇见的那位耿直姑娘 是啊 真巧 叶归兰笑笑 耿直姑娘深吸一口气 就在这个场合 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制药水平吧 我心中实在不服气 我有自信能成为宋老师期待的那个人 叶归兰一愣 宋叔的确想要良才 门下是真的空无一人 她顶多算个挂名而已 若是这个姑娘能成为宋叔的学生 不也是一桩美事 那个 我 不要放水 不然我会以为你看不起我 姑娘说完 转头就走了 生硬的脸没半点表情 叶归兰的话 顿时卡在肚子里 这时 一个人慢悠悠地走过来 有些幸灾乐祸地看她 叶归兰 你知道她是谁吗? 叶归兰扫了一眼魏一阳 直接越过她往里面走 魏一阳被如此漠视忍不住扬声喊了出来 她就是方怀锦 叶归兰转过头 黑毛盯着魏一阳 真的 魏一阳笑了一声 是啊 她的制药水平是出了名的 她给你直接下战书 是不是也有点怕了? 叶归兰没理她 站在那里 突然就笑了 魏一阳冷不丁被这笑惊了 她难不成傻了 笑成这个样子 那可是方怀锦 叶归兰真以为自己无人能敌了 叶归兰才没想什么输赢 她也根本不在乎输赢 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个姑娘 她一定要给宋叔留住 说什么都不能让她跑了呀 对于叶归兰来说 这场比试 她势在必得 要为自己打开一定名声 要让制药总工会注意到自己 但并不是夺得第一 这一件事可以成就 叶归兰扫了扫作在旁边的这些年轻制药师 自己的名字应该没有一个不知道了吧 光是宋叔 就已经为她做好了铺垫 她现在什么都不做 估计也会成为别人口中的话题 再加上方怀锦的话 她叶归兰在这场比试中 不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才怪 叶归兰忍不住扬起嘴角 她的目的快要成了 至于第一第二 让他们去争好了 她不稀罕 不过要怎么做才能让方怀锦入宋叔门下 宋叔到底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后辈如此仰慕于她呀 不容叶归兰多想 这次年轻制药师的比试马上就要开始 观赛的人并不多 场地也不大 毕竟是制药工会年轻人的切磋 也不是什么高规格水准 顶多算是小打小闹 重点就在于这些年轻人之间自己的较量 和对制药总工会注意力的极度渴望 叶归兰见到了观赛席上的宋求 忍不住对她笑了笑 而消沙不客气地坐在宋求身边 那一脸挑衅的样子让叶归兰看得有些无语 从前 她会觉得和消沙齐名的宋叔有些厉害 现在 她明白是宋叔不屑和这种人争斗 不分上下 去她的不分上下吧 叶归兰 方怀锦可是相当厉害的人物 她蝉联了三次年轻制药师制药第一 你虽然也很厉害 但和她比 你还差点 魏一扬站在叶归兰身边 真不凑巧 他们两个人被分配到了隔壁位置 叶归兰嗷了一声 也没多言 看着桌子上准备的各种药材 大概能猜出来今天比试的题目 老爹的小册子上似乎有写 应该是在靠前的那几页 叫什么来着 你 魏一扬见叶归兰根本不理会自己 也只能自己生闷气 谁叫自己在制药上比她差一截 她也只能认了前来参加鄙视的制药师们都站在了自己的桌子面前 所有桌子上的材料都是一样的 有些年轻制药师已经猜出做的是什么 有些还是猛然不知 方怀锦站在叶归兰的斜前方不远处 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她 叶归兰察觉到她的目光 连忙笑了笑 方怀锦一愣 迅速将头扭过去 有些不明白她这是在做什么 这边年轻制药师们都已经准备就绪 而看台上的人们也兴奋地开始议论 岳无睁坐在角落里 眼神盯着叶归兰的一举一动 看她对方怀锦那般傻笑的样子 忍不住闷笑出声 她在做什么呀 宋求 你那个学生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吗 参加比试还一副嬉笑模样 一点都不严肃 宋求没有说话 懒得和消杀争辩 随便她怎么说 消杀冷笑 方怀锦那样的学生你不要 竟然要收这样的 果然没什么眼光 宋求敏唇 自动过滤了她的话 心里也不急 这些在制药工会有些地位的人已经膨胀了 自认有点本事就口出狂言 消杀便是如此 她的制药水平是比一般人强 但 宋求哼了一声 眼神看着场中的叶归兰 那是叶鹤的女儿 在制药方面的才能 岂是这种人能够想见的 比试题目 药丹 比赛场地观赛的人群忍不住爆发一阵惊呼 而场上的这些制药师们纷纷皱起眉头 叶归兰黑眸一亮 哦对 药丹 老爹那本小册子上写过 只给了一句评价 没用的玩意 既然比试这个 未以养忍不住嘀咕 看着面前这些药材似乎有些无从下手的样子 方怀锦微微皱眉之后 已经开始着手制作 其他的制药师们虽然面带愁色 也纷纷开始动手 宋求听到比试的丹药名字 忍不住愣了一下 这是离会掌亲自出的题目吧 药丹 没有任何实际功效 但却基深于最难制作的丹药之列 原因无它就是承担率 只有不到10% 这是一个除了测试制药师水平之外 再没有其他任何用途的丹药 药丹不分等级 难点在于制药过程的很多细节 药材都是寻常药材 但灵力属性十分复杂 据说能做出完美药丹的 只有不超过10人 今天只是一个比试而已 却出现了药丹题目 这明显是在试探 岳无针坐在那里 嘴角缓缓上扬 黑眸盯着叶龟兰 其他制药师都已经开始动作 只有他仍旧站在那里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药丹 能想到这种无聊题目的人 明显是要试探出在场某人的制药水平 岳无针微微眯起眼睛 看着叶龟兰的侧脸 不出意外 便是他吧 方怀锦忍不住回头看 错愕地发现叶龟兰没有任何动作 方怀锦瞪眼 他怎么回事 难不成是不会做叶龟兰站在那好一会儿 深吸一口气 将所有的药材全都混在了一起 魏逸阳余光扫道 这一幕见怪不怪的样子 毕竟已经见识过一次了 但站在另一边的制药师不行 一双眼近乎要瞪出来 盯着叶龟兰的动作 脑子里估计都是问号 他到底会不会制药 魏逸阳专心自己的药材配比 听着另一边制药师倒吸一口气的声音 忍不住哼了一声 而叶龟兰这边 所有的药材都已经混在一起 他缓缓闭上眼睛 所有药材的灵气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 根本无从分辨 叶龟兰想着老爹小册子上的指示 刚要准备开始动作 季灵懒洋洋的声音突然响起 需要帮忙不? 帮忙? 叶龟兰忍不住停下动作 季灵是会反补灵力 但在制药上 他要怎么帮? 不需要算了 季灵懒洋洋的又趴了回去 透过叶龟兰的眼睛 也能见到面前的一切 这些药材的灵力多 互相克制 要找到成功的那个点 老子不信凭你自己就能做到 叶龟兰忍不住低笑 那你就看着 我先自己试试 哼 季灵颇为傲娇地出声 他自己主动开口说帮忙已经稀奇 叶龟兰心情大好 他和季灵的相处越久 越能发现他的某些特点 甚至有些想要看看 黑暗之中他的本体姿态到底是怎样的 除了名字 他再没说过关于自己的任何东西 叶龟兰也不多问一句 想说自然就开口了 面对药丹的挑战 很多年轻制药师都愁眉不展 包括方怀錦也是如此 只不过他的动作比其他人要更快 刚才还在震惊叶龟兰的操作 现如今已经摒弃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制药之中 那张明明好看却刻板的小脸满是认真 也带动了他其他两边的制药师 虽然无从下手也硬着头皮开始了 而叶龟兰这边则是完全放飞自我 桌子上的药材够两三次的 这一次就算失败 他也毫不在乎 他只想按照老爹的指示来 看看自己能做到哪个地步 叶龟兰的面前所有药材的灵力混杂在一起 别人眼里看来 这简直就是胡赖 药丹的难度便是要平衡药材灵力 微妙之处难以言表 纵然是那些老成的制药师在此 也不见得成功率能提升多少 这是一个可以测试所有制药师水平的药 任凭你在外面吹得天花乱坠 在药丹面前 真本是一世便知 叶龟兰忍不住猜想 若是老爹在此 这药丹能做到什么地步 坐在一边的宋求 看着叶龟兰的小脸人忍不住笑了 药丹 他还记得当初和叶鹤挑战药丹的时候 他那一脸嫌弃的表情 也只有那些自诩正统的 才会搞出这种东西 测试什么 就这东西 就能测试出一个制药师的真正水平 简直是放屁 那时的宋求和叶鹤不过25岁 都是年少惊狂的年纪 宋求那时候对制药工会很憧憬 听到他这样说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别光说不做 药丹能不能做成还是两码事 7 叶鹤只是不屑地哼了出来 当年少的宋求 看着那枚通体成员一丝裂痕都没有的药丹时候 他真的说不出话来 叶鹤将药丹随意地抛给他 仍旧是那一脸看不起这小弹药的表情 这东西 顶多只能考一下制药师对药材灵力地掌握程度 其他的 根本是不出来 厉害 年少的宋求只能说出这个词 叶鹤却是不以为然 这就厉害了 在我看来 还远着呢 宋求看着年少的叶鹤 他少年意气风发 却对制药工会半点看不上眼 忍不住喃喃低语 若是你进入制药工会 一定会被李会长亲自收入门下的 叶鹤听了却是哈哈一笑 他微微仰起头 看着空中那抹灿烂无比的圆日 微微眯起黑眸 我才不要被这些无聊的框架束缚 我要做 便只做我自己 真像啊 宋求喃喃自语 叶鹤小时候应该就是小龟兰这个样子吧 宋求忍不住笑了 消杀看到叶龟兰的制药姿态 狠狠皱眉 那就是你的学生 他到底凭什么让一阳输了 那个样子 我怀疑他根本就是作弊了 宋求瞧都没瞧他 只是滴滴开口 到底怎么赢的 你不会自己看 方怀锦好像失败了 眼尖的人立马低喊了出来 整场之上 方怀锦是眼神的中央 无数的人都在热切关注他 捎带着 也会去瞧一瞧叶龟兰 只不过 当人们把视线挪到叶龟兰身上之后 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那是在做什么呀 他到底会不会制药 场中的叶龟兰 依照老爹的指示 开始动手 将这些缠在一起的灵力抽丝剥茧 只不过他的动作极为粗鲁毫无章法 为一阳偷偷瞄了几眼 压下心头 仍旧止不住地怀疑和震惊 努力专心自己的眼前事 只是另一边那个 明显不淡定了 估计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到如此制药 一时间竟然忘了自己的事 就那么盯着叶龟兰 他每动作的时候都忍不住倒吸一口气 他到底会不会制药? 会不会? 啊! 的确有些难啊 叶龟兰微微皱眉 根据老爹的指示 他努力做了 却发现有些灵力根本抽不出来 应该是他的实力不够 不然就是火候味道 一团灵力混作一团 最终角合成为了一堆黑炭落在桌上 叶龟兰第一次尝试制药 也以失败告终 呼 另一边看傻眼的年轻人 狠狠吐出一口气 这才对吗 刚才那样乱七八糟的制药 能成功就有鬼了 只是这口气还没等吐完 叶龟兰那边又开始了新的一轮 仍旧是那样乱七八糟 仍旧是那样胡来 年轻制药师看得差点一口血直接喷出来 他是在玩呢 他究竟在做什么 已经失败了一次 竟然还赖 消杀也看得有些错愕 他甚至怀疑 叶龟兰智商不高 撞了南墙还不知道回头 宋求一副笑咪咪的样子 丝毫没有半点焦急 在他眼里 药丹并不能测试制药师的全部 就算小龟兰这次仍旧失败 就算他没做出来 也不影响他在自己心底 已经认定了的优秀程度 消杀忍不住侧目看着笑咪咪的宋求 心头秃突一跳 宋求难不成也被带傻了 他的眼光 莫非真的仅限于此 什么呀 他竟然还想再来一次 岳吴征见到这一幕也笑了 他一只手撑着自己下巴 黑毛里满满都是叶龟兰 再无其他人的身影 他只看他 别人都没任何兴趣 重新聚堆的药材 再一次的灵力混杂 叶龟兰深吸一口气 祭灵 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切 直到自己不行了 是我火候味道 不代表我以后不行 叶龟兰开口 也是有些几分自信 你不愿意就算了 我也不信自己这次仍会失败 只不过 药丹的品相会难看而已 哼 要不是念在习灵级别灵重的份上 别废话了 药丹比我想的还要难 你是在侮辱老子吗 老子会让你知道 这批大点的东西 在老子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金色灵气包围在叶龟兰的灵种周围 属于叶鹤的那抹灵气竟然自动地往后靠了靠让出位置 叶龟兰缓缓闭上双眼 再次睁开眼的瞬间 惊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刚才还杂乱无章混杂在一起的药材灵力 在这个瞬间竟然清明非常 方才他看不清楚的地方也看得异常清晰 就像是缠在一起的一团毛球 现如今他竟然看出了哪里是解开的关键 在这个世界上老子敢说没有任何东西会比老子更懂什么是灵力 这句话够狂妄但却没有半分欺骗 叶龟兰忍不住微微仰起嘴角 顺手便开始操作起来 药材灵力被他近乎完美的区分调配 药材也在叶龟兰的灵力之下开始迅速动作 一旁的年轻制药师彻底傻眼 他愣愣地看着叶龟兰看着他面前已经开始作用的药材 我靠该不会这样也行吧 能行怎么就不行了 对于叶龟兰来说 只要老爹说行 那就一定能行 况且还有季灵的帮助 他不要太顺了 呼 方怀锦深吸一口气 刻板的小脸忍不住扬起些许笑意 看着掌中已经成型的药丹 上面有许多细小的纹路 甚至有两条大裂纹 但以方怀锦的年纪和实力 能够让药丹成型已经足可见他的天赋卓绝 超越了90%的同龄人 他的制药实力的确不是吹的 站在方怀锦身边的制药师也是一脸羡慕 方怀锦自然不满意自己手上成品 但他也明白 这就是他的真实水平 他能做到的最好标准 便是如此 在制药方面 他一向直到高低深浅 特别的有自知之明 尽管外面的人都吹嘘他是如何厉害 方怀锦却是一股清流 从不骄傲自满 还是按照自己的步子来 方怀锦微微侧头 他成功做出药丹 那么叶龟兰呢? 方怀锦险些将掌中的药丹捏碎 他有些不稳地扶住桌子 从来没觉得自己能有如此表情失控的时候 他有些一不开目光 看着叶龟兰面前那一堆混成球的药材 在药材店见到他鲁莽地将娇人泪握在手中的时候 方怀锦就有些怀疑叶龟兰是否会制药 但是他坚信送球的目光 能成为他的学生 一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 但是现在 他是在砸送老师的招牌吗? 李会长 他到底是怎么成为送球学生的? 一处隐秘地看台之上 这药总工会的几位大佬端坐其中 见到叶龟兰制药 都是一脸讥讽 也有几个是想要再研究研究的意思 黎晨坐在正中间 一双眼紧紧盯着叶龟兰 药单是他定下的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试试这个小姑娘 看看他有几斤几两 能让送球看上 只是这过程 让黎晨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黎晨没出声 他是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这小姑娘不行 但是送球怎么会看上? 说他行 这又是在做什么? 黎晨的太阳穴狠狠跳了几下 身为总工会会长 什么世面他没见过 但是如此奇葩的制药方式 他真的是前所未见 也算是开了眼了 在场的年轻制药师们很快都纷纷败下阵来 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成功 但药品相非常难看 但也兴奋地呼喊出来 引来别人羡慕的目光 魏逸阳满头大汗 最后也只能不得不停手 只有三次机会 失败了就是失败了 魏逸阳扭头 看着夜归兰面前的那一坨 咽了一下口水 他倒要看看 他能做到什么地步? 他到底在做什么? 那个真的是制药师吗? 胡成一坨 能制出个什么鬼啊? 他是来搞笑的吧? 渐渐地 厂商的所有目光 竟然都到了夜归兰身上 多少人吃笑 他是来捣乱的 多少人调笑 他是来搞笑的 多少人讥讽他 到底会不会制药 更有不少人直接骂上了送球 直言他瞎了 竟然收这样的学生 然而这对师徒 一个笑咪咪的不管其他 一个专心自己的制药 任凭别人说再多 也听不进去半个字 你怎么这么慢? 纪灵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在他看来 分明很快就能做成的事 夜归兰却不知道 在磨蹭个什么劲儿 急什么 我不得好好弄清楚 夜归兰只觉得机会难得 纪灵每一次反补灵力 都需要大量灵气的积累 他这次能出来帮忙 多半是因为吸了月无争的灵力 也不知道吸了多少过来 下一次他再这么做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夜归兰抽丝剥茧 将药材灵力分得越来越快 动作也越来越熟练 肉眼可见 那一坨药材开始慢慢变化 被抽取完灵力的药材 纷纷化成粉末 只不过这一次并非上次的黑色 而是化为灵力本身属性的粉末 卫一阳看得心头猛跳 我靠 药材化为粉末的速度越来越快 看到这一幕的人眼睛也是越瞪越大 直到门到的都明白 这事已经上了正轨 单 快成了呀 方怀锦看得激动万分 他的眼睛闪烁不已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甚至都无法推翻脑子里根深蒂固的想法 那样的制药也可以呀 不是吧 几位制药大佬惊得直接站了起来 那丫头 竟然 该不会 那样胡来也能成功 黎晨的嘴唇狠狠抖了几下 死死盯着叶龟兰 那坨药材正在越变越小 越变越小 已经无限趋近于原形 丹 要成了 你等等 等一下 叶龟兰猛然出声 借灵一副你到底怎么回事的样子 叶龟兰看着马上要成型的药丹 忍不住低声发问 这药丹 该不会出来便是完美品质 一点瑕疵都没有的 废话 老子出手 难不成还能是残次品 这可不行 你说什么 哪里不行 叶龟兰 闭起嘴角 开玩笑 她现在才是什么实力水准 能做出什么样的丹药也要有数好不好 太精彩绝艳又不是什么好事 更何况是药丹 距灵级别 能承担已经可以称之为天才 她若是真的做出一枚完美无瑕疵的药丹 岂不是要打了太多人的脸面 叶龟兰深吸一口气 她已经见识到在制药上机灵帮忙的厉害 没必要在这里显现出来 完美药丹 绝不能在她手里出现 刷 刷 叶龟兰面前的那坨药材急速旋转 纷纷化为粉末消失殆尽 而在这其中 一枚圆形丹药正在出现 丹药在迅速旋转 做最后的首尾工作 在场的所有人忍不住到吸一口气 她娘哀 真的成了 啪 丹药成型的瞬间 叶龟兰出手握住 遮挡住了所有探究的视线 叶龟兰微微打开掌心 完美的圆形 完美的表面 一点瑕疵都没有叶龟兰黑眸一紧 下一秒 丹药表面突然出现了几道大裂缝 叶龟兰这才放松下来 看了看样子也差不多了 这才打开手掌 将这枚丹药露了出来 魏一扬强硬地扭开自己的脸 既不如人 第二次 她是真的没她强 方怀锦看着叶龟兰手中的丹药 虽然那上面有几道大裂痕 但凭裂痕数量和丹药的形状度 都是叶龟兰赢了 方怀锦心头如鼓在敲 叶龟兰的出现 有些颠覆她这些年受到的制药教育 在正统制药师眼里 叶龟兰那纯属是胡作非为 能成功或许也只是一种侥幸 但方怀锦并不认为这是偶然 她看着叶龟兰 似乎有些明白 为什么宋老师会收她入门 方怀锦忍不住 低头看了看自己做出的丹药 无奈苦笑 输了 还行 做出来了 就是难看了点 叶龟兰嘟囔了一句 视线刚转 就瞧见另一边呆若木鸡的制药师 叶龟兰对着她有好笑笑 指了指桌子上的药材 同学 你还没开始做吗 那位年轻小伙子猛然回神 这才发现自己光顾着看叶龟兰 她自还没开始制作丹药 叶龟兰站在那 悄悄呼出一口气 还好还好 做出来药丹的似乎也没多少 还好她补了几条裂缝 叶龟兰微皱眉 是不是补得不够多 她真的做出来了 这些大佬看得目瞪口呆 甚至低吼了出来 是偶然吧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制药姿态 这是送求教的 谁知道 药丹能做出来 的确有偶然机会 只是 会不会太偶然了 这只是一场小比试 要是下次制药大会她来参加 就能知道有没有真本事了 几位制药大佬都在低声探讨 而黎晨 整个人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那双眼满是兴奋 身为幻灵级别的她 看得再清楚不过 就算那丫头挡得再快 也逃不过她一直盯着的眼睛 好家伙 她做出的那枚药丹 在成型的那瞬间 近乎完美 黎晨看着叶归兰 眼底笑一见显 这丫头竟然在自己的药丹上做了些手脚 这是不想太出众的意思 黎晨想着那枚近乎完美的药丹 心头便开始滚烫 总管制药工会这些制药师 就算是她认可的送求 也不能拍胸脯的保证做出完美药丹 小球啊 不愧是你 眼光齐佳 旁观的人 早就因为叶归兰承担的瞬间爆发热议 送求笑咪咪的一脸骄傲 消杀被赌的半句话也蹦不出来 最后只能挤出一句话 什么狗屎运 悦无争低效 最后的小动作不错吗 直到收敛锋芒 黎晨缓缓站起身 扫了眼下面的情况 开口道 这次制药比试 到此为止 参加这场比试的年轻制药师 百人以上 但是真正做出药丹的 不出十个几个成功做出药丹的年轻制药师 被特意请到前面来 还有他们做出的药丹 叶归兰看着摆放在面前的这一排歪瓜裂枣 有些后悔自己没多填上几笔 她做的丹药虽然有裂痕在上 但外形也太突出了 这几个药丹之中 没有一个是不带裂痕的 若论外形 只有叶归兰和方怀锦的可以称为圆形 而叶归兰那颗近乎完美的弧度 在这一排中突然显得格格不入 优秀 太优秀了 叶归兰微皱眉 早知道她捏一捏就好了 最起码不要这么圆啊 谁到底是最强的 一看便知 黎晨笑眯眯地走上来 几个站在前面的年轻人都显得有些拘谨 方怀锦也是恭敬地让了让 只有叶归兰还一心扑在自己的那颗丹药上 还在后悔着刚才没多弄上几下 黎晨走到叶归兰面前 忍不住眼带欣赏 怎么 对自己的药丹还不太满意 叶归兰沉浸于自己的想法中 忍不住喷了一声 要是能不这么圆就好了 话才出口 季灵就吼了一声 你是傻子吗 叶归兰才猛然回神 发现方才同她说话的是黎晨 心跳更是漏了一排 糟了呀 方才的话是不是被听去了 我是说 再远点就好了 黎晨呵呵笑了一声 也不点破 不错嘛 在这个年纪有追求 会长大人您过奖了 叶归兰嘿嘿一笑 连忙退到一旁 也不清楚方才的话黎晨究竟听没听到 黎晨扫了眼站在面前的几位年轻人 你们能够将药丹成行 已经是同辈巧楚 没有辜负制药师之名 我希望在今年的制药大会上 见到你们每一个人 黎晨的目光看向叶归兰 似乎抱有期待的样子 这场比试也无需我多言 向优秀者看齐吧 黎晨将一个小盒子递给叶归兰 这是比试优胜者的奖励 收下吧 叶归兰接过 这里面的是一个见灵级别灵种 叶归兰莫名咽了一下口水 吞下这个 她怎么样也能升一级了 小归兰 这要大会 我等你来 黎晨语重心长地开口 甚至探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称呼都直接改了 两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 其他年轻人看得那叫一个羡慕 同样是优秀之人 但其中也分高下 就算再如何羡慕 药丹成品摆在那 差距真的有些大 但是能做成药丹的 也都不是等闲之辈 心高气傲不轻易服输 这几个年轻制药师 瞪了叶归兰几眼 没多说什么 纷纷走了 叶归兰听着黎晨对自己的称呼 莫名起了鸡皮疙瘩 只能乖巧地笑了笑 黎晨也满意地点点头走了 这样的特别照顾 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 叶归兰拿起自己的那枚药丹 看着上面歪七扭八的裂痕 也不知道是谁故意撞了过来 不好意思 没看见 叶归兰被撞得 差点将手中的药丹扔出去 就看见一个趾高气昂的少年走了过去 鼻子里还哼了一声 其他的几个也是差不多的态度 多半是有些看不上他 却又输给了他 叶归兰笑了笑 根本不将这些放在眼里 哼什么呀 以后的制药上 走着瞧 叶归兰 方怀锦出声喊住了他 叶归兰眸子一亮 他差点忘了正事 连忙转过头 方怀锦还是那张刻板小脸 没多少情绪变化 只不过说出的话却让叶归兰有些吃惊 我为我的肤浅向你道歉 我输了 这次输得心服口服 叶归兰眨眨眼睛 方怀锦盯着他 还有他手上的那枚药丹 像是释怀了一般低语 宋老师果然是有眼光 如果是你的话 我也认了 叶归兰瞧着方怀锦 实在想不到这种谦卑话语 会从他口中说出 他在这些正统制药师眼里 应该是个异类吧 他不应该像刚才那几个一样 才对吗 用鼻孔看人翘起尾巴这种 怎么这么谦虚 还道歉 叶归兰看着方怀锦 他那双眼没有丝毫敷衍之意 方才说的话也是真心实意 我也要为自己的偏见道歉 偏见 叶归兰点头 我以为正统制药师都是一个样子 方怀锦一愣 突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我 我先前对你是有偏见的 哎 这都无所谓 现在我明白你和他们不一样就行了 方怀锦看着叶归兰 固执的小脑袋瓜似乎开始转弯 叶归兰真的颠覆了他的传统制药观念 也颠覆了他对制药的认知 方怀锦突然就笑了 紧绷的小脸一下子舒缓开来 像是一朵花悄悄绽放 我一直崇拜宋老师 但却忘了他曾说过的话 制药之本 自在人心 你 叶归兰有些说不出话 他真的没想这么多 他只是遵循老爹的制药方式 根本就没想这些这么深层次的东西 相比之下 他真的肤浅了些 方怀锦的确是优秀的制药师 以他的年纪加上宋叔的指导 他一定会是未来的制药大师 宋叔想要的学生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小归兰 宋求欣喜的声音传来 方怀锦见到宋求 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转身就走 见到自己憧憬的老师也只能如此 毕竟他是真的认输了 宋老师有了那般优秀的学生 自然也不会把其他人看在眼里 方怀锦苦笑一声 就算如此 宋老师还是他的憧憬 他的目标便是要追上他的学生 比他更优秀 宋叔 哎 等一下 你等一下 叶归兰眼尖着看见方怀锦要走了 连忙开口 方怀锦却脚步更快 宋求一脸问号 小归兰 你在喊谁 哎呀 你的学生啊 叶归兰丢下一句 匆匆跑了过去 毫不客气地一把抓住方怀锦 宋求有些茫然 学生他的什么学生 方怀锦 你等一下 说了让你等一下 叶归兰追着方怀锦 看不出来他人不大点 跑得还挺快 叶归兰追过去一把拉住他的手腕 这才发现 这个鲜少有感情波动的姑娘竟然红了眼圈 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 叶归兰不免看愣了 他怎么哭了 方怀锦轻甩开叶归兰的手 有些生硬地开口 我说得心服口服 以后也不会打扰你 你也没必要将我最后的一点自尊击碎吧 什么 意思 叶归兰没听明白 刚要问问怎么回事 就瞧见宋求也追了上来 叶归兰敏锐地发现方怀锦扭开脸 似乎更为难过的样子 瞬间便知道他是怎么了 叶归兰咳嗽了一声 直接探手 抓住方怀锦的衣袖 可不能让他突然就跑了 方怀锦见叶归兰又来抓自己 只想甩开他 却没想到叶归兰的力气很大 他甩了半天也没甩开 方怀锦只觉得自己最后这点在乎的自尊马上要被踩没了 他输了 做出的药单根本不如他 这些他都认 但是在自己尊敬的制药师面前 他还是有些绷不住 无法做到坦然的谦虚 他是有着自己的小骄傲 只想自己一个人安静走开 并不想被公开处刑 可是叶归兰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这么拼命拽他 方怀锦这个时候想逃也逃不了 因为宋求已经到了面前 他只能红着脸低头 小声地喊了一声 宋老师 这是谁? 小归兰的朋友 宋求看着方怀锦 这孩子刚才做的药单不错 在这些年轻制药师里面 天资很高 当然不能和小归兰比 不过也是很棒了 宋求笑呵呵地开口 丝毫没注意到方怀锦羞愧不已的神情 以及为什么他会知道自己的名字 叶归兰瞧着要钻进地缝的方怀锦 再瞧了瞧一脸笑意地宋求 脑子一闪 突然开口 宋叔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宋叔根本就不知道方怀锦这好人物 叶归兰看着宋求保持微笑不是尴尬的样子 嗯 我是第一次见 他是谁 给我介绍一下 方怀锦原本低着的小脸猛然抬起 宋老师不记得我了吗? 宋求一愣 嗯 你是千山小宗门的学生 不是的 我 我是方怀锦 哦 你就是那个厉害的后辈 不错啊 你的制药才能在同辈之中 可是优秀之上 以后更要好好努力呀 是 我一定好好努力 方怀锦一脸欣喜 叶归兰看着他的星星眼 不由地深深叹口气 直接打断了两人对话 方怀锦 你是不是和宋叔有什么交集? 宋叔 方怀锦有些好奇叶归兰的称呼 他怎么不叫老师的? 是 我曾经连续三年写信给宋老师 想要成为他的学生 方怀锦不好意思地笑了 宋老师也没回我 自然是拒绝的意思 叶归兰看着宋求 宋求在此刻万分尴尬 写信啊 哎呀 这要工会的事本来就多 信件也多 这个 可能 也许 我漏看了吧 方怀锦瞪大眼睛 叶归兰也很是无奈 宋叔 连续三年 这个呀 我也没办法 就堆在那一堆信件 有的时候实在处理不来 也就是说 宋老师没有拒绝我 而是没看到而已 对吗? 方怀锦方才还难受的表情 瞬间一扫而空 看着宋求 那张小脸的欢心再明显不过 叶归兰看得有些傻眼 不是吧 这么好哄的 三年 三年的鸟无音信 她能坚持到现在还崇拜着宋叔 这是多么坚定的感情 她是有多想成为宋叔的学生 宋求愣了 眼前的这小姑娘难不成等了三年 方怀锦 如你所见 我称呼宋叔 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是宋叔的学生 我先前不是也说过 顶多算挂名的 叶归兰淡淡开口 和魏一扬的鄙视也是一时情急 不想落了宋叔的名声 宋叔门下根本就没有学生 只有我这一个对外挂名 方怀锦的双眼一下子亮了 叶归兰看着宋求 宋叔 你自己也说了 她的制药水平在同辈中人实属优秀 这样的她都不能成为你的学生 我想也没别人可以有这个资格了吧 方怀锦看着叶归兰 她竟然在 帮自己 我 我是很想成为宋老师的学生 对不起 宋老师也是我擅自这么叫的 可是我不想宋老师为难 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 宋老师的制药水平很高 尽管旁人不知晓 但我 我都知道 孩子 别说了 宋求滴滴开口 说实话 她到了这把年纪 也没多少事能给她心头触动 但是眼前的这孩子 让她心情复杂 开心吗 肯定开心 毕竟这么优秀的一个后辈 如此憧憬自己 她很自责愧疚 三年时间 她竟然因为自己的疏忽 让这份期待落空了三年 最为宝贵的是 这孩子没有断了对制药的热忱 依然在努力上进 她都已经站在自己面前 带着不变的初心 她宋求就算在挑剔 这样的后辈 她也不可能说一个不字 我对门下学生要求严格 所以这么多年也没主动说过一个 你很优秀 但是 我的学生 要更优秀 宋求笑呵呵地看着方怀锦 方怀锦原本刻板的小脸 在此刻荡起了一抹笑容 甚至眼圈都有些发红 她喃喃自语 真的吗 宋老师 肯收我吗 我宋求何德何能 谢谢你愿意等我 宋求伸手 拍了拍她的发顶 方怀锦眼圈里的泪 一下子没忍住 她连忙撇开头 叶龟兰咯咯一笑 方师妹 我这么叫没错吧 虽然是挂名 但她的却排在我后面 宋求刚要说话 方怀锦吸了一下鼻子转过头 这必不可能 叶师妹 你只是挂名 只能排在我这个入门弟子后面 方怀锦 我刚才还帮了你 教师姐 看着叶龟兰咬牙切齿的样子 宋求笑了出来 叶鹤根本不可能让自己的女儿拜别人为师 那个爱女成魔的家伙 看着方怀锦那张小脸 她也忍不住心头松口气 有生之年 有生之年 她宋求 终于门下有人了 这场制要交流大会后续的几天也没什么看头 因为宋然然的变故交易行也没来得及去看 宋求因为事情要提前离开 叶龟兰也只能跟着走 只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过来 回到千山小宗门 宋求直奔蓝城办事 叶龟兰叹口气再次投入到一成不变的学院生活 哦对了 还有岳吴征 她也跟着一同回来 叶龟兰原本想问她很多事情 但后来想想 反正问了也不会说实话 干脆不问了 全当她是土地公公好了 叶龟兰在此次制要交流大会上的成绩 很快便传了回来 千山小宗门的老师们都喜滋滋 只不过这个消息还没等完全酝酿开来 另一个消息又接踵而至 让千山小宗门的老师和学生们都感到不可思议 那个方怀锦转学而来 我靠 不是吧 真的是方怀锦 她为什么会来我们这里啊 她 她不是在那个什么小宗门吗 那里听说大多数都是三等家族的子弟 不比我们这里好上太多 是啊 她 她来这里岂不是降低身价 实在想不明白 难不成是为了追谁 但是怎么可能啊 她方怀锦能看上谁啊 千山小宗门的学生们议论纷纷 老师们可谓是受宠若惊 千山小宗门本就在制药上是短板 出了一个叶归兰本就是奇迹了 没想到的是那个早就出名的方怀锦也来了 她为什么转学而来根本不重要 千山小宗门这是今年转运了吗 本来毛都没有一根 现在突然冒出来两个制药天才 叶归兰本来是不知道的 她也没去听别人的议论 只是像往常一样去中兴广场找岳无征和宋浩然 只是走进广场 她突然发现了一个眼熟的身影 越看越眼熟 叶归兰看着她 她看着叶归兰 叶归兰突然就笑了 大步走了过去 不是吧 她为了送书竟然转学来了 你真的来了 叶归兰笑着开口 方怀锦点点头 岳无征似乎一点都不意外 只是对方怀锦淡淡淡点了点头 宋浩然瞪着眼睛一脸惊喜 你就是那个制药天才 你来这里 岂不是大才小用 叶归兰打去了一句 方怀锦脸上只写了三个大字 无所谓 我来这里 是因为老师在这边 况且 和同门在一起 挺好 叶归兰闷笑出来 方怀锦啊 年纪不大 却老气横秋 一脸正经 但是她心里又不是完全听信传统 对那些大胆的制药方法也充满好奇 怎么说呢 闷骚吧 真的让她放飞自我 指不定会放飞到什么程度 这样的吗 我看 你是想看我的制药过程吧 叶归兰眨眨眼睛 方怀锦微红了脸颊 也没逃避的嗡了一声 叶归兰笑了出来 你直说嘛 我也会大方和你交流 这又没什么好保密的 方怀锦不知道该说什么 突然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制药 似乎都不太愿意和人分享 在这点上 会不会太自私了 但是大多数传统制药师 都是这个样子的 方怀锦 你要不要 加入我们队伍啊 宋浩然忍不住开口 方怀锦抬头 愣愣地问了一句 我可以吗 岳无争无奈摇头 静止走到任务面板前去看 宋浩然哈哈一笑 也跟了过去 叶归兰转头也往人物板那去 发现方怀锦还站在那 忍不住笑着开口 快过来啊 师姐 那一天 方怀锦永远记得 世界在她的眼前 悄然换了一种颜色 这个任务 要求只能女性来接 任务登记出的几个 有些为难地看着叶归兰 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旁边站着的方怀锦 忍不住多看了她好几眼 千山小宗门的学生们早就议论纷纷 只是没想到方怀锦转学是一大惊喜 第二个便是惊吓了 方怀锦直接加入了叶归兰的队伍 所有人都是不明所以 再不明白 那也是人家的事 更何况是根本不在乎 别人如何看自己的方怀锦 岳无争听到这话只是皱眉眉多说什么 宋浩然挠挠头 看样子 这次只能你们自己去了 叶归兰也在好奇这奇怪规定 不过好在这一次她并不是独身一人 方怀锦看着登记人 知道了 你快点写 我们赶时间 叶归兰没忍住闷笑出来 方怀锦一脸问号地看她 登记的人有些尴尬连忙动作 岳无睁开口道 既然只能你们去 我就先回去了 看着她转身走了 宋浩然也点点头 那我也回去了 你们早点回来 注意安全 加油啊 加油 这有什么好加油的 叶归兰看着宋浩然 一脸嫌弃 宋浩然也不好意思地笑笑 却万万没想到 一边的方怀锦 刻板的小脸非常严肃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 好 加油 宋浩然自己也愣住 方怀锦甚至还对她点点头 登记处的人傻傻开口 啊 那个 登记好了 你们可以 走了 叶归兰憋着笑脸忙转身走了 方怀锦不觉得有什么也跟了上去 宋浩然站在那 滴滴开口 我的天 那姑娘怎么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 我以为她会高高在上 不拿正眼瞧人的 没想到既然对我说了句加油月无争 你方才听到了吗 她竟然说 你好烦 月无争开口 静止走了 宋浩然傻呵呵地一笑 还在念叨着刚才的方怀锦也走远了 这边叶归兰和方怀锦走到镇法大厅 刚要走进去 就听身后不远处有人嚷嚷 挨前面的 等一下 我们也要走 叶归兰让了一步 后面的人紧跟着迈入法阵 抬头 叶归兰忍不住在心里哼了一声 是白蕊蕊 这姑娘先前特意为了宋浩然去家里同自己示威 也明确表示不会给自己好果子吃 只是到了小宗门她似乎没什么实际行动 除了桑肉和那位丁玄老师 因为他们自己险些丢了命之外 她和柳如玉至多算是耍耍嘴皮子而已 白蕊蕊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叶归兰 站在同一个法阵之内 去的地方又一样 他们的任务不会也这么凑巧是一样的吧 白蕊蕊心里窝火 宋浩然的事一直是她心头刺 她就那么抛弃了她 也只能将这口苦水自己咽了 叶归兰 叶归兰 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 害得她直接没了未婚份 白蕊蕊气呀 先前也威胁了 但是她到了小宗门 一连串的事情之后突然发现她不敢动手了 桑柔那么针对她 她都没死 甚至还成了宋求的入门学生 她只是一个五等家族之女 又有哪个手腕敢和她硬碰硬 白蕊蕊看着方怀锦 心里真不是滋味 宋求就算了 方怀锦竟然也能勾搭上三等家族 那个桑柔今后都不敢对她如何更别提自己了 白蕊蕊扯了扯嘴角 滴滴开口 今天出门踩了狗屎 倒霉 这声音恰到好处让所有人都听得见 和白蕊蕊一起的同伴笑了一声 是吗 那你真的听倒霉的 叶归蓝自然知道她在说什么 全当听不见不以为然 倒是方怀锦 也不知道是真听懂还是假听懂 竟然耿直开口 你记得擦下鞋 太脏 白蕊蕊当场愣住 叶归蓝眉憋住笑了出来 方怀锦面无表情地站在那 像是一尊泥塑一样 白蕊蕊被这么直接对了回去 当下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你 只吐出了一个字 阵法的光辨开启将四人包围 叶归蓝悄悄地靠近方怀锦 滴滴地说了句 谢了 方怀锦一脸问号 为什么谢我 叶归蓝呵呵一笑 忍不住搭了一下她的肩膀 笑着摇摇头 看着白蕊蕊那张又白又红 气得只能咬牙切齿的脸 叶归蓝心情是真的好 等光芒消失 白蕊蓝想也没想直接跑了出去 叶归蓝在背后更是心情大好的 做了一个鬼脸 方怀锦皱眉 你怎么这么高兴 我有吗 你有 笑成这个样子 她怎么了吗 没事没事 叶归蓝将自己的笑憋回去 只是我和她的一些个人恩怨罢了 都是小事情 方怀锦嗷了一声 也不再多问 叶归蓝看着白蕊蕊离开的方向 琢磨着 多半她们是接的同一任务 果不其然 到了任务地点 白蕊蕊看着走过来的叶归蓝和方怀锦 只能鼻孔哼气 接了同样的任务也没办法 她可能出门真的踩了无形狗屎 倒霉得彻底 这任务啊 已经很多人试过了 但是没一个能办好 我也是没办法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开口 也不知道你们几个小姑娘成不成 你就说任务到底是什么 白蕊蕊有些心情不好地开口 老人看了她一眼 我想要出洋花 而且要两朵 出洋花? 那是什么东西? 老人看着白蕊蕊 你连出洋花都不知道吗? 姑娘 你这还想要来完成任务 白蕊蕊咬唇 我又不是制药师 怎么可能对这些花花草草知道的很多 你就说出洋花在哪里摘 我给你弄来不就成了 哪有这么难的? 出洋花是必须由出尘第一缕照药才会绽放的花朵 方怀锦开口 看了眼叶归蓝 给了她一个你继续说的眼神 叶归蓝只能无奈继续说道 开放只有几秒 光消失便枯萎 而且这花只会自己独活 旁边不能有任何东西 包括同类 白蕊蕊瞪大眼睛 眉光就会枯萎 要怎么摘? 独活 一朵花而已啊 天地之间有多少真情异寿 天地灵宝 岂是我们可以窥见的? 方怀锦有些不爽白蕊蕊的无知 你若是不行 就换我们来 这两个小姑娘很懂的样子啊 老人满意地点头 我看这任务就由你们来吧 我也放心 我们为什么不行啊? 白蕊蕊急了 她本就心里堵 现如今一个任务她竟然被嫌弃 老人嘀嘀一笑 交给你们也行 你们知道怎么拿出羊花?怎么保存吗? 我的要求很简单 我要鲜活的 不要枯萎的 你若是能做到 就交给你 不过吗? 这任务我给的报酬不错 相信你们小宗们给你们的学分也不少 在任务完成之前 你们要把东西抵押在这里 小姑娘 学分可不是那么好赚的 没这个本事 就不要逞强 白蕊蕊没话说 她不是制药师是她的错吗? 这老头竟然这么说她 行 不接就不接 白蕊蕊气呼呼地转头就走 同伴也没办法 只能跟着离开 老头笑呵呵地看着叶龟兰两人 交给你们我放心 来了这么多拨人 总算出现靠谱的了 要抵押什么东西? 丹药行不行? 方怀锦开口 老头点头 可以可以 自然没问题 方怀锦掏出了一枚丹药 递给了老头 出羊花只是难在采摘和保存 她本身也不是什么名贵品种 这个巨临丹 足够了 好好 老头连连点头 这阵子东北方向之外的青莲山脉 那里面就有 叶龟兰愣了一下 怎么又是青莲山脉? 知道了 方怀锦应了一声 师妹 走了 啊! 哦!哦!叶龟兰跟在后面 又是青莲山脉 她这次进去 会不会又出什么事情? 她和那里有缘是怎么的? 两人走远消失在了视野里 老头笑呵呵地走进屋子 对着角落里无比恭敬地开口 大人 你还满意吗? 不错 角落里有人嘀嘀开口 老头谄媚一笑 拿出那眉具灵丹 大人 这东西你看 自己留着吧 我还看不上 是是是 多谢大人 被嫌弃的白蕊蕊并没就此放弃 同伴以为她要回去小宗门 却没想到都已经走入法阵了 白蕊蕊一个箭步又冲了出去 同伴看得有些目瞪口呆 蕊蕊 你这是要做什么? 你先回去吧 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 我要搅黄了她的任务 白蕊蕊说完转身跑了 而同伴则是在一阵光芒笼罩之下返回了小宗门 叶龟兰和方怀锦一路出发前往青莲山脉 天色方才还是阳光普照 此刻阴云却又悄悄地围拢过来 叶龟兰抬头看了看 这天色能找到出洋花才算有鬼了 师姐 我看今天就别费功夫了 明天早上看运气吧 你和我想的一样 方怀锦开口也抬头看了看天色 我们就近休息 明天再进山 两人就此找了个地方休息 而这边白蕊蕊 一心想要坏叶龟兰的任务 头也没回地直接冲进了青莲山脉 师姐 看来明天也是个阴云天啊 叶龟兰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他们住在自己带的随身帐篷里 就架在青莲山脉外围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出洋花太特殊 若是连续阴天 他们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 方怀锦恩了一声 也没太在意的样子 无妨 出洋花本就不是那么好得的 叶龟兰看她不紧不慢的样子 忍不住凑过去 师姐 为了宋书转学到这种小地方 对你来说是真的委屈 你转学过来也碰不上宋书 她大半时间还是待在制药工会 忙着处理事务 方怀锦一脸无所谓 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对于我没有任何区别 叶龟兰轻声笑笑 我听别人说 你在的小宗门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哦 都是三等家族 四等家族居多 方怀锦轻轻挑眉 我以为你是不会关注这些的人 叶龟兰哈哈一笑 我的确不会关注 但是说的人多了 自然也会听几句 你就当我小地方的人 没见过世面吗 方怀锦看着她 淡淡开口 都是些家族子弟 成天做一些有的没的 若说厉害 他们在人际手腕上不熟别人 但是实力也没几个硬货 叶龟兰呕了一声 不过也会有真正厉害的人吧 就像是师姐你 出身三等家族 也是个硬通货 硬通货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 没仰仗自己的出身 浪费时间 依然精进自己的意思 叶龟兰笑笑 和那些空有家族名头 实则美用的绣花枕头不一样 方怀锦听到这形容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这都是什么稀奇古怪的比喻 不过也不怪他们 本就有家族资本 也不愁没有敬意 就算实力平平也能无所忧虑的过一生 又有什么好奋进的 方怀锦看着叶龟兰 生在富贵之中 就不会体会一无所有的苦难 也就没什么好害怕失去的 叶龟兰一愣 有些意外方 怀锦的想法 她出生在三等家族 这已经是很高贵的背景了 但是 她却有着如此清醒的头脑 师姐你该不会是抱养的吧 方怀锦愣住 在胡说什么 叶龟兰吐吐舌头 方怀锦忍不住低语 你真的做事没有章法 思维也跳脱的厉害 也对 光是你的制药方式 就足够震撼我了 方怀锦坐在那喃喃低语 叶龟兰有些尴尬 刚要说话 脑子里 叶龟不耐烦的声音响起 哎 你到底啥时候 把那个灵种吞下去啊 老子等很久了知道不 要不是叶龟开口 叶龟兰差点就忘了 那没见灵灵种 还躺在自己的玉佩里面 叶龟兰看着面前的方怀锦 你就不能等一会儿 非要现在说吃 老子等好几天了 馋得没招才开口 你是不是早就忘了 季灵略带埋怨的话 让叶龟兰有些尴尬 她的确是忘了 季灵说得也没错 这灵种都拿到手好几天了 她都没想起来吞下去 估计她也是等不下去 才就此跳了出来 叶龟兰站起身 师姐 我出去一下 很快就回来 方怀锦只是点头什么都没问 似乎对叶龟兰 为什么出去一点兴趣都没 甚至都不多看一下 叶龟兰迅速出了帐篷 也没走太远 反正这附近都没人 她拿出灵种 直接往嘴里塞了进去 吃完之后忍不住打了一个宝格 我说 你这次满意了吧 哼 只是塞个牙缝 季灵明显得了便宜还卖乖 叶龟兰感觉到了通体舒畅的感觉 季灵在吸收掉灵种的同时 也给了她些许反馈 她的灵种明显又茁壮了几分 实力 便在这瞬息之间有了增长 叶龟兰感慨万分 巨灵四级 就这几秒晋升速度 无人能敌了吧 她竟然在吃魔兽的灵种 暗夜里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叶龟兰 将她方才的动作全都看在眼里 一丝不漏 那双眼睛看着她返回了帐篷之后 多了几分灼热 这小丫头竟然在吃魔兽灵种 难不成 她是引灵踪的人 不 这怎么可能 一夜无话 第二天果然还是个阴天 叶龟兰和方怀锦决定进入青莲山脉 直接到达出洋花生长附近守株待兔 两个姑娘一路深入 好在出洋花只在山脉外围 采摘的确有难度 但都是技术上的 对于生命安全没有任何威胁 偶尔会有几只魔兽冒出来 也都是匆匆跑掉 不具任何危险性 差不多了 这个地带 虽然叶龟兰有自己老爹的小厕子 但在方怀锦面前还是显得太嫩了 方怀锦自小就对制药情有独钟 她的所学和理论储备 岂是叶龟兰这个才学不到半年可比的 就算叶龟兰天资卓 那也是在制药之上 理论经验上 她欠缺的还太多 就如这次出洋花 方怀锦轻车熟路就找到地点 叶龟兰做不到 方怀锦看看四周 我们就在这里等 明天应该可以 好 叶龟兰也点头没有任何意义 她从不觉得自己强过方怀锦 她是踩在了老爹的肩膀上得到了洁净 方怀锦 一切都是在靠自己 十几年对制药的钻研和热情 不是一次成败可以比的 叶龟兰有些佩服方怀锦 是真心佩服 又是一个夜晚的等待 两人睁眼等到了晨曦出光的时刻 那一缕刺破黑暗的光 强势地破开黑雾照了过来 便在两人休息的百米之内 一朵晶莹剔透的小花 悄悄抬起了头 花瓣沾染着晨曦的露水 朝着出洋 慢慢绽放 那就是出洋花 叶龟兰心情一阵激荡 等了两天 不容易啊 方怀锦示意她稍安勿躁 指了指相反百米之内的角落 另一朵出洋花也在开放 方怀锦点点头 我们的运气太好了 有两朵 我们一人一朵 走吧 刷 两人刚出帐篷 一边觅食的草丛之内 突然一阵响动 一道黑影以肉眼不可分辨的速度冲出 朝着其中一朵出洋花而去 直接咬掉花精 就这么叼着花头也不回地跑了 方怀锦皱眉 我去追 你去拿另一朵 没等叶龟兰说什么 方怀锦头也不回地追了上去 叶龟兰站在原地 看着方怀锦渐渐不见地身影 缓缓转过身 没有朝那朵出洋花走去 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突然笑了 何必这么麻烦 还要让您的灵兽去引她离开 您要是想单独见我 说一声就好了 叶龟兰嘴角擒着淡笑 看着某个方向 看着自阴影之中走出的微胖男人 是吧 碧方大人 碧方还是那副笑咪咪的样子 只不过这次却没有一丁点和蔼慈祥 她那张微胖带笑的脸 有着说不出的诡异和阴邪 她一脸自在 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出现在这里有什么不对 甚至颇为赞赏的点头 红脸跑得那么快 你都看得这么清楚 据灵级别可办不到 老东西 就知道她不安好心 纪灵气得牙痒痒 恨不得冲出来一口撕碎的样子 要是在老子全胜时期 还发现不了一只臭狐狸 纪灵骂骂咧咧 叶龟兰却心里开始打鼓 必方再如何都是幻灵级别 她就算能让纪灵出来帮忙 也只是一时之效 在一个幻灵强者面前顶多算是个耍杂技的 她出现在这里 有意让自己落单 她到底想要做什么 那只红狐狸将方怀紧引走也好 叶龟兰掌心开始冒汗 她看了看四周 这小动作竟然也没逃过必方的眼睛 她笑咪咪地开口 如你所言 我费了这么大力气 怎么可能让你跑到 不让跑啊 叶龟兰在心里苦笑 难不成这会是自己跨不过的卡 我看到了 你一个人类竟然在吞食魔兽灵种 小龟兰 是不是你身体里的那个东西需要啊 必方眯着的眼睛缓缓睁开 那双睁开的小眼睛里闪烁着无尽贪婪 叶龟兰一看便什么都明白了 她笑了 必方大人费尽心思 原来是对我身体里的家伙感兴趣啊 是啊 我很感兴趣 你明明只是个聚灵级别 能飞起来不说 还吓到了我的红莲 更是被我看到你吞食灵种 你到底 不 你身体里的那个到底是个什么 叶龟兰只觉得自己的汗毛全都竖起 季灵说过她有点邪乎她还不明所以 现在 她只觉得自己是条被毒蛇钉上的青蛙 毒蛇不停吐着杏子 却不急于一口吃了她 叶龟兰看着她越发热烈疯狂的小眼睛 她心里在想什么都已经写在了脸上 她要季灵啊 季灵 叶龟兰心神呼唤 躲在黑暗中的季灵 睁着那双金色大眼 不耐烦拖动锁链摩擦的声音响起 老子早就和你说过 早点提升实力 想办法弄点灵种 你就是不听 现在好了 成了案板上的一块肉 任人宰割 叶龟兰没反驳 季灵越说 火气越大 这才是第一个 后面会有无数个 你要怎么整 一直都是聚灵级别 早晚被人剥皮抽筋 我以后听你的还不行 现在该怎么办 我是说 有逃走的可能吗? 没可能 你体内的灵气根本不足以让我恢复 哪怕是一点点 叶龟兰心里咯噔一下 她真的没有想到 必方会盯上季灵 不过转转脑子也就明白 被人发现自己有好东西 怎么可能有不被盯上的可能? 怀必有罪 便是这个道理了 季灵说得对 区区巨灵级别 被盯上只有被折磨死的份儿 叶龟兰深吸一口气 就这么乖乖死 她不要 回答我 必方低吼 强大的威压直接让叶龟兰的鼻血 再次喷了出来 新鲜温热的鼻血顺着鼻子落下 叶龟兰抬手去捂 必方死死盯着她 你一个巨灵级别 根本驾驭不了 不如给我 也算是配得上 凌空间内 季灵爆发出一阵怒吼 老子看得上你才怪啊 给老子滚 吼完 那双巨大的金色瞳孔突然看见了灵肿旁边 那团属于叶鹤的灵气 季灵的呼吸一下子停住 就这么悄眯眯地看了好一会儿 这才滴滴开口 别抗拒 让这恶心人的 探进来 什么?意思? 叶龟兰猛了 先前那么抗拒别人的灵气入侵 哪怕是一点点都不可以 现如今这又是闹哪样? 哪那么多问题? 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季灵不耐烦地低吼着 要老子 也要看看 她这条命够不够硬 前辈想要知道 就自己进来看看 叶龟兰开口 额头却冒出了冷汗 她不明白季灵要做什么 但现如今 别无选择 叶龟兰 找到你了呀 偏在这个时候 白蕊蕊不知道打哪冒了出来 带了一身的杂草树枝 她瞪着叶龟兰 似乎没看见必方一样 也根本了解不到现场的气氛如何紧张 这次的任务我非要搅黄你不成 我告诉你 叶龟兰 我不认识你 滚 叶龟兰开口 一脸冰冷 白蕊蕊竟然被这表情吓派了几分 你 发什么神经 哎 你又是谁 啊 白蕊蕊应声倒下 叶龟兰心神一紧 碧方滴滴开口 她没死 只是脑子受创 我还不想给自己找太多小麻烦 也很烦人 前辈如此渴望强大魔兽 你的红莲就不要了吗? 叶龟兰看着那双小眼 碧方突然就笑了 笑声显得有些滑稽尖锐 那只是一只狐狸而已 比你这个 差太远了 碧方眼中光芒大盛 探出手掌 直取叶龟兰的脑壳 接触的瞬间 叶龟兰便觉得一股强大又邪宁的气息强行闯入 她竟然有些想要呕吐的冲动 果然是个脏东西 继灵很是嫌弃的开口 不知道有多少命蛇在她手里 血气冲天 令人作呕 叶龟兰的心神看着凌空间之内 一团红黑的气息直接化形而出 那是碧方 她出现在自己凌空间的瞬间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 她的视线刚要探寻四周 继灵便开口了 就是你吗 在外面嚷嚷着配得上老子的人类 怎么可能 零空间之内 竟然有 异兽 碧方的那双小眼睛已经完全张开 她看着黑暗之中 继灵那双巨大无比的金色瞳孔 金色 竟然是金色的 叶龟兰觉得 她的口水快要流下来了 那样的小宅子怎么配得上这样的魔兽 她根本就不配啊 碧方激动地喊了出来 只有我 只有我 强者才能拥有 你是属于我的 碧方已经情不自禁地走到继灵面前 若不是有巨大的笼子隔绝 她会直接扑到继灵脸上去 那双金色双瞳斜斜一弯 吞了她的灵种 老子就是你的 叶龟兰傻了 继灵在说什么 她是真的想弄死自己 用得着你说 碧方出口瞬间 手臂忽然伸长 黑红的灵气瞬间包裹住叶龟兰的灵种 真的要一口吞下 继灵看得起劲 叶龟兰只觉得喉咙被死死卡住 下一秒便要失去呼吸 啊 不是叶龟兰 而是碧方 她的惨叫声让叶龟兰怀疑 耳朵要失聪了 碧方喘着粗气 狼狈地退到一旁 她的一条胳膊灵气 已经被叶鹤的灵气撕扯而断 叶鹤的灵气牢牢地护在叶龟兰的灵种周围 以不可入侵半点的姿态 仿若是最勇猛的战士 仿若是最忠诚的护卫 哈哈哈哈 继灵狂似的笑声响彻在灵空间之内 看着碧方被硬生生扯淡的那条胳膊 在叶鹤灵气的打击下灰飞烟灭 舒服地弯起眼睛 喂!这老东西 你倒是管管啊! 碧方一头雾水 不敢贸然靠近 有些不太明白眼前怎么回事 但 叶鹤的灵气是不会给她弄懂的机会 如一头猛虎 强势扑了过来 碧方心头一颤 不好 她不是这道灵气的对手 再不走 她没吞掉这小崽子的灵种 小崽子反而会吞了她的 碧方的灵气 狼狈且疯狂地自叶归蓝身体撤出 回到自己身体的瞬间 她的一条胳膊重重下垂 俨然已经废了 跑 给老子快点跑 继灵的声音响在叶归蓝脑子里 叶归蓝当下没有任何迟疑 撒腿便跑 碧方一头冷汗地站在原地 看着自己已经废掉的手臂 邪火自心底渐渐涌起 想不到那小崽子还有后招 不过没关系 只是丢了一条手臂 她有的是办法取走那只异兽 就先要了她的命 你是故意的吧 让老爹的灵气去对付她 一边疯狂跑着 叶归蓝心神交流 也许是因为被撕扯掉的那点碧方灵气 继灵又反哺给她 叶归蓝宛若一只鸟在丛林间穿过 速度飞快 废话 还好有她的灵气在 不然你今天就栽在这儿了 跑快点 已经很努力地在跑了 叶归蓝忍不住低吼出来 她想跑出青莲山脉 但碧方一定会堵在外面 没办法 她只能一溜烟地不停往里面跑 纵然里面危险重重 也好过死在那种人手上墙 她娘的 你给老子再跑快点啊 就这样的速度 她一会儿就追上来了 叶归蓝跑得气喘吁吁 直到继灵为她争取到的 只是一点点逃命时间 至于方怀紧 她一定被红莲引到很远地方 碧方追着自己而来 对她不会有任何危险 叶归蓝忍不住松口气 这是要是将她卷进来 有个好歹 送书唯一的学生可就没了呀 这时候了 还想别人 你脑子有病吧 纪灵忍不住吼了出来 还管别人死活 你下一秒是死是活还不好说 给老子再跑快点啊 若是这时候 有月无争的那只豹子 再就好了 叶归蓝忍不住看向手腕带着的兽环 兽环肉眼可见地闪了一下 叶归蓝眨巴了几下眼睛 看着兽环 兽环又闪了几下 她忍不住仰起嘴角 调转方向 朝着青莲山脉的某个地方 急跑而去 小菊 我来找你了 青莲山脉里有三个半只脚 已经迈入幻灵级别的家伙 原本在青莲山脉深处都在精心休息 寻找着可以突破到幻灵的机缘 却不成想 今年兴许是最倒霉的一年 机缘没有 倒霉士却一大堆 先是来了一个超强幻灵级别 差点血洗了半边山 而这一次 让他们三个怎么也想不通 一条幻龙来这里 拿这么多魔兽灵种是要做什么 把你拿到的那些灵种交出来 我们也不为难你 小菊眼泪汪汪 大眼睛里有晶莹剔透的泪水晃动 她还是人类模样 似乎习惯了长时间的幻化形象 但是对于这三个快成精的来说 一眼就能看出来她的本体 她是一只一直在见灵级别的徘徊的幻龙 实力而言 面前的这三个直接用武力就能解决掉她 小菊也怕 但是她依然没放弃这些灵种 这是要给小姐的 怎么能交出来吗 三只就这么看她 小菊泪眼汪汪地摇头 没打算妥协 其中一只有些恼火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拿出来 给你留条活命 小菊眼中的泪水直接被吓了出来 噼里啪啦地落在地上 但还是勇敢地摇头 我 我不能拿出来 你 三只气得鼻孔冒起 庞大的身躯在小菊面前 都是一口都能吞了她的体格 但是现在却没有任何动作 三只大眼瞪小眼 硬是没一下动作 怕幻龙吗 怎么可能 幻龙虽然属龙族 但并非高贵血统 说白点有点像乡下的亲戚一般 为什么一直没动手 只是因为三只敏锐地发现 小菊身上带着的某些气息 虽然微弱 但万分确定 是那个差点要掀翻这里的人类想到叶赫 三只都忍不住一阵哆嗦 一想到眼前这条幻龙和那个人类有关 他们就不敢轻易动手了 三只面面相去 怎么办 难不成真要这条幻龙带着这些灵种离开 这他们也带得太多了吧 小菊的腮帮子像是个仓鼠 古得老高不说 他自己的眼泪也有可能是因为塞了太多灵种进去 三只看着他高高鼓起的塞帮子 心里也犯嘀咕 这条幻龙要这么多灵种做什么 拿回去煲汤喝吗 你要这么多灵种没用 交出来 不然你走不出青莲山脉 小菊泪眼朦胧地摇头 一副我怎能都不可能交出来的模样 三只就这么干瞪着 实在拿捏不准 到底能不能动手 但是他到底拿了多少灵种 也是看不出来 就这么让他离开青莲山脉 他们三个也不要混了 三个对视一眼 就算他真的有那人的相关气息 但这气息太过微弱 比起畏惧那个人类而缩手缩脚 显然不能让他带着这么多灵种走出青莲山脉更为重要 若真是得罪了那个人类 大不了搬出上面的老家伙 青莲山脉 可不是人类的地盘 小菊眼泪汪汪地往后退 他知道眼前这三个要对他动手了 他有些慌乱地看看四周 要怎样能逃出去 小姐需要这些灵种 他要想办法为小姐做点事才行 小菊 小菊有些怀疑自己听差了 他怎么可能听到小姐的声音呢 小姐怎么会在青莲山脉 小菊 叶归兰的声音又清晰地传到耳边 小菊惊讶地抬头 超乎人类的视觉让他在几百米开外 就瞧见了往这里狂奔而来的叶归兰 小姐 是真的小姐啊 三只正要动手 却在听到这声音的时候猛然一愣 紧接着 那鼓令他们再熟悉不过的灵力气息 随着流动的空气 扑来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呜呜 小菊嘴里塞满了东西 只能呜呜开口哼唧 叶归兰越跑越近 小菊流着泪迎了上去 而旁边的那三个 扑通一声 趴跪在了地上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你闺女去哪儿了呀 这 搞什么呀 叶归兰看着面前趴跪在地的三只魔兽 听着他们莫名其妙的话 他方才跑过来之前没注意到 快到眼前了 季灵才提醒他 有三个半只脚 踏入幻灵的家伙在 他那两嗓子已经吼了出来 都看见小菊往这里跑了 也没办法收回去 原本是想带着小菊立刻掉头就走 实在是没想到 他们三个趴跪在那 把他要跑的路 堵死了 真不知道你闺女去哪儿了 都这么久了 还没找到吗 三只低着头开口 不敢抬头看一眼 上次的叶鹤在他们心头留下浓厚的阴影 他近乎屠宰的手段和血流成河的场面 三只现在想想都忍不住微微发抖 这人类怎么回事啊 这都多久了 还没找到自己闺女小菊 泪眼汪汪地看着叶归兰 一脸欣喜 叶归兰握住他的手 示意他不要出声 季灵的声音在脑子里回响 他追上来了 叶归兰只觉得一阵冷汗冒出 不出一分钟 碧芳就已经追了过来 证明他再如何都逃不出他的追击速度 幻灵强者 他现在的确敌不过就是 但是 叶归兰看向小菊 小菊点点头 直接化作一道光进入兽环之内 呜呜 小姐怎么来了 他们三个好凶啊 呜呜呜 小菊 以你的速度 可以逃过幻灵的追击吗 叶归兰冷静开口 小菊停顿了片刻 窃窃开口 我不知道 但是愿意为了小姐试试 我会努力跑的 好 叶归兰下一秒便要让小菊变换 季灵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等等 那家伙没现身 看样子 是被这三个唬住了 叶归兰看向面前这三只 季灵似乎明白了什么 甚至有了笑意 老子明白了 哈哈哈 区区一个幻灵强者 竟然如此猥琐 还真是个心眼多的家伙 恶心 追上来的碧芳也有些傻眼 他看着跪在叶归兰面前的三只魔兽 大气不敢喘一声 他虽然是幻灵强者 但实力也只是幻灵二级而已 到了幻灵 每一级别的提升简直像是攀登一座山伴 其中难度也只有到达幻灵的人才能理解 四十年 他都没有任何提升 必方盯着眼前的这三个半只脚踏入幻灵的魔兽 他被扯去了一部分灵力 眼前的情况让他诧异 这三只为什么会对叶归兰臣服 怪不得他一路往青莲山脉深处跑 难不成是为了来找他们 若真是这样 以他现在的实力 硬去拼的话 胜算也只有五五开 他也会受到重创 若是让一个巨灵级别的小崽子趁乱偷袭了自己 太不值得了 必方心思深沉 做事很辣 他看了看叶归兰 再看看趴跪在那的三只魔兽 思索了一会儿 只能压下心头的渴求和怒火 机会可以再寻 他等得起 他走了 季灵察觉到必方的气息在远离 那只破狐狸竟然还在 叶归兰看了看四周 根本没有发现红莲在哪里折服 若是被红莲知道眼前这三只和自己没关系 必方会在第一时间返回 叶归兰微微皱眉 怎么样才能把那只狐狸引出来 被幻灵追杀的滋味如何呀 季灵没理会他的话 自顾自地开口 叶归兰知道他还在生自己气 无助 也很窝囊 你知道就好 那只狐狸的灵种 老子要了 叶归兰微微瞪眼 手掌缓缓握紧又松开 知道了 现在 一切都挺老子的 叶归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黑眸看着某个地方 体内属于叶鹤的那抹灵气 被他抽掉出来 三只魔兽感应到了那熟悉的气息 更是怕得不敢抬头 不知道闺女在哪里 真的不知道 一道光芒自叶归兰的兽环里出现 小橘威红着眼 低声开口 弄死那只狐狸 我们就走 胡 狐狸 三只一愣 而草丛里小心蛰伏的红莲听到 根本不敢有任何犹豫 身影化做一道流光就要逃走 草丛发生异动的瞬间 三只魔兽便有了反应 虽然是半只脚踏入幻灵 但毕竟三对一 红莲只是一只普通狐狸 对于魔兽而言 实力级别根本不代表什么 他跑得再快 最后也逃不出这三只的掌心 一阵惨烈的吼叫 红莲当下就被开膛破肚 与毕方断了联系 还抱着后续返回心态的毕方 在红莲生死的瞬间感应到了两人关系的切断 他静静地站在原地 额头上忍不住开始冒汗 十分不甘地回头看了一会儿 不再有任何迟疑 迅速离开了青莲山脉 一只瞬间龙化的爪子 自狐狸被撕破的肚子内掏出灵重 小菊直接幻化为一只豹子 头也不回地跑向夜归蓝 夜归蓝一跃而上 小菊拖着他不出十几秒便消失在了三只视野之内 三只看着惨死在地上的红莲也忍不住松口气 走就走吧 只是那个人累 不要再来了吧 小菊 那三个没追上来 小菊一边跑一边担心地往后看 欣喜地发现那三只追都没追 当下松了口气 夜归蓝坐在他背上 也忍不住长须一口气 太险了 虽然不明白那三个怎么回事 但误打误撞 救了他一命 找个隐秘的地方 我们停下来吧 夜归蓝开口 脑子里寄灵的声音快炸了 这么多灵重 他估计已经迫不及待了 小菊点点头 寻了个隐蔽地点 那是一个天然的小洞穴 夜归蓝走进去之后 小菊在旁边找了很多东西 将洞口堵了起来 洞穴里面一点光都没有 夜归蓝有些头疼 瞬间 小菊那双大眼睛亮起 就如手电筒一般 给夜归蓝看傻了 幻聋的眼睛还有这功能呢 小姐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 小菊亮着眼睛 笑咪咪地开口 献保式地 将她这段时间收集的灵重都掏了出来 夜归蓝看着这些如豆子般散落在地的灵种 忍不住伸手捡起一个 小菊忍不住开口 这些都是见灵级别的灵种 换灵打不过 你是怎么做到收集这么多的 夜归蓝粗略数了数 这有四十多个了 我一开始一个都没有 只是刚巧路过了一个地方 两个部族似乎在死斗 我就趁乱把死了的那些灵重都掏出来了 夜归蓝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这运气 不是一般的好啊 季灵一直催促着她吞掉灵种 夜归蓝微微皱眉 拿起一颗塞进了嘴里 那上面甚至还带着血腥气息 季灵不满低吼 一个一个吃 你当喂小孩呢 给老子大把大把吞啊 快点 开什么玩笑 这都是见灵级别的灵种 你让我 你以为这些灵种能把你怎么的 有老子在 这些只是给老子甜味的 想想也对 若是旁人 一个灵种早就暴体了 而眼前的这些被季灵吸收之后 又有多少能留给自己 夜归蓝探手去抓了一大把 都塞进了自己嘴里 小菊看得目瞪口呆 小 小姐 大把的灵种混着浓郁的鲜血气息 还有不知名的虫味 夜归蓝吃得差点呕吐出来 一把捂住自己的嘴 忍着强烈的恶心将这些灵种咽了下去 十几个见灵级别的灵种下肚 夜归蓝只觉得喉咙仿若火燎过般 她忍着痛苦 再抓起一把塞进了自己嘴里 小菊看得眼泪汪汪 有些不理解自家小姐为什么要如此勉强 小姐 不吞了吧 夜归蓝紧皱眉风 又是抓起一把硬塞了进去 看着地上还剩下的几颗灵种 夜归蓝鼓着塞帮子 将剩下的几个强硬地塞进自己嘴中 她的喉咙是不是要被烫化了 身体内部仿若燃起了熊熊大火 夜鹤的灵气死死护住她的灵种 其他的也管不了太多 季灵舒坦且狂似的笑声回荡在夜归蓝的脑子里 她捂住自己的嘴 按压着要呕吐出来的冲动 只觉得体内翻将倒海 五脏六腑都搅在一起 属于兽的气息在她体内横冲直撞 夜归蓝猛然站起身 摇晃着几步走到墙壁边上 一拳狠狠砸了上去 企图用疼痛让自己清醒一点 小菊眼泪汪汪地看她 而下一秒 夜归蓝翻了一个白眼 身体软绵绵地向后倒去 小菊慌张地接住了她 小菊 小菊 昏过去的前一秒 夜归蓝在想 吞了这么多魔兽灵种还不死 她命真硬 而那边 被红莲引开的方怀锦 半路红莲又甩开了她 方怀锦方绝不对劲 被红莲叼走的初阳花早就废掉 方怀锦在察觉不对的时候 迅速地往回跑 但夜归蓝早已没了踪影 方怀锦看着倒在地上的白蕊蕊 微微皱眉 上前踢了一脚 白蕊蕊迷糊地睁开眼 方怀锦冷冷开口 我师妹呢 师妹 什么师妹 白蕊蕊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 怎么有这么大一个包 啊 夜归蓝 是夜归蓝打的我 方怀锦皱眉 我师妹去哪儿了 我怎么知道啊 白蕊蕊自地上站起 脑子里对昏过去之前的事完全记不清楚 敢打我 这笔账我要和她算清楚 方怀锦见问不出什么也不浪费时间 拿起另一朵初阳花保存好 转身就走 白蕊蕊急忙跟在后面 哎 你等等我呀 方怀锦头也不回得开口 我不回小宗门 别跟着我 你不回小宗门 那你去哪儿 我要去找我师妹 夜归蓝 白蕊蕊看着方怀锦 再看看完全不认识的周围环境 她一路追着过来 早就分不清东南西北 更不敢一个人在青莲山脉乱走 现在这时候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上 她还想活着回小宗门 至于夜归蓝打自己的这事 等找到本人就算账 还要婚多久啊 该醒了吧 凌空间之内 夜归蓝的心神躺在那里 始终闭着眼睛 方才那场魔兽灵种风暴已经悄然退去 但是她还没有醒来 继琳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一只毛茸茸的淡金色巨爪自黑暗的牢笼里探出 推了一下夜归蓝 喂!小丫头骗子 醒醒 巨爪又推了几下 见夜归蓝还不醒 就像是猫泪的肉垫 瞬间 尖锐地找尖探了出来 巨铃微微眯起眼睛 醒了 夜归蓝缓缓睁眼 她以为自己方才快死了 就算没死也是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几波 巨铃在她睁眼的瞬间迅速收回爪子 醒了呀!真慢! 夜归蓝站起身 预想中的后遗症没有 难受没有 呕吐感没有 她的身体仿若被彻底洗涤过一番 从里到外 无一步透露着一种感觉 舒服 可太舒服了 夜归蓝眨巴了几下眼睛 是真的舒服 那种通透感 轻松感 是她从未体会过的 有点像每次实力突破之后的感觉 身体被更强的力量淬炼 每一次都能得到更好的成长 夜归蓝看着巨铃那双金色大眼 喜滋滋的开口 我的实力 到哪了? 切 也不过巨铃七级而已 我靠!巨铃七级! 吃了那么多的灵种 而且是剑铃级别的 她才只窜了四级 有没有搞错 不是 我吃了少说 也有几十个剑铃灵种 没到剑铃级别也就算了 现如今连剑铃的鞭我都没摸到 甚至九级都没到吗? 夜归蓝有些没办法接受这个现实 她吃了一肚子 吃到那么难受 才到巨铃七级 七级啊! 还真的是 七级而已啊! 想想她吞下灵种的痛苦和决然 若是知道这些 只能助自己到巨铃七级 她才不吃啊! 她宁可去吃两个换铃 吃不到可以等啊! 眼下她手上不就有一个? 越想越生气 夜归蓝站在那不知道该说什么 季灵见她半天不出声 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没办法 饿太久了吗? 夜归蓝猛然抬头 看着黑暗中那双金色巨眼 使劲使劲压着自己心底的那团邪火 行 算我倒霉 我认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 夜归蓝的本体猛然睁开眼睛 黑暗之中 小菊的眼睛瞬间像灯泡般亮起 小姐 你醒了呀 你睡了好久啊! 夜归蓝起身 坐在洞穴里压制着自己内心翻滚情绪 距零七级 她也只能认了 夜归蓝吐出一口长气 贴着墙壁站了起来 先前她难受地直接混了过去 现如今只觉得四肢有力非凡 跑上一万米都不成问题 排除其他 实力提升本身 哪怕只有一级 也是值得开心的 夜归蓝走到洞口 一脚便踹开了堵在洞口的东西 小菊见夜归蓝如此有力 当下开心大喊 小姐的实力又提升了 夜归蓝嗡了一声 外面刺眼的阳光照射进来 想到出洋花夜归蓝冷笑 这任务如此刁钻 只怕是毕方设计 为了引到她 只不过这次多了一个方怀锦 想到毕方 夜归蓝皱眉 我们得快一点 我还不知道师姐那边怎么样了 小菊连忙点头 瞬间幻化成一只豹子 夜归蓝想也没想越了上去 小菊开跑才几步 停了下来 小姐往哪里走 夜归蓝看着四周近乎一样的风景 也愣了 她不认路啊 而这边 不愧是同一师门的姐妹 白蕊蕊一脸嫌弃地跟在后面 实在受不住地嘀咕 搞什么 堂堂这要天才的方怀锦 竟然是个鹿痴 方怀锦面无表情 看着绕圈回来几次的同一个起点 太阳学跳了一下 她的确在找路方面不太擅长 这是第三次了 她又绕回了同样的地方 方怀锦看看四周自己留下的记号 到底是哪里出错 让她一直在这里徘徊 难不成是有什么东西在干扰她吗 不走了 要走你自己走 我看你也走不出去 白蕊蕊嘟囔了一句 直接靠着某个树干坐了下来 方怀锦不管她说什么也不打算理会 打一开始她就没想带上她 她可是知道 这个白蕊蕊对她的师妹口出不善 方怀锦面无表情地直接甩了白蕊蕊 自己独自走了 天空之上一只体型娇小的鹰肋接近 小菊看着下面 小姐那里似乎有一个迷阵 小菊不认路 叶归兰也是 最后想到了这个自天空而行的法子 叶归兰看着小菊所说的方向 微微挑眉 那不是她先前遇到碧方的附近吗 迷阵 看来碧方做了万全准备 若不是有突然变故 她还真的难逃她的掌心 那个恶心的老东西 嗯 叶归兰看着密林之下 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 那不是方怀锦吗 小姐不能贸然下去 下面的迷阵很强大 进去会迷失在里面的 小菊带着叶归兰在空中盘旋 方怀锦几次抬头 就好似看不到她一般 视线被完全迷住 叶归兰想着 方才自己也是从这里离开 想来这是必方返回之后 为了确保能万无一失地抓到她 设下的迷障 你呢 能走得出去吗 叶归兰随口一问 小菊幻化而成的鹰肋 立刻发出响亮的一声鸣体 当然能啊 对我们幻龙而言 这些迷障简直不要太简单了 叶归兰一愣 随后想想也对 幻龙啊 他们的本事便是变化身形迷惑别人 就像小菊 她能变成完美人类 和她 和老爹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都没暴露 要不是有继灵 她这辈子都无法知道小菊的真实身份 他们的幻化只怕是无授可及 哪怕是人类之中的幻化高手 也是如此吧 继灵不也说过 实力方面不行 但在这些花里胡哨的方面 幻龙一族太突出了 叶归兰低笑 她抬小菊的背部 我们下去吧 落到迷阵外围 小菊直接进入叶归兰的兽环之内 同她意识交流 叶归兰在小菊的指示下 很快就找到了 还在绕圈圈的方怀锦 师姐 叶归兰喊了一声 方怀锦连忙回头 就瞧见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叶归兰 师妹 她好奇地看看四周 你是怎么 我找了你好久 原来你就在附近吗 叶归兰一连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好不容易见到你的表情 把方怀锦也弄猛了 是这样的吗 我一直都没远离 都在这附近 但是没见到你 我觉得这里有些奇怪 一直在绕圈子 叶归兰连忙转移话题 哦对了师姐 引你走的是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受伤 方怀锦摇头 那东西引我到一个地方 就转身跑了 倒是你 她明显是有意引我走 你有没有事 叶归兰张开双臂转了一圈 我能有什么事啊 你看就是 方怀锦还真的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发现她真的一点是没有 顶多身上的衣服脏了些 这才松口气 你没事就好 这地方的确邪性 应该是有人在此设了迷阵 我们误入了 叶归兰看着周围 我刚才来的那条路似乎是出口 不然我也碰不到师姐 算是误打误撞走过来了 方怀锦黑眸一亮 突然又想到什么 还有一个人 我们带她一同离开吧 方怀锦带着她一路回去 叶归兰还想会是谁 见到靠坐在树干那坐着的人 微微仰起嘴角 是你啊 白蕊蕊一脸丧气地坐在那 心里已经将方怀锦和叶归兰 骂了上百遍 她听到脚步声 以为又是方怀锦走回来了 刚要抬头讥讽两句 却瞧见叶归兰 吓得她立刻贴着树干站了起来 嘴皮子都有些不利索 你 你 怎么你在这儿 该问这句话的人 不应该是我吗 我们接了任务 你呢 为什么在这儿 叶归兰挑眉 看着白蕊蕊那明显的慌张模样 她也算经历了很多 白蕊蕊这种小打小闹 在叶归兰眼里 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了 幻灵强者都算计着对她出手 白蕊蕊又能闹出什么样的浪花来 我 我 她说是来搅黄你的任务 还要当面和你算账 你打了她 方怀锦直言不讳地开口 白蕊蕊被说得满脸通红 只能硬着头皮喊出来 没 没错啊 我就是来捣乱的 叶归兰你搅黄了我的婚事 我自然要给你捣乱 这都是你的报应 我自然要讨回来的 叶归兰没出声 帝方的那一下似乎让白蕊蕊失去了短暂记忆 也好 叶归兰想到柳如玉 眼前的白蕊蕊显然和她是同样的人 明明这一切都和自己没关系 非要给她扣顶帽子 柳如玉是安分了 白蕊蕊也差不多别蹦大了 你说我搅黄了你的婚事 宋浩然为什么和你退婚 你自己不清楚 叶归兰开口 也打算将事情说个明白 你们两个之间如何本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为什么她退婚 你应该去问她 而不是一厢情愿把所有错扣到我这里 都是你 你没有出现之前 我们都好好的 她从来没有提过退婚 她如果真的因为师妹和你退婚 这样的男人 有什么好 方怀紧开口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白蕊蕊 你如果不想失去她 大可以去找她 缠着我师妹做什么 我如果能让她回心转意 我还用得着来找她麻烦吗 白蕊蕊说到这里就火大 我成为了蓝城的笑柄 青梅竹马的订婚 现如今被人一个朝夕之间抛弃 谁又真正关心过我如何 都是因为你叶归兰 若不是你 好啊 你说都因为我 那你想怎么样 叶归兰盯着她 我知道你对我怨气很重 先前就曾警告过我要在小宗门对我做什么 说说看 你想对我做什么 不停地搅黄我接的任务 不让我拿学分 是这样吗 你 白蕊蕊被说得羞愧 你现在有靠山 说话也不要太嚣张 怎么 欺软怕硬了 叶归兰冷笑 她看着白蕊蕊一脸被戳中的神情 上前一步 直接逼近到她面前 我知道你早晚要对我不利 脑子没坏的 都应该知道现在要做什么 叶归兰那张冷冰冰的翘脸和话 让白蕊蕊突然冒出一层冷汗 她下意识地看了看周围 这里只有他们三个 还是在这鸟不拉屎的青莲山脉之内 你 白蕊蕊抖着嘴唇 不知道该说什么 叶归兰微微挑眉 那极具压迫感的气势 让白蕊蕊忍不住后退一步 整个身体都要挂在身后的树干之上 更别提叶归兰微眯着眼睛 说着极具冲击力的话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动手吗 这一刻就像是季灵突然出现一样 叶归兰本来娇俏的脸突然邪性 她分明在笑 但那双眼里却透着清晰无比的杀意 白蕊蕊白了一张脸 浑身无力地跌坐在地 就连站在一边的方怀紧都忍不住心头紧了一下 以为她真的会动手 叶归兰满意地后退 看着她精具无比的脸 既然好好说她不听 也懒得再动嘴皮子 你不妨去问问柳如玉 我是怎么对她的 叶归兰挑着嘴角 仿若一只小恶魔 柳家我没打算放过 至于白家 要看你惹我到什么程度了 你就凭你 还想先翻一个家族吗 白蕊蕊喃喃开口 她看着叶归兰 不知道是怕到脑子不会思考 就这么直说了出来 叶归兰冷笑 早晚有一天 我能 方怀紧看着白蕊蕊忍不住皱眉 就从刚才的话就能看出 眼前的这个太死心眼 况且师妹能看得上她的未婚夫 那个有点傻的 叶归兰对方怀紧笑笑 还是那张可人的小脸 师姐 我们走吧 好 方怀紧点点头 白蕊蕊被吓得不敢开口 方怀紧出声 还不快点起来 回去了 我 我 我腿没力气 白蕊蕊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方怀紧走过去 将她用力拽了起来 你不要再惹我师妹 是 毕竟她有宋会长 现在又多了个你 方怀紧挑眉 看着白蕊蕊眼中还带恨的样子 原本扶着她的手忽然松开 白蕊蕊亮呛一下 差点再跌倒在地 方怀紧冷眼看她 你若是再敢对她动心思 她现在不能将你家如何 但是 我可以 白蕊蕊慌了 她怎么就忘了 方怀紧转学而来 虽然和她是同一个小宗门的 但她可是来自三等家族 三等啊 白蕊蕊疯狂摇头 生怕自己会为家族带来灭顶之灾 方怀紧皱眉 再也不管她竟自往前面走 白蕊蕊咬着牙拼命跟着 再也不敢有半分埋怨 在叶归蓝的带领下 三人很快就走出了迷阵 又经过了一天的赶路 总算离开了青莲山脉 这一路上 白蕊蕊再也没多说一个字 安静得有些过分 而方怀紧则是若有所思的样子 在叶归蓝没注意的时候多看了她好几眼 18年来 她从没有以自己出身三等家族自傲过 更不会搬出家族之威去恐吓别人 她到底是怎么了? 师姐 你偷看我做什么? 叶归蓝笑呵呵地靠过来 她对方怀紧有欣赏 现在更是因为宋求与她亲切 出了青莲山脉 白蕊蕊撒腿就往小宗门法阵跑 一溜烟就没影了 叶归蓝哼了一声同方怀紧慢慢走 她注意到了 这位师姐时不时地会偷看自己 若有所思的样子 方怀紧有些局促 她没想到自己竟被发现 她根本不会扯谎 我有点想不通 想不通什么呀? 和我说说 我搬出自己的家族等级 威胁了那个白蕊蕊 啊!叶归蓝一脸问号 你又不认识她 理她做什么? 我怕她对你不利 她明显对你还有恨意 我当时也没多想 就直接这么说了 方怀紧一脸正经地开口 叶归蓝听得却是心绪复杂 她竟然是为了自己 我从没有这样对别人过 以前甚至觉得家族等级也不足为谈 在我眼里只有制药最重要 可是方才发现 她是真的怕了 方怀紧微微皱眉 我拿自己原本不在意的东西去压迫别人 这不像是我会做出的事情 但是 我并不后悔这样做 什么呀? 这丫头知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呀 老子都忍不住脸红了 季灵的话突然出现 小菊锦接其后 嘿嘿 她这是喜欢小姐吧 才对小姐这么好 叶归蓝听着两只的交流 看着方怀紧一脸正经的样子 连也忍不住红了 这时候方怀紧突然抬头 师妹 我这么做事有些不好 你不要讨厌我就是 你怎么脸红了 是太热了吗? 没呀 啊 是有点 太热了 叶归蓝不好意思笑笑 又靠她近了些 师姐 等回去小宗门 我们好好交流下这要新的怎样 那当然好 我迫不及待 方怀紧一下子来了精神 那双眼也近乎亮了起来 叶归蓝仰起嘴角 手顺势跨起她的手臂 那还等什么? 走了 方怀紧看着她勾起自己的手臂 亲密地挨着自己 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 她突然想起来年幼时候 家中长辈对她说过的话 怀紧啊 你总会遇到惺惺相惜的人 你不会总是一个人的 令叶归蓝没想到的是 在她还没将消息递出去的时候 方怀紧已经第一时间通知了宋求 他们仅回到小宗门才半天 宋求便气喘吁吁地赶了回来 那时候叶归蓝四人还站在人物板前面探讨 接什么任务 在小宗门之内什么都要学分 目前他们四人的学分比较吃紧就是 方怀紧和叶归蓝特别有默契的 对青莲山脉之内发生的事只字未提 至于白蕊蕊 估计也不会多说一个字 当宋求急忙赶回来的时候 就瞧见两个小姑娘有说有笑 根本不为所动的模样 她忍不住擦擦汗 在远处对叶归蓝挥挥手 示意她等下去制药大楼找她 叶归蓝点点头 指了指方怀紧 宋求摇头 叶归蓝再次点头 方怀紧却发现了宋求 立刻恭敬地附身行礼 宋求挥挥手 转身便走了 师姐 我去一下宋叔的办公室 叶归蓝开口 方怀紧恩了一声 目送叶归蓝离开 在一转身的时候 悦无争呢 哦 她说有点是回去一下 等一下再过来 宋昊然笑呵呵开口 方学姐 你看这上面哪个任务好 我们现在是四个人了 应该可以接一些难度比较高的任务才对 我看这个就挺不错的 这边这要大楼的办公室内 宋求见到叶归蓝推门进来 连忙放下手中东西 你这孩子 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 说什么呀 叶归蓝笑了 见宋求急成这个样子 方怀锦又不知道 必方对自己出手 宋叔这是查到了什么 宋求微微皱眉 怀锦和我说了 你们在青莲山迈入了一个迷阵 那孩子心思缜密 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妥 才对我开口的 方怀锦竟然心细到这种程度 原来没有被自己糊弄过去呀 叶归蓝不好意思笑笑 可能是偶然吧 小归蓝 宋求急得有些恼火 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和我说实话 你当你爹不在 真的没人管你了 叶归蓝站在那 他头一次见到 宋叔发这么大脾气 他瞧着自己的眼神 心疼又焦急 季灵懒洋洋开口 这可是幻灵强者 在暗中对你动手 防不胜防 你小命怎么没的都不知道 你也只不过聚灵七级 难不成还想自己扛着 小姐 还是告诉宋大人吧 这件事背后应该不简单 强者之中有很多异类 今天只是一个毕方 若是以后再多几个盯上小姐 那真的麻烦了 叶归蓝也没想自己扛着 她也没这个本事 只是没想好要怎么说 若这只是出于个人的贪婪 也没必要麻烦宋叔 但若是真的牵扯到什么 毕方那个老头子 也真不算什么好东西 叶归蓝叹气 乖巧地坐了下来 这才将青莲山脉之内的事 一五一时地说了出来 宋求听得可谓是心惊肉跳 直到叶归蓝说完 她似乎还有些缓不过神来 毕方 我去查查 她只怕已经不在永昌城了 宋求坐在那 并不觉得叶归蓝的话不可信 宋求自己也犯嘀咕 现如今的毕方和她年幼时候见到的毕方 怕若两人一般 她的红莲深死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大浪花 对于御灵师而言 寻觅新的灵兽可不是一事 况且她还是幻灵级别 叶归蓝点头 宋求又嘱咐了她一些 又匆匆走了 连自己的学生方怀紧都没见上几面 叶归蓝自制药大楼的侧门而出 就瞧见岳无争靠在那 看她的样子似乎有些恼火 你找我有事啊? 叶归蓝问了一句 却不想岳无争动作奇快无比 如一座小山般压了过来 叶归蓝只能连连后退 就这么被她又逼回了制药大楼之内 你!刚要说话 岳无争的手掌便将她的嘴捂住 另一只手扯着她的手臂 带她走到了送求办公室的门前 在叶归蓝的眼神之中 她打开了送求办公室的大门 叶归蓝瞪大眼睛 我靠!她什么时候有这里钥匙的? 半推着将她推了进去 门就在叶归蓝的身后锁上 岳无争着才放开捂住她嘴的手掌 眼里的那火越烧越烈 叶归蓝挑眉 把钥匙交出来 这是送输办公室 快点! 岳无争就这么看她 眼睛似雷达般从头到脚地扫过一遍 像是在确认什么 叶归蓝被她看得有些发毛 岳无争 你不能私自有这里的钥匙 快交出来 还有 有什么事你直说? 直说? 岳无争嘀嘀开口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也要告诉我? 嗯! 告诉你什么? 岳无争大步走来 修长挺拔的身形 逼得叶归蓝退到门边 一只手狠狠地敲在她身侧的门板上 叶归蓝就这么被困在了她的壁弯里 这不是壁咚吗? 叶归蓝 你是真的不怕死啊? 岳无争微垂着眼 看着面前这张娇俏容颜 自幻灵面前逃过 是不是很自豪? 嗯! 你! 怎么知道? 叶归蓝吞下了自己后续的话 见鬼了 她为什么会知道 你难不成一直在跟踪我? 叶归蓝瞪着一双大眼睛 上次你出现 已经不能用巧合来形容了 这次又是怎么回事 你难不成还跟在我后面不成? 谁有那么多闲工夫要盯着你? 岳无争一脸不爽 至于为什么我会那么凑巧地出现 你不妨问问凌空间里的那一个 继灵 你给我滚出来 叶归蓝忍不住大吼 而黑暗中的金色双眸眨眨了几下 一声不吭 已表这事和我没半点关系 我不问 当真一个字都不告诉我 岳无争低语 眼里的火似乎已经慢慢消了 叶归蓝看着她那张无关平平的脸 莫名地开始心跳加速 她长得真的很一般 但是这双眼睛怎么那么好看 呸呸呸 她自己在想什么? 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又不是我什么人? 岳无争挑眉 你是说和我没半点关系 我们有什么关系? 岳无争垂眸看她 突然就笑了 那笑让这平凡的脸瞬间神采奕奕 叶归蓝忍不住多看了好几眼 她宽大修长的手掌悄悄叹到她的脑后 微微用力向前 她一张脸贴了上来 两人的距离忽然就近了 叶归蓝慌地想跑 却只能被她牢牢按在手心里 吻过的关系 在你睡着的时候 什么? 脸一下子就红了 叶归蓝慌得一劈 你怎么能? 我不知道 不算 这不算 岳无争哪里管她的抗议 手掌微微用力将她的小脸拖了上来 薄唇毫不客气地压了过去 伴随着她的低难 现在的 算了 砰 叶归蓝羞红着一张脸跑了出来 也管不了送书的钥匙如何 而门内 岳无争捂着自己的额头 太阳穴狠狠跳了几下 她把手拿下来 额头上红了一大片 她又气又想笑 气她就那样推开了自己 笑她哪个姑娘会有脑门来解决这种问题 叶归蓝红着额头 跑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 心跳慌乱不已 她到现在都没缓过神来 被亲了 她被亲了 岳无争 是喜欢自己吗? 有什么大不了 不就是 被亲了一口? 纪灵的话想在叶归蓝脑子里 叶归蓝原本刚降温的小脸瞬间沸腾 闭嘴啊你! 切! 就你们人类这么别扭 被亲一口 就当是天大的事 换作我们受累 硬上 叶归蓝的手猛然握紧 为什么要给她通风报信? 纪灵庞大的身躯 在黑暗之中扭了一下 还是不愿意开口 叶归蓝脑了 你到底是哪一边的? 住在我这里 还对我有二心? 什么叫有二心? 她也没对你有坏心眼啊! 纪灵忍不住开口 想到岳无争可能来自的家族 忍不住哆嗦了一小下 老子 也是在帮你 若再换一个人 你也一样会通风报信 有一就有二 叶归蓝沉下了小脸 你怎么知道她对我是真好家好 这世上的 戴着假面具的多了去了 对你心怀不轨的 藏得多深老子都能闻出来 你当老子白痴 是谁都能告诉的 既灵也恼了 那小子的确对你没有坏心眼 几次三番地帮你 你竟然还这么质疑她 被蒙在鼓里的帮忙 我不要 叶归蓝忍不住低吼 我谢谢她的几次出手 但不想建立在她一路跟踪我的前提下 可是老子 不用和她争执 也无需迁怒于她 是我威逼她这么做的 岳无争的话语忽然传来 夜归蓝惊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她冷不丁回头 就发现她站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 见鬼了 她和继灵是在用自己的意识交流 她怎么一副都听见的模样 难不成她将自己的灵气残留在自己的凌空间中 不可能啊 老爹的灵气会第一时间攻击她 她到底怎么知道的 多读点书 岳无争看她一脸无解的样子忍不住笑了 你对这世上的认知还太少 我为什么能听到你们的交流 你不妨自己去找找答案 你 要不要这么嚣张啊 偷听她说话也就罢了 还让她自己找答案 夜归蓝 你说 让我正是现在的你 还不准我说一句不是 岳无争笑着靠近 夜归蓝发现自己竟然不能动了 整个身体僵在原地 她抬眼 岳无争 你对我做什么 威压压制 她的实力高于你 季灵懒洋洋的开口 夜归蓝瞪着眼睛 天煞的 现如今她都已经距离七级 她依旧能压制住自己 她是什么级别建灵级别 她从见到她的时候就知道 这小子一定实力不菲 但会不会太吓人 她才多大 建灵级别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小宗门待着 千山小宗门的老师们到底知不知道 这里藏了几条龙脊之虎 你在紧张什么 岳无争笑的宠溺 她似乎卸下了什么一般 再没有任何隐藏 那双眼里宠溺温暖的光让夜归蓝红了脸 她这么瞧自己 自己是要误会的 你把我钉在这里做什么 我还不能紧张了吗 快放开我 夜归蓝红着脸低吼 想到刚才那个吻 她就忍不住心跳加速 她是不是又咬 呸 在乱想什么 你想的 就是我想做的 岳无争笑得有点邪 她已经站在了夜归蓝面前 那张平凡的脸却散发着致命吸引力 夜归蓝羞得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岳无争轻笑出声 修长的手指轻抚上她的脸颊 似带着些许眷恋 我本是对你无意 毕竟你先前太令人失望了 可是就在那一天 你变了 变得和从前的夜归蓝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人 岳无争黑眸盯着她 若不是我再三确认 我真的以为会错认 确认是什么鬼 夜归蓝滴滴开口 岳无争微微扬眉 现在的你 值得我继续等 等什么 岳无争扬扬唇 等你 夜归蓝就这么仰头看她 看着她眼里在明显不过的眼神 心头的疑惑也就这么直接问了出来 你 喜欢我 好看的手探到她脑后 将她僵住的身体万分怜惜地拥在怀里 她轻柔地稳落在额头 我对你 何止是喜欢 夜归蓝脑子糊成一团 她什么时候喜欢自己的 看这样子这么深情 难不成是老早就认识了 是啊 她一直都在春远镇 她刚来这边的时候也见过她 她一直都等在这里 先前的夜归蓝令她失望 她等的 是现在的夜归蓝 是她呀 夜归蓝的嘴角甜甜扬起 想到这个不知为何 开心得很 我自由的时间到了 希望你快点 不要令我太焦急 岳无争将她放开 手腕一转 夜归蓝见到的那条皮毛油光正亮的豹子再次出现 黑皮就留在你身边 能帮到你 搞什么 又走了 她怎么和自己老爹一样 莫名其妙地走 你去哪儿啊 夜归蓝忍不住吼了出来 月无争轻笑 你自然会找到我的 我等你 夜归蓝就这么看着她远离自己 头也不回地 真就要走了 而她 还只能站在原地 忍不住吼了出来 哪有人刚表白完就走的 你个渣男啊 夜归蓝就这么看她在自己视野里消失 威压也跟着瞬间没了 她连忙要去追 黑豹在一旁开口道 别追了 已经走了 夜归蓝站在那 猛然回头 黑豹被看得有些发毛 干 干嘛 我不需要你 我有自己的幻龙 你走 啥 啥 黑豹已经 我 我比你那只厉害多了呀 那也不需要 夜归蓝冷冷开口 泄愤般的狠狠跺了一脚 给我立刻消失 我不想看到你 头也不回地要走 这次轮黑豹傻了 想着月无针对她说过的话 要是让多余的人靠近她身边 我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黑豹狠狠打了一个冷战 别 别呀 我什么都听你的 绝对没二话 我吃的也不多 幻化成很多种类都有经验 绝对是你出行的不二选择呀 真的不要我吗 喂 我真的是一条很厉害的幻龙啊 不是吹的呀 带上我吧 让我做什么都行 求求你了 我自愿进你受还还不成吗 主人 主人 呜呜 小姐是不是觉得我不中用了 我以后会更努力的吗 别哭了行不行 没说你不行 但是比起我你还差点 我明明比你血统高 为什么有我还要你呀 呜呜呜 我比你差到哪儿了 论血统你是比我高 但是若比起其他 我比强太多了好吗 你们两个能不能安静一会儿 抄抄什么 老子烦死了 知不知道 寿环和她的灵空间是通的 你好凶哦 明明是我先陪着小姐 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你到底是个什么家伙呀 我也算开了眼界 寄生在人类的灵空间里 难不成你连实体都没有 你说什么 再敢说一句 信不信老子当场撕了你 叶龟兰听得脑子嗡嗡直响 自从岳无证的黑皮死皮赖脸的倒贴上来 这已经成为了三只的日常 叶龟兰索性切断了所有他们的声音 宋浩然和方怀锦在她一左一右 三人正在出任务的路上 宋浩然还是有些无法释怀悦无争的突然离开 那小子搞什么呀 突然转学什么的 真的说走就走了 她没和你说什么吗 宋浩然看着叶龟兰 我以为你们的关系很好 她走得太突然 至少应该告诉你原因吧 不知道啊 她走便走了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叶龟兰开口 口气不是很好 宋浩然也看不出来她的不高兴 抱歉 我不是追问你的意思 怎么说一起这么些日子 也算把她当朋友了 太不够意思了 聚散离别不是在平常不过的事吗 不说又有什么所谓 方怀锦开口 不影响我们 也就没什么好追究的吧 话是这么说啊 宋浩然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总觉得方怀锦这人说话有点不计人情 她似乎不在乎其他人如何 只在乎自己关注的人和事 有点冷血吧 宋浩然看着前面 前面就是驿站 我看还是租个座器继续走吧 此次的任务是带回一种矿石 学分给的还算不错 三人也算抢先一步 抢到了这个任务 只不过这种矿石生长在远离人烟的旷野之中 前方的三十平原便是这种矿石的生长地 因为平原面积极为广阔 靠两条腿实在不明智 再进入平原的必经之路上 这个驿站便是人类的最好选择 只不过 要钱的 我靠 这也太贵了吧 黑店啊 年轻人 租不起就走开 我这不缺客人 老板是个肥头大耳的家伙 一副你穷看不起你的样子 宋浩然看着这价格 实在是有些汗颜 他还真是个货真价实的穷学生 这里最低的价格 也要五千 开什么玩笑 我说 宋浩然还想还价 有人不客气地推了他一下 小子 说完了就让开 我们赶时间 宋浩然看着推他的人 扯扯嘴角让开 他走到一旁 最低的价格也要五千 狮子大开口 夜归蓝看着这些来往驿站的人 他们胸前的徽章 都来自同一个组织 拥兵工会 而且 看这里来往如此频繁 是拥兵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这里的坐骑大部分也应该 都是服务于这些拥兵 当然 对拥兵的价格怎么可能和外人一样 怎么 想租坐骑啊 有几个拥兵靠了过来 看出来了 他们捉襟见肘 你们是小宗门的学生吧 一看就嫩得很 这个驿站是专属拥兵工会的 我们来这里都是免费租坐骑的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帮一把你们啊 怎么帮 宋浩然开口 几个拥兵嘿嘿一笑 四千 我可以租给你们 宋浩然瞪大眼睛 这不是明着抢劫 你方才自己也说了 你们拥兵是免费的 张口就要四千 宋浩然刚要开口 夜归蓝说道 谢谢几位的好意 我们还是自己租吧 租不起贵的 就要便宜的 也只不过是个代步工具 几个拥兵挑眉 冷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宋浩然实在忍无可忍 这些拥兵 张口四千 抢劫 抢劫啊 走吧 我们随便租个就行 夜归蓝开口 走到了一众坐骑前面 她有两只幻龙啊 租哪个都行 就那两个吧 两只明显营养不良 毛发斑突的鹿行鸟蜷缩在角落 老板也是听得一愣 小姑娘 你确定要那两只 夜归蓝点点头 那两只也是一愣 没想到还有人愿意租资格 都有些激动地站起来 但长期的营养不良 连站都站不稳的感觉 宋浩然看得揪心 归蓝 我看实在不行 就租 听我的 没错 夜归蓝笑笑 租金两千 押金一万 时间只有半天 宋浩然听得这价格心惊肉跳 心里默念了抢钱十遍 师姐 你们去前面等我 我付完钱就过来 方怀锦点点头 她对于这些价格一点波动都没 和宋浩然一起去了前方平原入口等待 夜归蓝看着那两只鹿行鸟 怎么样 这个样子对你们两个应该没什么难度吧 当然没难度 不过你如果能用手直接触摸到它们 我会变得更像 甚至丝毫不差 黑皮透着慢慢的自傲 小菊急切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我 我也可以小姐 好 夜归蓝走上前 探出手排了排两只鹿行鸟的脖子 看着它们明显已经开始萎缩的大腿 手收了回来 老板 我想了想 还是不租了 老板没封一条 看着那两只鹿行鸟也只是嗡了一声 眼睛好使的人都能看得出 这鸟不值这个价 夜归蓝说了声抱歉 匆匆离开了驿站 但是没隔多远 那两只营养不良的班图鹿行鸟它牵着走了出来 刚才那几个佣兵一直盯着它们三个 见到夜归蓝牵着那两只出来 忍不住吃笑 那几个小娃子 还真是愿意花冤枉钱 这时 驿站老板牵着那两只鹿行鸟也走了出来 准备把它们处理掉 其中一个佣兵惊得直接用胳膊对它 我靠 你们快看 几个佣兵脑袋转过来 见鬼般的又连忙撞回来 夜归蓝三人已经骑着两只换龙走远 刚才说话得猛然站了起来 是我看错了 我瞎了 刚才那小姑娘牵走的不是那两只鹿行鸟 没看错 是那两只鹿行鸟 但这两只又怎么回事 在听过老板的话之后 几个佣兵站在原地 其中明显领头的忽然一声嘀咳 走 跟上它们 怎么这里往来这么多佣兵 会不会太多了 我还以为到了佣兵大本营 宋浩然骑在鹿行鸟上 看着快速越过它们的不知道第几波佣兵低声开口 她低头看着身下这只鹿行鸟 忍不住嘀咕 这么骑真的没事吗 这小细腿 会不会等下晕倒在路上啊 黑皮暗自咬牙 她化形成这个样子也别无选择 只是颇为恼火的鼻孔哼了几声 不敢走太快 更不敢走得很健壮 只能憋屈地继续装一只营养不良的班兔鹿行鸟 夜归兰扫了一眼黑皮 听着她时不时传来的抱怨 不置可否 她和方怀锦旗的鹿行鸟是小局幻化而成 别说 幻龙真的能做到分毫不差 不仅仅是样子 甚至是刚才两只鹿行鸟的姿态都仿得为尿为笑 是不是只要能接触到对方的灵气 不管是什么 幻龙都能模仿出来 答案 应该是肯定的 小姐 你等我再厉害一点 只要你想 我就能幻化出来 小局的声音响起 嘿嘿 只不过需要借用小姐的灵力 我现在就能 黑皮骄傲地开口 小局明显有些受打击 夜归兰冷哼一声 小局我等你变强 至于黑皮你 我还不想用 想到月无争 夜归兰心中仍旧有些恼火 那个渣男 邀完人就跑 一点责任都不想负 命其名曰留下个幻龙帮他 实际上他的小九九自己还不清楚吗 既然在乎 就别走啊 渣男 夜归兰没忍住低男了出来 方怀锦没听清楚 师妹 你说什么 没事没事 这个平原是珍稀矿石的出产地 佣兵多也不足为奇了 夜归兰滴滴开口 将月无争强行剔离自己的脑子 他们才踏入平原不超过三分钟 已经陆续过去十几拨佣兵 想来都是和矿石有关 方怀锦屡顺了一下自己被风吹乱的头发 是这样 我家也有一处矿洞 都是雇佣兵保卫的 宋浩然点点头 三等家族果然不一般 像我们这种五等家族 连挖矿资格都没有 你们都能拥有自己的矿洞了 这也没什么 家族等级的好处而已 夜归兰听着两人说话 三等和五等的差距已经如此深厚 更别提上面的一等二等 只怕所有珍惜 好的资源都要归这些强大的高等级家族所有 这也是为什么是个家族都要争一争搏一搏 比如柳家 拼了几十年 终于拼到了五等家族的地位 像是得了宝一样 大哥 他们怎么走得那么慢啊 我快要跟睡着了 距离夜归兰三人几百米开往的地方 那四个佣兵骑着两只鹿行鸟跟在后面 连连不停地打着哈欠 大哥你会不会看错了 那两只走成那个样子 风一吹就要倒的模样 怎么可能会是那个 什么幻龙吗 是啊 幻龙若真是那样 不要也无所谓吧 你们懂什么 为首的大哥微眯着眼 盯着前面 生怕一个不注意就跟丢了 幻龙 那是能千变万化的 变化出来的形态人类根本无法分出真假 我已经确认过了 那两只鹿行鸟 它们根本就没租 没租那两只是怎么出来的 还不是幻龙变的 可是变都变了 为什么不跑快一点啊 我怎么知道 前面两只班突鹿行鸟走得不紧不慢 叶龙兰坐在鸟背上看着四周 已经渐渐开始出现矿区 每一个矿区无论大小都有佣兵把守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佣兵来往这里的原因 它们三个就算走在最边缘的位置 也会受到佣兵们的眼神关照 叶龙兰忍不住皱眉 这里若是所有的矿脉都被划分出去 要去哪里找任务的矿石 黄铁矿 不算很名贵的吧 叶龙兰问了出来 她对药材还行 但是对矿石 真的一窍不通 宋浩然哈哈一笑 当然不算名贵的 但也不算遍地都是的程度吧 怎么说呢 黄铁矿是给五等家族的福利之一 但也只有五等家族比较厉害的 才能拥有 宋浩然嘿嘿一笑 我们家如果顺利的话 下次家族考核之后 应该就能有黄铁矿了 那这矿石能买到吗 应该 能吧 宋浩然开口 我们要的矿石也不多 只要16块而已 相比一条矿买 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了 只能碰运气 你想买 未必有人会卖你 方怀锦开口 矿石资源 在某方面 可是比药材还要抢手 叶龟兰拍拍小菊的背部 示意她先停下来 见到他们停下 后面跟着的连忙也赶紧停下 三人下来 旁边就是一个小型矿区 威武高大的佣兵站在门口 看见三人要靠近 大喝 私人矿区 离远一点 我们想买矿石 我们是小宗门的学生 叶龟兰开口 迅速地自爆家门 防止真的哄他们三个走 拥兵一听 原来是小宗门的学生 那你们等一下 你们是哪个小宗门的 千山小宗门 行 在这等着吧 很快 就有一个中年人子里面走出来 没等叶龟兰开口 直接说道 你们走吧 没有你们要的矿石 你都没问 怎么知道没有 方怀紧皱眉 中年人指了指旁边的牌子 这里主要是黄铁矿 你们是要来买这个的吧 叶龟兰点头 又是一次不让他开口 中年男人直接摇头 没有 我劝你们也不用往前走了 黄铁矿都不会有 为什么 宋浩然一脸不解 黄铁矿又不是什么多珍惜的资源 怎么会没有 中年男人忍不住皱眉 开始火大 都说了没有 你们怎么还这么多问题 没有没有 走吧 谢谢您的好意 我们这就走了 叶龟兰开口 顺便乖巧地笑了一下 甚至还有好的挥挥手 中年男人看着她 忍不住叹气 你们这几个小娃 还是快回去小宗门吧 不要再往前走 这片平原上的黄铁矿埋 已经半个月不让动了 我们也没办法 半个月不让动 宋浩然挑眉 中年男人点点头 眼神看着前方 因为发现了一条珍惜矿埋 似乎横跨在黄铁矿埋之下 没办法 只能停了所有的低级矿埋 不是吧 就因为一条矿埋 停了所有的低级矿埋 这会不会太夸张了点 宋浩然显然不能理解 但是方怀锦却能理解 停了所有的低级矿埋 看来珍惜度是很高了 不是二等 就是一等家族把持 中年男人忍不住多看了方怀锦一眼 就是这样 二等家族把持 我们不敢不停 只能等了 看样子 把持的家族很强势啊 宋浩然看着前面 一定很厉害 中年男人忍不住苦笑 可不是吗 宋家一直都这样 说一不二 不容别人干涉 宋家 方怀锦挑眉 宋浩然听得乐了 原来是宋家 那不是好办 你们两个 谢谢您 如果得到什么新消息 我们会来通知您的 叶桂兰开口 扯住了宋浩然 我们还是要往前走走 算是碰碰运气吧 三人来到一旁 重新坐上了陆航鸟 宋浩然一脸问号 你们两个怎么不高兴啊 宋家 不就是宋老师的 不一样 叶桂兰开口 你不懂其中观俏 总之这件事上 不要将宋叔和宋家混为一谈 没错 老师是老师 宋家是宋家 方怀锦憧憬了宋求多年 自然知道 他一直窝在小城里面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和家族不合 宋浩然虽然不解 但只能挠头 行吧 但是这是怎么办 我们无功而返吗 倒是不差这些学分就是了 他娘的 去呀 季灵兴奋的声音突然冒出 吓了叶桂兰一跳 你喊什么 老子 老子闻到了 幻灵灵种的味道啊 而且是新鲜热乎的 幻灵灵种 叶桂兰想起来了 红莲的那颗灵种还在自己这里 因为上次的极度不良体验 没有继续吃 季灵也建议她缓一缓再说 这倒是出乎她的意料 幻灵却表示 红莲是必方的灵兽 她的灵种上多少带着些必方的灵气 她表示深深的嫌弃 下不去口 这是刚出生的幻灵 最好吃啊 听着季灵的话 叶桂兰感觉她的口水快要流出来了 刚出生的幻灵 想必又是什么魔兽 宋家在这里 是不是也代表她也在这儿 快点 快点 老子要吃 对你来说也好消化 快点啊 季灵明显被挑起了胃口 叶桂兰也觉得机会难得 幻灵灵种 她应该就能到剑灵了吧 知道了 叶桂兰也来了精神 拍了拍小菊的背部 示意她跑快点 小菊接收到自家小姐的意思 似乎开心地忘了幻化成的陆航鸟 多么孱弱 两只小戏腿往前狂奔 瞬间般提升速度 给宋浩然都看傻眼了 还有她骑着的黑皮 你疯了 也不怕这样暴露自己 黑皮吼了出来 小菊立刻清醒 小菊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太高兴了 没事 叶桂兰安慰地拍了几下 方怀锦探出头 师妹 这鸟是不是回光返照了 叶桂兰打了句哈哈 方怀锦和宋浩然也没当回事 反倒是跟在他们身后的那四个 看得眼睛都直了 为首的大哥死死盯着叶桂兰身下的陆航鸟 搁几个 这下 看清楚了吧 看 看清楚了 方才 跑得也太快了 为首大哥狠狠咽了一下口水 跟紧了 我们抢了他 三十平原上 大大小小分布了上百个矿场 有大有小 虽然这只是这片广袤大地的一个角落 也聚集了不少的家族势力 大大小小的家族矿场在这里聚集 势力也盘根错节 叶桂兰三人一路行进 果然如刚才那人所说 所有小矿场全都停工 挖矿的工人也不见有一个 只有佣兵们把守在矿场门口警戒 因为宋家 不下几十的低级矿场全部停工 高等家族的影响力和威慑力 在这个世界已经根深蒂固 深入人心了 没有人干反抗家族权威 家族等级的压制明显 深刻 强大 在这里 高等家族 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叶桂兰忍不住皱眉 如此森严的家族制度 他的老爹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坚持和方法 让叶桂兰得以那样无忧无虑地成长 就算是在那样的小镇子上 也有家族存在 而他们父女 只能算是一个小家而已 叶桂兰想到叶鹤 不免又红了眼圈 这里面有太多的深意都没有体会到 那个臭爹就自己走了 她是真的很爱很爱自己的女儿 爱到奉献一切 一点都不夸张 小姐是不是在想老爷? 小菊感应到了叶桂兰的情绪波动 忍不住轻声开口 叶桂兰嗡了一声 小菊以为叶桂兰还在生叶鹤的气 小姐 老爷走了一定是有什么迫不得已的苦衷 他很爱小姐 他为小姐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的 以前小姐生病 老爷都会费寝忘食地照顾 小姐的身体一旦出现什么状况 老爷会第一时间铺到药室里面 不管什么名贵丹药 都未进小姐嘴里 只要小姐想要的 老爷都会做到 小姐想做的事 老爷不会有任何干涉 虽然他一直都在干着急 叶桂兰没打断小菊的话 他想听听那个没机会亲眼见到的老爹 想感受下从前老爹是怎样疼爱自己的女儿 叶桂兰 叶桂兰 能够成为你 终究是我的幸运 小菊这么一路说了很多 叶桂兰也听得起劲 黑皮很给面子的 没说话打断 季灵也是如此 也许是感受到了叶桂兰听到这些的欢快情绪 两只猛兽都选择了沉默 师妹 前面应该就是了 方怀紧开口 小菊的话音也停了下来 叶桂兰向前探过去 平原的正中心位置 一个巨型矿场横跟齐上 很多佣兵在外围走来走去戒备森严 时不时有人进出 但都是脚步匆忙 距离矿场很远的地方 叶桂兰三人就停了下来 这个架势 硬闯不可能 偷溜进去 更没这个可能 叶桂兰手里是有黄铁矿的 只不过那是老爹留下的东西 他现在对于叶贺的东西分外珍惜 不可能轻易用在这样的任务上 看着前方戒备森严的模样 叶桂兰只能叹口气 实在不行 只能从交易行入手 大不了多花几个钱 方怀紧看着面前 这阵势微微皱眉 也知道要无功而返了 宋浩然则是眨巴着眼睛 有些看呆了 不愧是三等家族 矿场可真大呀 等以后你们家族到了三等 也可以 方怀紧说得一脸平静 宋浩然却是不好意思 三等啊 也只是想想 我们家 估计得再有几十年功夫吧 也未必 怎么这么不自信 叶桂兰也笑了 宋浩然叹气 不是不自信 而是家族等级提升得太难了 要求也多 更何况 还要自家族考核中保持不败地位 我听说 一些家族仅位置自身不调集 就已经精疲力尽 更别提要向上提升 算了 先不说这个 目前这个情况 我们也只有回去了吧 嗯 看来是这样 先回 一个人自矿场里面匆匆走了出来 甚至四下张望 在见到叶桂兰三人的时候 双眼顿时一亮 脚不停歇地立刻往这边跑 气喘吁吁地开口 你们 谁是叶桂兰 方怀紧率先开口 找他做什么 哦 不是我找他 是我们家 小祖宗找他 方怀紧一愣 叶桂兰却忍不住苦笑 果不其然 方然染在这里 小桂兰 我知道你来了 来陪陪我吗 我都好久没见到你了 小桂兰 小孩 是什么人 这 来人直接越过他们 看向后面的叶桂兰 他已经看明白状况 知道哪个是要找的人 叶小姐 劳烦和我进去吧 我们家小祖宗真要闹起来 不太好收场 老子不要 不要 听到没有 让他滚滚滚滚 脑子里是继灵疯狂地嘶吼和抗议 叶桂兰听得脑袋发疼 直接切断了他的声音 继灵发现了这点 急得吼了出来 小丫头骗子 喂 知道了 我和你进去 叶桂兰只能硬着头皮上 宋冉冉会做什么 她有些摸清楚 她发起风来 的确有些可怕 在宋家如此严密的看管下 在这样的地方 若是还能接触到久 那就真的见鬼了 不变身的宋冉冉 还是很可爱的 叶桂兰苦笑 对 没变身还是蛮可爱的 师姐 你和宋浩然在这里等我 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叶桂兰开口 方怀锦只能点头 宋浩然盲嘱咐了一句也乖乖地在外面等 来人带着叶桂兰走进矿场 直奔挖了不知道有多深的矿洞 宋冉冉似乎知道叶桂兰的靠近 欢快的笑声一阵阵传出 回荡在幽深的矿洞之内 矿洞之内 既然没有一个人 叶小姐 那个 前面你自己走吧 小祖宗不让任何人靠近的 我也没办法 来人善笑 叶小姐 请自便 说完这句话 头也不回地往外面跑 宋冉冉银银般的笑声自更深处传来 叶桂兰看着那人头也不回地逃跑速度 忍不住摇头 自己往更深处走了进去 外面 始终跟着的四人组发现三人竟然进了三等家族的领地 也有些猛了 老大 现在怎么办 为首的拥兵皱眉 当即做了决定 等 我就不信他们还不出来了 小桂兰 你怎么走那么慢啊 宋冉冉的声音自很深的地方传来 在矿洞里不断回荡 他软嫩可爱的声音在这个空旷的矿洞之内显得有点诡异 叶桂兰走着 矿洞只有一条路 不断地往下面延伸 叶桂兰本来以为就快要到了 但矿洞里面的道路似乎还没到尽头 小桂兰 小桂兰 你快一点呀 叶桂兰没有出声 脚下的脚步却不断加快 他怎么感觉这隧道没有头一半 宋家在这里设下灵力屏障 刚才那小子不敢往里面进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似乎这屏障是由那只恶心蜘蛛控制的 只要他不想 谁都没办法进来 想到刚才那人跑得飞快样子 叶桂兰忍不住轻笑 他看着眼前还伸不见头的隧道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 宋冉冉似乎也不是很急 但就是不听地喊他 似乎很无聊 随便说的话一样 叶桂兰又不知道走了多久 感觉已经到了地底几十米深的地方 终于看到了一个法阵摆在面前 你终于到了 走到前面法阵里面来吗? 冉冉 叶桂兰低声开口 站在了法阵面前 却没有走进去 嗯 小萝莉甜美地应了一声 又咯咯地笑了 你快点过来啊 为什么 你能知道我在哪儿? 叶桂兰问出的瞬间 继灵已经给出了答案 你个傻子 抬头看墙壁上 那些趴着的 都是什么? 叶桂兰抬头 这才发现墙壁边缘内侧 竟是大大小小的蜘蛛 甚至有一条拖着蛛丝掉在了她的面前 那细小的黑豆眼睛里面倒映着叶桂兰的俏脸 耳边是宋冉冉银银般的声音 小桂兰 你有看到我吗? 叶桂兰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看着面前这个蜘蛛 宋冉冉正通过这双小眼睛看着自己 寄灵嘶吼着 让叶桂兰快点走 不要和一只蜘蛛大眼对小眼 听着宋冉冉的笑声 叶桂兰走进了法阵之中 一阵光芒之后 叶桂兰还没看清楚眼前的是什么地方 就感觉一个小东西扑进了自己怀里 哇!真的是小桂兰是小桂兰! 宋冉冉开心不已 小脸不停地在叶桂兰怀中磨蹭 小手紧紧地抱住她的腰身 生怕她跑掉一样 叶桂兰差点被她撞倒在地 面前的 是一个有巨大法阵的内部空洞 在法阵正中间的位置 是几个硕大无比的蛋 但 那个幻灵灵重还没出生 这应该是哪个幻灵在这里产载 发生了什么才会将后代遗留在这里 那个幻灵估计已经没了 寄灵的声音响起 叶桂兰仿佛能看到她已经在流口水 未出生的幻灵灵重啊 真像 虽然知道 寄灵是自己这边的 但她饱含贪婪的声音 让叶桂兰忍不住心头颤抖 她是真的很想吃掉这些灵种 宋然然 估计也是这样吧 纵然不吃 这些灵种也是要带回宋家的 小桂兰也对这些灵种感兴趣吗 宋然然发现叶桂兰的目光 眨巴了几下眼睛 忽然想到了什么 小脸微红 哎呀 是不是她 想吃啊 叶桂兰尬地扯扯嘴角 微微推开她 她抱得太紧了 是啊 然然你在这里守多久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魔兽吗 宋然然咯咯一笑 听话得松开小手 但也紧贴着叶桂兰 蛋的话 是龙族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不过这蛋壳我敲不破 应该不是什么便宜货色就是了 纪灵 你呢 叶桂兰心神开口 纪灵懒洋洋地开口 什么龙族 龙族的蛋可比这个大多了 这是鹿鹿鸟啊 鹿鹿鸟 在千山小宗门那时候被直接吓死的小东西 是啊 纪灵的声音透着些许无奈 不是和你说过吗 在魔兽之中 论血统 鹿鹿鸟可是在很高的位置 在小宗门被吓死的那些 说白了 并不是所谓鹿鹿鸟 顶多算是有一丝鹿鹿鹿鸟血统的家伙们 叶桂兰看着面前这五个硕大无比的蛋 已经有自己半身高了 鹿鹿鸟 到底是个什么种类 小桂兰 你知道这些蛋是什么吗? 宋然然眨巴着眼睛 告诉我好不好吗? 叶桂兰咽了一下口水 这些是鹿鹿鸟 宋然然的黑眸瞬间亮起 嘻嘻嘻 竟然是鹿鹿鸟 对于人类来说 鹿鹿鸟从里到外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入药 宋家这次可是赚了呀 叶桂兰挑眉 鹿鹿鸟全身上下都可以入药 那它如果养一只的话 想什么呢? 你以为是阿猫阿狗? 还想养一只 除非你是打小 这不是现成的 叶桂兰看着面前的这几个蛋 若是可以养一只 那不就是个移动储备药库? 宋家拿回去也一定是要养起来的 老子要吃 吃啊 这么好的幻灵灵种 不能就这么放过 叶桂兰皱眉 五个蛋啊 宋家这是要全部拿走吗? 小桂兰 你是不是也想要呀? 宋然然靠了过来 那双大眼睛闪着莫名的光 我可以让你拿两个 好不好? 叶桂兰看着宋然然 知道她在想什么 通天碧玉珠 看上了她体内的寄灵 这份感情怎么说啊 是福还是祸啊? 然然 这样真的可以吗? 叶桂兰问得小心翼翼 宋然然笑了 当然可以呀 宋家又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 我说让你拿就能让你拿哦 叶桂兰看着她 那条件呢? 宋然然扬起甜美笑容 微红着小脸 让我见见她吗? 好不好? 此时的宋然然就是个怀春少女 满眼都是期待着见喜欢人的害羞和紧张 没等叶桂兰开口 季灵已经不耐烦地嘶吼 让她滚 老子不要 不要见她 为了灵种 你就牺牲下自己 你让老子牺牲自己 大不了不吃了 老子不要见那个恶心蜘蛛啊 啊 你不吃 我还想要呢 机会就这一次 你自己看着办 改了 但壳内传来了一些响声 宋然然兴奋不已的开口 要破壳了 小桂兰 要快点哦 不然的话 我可不会让你动手 季灵 叶桂兰吼了一声 季灵片刻的沉默之后爆发出一声极为压抑的低吼 想不到 老子也有出卖色相的一天 管那么多 又不是让你出卖肉体 马上破壳 你只准吃一个 别吵吵 老子记得住 下一秒 季灵出现 宋然然瞬间便感受到了 小脸红扑扑害羞不已的看着季灵 你来了呀 我好想你的 你有没有想我呢 滚 老子一点都不想你 季灵开口 叶桂兰此刻的气质已经派若两人 浑身透着一股野戒和凶狠 原本甜美的一张脸 季灵出来之后也显得邪似非常 甚至瞳孔的颜色也发生了改变 浅浅的金色在不停涌动 嘻嘻嘻 人家想你吗 宋然然伸手就要抱过来 季灵嫌弃的一把将她推开 宋然然根本不生气 依然害羞地想要靠过来 叶桂兰看着季灵的动作 恨不得一巴掌拍上去 季灵走到蛋面前 感受着蛋壳表面涌动的灵气 狠狠咽了一下口水 宋然然乖巧地走过来 一副讨好的模样 都给你也可以呀 你让我抱一下吗 滚 不要不要 人家要抱一下 给老子滚 石洞的另一边 便在此刻传来巨大响声 有什么人自另一边钻洞而来 洞面坍塌的瞬间 和叶桂兰还有宋然然打了个照面 宋然然爆发怒吼 是谁 洞里的那些蜘蛛 原来是你放的呀 来人见到宋然然没有丝毫慌张 一派轻松 哦 没想到还有一个 宋然然握着拳头 站在了季灵面前 叶桂兰看着来人 她穿得破破烂烂 像是个随处乞讨的乞丐一样 但整个人却有一种不容小觑的感觉 季灵低声开口 幻灵级别 没完 她身后又走进来一个人 季灵见到的瞬间 瞳孔狠狠一缩 后面进来的人见到叶桂兰 也是一正 随后露出一丝微笑 叶桂兰看着自后面进来的人 正是碧芳 真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真的想不到 竟然会在这种地方碰见你 碧芳那双小眼睛恨不得跳出眼眶 仿若叶桂兰是她盘中最美味的一道菜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吃下去 她甚至探出舌头舔了舔嘴角 这动作让叶桂兰看得心头一凉 她因为自己的贪婪 对季灵硬是扯掉了一些灵气 没想到她的贪婪竟然一点都没减 这死东西竟然还没打消对老子的念头 季灵滴滴开口 现在也好 等老子吃了灵重 直接收拾了她 嘎啦 蛋壳之内又出现了明显的响动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眼神一亮 马上就要破壳而出了 哎呀 我们公平一点 见者有份吗 乞丐男人笑着开口 不拘小节的样子 一人一个 还剩下一个呢 你看是不是啊 不可能 宋冉冉怒瞪着面前的两人 她也有些没料到在宋家如此严防布置之下 还有两个 幻灵能闯进来 而且巧妙地躲过了她的蜘蛛监视 你们别想碰 一下都不行 小姑娘别这么凶啊 你跟着宋家也不过如此 不如考虑考虑 加入我们 乞丐男人呵呵一笑 我们给你的好处可比宋家好多了 毕方站在后面 始终都没说话 只是那双眼睛死死盯着夜归蓝 不知道在打什么注意 季灵 你小心一点 我感觉这两个是有悲而来 尤其是那个乞丐 她虽然表面在说笑 但那里却很阴森 哼 你这感觉倒是挺准的呀 老子也以为 这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要不是你一直迟迟不肯提升实力 上次在青莲山脉 老子早就把那老东西解决掉了 后面的那个姑娘 你不妨也考虑考虑 乞丐男人哈哈一笑 季灵微垂着眼根本不搭理她 金色涌动的眼睛盯着蛋壳 她要在破壳而出的瞬间 吞了灵重 赶了 赶了 蛋壳之内的响动越来越大 甚至蛋壳里面能看到微微蠕动的黑影 碧方黑眸一亮 这才肯转移视线看向了蛋 她这次来是想要捉一只刚出生的幻灵回去做灵兽 却没想到有更大的收获 上次是她一人 现如今 夜归蓝叉翅也难飞 就算是宋家的这个小祖宗也在 她也有八成胜算 她身边的这个可不是好惹的 碧方心里的小算盘霹里啪啦作响 但她怎么也想不到 现如今的根本不是夜归蓝 而是她窥似已久的祁灵 猛兽已然出笼 嘎啦 其中一个蛋壳忽然被顶破 一股肉眼可见的微白气体自蛋壳内冒出 幻灵出圣 似乎是受到祁灵影响 夜归蓝近乎能闻到一股甜美的香气 像急了刚出炉的小蛋糕斑 诱惑着人一口吞下 而祁灵就是这么做的 她占据着夜归蓝的身体 狂兽之姿冲了过去 近乎是在两秒之内揪住了里面刚出生的幻灵 张口便是咬了下去 场面一度狠血腥 谁能想象一个妙龄少女 正深啃着一个连毛都没长出来的雏鸟乞丐男人 明显没看见这样的场面 原本想去争强 也不由地停下脚步 而碧方 却如疯了般地笑了出来 吃了 她竟然又吃了吗? 呵呵呵 夜归蓝看得连忙闭上眼睛 但是那鲜血涌入口的滋味还是瞬间传达到脑子里 让她忍不住开始干呕 祁灵才不管这些 准确地掏出灵种 一口吞了下去 靠!爽啊! 原本在黑毛里流淌的淡淡金色 在吞下灵种的瞬间变得越发浓郁 祁灵抬起头 嘴边还带着鲜血 将手上的雏鸟随手一扔 盯着其他未出壳的鹿鹿鸟 大有还想吃的意思 既然生吞灵种 乞丐男人看着夜归蓝 一边的壁方走上来 黑毛发亮 那可不是普通的人类 这里的当我都不要 帮我拿下它 哈哈哈 好! 你们休想! 宋冉冉爆发出一声怒吼 此刻洞内的巨大法阵 闪现出巨大光亮 光芒之后 熟悉的巨大触角 自宋冉冉的身后出现 乞丐男人见了 不由地大笑出来 哈哈哈 我还以为是什么 通天碧玉珠 血脉稀少而已 论其他 你还太弱了 一到暗风 乞丐男人已经到了宋冉冉面前 宋冉冉也是一愣 这么快 啊! 宋冉冉发出痛苦的吼叫 她的一只触角被乞丐男人生生折断 其他的触角瞬间挥向乞丐男人 乞丐男人 在密集迅速的进攻下依然能全身而退 宋冉冉忍着疼痛 这男人比她的实力还强 她不是对手 宋冉冉抬眼看着一旁 眼睛都盯着淡的季灵 狠狠咬牙 将所有的触角瞬间埋入地下 她被宋家的法阵压制 没办法变化成完全形态 不然也不会这么狼狈 宋冉冉喘着粗气 小嘴忽然大张 带着黏液的白色珠网瞬间喷出 正巧隔开了位置 乞丐男人和壁方被隔绝在了蛋的外面 赶啦!赶啦! 就在这时 蛋壳接二连三地破壳 乞丐男人见到珠网 恼火非常 小蜘蛛 非要找死 乞丐男人掌心火光四起 那是一团十分浓郁的火元素 宋冉冉死死盯着她 她的网或许能坚持几秒 而这边 纪灵眼疾手快又抓出一只刚破壳的 生吞了零种 够了够了 叶龟兰看着她明显发狂 连忙开口 纪灵舔了舔嘴唇 意犹未尽 根本不想听叶龟兰的话语 叶龟兰猛然低含 你考虑下后果 我毕竟是人类之躯 在吞真不怕我被撑爆吗? 也许是想到上次叶龟兰吞了那么多身体难受的样子 纪灵眼里的狂热才渐渐冷却 看了看还有的三枚蛋 冷哼一声 老子知道 不用你说 大手一挥 三枚蛋毫不客气地都收入到手镯之中 见到蛋没了 乞丐男人瞪大眼睛 火光四起 在珠网被燃烧殆尽的瞬间直冲过去 而此时 宋冉冉的触角自地面窜出 挡在了乞丐男人面前 啊 又是一根触角被硬声折断 但依然没送冉冉退却 乞丐男人看着空空如也的位置 彻底恼了 他竟然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拿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好大的胆子 掌中的火红元素瞬间化成一条绳索 连同着触角 将宋冉冉捆了起来 交出蛋 不然我勒死他 乞丐男人没了刚才的从容和随意 一张脸尽是杀意 宋冉冉被火元素牢牢困住 根本挣脱不开 脚底下是宋家的克制法阵 他只是有触角 兽纹都没出现 根本无法反抗 他的死活 和我有什么关系? 继灵开口 甚至都懒得看宋冉冉一眼 乞丐男人狠狠皱眉 下手突然加重 宋冉冉发出痛苦的闷哼 叶归蓝看得心骄不已 而继灵 是真的对宋冉冉无所谓 别动这个蜘蛛 闭方开口 手甚至大胆地拍上了乞丐男人的肩膀 宋家虽然只是二等 但和一等家族也有牵连 毕竟是制药世家 弄死了他们的小祖宗 对我们没好处 一等家族而已 我还会怕吗? 这要世家 有联系的怎么可能是一等家族而已? 乞丐男人眼神一闪 手上的劲儿也收了很多 难不成让我这次无功而返吗? 怎么可能? 毕方眯起了那双小眼 怎么可能无功而返 拿下它 那些蛋也都是你的 乞丐男人眼神一转 他也发现用手上的宋冉冉威胁根本没用 火元素捆紧宋冉冉 随手扔在了一旁 毕方说得对 拿下面前的这个 什么不都是他的 季灵此刻还在感受着吞下幻灵灵种的美妙滋味 刚出生的幻灵带着浓郁纯正 没有被污染过的灵气 他一丝不差的全部吸收掉 像是吃了一口最香甜的食物 甜美异常 察觉到两个人正目光炙热地看着自己 季灵懒洋洋地转过身 下巴上全是鲜血 也懒得擦了 季灵看着他们的眼神 以夜归蓝的样子 发出了一声极为甚人的笑声 混杂着少女和野兽的两种声音 听上去毛骨悚然 原来是你呀 毕方听到这声音 猛然来了精神 甚至激动地往前走了几步 他的手掌微微颤抖 眼睛也瞬间瞪大 上次在青莲山脉没能抓到你是我的过失 这一次 你休想再逃走了 季灵听着这话 爆发出狂野的笑声 你还在打老子的主意 狡猾而又强大的灵兽 谁不喜欢呢 毕方痴迷般的喃喃低语 上次被你暗算 这次我可不会再上当了 毕方 你怎么还这么多话 直接上了 乞丐男人不想浪费时间 掌中出现的火元素浓郁高涨 毕方点点头 两人一左一右 朝着季灵上身的叶归兰 直扑而去二对一 两个幻灵级别 叶归兰 季灵猛然嘶吼 这也是第一次 他正紧而八百地叫自己的名字 叶归兰不由地愣了 以为他有什么郑重的话要对自己嘱咐 却没想到 他喊完自己莫名其妙地大笑 极度嚣张地开口 老子今天就让你看看是怎么弄死他们的 在一旁被钳制住的宋冉冉 看着强大又狂野的季灵早就星星演好久了 他猛然回身 趁旁人不注意 手掌迅速翻出了什么东西 狠狠捏碎 宋家 什么东西彻底碎裂的声音传来 宋家的幻灵级别 瞬间惊了 三十平原 冉冉那里 出事了 我说 他都进去好久了 怎么还不出来 等候在外的宋浩然有些坐不住了 时不时地看矿洞那边 自夜归拦进去 少说也有两个小时了 酗酒要这么久的 这是有多少话要说 方怀锦也忍不住皱眉 他也有些担心 毕竟时间真的太久了 他站起身 想要走进几步 却被人迅速拦了下来 宋家对这里看管极其严格 谁都不可以接近矿洞 方怀锦也只能无奈地坐了回去 若是再过半个小时不出来 我们再想办法 宋浩然点点头 宋家归宋家 也不能扣这个人不让出来啊 嗯 宋浩然和方怀锦忍不住一口同声地发出闷哼 两人的气息瞬间翻滚 在吐出一口血之前勉强压了下来 这边矿场瞬间发生了骚洞 先前带夜归篮进去的那人 急匆匆地自矿洞里面跑了出来 一边跑一边不可思议地低吼 怎么回事 家里的几位大人怎么亲自过来了 几位大人 方怀锦挑眉 转过身回头一看 果不其然 三道黑影镜直往这边而来 顺势而来的威压让这里的所有人都感觉不适 甚至有人直接喷血了出来 方怀锦狠狠压抑着涌到猴头的那口血 宋浩然也是如此 他们两人满头大汗 硬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幻灵匆匆而来 威压一路辐射开来 这是要做什么 这么大的威压是要警告谁啊 宋浩然牙缝里蹦出这句话 实在不懂这些幻灵 一口血这么直接喷了出来 才感觉好瘦一点 方怀锦白着一张脸坐在那 一双手死死握着不敢有任何动作 三道身影掠过他们直接飘进了矿洞 不多一会儿 威压便消失不见了 矿场之内的所有人都喷出一口血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宋浩然这边的人都有些慌张 不太明白 家里的这几位幻灵为什么都赶到了这里 却没有人有这个胆子 跟到矿洞里面一探究竟 我靠 不是吧 那两只鸵鸟呢 宋浩然回头 错愕地发现原本站在矿场门口的那两只斑突鸵鸟不见了 方怀锦深深吐出一口气 这才开口 被刚才的威压吓跑了吧 很正常 他们不跑 只怕是要就地死在这 我去找找看 等一下就回来 宋浩然给了方怀锦一个眼神 方怀锦点点头 宋浩然直接跑了出去 方怀锦则是坐在原地 眼神一眨不眨地看着矿洞洞口 师妹 你快点出来 宋浩然一路奔出矿场 宋家的人告诉他一旦出去就不能再进去 宋浩然只是摁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他刚跑出来 一直等在外面的拥兵四人立刻来了精神 大哥 是和那个姑娘一伙的小子 那两只鸵鸟没出来啊 大哥我们怎么办 先把这小子抓了再说 用他做筹码 我们上 宋浩然一心只想跑得更远更快 恨不得自己现在一秒就能到小宗门法阵前 出事了 里面一定是出事 他要第一时间通知小宗门老师 宋家的幻灵都已经出动 这已经不是他和方怀锦能解决的问题了 可是谁承想 他跑得火急火燎 有人却不仅不慢挡了他的路 四个佣兵大呲呲地站成一排 小子 给我站住 宋浩然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是谁 惊讶为什么他们四个一路跟在后面 这是有备而来 做什么 宋浩然一心要急着回去 要钱没有 要命也没 让开 四个佣兵哈哈一笑 显然不把他当回事 宋浩然见他们根本不听 俊朗的面容瞬间沉了下来 他手掌缓缓握紧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好欺负 嗯 而宋家矿场这边 两道细小无比的黑影 跟在几位幻灵后面 一路深入矿洞 正是小菊和黑皮 两只幻龙在人类之前察觉到了幻灵威压 黑皮当机立断的改变形态 小菊也怕自家小姐出事 连忙也跟了上去 三个幻灵都来了 里面一定出事了 两只幻龙都在夜归兰的寿环待过 自然可以一时交流 小菊一听 立刻有些绷不住眼泪 小姐不能出事 呜呜 哭什么呀 里面出事的又不一定是主人 你会不会哭太早了 我只是有些被吓到 你说的没错 出事的一定不是小姐 来的几个幻灵很明显都是这家的 出事的怎么可能会是主人 我靠 你飞得快一点 这里面到处都是蜘蛛啊 两只幻龙画形成了两只小苍蝇 却没想到矿洞里都是蜘蛛 虎视眈眈地看着它们 黑皮二话没说的 赶紧落到一个幻灵身上 也催促着小菊赶快过来 小菊紧赶慢赶地绕过猪王也趴了上来 有些心神未定 好多蜘蛛啊 这里好可怕 你真是条废龙 亏你的血统和天赋都在我之上 废龙 呜呜 我也不想的 但是我紧张 怕露馅 你就不能不紧张吗 就你这个样子 怎么给主人办事 呜呜 你别这么凶嘛 我也是很有用处的 我可是照顾了小姐十几年的 黑皮听着她明显哭腔的话语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小菊按照人类的话来说 应该算是幻龙族群里的某位小公主 而她 只是一个自力更生不断自强的穷小子 看着她这副软糯的模样 真是又气又急又无奈 行了行了 动不动就哭 幻龙哪有这么多眼泪的 黑皮十分不耐烦地吼了一句 小菊抽气了一声 似乎发现了什么 喃喃开口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听不到小姐的话了 黑皮也是一愣 是啊 自什么开始 他们和叶龟兰的联系像是被突然切断一样 主人 主人 听得到吗 按理说他们距离叶龟兰根本不远 应该是彼此都能听到对方才对 除非是叶龟兰主动屏蔽了他们 两只幻龙大眼瞪小眼 小菊刚收回来的眼泪眼看就要涌了上来 小姐 呜呜 黑皮也有些傻了 难不成真是叶龟兰出世了 想到这里 她自己都忍不住心头一惊 叶龟兰出世 她的后果 此时 宋家的三位幻灵已经到了法阵之上 伴随着一阵光芒法阵瞬间开启 黑皮猛然回神 废龙 先别哭了 抓好这个人类 可别被弄出去 刺眼的光芒闪过 到达了矿洞的最深处 还没等几位幻灵有反应 两只幻龙率先听到了叶龟兰的声音 两只瞬间愣住 彼此惊恐地看着对方 这哪是叶龟兰的声音 这分明就是纪灵的声音啊 她 出来了 想不到竟然这么棘手 我以为会稳赢的 矿洞之内 两个幻灵的夹击暂停了下来 纪灵附身的叶龟兰小脸沾染着鲜血 露出的皮肤也带着细碎伤口 在两个幻灵的攻击之下 依然能全身而退 乞丐男人皱眉 看着气喘吁吁的毕方 若不是你的灵兽死了 我们也不会是如此被动的局面 毕方冷笑 若你也是个御灵师 也不会是如此被动局面 毕方 你说话最好小心点 乞丐男人滴滴开口 掌中的火元素越发浓郁 树灵而不是好惹的 况且面对一个没有灵兽的御灵师 你就算是幻灵 我也可以把你打趴下 毕方敏紧嘴角也不再开口 现如今他没有灵兽 的确矮人一劫 看着面前的夜归蓝 毕方心里的火苗越窜越高 他比自己想得还要强大 在这小宅子的灵空间内的惊鸿一瞥 那对金色硕大的兽眼 再加上现如今表现而出的强劲力量 他真的很强 不用硬上 拖延时间 毕方滴滴开口 他不会出现太久 拖到他回去 这小宅子不过是聚灵级别 一只手就能直接碾死 乞丐男人点点头 两人迅速改变了作战策略 不再像刚才那般激进 千疮百孔的矿洞之内 继灵邪宁地开口 怎么 怕死了 毕方和乞丐男人退后一步 没有打算上前的打算 继灵不爽地怒吼一声 怕死就立刻滚出去 他们是在拖延时间 夜归蓝看得真切 继灵刚才爆发出的力量和速度远超他的想象 他看着自己 仿若在看陌生人一样 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只有无尽的力量和速度 这只是吞了两个幻灵灵重的继灵 若在他的全盛时期 又会是什么样子 岂不是直接把这里掀开了 老子知道 继灵开口 那双眼带着无比轻蔑 这两个是想等老子耗尽力气 一举把你击杀掉 夜归蓝不由苦笑 继灵七级 可不是一巴掌就直接拍死了 现如今 他被幻灵强者盯上 实力的提升 已经刻不容缓了 想得到挺美 老子会给他们那个时间和机会吗 继灵斜四开口 刚才老子没真正动手 只是想探探底 那个没了灵兽的就是个废物 而那个 的确有些本事 夜归蓝没敢出生 原来刚才是没真正动手哦 夜归蓝的某底精光涌动 窄小的洞穴之内 根本没有多少移动空间 继灵同夜归蓝的心念交流完 夜归蓝的身体化做一道残影直扑壁方 砰 一记重拳狠狠打在了墙壁之上 哗啦啦 不停地有石头滚落 乞丐男人和壁方迅速闪到一边 两个幻灵有些惊魂未定 怎么回事 他的速度和力量竟然又提升了 壁方 你难不成在坑我 乞丐男人狼狈躲闪着继灵的攻击 感受着越来越快的速度和力量 头皮渐渐发麻 壁方躲得狼狈不堪 没有闲工夫去回答 因为继灵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他 嗯 一道暗风到达壁方脖梗一侧 一道火元素瞬间化为手掌 拖着壁方后退半步 壁方后之后觉得反手摸自己的脖子 一道伤口已经绽放 刚才若不是那后退半步 他只怕要人头落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群垃圾 继灵不屑地开口 此时两个幻灵才发现不对劲 刚才还明显是个人类的夜归蓝 现如今竟然有隐隐兽化的姿态 那双眼睛的瞳孔化为竖直的一条 手掌竟然有点像是利爪 他的五官透露着暴虐和狂猛 进攻的姿态也像是一只猛兽般 和人类完全沾不上边了 这他们的 明显兽化了 乞丐男人恶狠狠地吼了一声 一双眼四下慌乱地开始寻找逃脱的路径 什么蛋啊他不要了 兽化只是个开始 等着小姑娘完全兽化 只怕他连命都要留在这里 这他们的 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碧芳明显也发现了这点 但是他不甘心 上一次没得到它 红莲却倒陪了进去 这一次 他难不成又要眼睁睁看着到嘴的肥肉就刺跑掉这么强大的魔兽 他想要啊 再等等 碧芳吼了出来 他就算兽化也挺不了多少时间 只要我们扛过这段时间 乞丐男人死死咬牙 想着碧芳若是能得到这只猛兽以后的注意 最终战胜了逃跑的念头 我就信你一次 季灵的攻击从未听过 伴随着他放肆狂野的笑声 回荡在这个窄小的洞穴之内 而角落里面被牵制住的宋冉冉 着迷地看着 乞丐男人虽然疲于躲避季灵的攻击 却并没有放松对宋冉冉的禁锢 只是他没想到 宋家的人这么快就来了 法阵的光芒突然亮起 宋家的三位换灵到了 乞丐男人和碧芳都是一愣 怎么可能这么快 乞丐男人后之后觉得看向宋冉冉 宋冉冉狡猾地对他一笑 靠! 乞丐男人低咒一声 想也没想 直接自他们来的那个洞口飞也是地跑了出去 而碧芳 就算再如何不情愿 再如何不想放弃 也不得不走了 两人自来十洞口窜了出去 宋家的三位换灵看着眼前满目狼藉的洞穴 第一时间看向蛋的位置 发现只有空着的两个蛋壳之后 心头一紧 冉冉 蛋呢? 被那两个拿走了 宋冉冉高声呼唤 随着乞丐男人的离开 钳制住他的火元素也瞬间消失 他指了指那个洞口 追呀! 宋家的三个换灵没有任何迟疑 追着进了那个洞口 宋冉冉站起身 忍不住冷笑 哼!一群肤浅的人类只会要淡! 继灵 他们走了! 叶龟兰看着宋家的三个换灵 忍不住松口气 这算是危机解除了 但是他发现继灵并没有交出身体的打算 明显瘦化的毛子盯着那个洞口 叶龟兰挑眉 他想做什么? 主人! 黑皮连忙画形出现 喊了一声 继灵理都没理 小菊也跟着出现 看着叶龟兰有些胆小地缩在黑皮后面 那才不是小姐 喂!你! 继灵开口 宋冉冉连忙跑了过来 微微仰起头 我在呢! 你是不是知道 那个必方跑去哪儿了? 继灵转过头 看着宋冉冉 宋冉连迫不及待地点头 这个矿洞之内大大小小的蜘蛛都是他的眼睛 当然知道呀 他的确有点坏哦 让宋家的幻灵去追同伴 他似乎跑到了别的地方呢 继灵笑了 带老子去找他 抱我 宋冉冉毫不客气地伸开小胳膊 你抱着我吗? 我带你去找他 你给老子滚 才不滚 你不抱着我走 就自己去找 宋冉冉笑呵呵地看着继灵 我可是知道 他在哪里哦? 你要是自己找 一定找不到 瘦眼盯着宋冉冉 宋冉冉咯咯一笑 我才不怕你 抱我吗? 瘦眼微微眯起 继灵突然探手将宋冉冉扯了过来 宋冉冉开心不已 毫不客气地抱紧 小脸甚至在夜归蓝身上磨蹭了几下 继灵强忍着推开他的冲动 手一使劲 单手将他抱了起来 宋冉冉红着小脸 一脸陶醉地指了指洞口 从这里走 主人 黑皮连忙喊了一声 继灵前脚踏入洞口 微微回眸 瘦眼扫了一眼黑皮和小菊 别跟过来 不然老子撕碎你们 话音刚落 化成一道暗影消失在了洞口之内 黑皮大气不敢喘一声 小菊早就被吓得泪眼汪汪 两个化成人形的幻龙呆呆地站在破碎的蛋壳旁边 伴上异口同声的开口 太吓人了 进了洞口 季灵爆发前所未有的速度往前飞奔 在宋冉冉的指挥之下 不出几分钟便出了矿洞 三十平原强烈刺眼的阳光照了过来 三十平原本就没有多少植被 季灵在宋冉冉的指挥下继续前行 叶归兰忍不住开口 你在想什么?她都已经走了 你为什么要自己送上门去? 季灵没有回答叶归兰 却是低头瞧了一眼抱在怀中的宋冉冉 警告她不要再动手动脚 宋冉冉咯咯一笑又把她抱得紧些 别生气嘛 我太喜欢你了 情不自禁 你虽然吃了两个幻灵灵种 但你能维持的时间也快到了吧? 叶归兰有些担心 碧芳本就窥似季灵 她方才坚持了那么长时间 现如今竟然还要主动追上去 我是说等你追到碧芳 若是那时候坚持不住 岂不是?老子心里有数 季灵开口 寿眼看着前方 这是第二次 什么第二次? 寿眼闪过争鸣 第二次 那个老东西自老子面前 活着跑了 叶归兰有些说不出话来 第一次她以为季灵那是被逼无奈的选择 却不成想 她那次就抱着杀死碧芳的心思 第一次只是扯断她一条手臂 便宜她了 季灵恶狠狠开口 老子可不像你 明知道有人窥似老子 还留着祸患 幻灵 我明知打不过 不可能硬钢 得了吧 就那个软绵绵的小子 给你惹了多少事 换作老子 早就弄死了 季灵嫌弃地开口 叶归兰被对得没话说 她说得没错 有如玉那是 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避开 拖得是有点酒 还有白蕊蕊 她若是当机立断做个了结 也不会有那些破事 谁惹了老子 老子绝对要百倍地还回去 季灵开口 宋燃燃听了这话连忙点头 对呀对呀 百倍千倍地还回去 叶归兰苦笑 她才聚零七级 还没有这个实力 耍这股狠劲儿好吧 她现在若是幻灵 也可以牛皮红红 关键她没有宋燃燃双眼一亮 追上了 她就在那里 呵呵呵 哈哈哈哈 季灵看着前方渐渐出现的壁方身影 笑了出来 脚下的速度也越发加快 看得出来 她急切地已经等不了多一秒了 前面的壁方注意到了后面的动静 回头一看 小眼窜出一抹狂喜 她竟然追过来了 壁方停下 季灵也跟着停下 将怀中的宋燃燃往旁边一扔 兽眼盯着壁方 而壁方 心中自然有自己的盘算 这一次 她可不打算放过这只猛兽 原本是想折回去动手 没想到她自己送上门了 季灵缓缓探出舌尖 舔视着早就干涸的血字 叶龟兰明显感觉到她的杀意越发狂猛 壁方低声一笑 竟然自己主动追了过来 这么想做我的灵兽吗? 都没这个耐性等我回去找你 季灵站在那 根本不想同她废话 身形一闪 直接扑了过去 与其废话 不如直接弄死来的爽快 壁方一惊 连忙后退 她没想到这么长时间过去 季灵的力量没有半点退却 壁方的额头开始冒汗 她有些低估错误 本想不用那个东西 现如今 不得不用了 只要能捉住她 也不亏 壁方手腕一转 什么东西被她握在手中 而季灵 丝毫不畏惧地直接扑上 一副你拿出什么老子也不怕的姿态 壁方见她没有后退 忍不住笑了 很好很好 就这么直接扑进来 别过去 宋然然大喊出声 但继灵根本不听她的 身形一闪 直接扑到壁方眼前 壁方的手掌迅速翻转 一道细网自她的掌中拖出 瞬间扩大 将继灵罩在了里面 啊! 那边想过来的宋然然也被同样的网罩住 动弹不得 继灵恼火不已地想要撕开细网 却发现不管用多大的力量 这细网不为所动 而且细网本身似乎蕴含着某种强大力量 那威压让继灵感觉非常难受 兽谋狠狠迷起 甩阴招 只要能捉住你 什么招都是好招 壁方见她被完全困住 这才真正放松下来 走到希望面前 这可是我费了很大功夫才搞到的 这细网上可是有着幻灵五级之力 你根本争着不出 幻灵五级 叶归蓝睁大眼睛 她为了要得到继灵 这东西都舍得拿出来用 壁方笑咪咪地盯着继灵 你撑得还真久 不过也快到时间了吧 就算没到 只要有这细网在 我就等着怎么样 继灵被罩在细网之中 发出不耐烦的嘶吼 壁方哈哈一笑 不急不急 我慢慢等 等你什么时候折腾够了 再下手也不迟 或者你主动一点 我可以给这小崽子留个全尸 为了得到你 这次我做了完全准备 这东西可真是金贵 不过我愿意下血本 壁方蹲在了继灵面前 来我这里 我可以让你放肆地屠戮 想杀多少就杀多少 继灵抬头看他 缓缓扬起嘴角 给老子滚开 壁方挑眉 这小崽子哪里好 这么不愿意离开他 我有多强你看不见吗 我不急 我有的是时间 我等下就生挖了这小崽子的灵种 哈哈哈哈 叶归兰心头一颤 要不要这么狠 继灵也笑了 叶归兰的确是个弱鸡 叶归兰听到 不由地瞪大眼睛 有必要直接说出来吗 做事犹豫不决 不求进取 老子跟着他实属不爽极了 每次提升实力 就跟挤豆子一样磨磨叽叽 老子恨不得一巴掌呼上去 那不如跟着我 壁方笑咪咪的开口 继灵嘀嘀一笑 手腕一转 一枚蛋出现 壁方看着这蛋猛然明白了什么 瞬间要动手 只是继灵的动作比他更快 蛋壳顶端早已经破了 里面新生的鹿鹿鸟 还没等睁开眼看一下这个世界 便被继灵掏了出来 准确地摇准地方 吞了灵重 壁方的额头忍不住开始冒汗 没事 这是幻灵五级的细网 他就算吞了灵种 也不可能出得来 只要再等 等他吞掉的力量过去 他就是自己的 继灵 叶龟兰看着他又生吞了一个 忍不住低吼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凌空间内 叶鹤的那抹灵气似乎感应到了危险的信息 紧紧包裹住叶龟兰的灵种 身体之内像是产生了一个强大漩涡 力量在里面不停地酝酿 酿 继灵抹掉嘴边新鲜的血液 看着壁方又慌又怕却不肯离去的贪婪样子 可老子就是愿意跟着他 幻灵五级 又算个屁 壁方瞬间瞪大眼睛 叶龟兰说不出话来 他虽然现在没有掌控着自己的身体 但也明显看到了身体的变化 他原本纤细柔嫩的手掌 现如今已经完全瘦化 那是一双毛茸茸的瘦爪 像是巨大的猫科动物 竟然还有粉嫩的肉垫 这是 继灵本体的样子吗? 燃下一秒 尖锐非常的力找探出 将笼罩着的细网全然割破 那破涌而出的力量 在这个点瞬间迸发 仿若核爆的瞬间 一股无形力量向四周扩散开来 震慑了整个森石平原 矿洞之内的两只幻龙被吓得瑟瑟发抖 而森石平原上追击着的宋家幻灵强者 心头也狠狠一个颤抖 这是哪位? 乞丐男人冷眼看着某个方向 冷冷一哼 壁方只怕再劫难逃了 壁方掉头便跑 没有丝毫迟疑 他甚至回头都不敢 幻灵五级之力啊 他竟然破开了 他不能死 他绝对不能死 他要等下一次机会 说什么也要将他 啊!哪还有什么下一次 继灵的利爪穿透了壁方的身体 将他就这么勾在了利爪之上 壁方惊恐地回头 看着那双金色涌动的兽眼 多么强大的魔兽啊!嗯! 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 继灵利爪一甩 壁方软啪啪地倒在地上 腹部被冻穿的伤口 看得到里面的内脏 继灵琴着邪似无比的笑 毫不客气地将他的灵种挑出 在壁方还活着的时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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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方撕心裂肺地叫喊着 眼珠在眼眶里 近乎疯狂地四下转 他看着被挑出的灵种 看着继灵那邪宁的笑 要吃了我的灵种吗? 哈哈哈!也好!也好啊! 像是挑衅般 继灵将那灵种握在掌心 一个用力 狠狠捏碎了 你还不配给老子填牙缝? 壁方的身体抽了几下 再无声气地倒在地上 叶龟兰被震得说不出话来 幻灵五级的细网被继灵破开 壁方 这个幻灵强者 被这么容易地 弄死了 没等叶龟兰准备好 他已经重新掌控了自己的身体 毛子里面的金色急速退去 叶龟兰感觉继灵的突然退却 像是急流勇退般 属于他的力量在急速回流 继灵!喂!继灵!别吵吵 继灵开口 但声音已经明显微弱了许多 那双睁着的金色兽眸也有渐渐闭上的趋势 叶龟兰给老子争气一点 说完这句话 金色兽眸完全闭上 凌空间之内 除了叶龟兰的灵种散发着微小的光芒 又回到了一片黑暗 在刚才那玻璃亮之下 冲破细网的宋冉冉快步跑了过来 他正正地看着叶龟兰 似乎感受到了什么?小龟兰?她呢? 叶龟兰感受着安静的瞬间 有些没反应过来 零空间之内一片黑暗 似乎又回到了最开始的时候 她看着宋冉冉 她 睡着了 一阵风吹过 若不是空气中还有这浓重刺鼻的血腥味 似乎刚才的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碧方被掏走灵重的身体很快就化为了一捧土 随着一阵风来消散在这个世界 所谓强者也化为了无形 叶龟兰看着碧方最后被吹走的那点尘土微微愣神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 灵重代表着一切 没了灵重最后连留存的资格都没有 发现继灵不在 宋冉冉的小脸写满了失望 小龟兰 我们回去吧 叶龟兰点点头 拉着宋冉冉的小手往回走 虽然她也不知道要走哪儿去 哦对了 我这里还有丹 叶龟兰开口 五个蛋 继灵吃了三个 剩下的两个她若是全带走也不太地道 宋冉冉眨了眨眼睛 那就 给我一个好了 叶龟兰点头 连忙把蛋掏了出来 光一个蛋 就快要有她半个人身高 不过这蛋里面轻飘飘的 叶龟兰把蛋捧了过去 宋冉冉撅着嘴开口 还是不要了 与其给宋家的那些人 还不如交给裘叔叔 叶龟兰也觉得是这样 但 你那里不好交代吧 那有什么 反正丹都被那两个人拿走了 光我们什么事 看着宋冉冉那张小脸 她狡猾地咯咯一笑 不光我事 就更和小龟兰没有关系了 叶龟兰瞬间明了 在宋冉冉眼里 宋家和宋叔也是两码事 有了这个认知她也毫不客气 直接将蛋收了起来 宋家只是想坐享其成 若真是宋冉冉一个人 面对两个幻灵 又是在压制实力的状态下 怎么可能全身而退 只怕有命也会狼狈收场 还想要蛋 要个蛋壳算了 小龟兰 她什么时候行啊? 这个 我也不知道啊 哎 我现在一点都感觉不到她了 好寂寞哦 她要睡多久吗? 回去的路上 宋冉冉撅着小嘴很不开心 不甘心又气恼 叶龟兰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抚她 说实话她自己 都有点心慌 季灵的气息 她也感觉不到了 他们明明离得那般近 她就在自己的灵空间之内 叶龟兰明明知道她还在 却一丝气息都没有 仿若不曾醒来过一般 对抗幻灵五级之力 已经耗尽了她所有的力量 叶龟兰不敢胡思乱想 因为她知道 只要自己还活着 季灵就一定还在 只是什么时候醒来 已经无从知晓 宋冉冉一路牵着叶龟兰的手 走回了那个矿洞 两只幻龙缩在角落里面不敢乱动 见到叶龟兰回来 黑皮愣了一下 有些不太确定是不是她 倒是小菊 瞬间眼泪汪汪地扑了过来 小姐 呜呜是小姐 黑皮忍不住皱眉 为什么她会在第一时间认出主人 她却做不到 叶龟兰看着她 这是明显被季灵吓坏了 探手拍了拍她 听到外面似乎有什么动静 两只幻龙迅速进入叶龟兰的兽环之内 下一秒 宋家的三位幻灵便出现在洞穴之中 眼里带着焦急和不满 看到叶龟兰的时候都是一愣 是谁 怎么敢在这里停留 凶什么 宋冉冉开口 这是小龟兰 我让她进来的 你们管得着 冉冉 这毕竟是 宋家的三位幻灵一听是宋冉冉允许 气势弱了下来 宋冉冉冷哼一声 追到了吗 宋家的三位幻灵都摇了摇头 宋冉冉仰起头对着叶龟兰笑笑 小龟兰出去吧 我们下次再聚哦 叶龟兰点头 对于宋家 她不想掺和 在三位幻灵的注视下立刻踩上法阵离开 她刚出去 矿洞就瞧见了方怀锦 师妹 你总算出来了 方怀锦连忙迎了上来 刚才那动静 我们出去再说 叶龟兰拉着方怀锦往外面走 她身上细碎的伤口和被鲜血济染的衣服让方怀锦看得有些惊诧 宋浩然呢 叶龟兰问了一句 方怀锦低声开口 那两只鹿行鸟不见了 她以这个借口跑了出去 应该是回去小宗门找老师们帮忙了 叶龟兰问了一声 两个人走得飞快 很快就远离了宋家的矿场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 在回去小宗门的路上 遇见了宋浩然 她被这四个佣兵拖住住 缠斗了好一番功夫 四对一 竟然还是势均力敌 宋浩然心里那个急 就在她不知道该如何收场的时候 一道异常狂猛的力量直接横扫了过来 四个佣兵和她都吃了不少苦头 叶龟兰 你没事 倒在地上好不容易才爬起来的宋浩然 一见到叶龟兰惊喜往外 叶龟兰看着她 还有倒在地上的其他几个佣兵 嗯了一声 硬着手拉过她 我们先回去小宗门 至于黄铁矿 我们去城里叫一行买就是了 方怀锦听出来 叶龟兰有尽早离开的打算 也不多话 扯着宋浩然就往回走 但是我们的鸵鸟都跑没了 我们怎么回去啊 这不是现成的 方怀锦扫了眼力在不远处被拴在树上的鸵鸟们 那正是四个佣兵的坐骑 两只 不多不少 刚好够用 三个人心领神会 立刻翻身上鸵鸟 四个佣兵只能倒在地上呲牙咧嘴地看着 心中早就骂了千百遍 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幻龙没抢到 人被伤着了不说 又搭了两只鸵鸟进去 因为宋家的强行阻止 黄铁矿的价格在交易行也是一路飙升 宋浩然一脸肉疼地看着叶龟兰 大手一挥直接买了下来 还想说什么 被方怀锦狠狠瞪了一眼 这小子怎么这么多话 一路回去 叶龟兰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宋浩然还在纠结价格过高的问题 方怀锦则是时不时看向叶龟兰 不知道自己能帮点什么 你去交任务 我有点事先走了 到了小宗门 叶龟兰将黄铁矿塞给宋浩然 头也不回地往外面走 方怀锦看了 连忙追了上去 宋浩然看着匆匆离去的两个姑娘 只能吸了一下鼻子 不是吧 这么着急的 叶龟兰一路奔向制药大楼送求的办公室 在她心里 那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她脑子一团乱 她想要进去凌空间确认一下 纪灵到底怎么样了 纪灵 纪灵 到了自己的灵空间 根本不像以前那样 那双金色的兽眸会睁开 并且看向她 眼睛在适应了黑暗之后 自己的灵种散发着微微光亮悬浮在那 属于老爹的那抹灵气始终紧贴在灵种旁边 叶龟兰仰头看着 她依稀能看见巨大的笼子 还有笼子之内的黑影 那应该是纪灵 叶龟兰往前走到那团黑影旁边 探出手臂想要摸摸里面 确保纪灵是不是真的没事 别够了 你摸不着 这是一道十分阴柔的男生 像是梅雨天根本情不了的天空一样 叶龟兰猛然回头 看着纪灵正对面的方向 声音是自那里传出来的 你 是谁 我以为你知道了纪灵 可以不用再问这么愚蠢的问题 声音里透着一丝轻蔑和高傲 是不是那家伙把唇也传染给你了 叶龟兰抿嘴 只觉得这感觉和初见纪灵的时候一样 她的确什么都不知道 而她也没必要真的把自己当傻子看 纪灵虽然是傻了点 但她和自己已经共同经历了这么多 也算同伴了 你要不就自爆家门 要不就闭嘴 叶龟兰开口 这话明显让对方愣了 叶龟兰不信邪般地将手臂往那团黑暗里面探 摸到的只是一片虚无 明明纪灵就在里面 她却根本碰不到 都说了你摸不着 那里面关着的 也只是她的灵体罢了 叶龟兰听到这里才缩回手 愣愣地看着一大团黑影 纪灵 你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 你这家伙 虽然平时说话难听 脾气也不好 动不动就数落我 但是 但是不要不打招呼 就这么一声不吭的不见了呀 对面又没了声音 明显听到了叶龟兰的话 彻底安静了下来 我听你的还不行 好好提升自己实力 灵重我也会积极努力去找的 你告诉我呀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让你再醒过来 叶龟兰喃喃低语 季灵的突然退却 让她根本无从准备 就好像老爹 岳吴征的突然离开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每一次的离别 都是没有预兆 为什么说走就走 连个理由都不给的 想到叶鹤 想到岳吴征 叶龟兰始终压抑的情绪开始翻涌 她就这么呆呆地看着季灵 看着黑暗之中那庞大沉睡的身躯 对面的突然开口 原来都是为了你 她才让我醒了 叶龟兰红灼眼圈转头 什么意思 什么叫为了我你才醒了 季灵那家伙 把自身传的灵气都给了我 我才醒了 什么叫都给了你 那她呢 她会怎么样 叶龟兰急了 忍不住喊了出来 黑暗无比的零空间之内 她细小的声音再不停回荡 对面忍不住笑了出来 她根本不会怎么样 只不过没了灵气 陷入了沉睡 和从前一样而已 黑暗之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缓慢移动 也带着锁链托形的声音 只不过远没有季灵那般暴躁 换句话说 她能不能醒 全都取决于你 你足够强大 她就必然醒来 那我 没等叶龟兰高兴几秒 现实的棒锤又砸了过来 不到幻灵级别 你就别想她会睁眼了 幻灵级别 叶龟兰有点傻眼 最后狠狠咬牙 不就是幻灵吗 我努力就是了 嗯 你走近点让我瞅瞅 过来点 再过来点 叶龟兰走了过去 站到了黑暗之中 那团巨大的黑影面前 一双金色的兽眼再度睁开 只是长得和继灵完全不一样 这是一双更为温和的眼睛 似乎不带有半分敌意 你的确有兽化的迹象 怪不得那时候她就弄醒了我 以你目前的实力 若不是我醒了 你只怕早就死了一万次了 是她撕破那张幻灵网的时候 叶龟兰现在还记得自己完全兽化的手 那只巨大毛绒 有粉嫩肉垫的爪子 那是继灵的爪哦 是啊 那时候若不是我 你怎么承受得住她的兽化 你要知道她这家伙可是 她把所有力量都给了我 意思我也明白了 既然是她认可的 我也看得上眼就是了 叶龟兰眨眨眼睛 继灵那家伙 耗尽了自己所有力气 唤醒了另一只 目的 是为了继续保护她 叶龟兰 给老子争气一点 叶龟兰猛然低头 继灵你这家伙 想保护就自己来啊 拜托别人算什么 她没这么弱级好不好 我以前甚至想过 她是我的累赘 若不是她我也不会到现在还在聚灵级别徘徊 叶龟兰伸手抹了抹自己眼睛 她吃得都 话也多 脾气又不好 看我哪里都不顺眼 可这家伙 却把自己所有力量拱手让人 都是为了我 说实话 这也是我想不到的 以继灵的脾性 她应该不会做这样的事 叶龟兰猛然抬头 在认真不过的开口 你要什么 我都会努力去做 要怎么样 才能把继灵的力量还回去 你把属于她的力量还给她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会努力去做的 不管有多难 我都会去尝试 金色兽眼像看傻子一样的看叶龟兰 实在没想到 局面会是这般发展 你以为说 能还回去 就能还回去 你以为这什么呀 到了我的灵体之内 我要怎么还回去 叶龟兰一脸遗憾 真的还不回去吗 还不回去 别问了 叶龟兰呆呆地坐在送球办公室里 她的心神 早就从零空间内撤了出来 就这么呆呆地坐在那里 看着送球的大书架发呆 小菊感受着叶龟兰的情绪 忍不住低声开口 小姐 没事吧 小姐你不要不说话啊 两只幻龙虽然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继灵的突然消失也感觉到了 叶龟兰坐在那没说话 仍旧是一脸呆滞的模样 黑皮也忍不住开口 主人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你不要这样子 她快被吓哭了 我 我才没有哭 少来 你刚才不就哭出来了 那是刚刚 我现在又没有哭 哟 想不到啊 你还有两只幻龙 你是谁 两只幻龙一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甚至有些慌乱 这明显不同于继灵的声音 是自叶龟兰的凌空间内发出 两只幻龙惊了 那声音带着些许笑语 阴柔低沉 怕什么 我又不会对它如何 你们两只 还是小幻龙啊 什么 什么小幻龙 我都三百五十了 黑皮忍不住吼了出来 小菊也连忙开口 我都一千五百了 我靠 你一千五百了 黑皮忍不住抱了粗口 那道声音低声一笑 以龙族漫长的岁月来说 你们两个是货真价实的小娃娃 你管我们多大 你是谁啊 小菊带着哭腔开口 虽然她有些本能地害怕 但为了小姐 她也不能总缩在后面 你是不是也在小姐的凌空间内 到底是谁 你 你要是不说 别怪我对你客气 那声音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的确在她的凌空间内 但也只是暂时的 不会对她有任何伤害 你大可放心 你态度好好哦 一点都不像那个家伙 凶得很 纪灵那家伙的确脾气暴躁了些 小幻龙你很怕她 是有点怕 尤其是她占据小姐的身体出来的时候 她 你是傻子吗 在没分清敌我之前 竟然还了上了 黑皮恨铁不成钢的低吼 小菊一下子便没了声音 那声音笑得温柔无比 只是莫名却带了些许冷意 像是平静的湖泊之水 湖面清澈无波 但湖水却冷得透心 你是这小患龙的护卫吗 我看你紧张得很 我猜不是啊 黑皮恼羞成怒的开口 我猜不认识这条废龙 呜呜 不要这么说嘛 我们好歹都在寿环里 你还喊小姐是主人呢 叶龟兰回神 听着这三个的对话 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小姐 小菊惊喜地喊了出来 黑皮也连忙喊了一声主人 那道阴柔声音开口 两只小患龙 想不到你竟然有这样的东西在手里 我还以为你是个什么都没有的小姑娘 看得出来 新醒来的这个无论是说话 态度都比继灵好上太多 但叶龟兰却没有半分亲切感 自这个家伙真正醒来之后 她无时无刻都能感觉到回荡在凌空间内的冷册 老爹的灵气似乎也能感觉到 更紧地护在自己的灵重旁边 怎么说 她只觉得现如今自己的灵空间像是个大冰窖 不如季灵在的时候那般温暖 现如今那里冷得彻底 现如今正是最热的夏季 叶龟兰却感觉浑身冷嗖嗖 多穿几件衣服都不觉得热般 她深吸一口气 曹明 是不是只要你醒着 我就会一直这么冷 她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阴柔声音嗚了一声 目前是这样 除非其他几个在睁眼 能中和一下 不过有我在 你也只是冷一些 曹明 心醒来地主动介绍了自己 我这里还有一颗幻灵灵重 季灵先前有些嫌弃 现如今她都已经睡着了 我就吞了 叶龟兰打了一个冷战 将红莲的灵种拿了出来 通体火红的灵种之内 同颜色的灵气在里面疯狂翻滚 曹明通过叶龟兰的黑眸看着那枚灵种 也忍不住开口 虽然是幻灵 但也太一般了 怪不得那家伙看不上 叶龟兰苦笑 季灵的确挑嘴 但大多时候还是任命服从 只不过她将臂方灵种碾碎 让叶龟兰刮目相看 季灵沉睡 她会无度地吸取你吞下的灵气 不像在她醒着的时候还懂得克制 自然 反补给你也是一样的道理 她会无意识反补给你过多的灵气 好在我醒了 我会保护好你 好 叶龟兰深吸一口气 将红莲的灵种直接吞了下去 季灵沉睡 无论是吸取和反补都不再受控制 这对于现如今的叶龟兰万分危险 每吞一次灵种和吞定时炸弹没分别 好在季灵让潮明醒了过来 叶龟兰的这条小命才保得住 叶龟兰感觉自己仿若吞下了一团火 灵种进了肚子立刻融化 那里面不停翻滚的灵气如爆开的岩浆般 带着滚烫的温度四下流淌 叶龟兰觉得自己像只被架上火架不停翻烤的小乳猪 她整个人被烫得无法说话 一张小脸瞬间变红 那红色渐渐蔓延到她整个全身 像是瞬间过敏了一般 小姐 冒气了 叶龟兰的脑袋正中心 一团肉眼可见的白色气体自发跟冒出 它更像是一个烧开水的水壶 不停地冒着气 体内是燃烧滚烫的开水 所有的热量在接触到凌空间的瞬间 被继灵强大的力量捕获 不停地吸了进去 随着继灵无意识地吸取 皮肤上的红色开始缓缓退去 但是叶龟兰却更为难受地皱紧眉峰 原先遍布在全身的温度都被击中在了自己的凌空间内 更为炙热的温度让她难受地开始冒汗 继灵还在不停吸取 吸取 嗯 叶龟兰难受不已 浑身冒汗 手掌死死握紧都有了血痕 凌空间内 这枚灵种的所有灵气已经被吸取过来 下一秒 更为滚烫的气体自继灵方向传来 这是她无意识反哺而出的力量 天 好难受 叶龟兰直接咬破了自己的唇 尝到了满口的血腥味 继灵就像是一座小火山 在不停地往外面涌动力量 叶龟兰的衣服早就被汗水湿透 她现在动都不能动一下 如此强大的力量 继灵是这般强大 没了她的管束 这力量强到几秒就能让她整个人爆掉 让我来 阴柔声音出现 如一座冰山强行压了上来 将那喷涌而出的力量逼退回去 小家伙 让你的灵种露出来 继灵反哺的力量你一点都不吸收 岂不是亏大了 叶鹤灵气死死忽在叶龟兰的灵种周围 不让任何多余的东西靠近 叶龟兰深吸一口气 她难受的头昏眼花 只能死死咬牙 老爹 就一点 叶鹤的灵气瞬间打开 叶龟兰的灵种竟白如猪 瞬间露了出来 那滚烫无比的力量轻涌而来 碰到灵种的瞬间 被吸了进去 啊! 叶龟兰难耐不已地嘀吼出来 而她身体的皮肤也在吸收的瞬间 血肉模糊地裂开 小姐! 小菊立刻自受环中出来 叶龟兰浑身的嫩白皮肤一处接着一处爆开 血肉翻开的下面是急速生长愈合的新身体 不停地遭受痛苦 不停地自我愈合 小菊看得眼泪汪汪 眼见着裂开的下面是迅速愈合的新皮肤 小菊也被吓得不敢有任何动作 从头到脚 无一例外 被红色浸染 呼 呼呼 叶龟兰缓缓睁开双眼 她已经分不清自己身上的哪些是血哪些是汗 她有些虚弱地看着自己如今的样子 忍不住脸了咧嘴角 小菊眼泪汪汪地开口 小姐! 你有没有事? 我没 是 叶龟兰气喘吁吁地开口 小菊忍着眼泪 开始为她擦拭身体 看着那些被撑破的皮肤和血肉下面 宛若新生的新血肉 叶龟兰忍不住瞳孔一缩 这就是昭明的能力吗?太他们厉害了 叶龟兰半躺在那 动一点的力气都没 先前被撑破的皮肤组织被刮起来 仍在地上 新生的皮肤 颖白如玉 叶龟兰忍不住叹气 这以后 每生一集都得退一层皮呀 宋求的办公室内 一个少女就这么静静地躺在那里 像是睡着了一般 她的呼吸匀秤绵长 整个身体姿态柔软纤细 露出的皮肤近乎散发着淡淡的光泽 一律余晖透过窗子照射了进来 少女的眸子缓缓睁开 那里面有道暗光悄然闪过 叶龟兰抬起了自己的胳膊 转了转 又动了动自己的腿 站起身不嫌多地转了几圈 她有些出神地看着自己手掌 方才那血肉模糊的样子消失不见 她的身体经受过高等级洗礼般 散发着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一口气五十层 真的不费力一样 巨龄八级 昭明的声音透着点不可思议 叶龟兰无奈笑了 是啊 一枚幻灵灵种 我也只是生了一级而已 嗯 听你这口气 生一级嫌少的样子 叶龟兰愣了 啥意思 幻灵灵种啊 一颗才一级 这是多的意思 那你是没明白 巨龄是有多能吃 没有两个幻灵灵种生一级 算她给你面子 叶龟兰瞬间呛到自己的口水 狼狈地咳嗽了出来 潮明笑了 怎么 不相信吗 她可是有过一次吞了几十个幻灵灵种的时候 叶龟兰的心头一颤 几十个幻灵灵种 而且是一次 巨龄那家伙 看来在她面前的确是留面子了 刚才那枚幻灵灵种 到体内那喷涌而出的灵气 被巨龄近乎几秒就吸收干净 就像是在深潭里丢了一个小石子 半点连衣都没有的感觉 她是有多能吃 她的本体到底是什么 饕餐吗 叶龟兰喃喃低语 潮明疑惑开口 饕餐 那是啥玩意 没什么 我胡乱说的 叶龟兰滴滴开口 伸了一个懒腰 想着自己晋升实力时候的样子 以后每次都会那样吗 我是说 皮开肉战 但是又迅速愈合 我怎么感觉跟蛇褪皮一样 没办法 巨龄那边根本无法控制 我只能保证你不会因为强大力量暴体而亡 其他的也管不了 好吧 叶龟兰叹气 大不了以后她吞灵种的时候找个没人地方 那场面若是被人见到 不得下出毛病来 巨龄八级 她离间灵级别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灵种啊 这几次既然她得到了 那么以后呢 她要怎么去弄换灵级别的灵种 小姐 让我去找 你可算了 让你去 还不如让我去 就你 同级别的都见得能打过 你不要这么瞧不起人啊 我也是有能力的 你不要在小姐面前贬低我 两只幻龙的声音传入叶龟兰的耳中 比起小菊 黑皮的实力的确更胜一筹 不过幻灵 她也不是对手就是了 你们两个 一起去吧 我不需要你们找幻灵 我只要见灵级别的就好了 为什么 我要和她一起 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 我不要带着一条飞龙 我 我猜不是什么飞龙 说了你们两个一起 就是一起 叶龟兰冷冷开口 若是让我发现你中途甩开了小菊 你就给我滚 黑皮一下子没了声音 龙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知道了 小姐 我 你就跟着黑皮 你们两个行动 你以她为主 一切都听她的 知道了吗 叶龟兰开口 她心中已经有了些许打算 两条幻龙能帮她的不多 她还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行 她老爹的一枚丹药能卖到上千万 她也要以这个目标努力才行 两只幻龙都服从安排 自叶龟兰的寿环里出去 叶龟兰呼出一口气 丹药方面她也应该迈出一大步了 不然真是愧对老爹的制药技术 说到制药 那两只新生的鹿鹿鸟闪过叶龟兰的脑海 她还要找机会将一只鹿鹿鸟送达送书那里 另外一直就留下来好好养着吧 那可不行 潮鸣感应到了她的想法 连忙开口 小家伙 若只是单独的一只也就算了 但这是两只同时出生的 在出生的这个阶段 你送走一只 两只都活不了 什么 叶龟兰挑眉 要不要这么亲密 这还要抱团成活的 嗯 鹿鹿鸟若是群体出生 在实力发生阶段性成长之前 它们之间有着种群特有的亲密联系 死了就自然切断 但若是活着感受到联系不见 鹿鹿鸟会自己结束生命 不会独活 昭明的话 让叶龟兰愣在原地 这是送不出去了 我问你 它好养活吗 算 好养活的类型吧 只不过它对食物的要求比较严格 食物必须干净 种类要多 每一次都要有不同东西出现 哦对了 在幼年时期 要保持它的好心情 不然它会自残 叶龟兰的头顶罩上一片阴云 这叫好养活 这是供了个姑奶奶啊 这种鸟虽然有些龟毛 但什么都吃 好养活 你也不用这么垂头丧气吗 什么叫好养活 和季灵比起来 它才叫好养活 叶龟兰沉着一张俏脸 推门而出 一眼便瞧见了 站在门外 不知道等了多久的方怀锦 师姐 我有些不放心 就跟了上来 但我没有老是办公室的钥匙 就一直等在外面 你没事吧 方怀锦有些担心地看着叶龟兰 你若是有什么事 不妨同我说说 叶龟兰心中一片暖流 她真就这么傻傻地等在外面 也不知道敲门的 想到那只没办法送给送书的鹿鹿鸟 叶龟兰眸子一亮 探出手将方怀锦拉了进来 还真有一件事 要同师姐商量商量 这是 什么 办公室的地上 两个硕大无比的蛋粒在那里 蛋壳极薄 都能看见里面在蛋壳中不断动作的雏鸟 蛋壳的顶端已经被戳破 两只雏鸟想要破壳而出 但没这个力气 自出生 到现在 它们没吃上一口吃的 因为饥饿和对新世界的好奇 两只雏鸟已经开始不受控制的叫喊 那叫声 有点像水烧开的声音 方怀锦看得目瞪口呆 根本没反应过来 叶龟兰笑得有些尴尬 这个 说来话长 宋家那个矿坑并不是为了挖矿 也没有什么珍稀矿脉 是为了得到这个鹿鹿鸟 鹿鹿鸟没有这么大 方怀锦还算冷静地看着蛋 缓缓开口 师妹是不是被人骗了 再没搞清楚这东西是什么之前 还是不要靠近 方怀锦一本正经地 将叶龟兰拉到自己身边 这怎么可能是鹿鹿鸟 鹿鹿鸟最大体型也不过是人类手掌大小 呃 这个怎么说 这的确是鹿鹿鸟 不如说是鹿鹿鸟血缘本脉 叶龟兰开口 血脉最为纯正浓厚 我们现在所认知的鹿鹿鸟 只是血脉很稀薄的分支而已 这些是谁告诉你的 可信吗 是宋书 叶龟兰当机立断地开口 方怀锦一听 神色当下缓和 是老师吗 想不到老师对魔兽也有这么深的研究 我还是不行啊 叶龟兰看着秒听话的方怀锦 忍不住扎舌 他骨子里还是有些刻板守规矩 但若是将诵书搬出来 就这么听话了 叶龟兰连忙开口 这两个不简单 刚出生就是幻灵级别 幻灵 方怀锦明显有些被吓到 对于人类而言 就算是一等家族也做不到这一点 可以让刚出生的生命就是幻灵级别 也只有被世人知晓却从不露面的四大家族可以做到 而魔兽似乎很轻易就突破了这个界限 刚出生便是幻灵级别 对于魔兽而言 只是血脉强弱的判定手法罢了 那应该交给老师最为妥当 方怀锦皱眉 刚出生就是幻灵 未免太惊人了 叶龟兰听到方怀锦的话 忍不住又是心头一暖 他竟然在自己说之前开口 要把这只雏鸟交给宋叔 他是真的一心想要成为宋叔的学生 没有别的心思一丁点都没 叶龟兰倾笑 这不是来不及吗 他把为什么不能交给宋求的理由简单说了一下 他也是一知半解 毕竟也是听朝明说的 这样的话 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养着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叶龟兰没敢说是你自己一个人养 想了想这两个蛋是自己弄回来的 若是当甩手掌柜对不起方怀锦 毕竟他们两个都没养鸟的经验不是 养是没问题 可他们太大了 方怀锦看着面前整个蛋的体型 装在空间容器里行不行 这可不行 新生的鹿鹿鸟被你弄到兽环里已经是很委屈了 朝明的声音自叶龟兰的脑海中响起 真要如这小姑娘所言 不出几天就死了 恐怕不行 叶龟兰连忙开口 我先前是把他们放在兽环里的 方怀锦嗡了一声 似乎对叶龟兰说的兽环不怎么惊讶 我不是御灵师 也没兽环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叶龟兰本就不想带着两个脱油瓶 方怀锦又不是御灵师 更没兽环 还不能放到空间容器里带着走 滚来滚去 又滚回到自己这里 叶龟兰忍不住叹气 这不行那不行 太娇气了 也就是最初新生的这个阶段比较难 一旦它实力突破开始成长 就可以放手了 朝明阴柔的话语传来 你甚至可以把它就此放出去不管 鹿鹿鸟在魔兽之中血统也是上位 成长起来敌手也不多 可以说在大多数面前 可以横着走了 听到这里叶龟兰才松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 本来就破开的蛋壳突然又传来碎裂声音 里面鹿鹿鸟的嘴已经出现 看样子马上就要破壳而出了 师妹 方怀锦刚开口 那两个硕大无比的蛋 裂开了 啪啦 蛋壳彻底碎开 里面两个毛都没长 瞅到爆炸的雏鸟自壳中冲了出来 两个姑娘看傻了 两只刚破壳的雏鸟根本没有思考 只奔叶龟兰而来 啾啾 啾啾啾 叶龟兰只觉得两只被退毛的火鸡直冲向了自己 白花花的两团肉冲了过来 而它 瘦弱纤细的小身板根本经不起这么一撞 直接被顶飞 连带着一张桌子被掀飞 埋在了书架前面 我靠 刚出生就这么大力气的 而两只雏鸟尖叫着继续冲向叶龟兰 方怀锦连忙要扑过来 师妹 师妹 师姐 别过来 叶龟兰艰难地吼出一句 桌子压在它身上 它的两只手勉强自空隙中探出 死死地抓住两只雏鸟的一只鸟脚 而方怀锦 整个身体僵在原地 它看着两只雏鸟瞬间泛红的鸟眼 它们的鸟嘴大张 爆发而出的叫声让它直接一口血喷了出来 我没事 叶龟兰的鼻血也瞬间流了出来 它死死揪着鸟腿不敢放手 生怕这两只雏鸟伤害了方怀锦 虽然刚出生 但毕竟是幻灵 叶龟兰感受着威压 艰难不已地动了动身子 方怀锦抹掉唇边的鲜血 听话的点点头站在原地不动 那两只雏鸟还红着鸟眼和它对峙 能不能先别叫了 我的鼻血 叶龟兰躺在地上 也不敢松手起来 只能任由鼻血流淌 潮明看着它如此狼狈笑了出来 哎呀 这是两只雏鸟 以为那小姑娘要对你不利 是本能地在保护你 它们认准你是捕育的成鸟 发现你比它们弱 本能反应 为什么会认我 也许是你把它们放进自己兽还的关系 兽还里毕竟有你的灵气在 叶龟兰无语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它们闭嘴 不然 你同它们交流一下 昭明的声音透着明显笑意 叶龟兰看着两只雏鸟 深吸一口气 有些不好意思地嘟起嘴 啾啾啾 瞬间 两只雏鸟转回了脑袋 鸟眼里的红色急速退去 紧盯着叶龟兰 叶龟兰尝试性地松开手 啾啾 天知道 它在啾啾个什么劲 它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这个桌子 压得还真是紧啊 叶龟兰费力将桌子推开 两只雏鸟似乎等不及般窜到它身侧 整个贴了上来 像急了找奶喝的小婴儿 只是体型相差巨大 两只雏鸟把叶龟兰夹在中间 场面太过滑稽 方怀锦看它没事彻底松口气 叶龟兰被挤得相当难受 这两只的热情它消瘦不来 甚至根本都没办法站起身 听话 进兽环里去 叶龟兰挤出这句话 两只雏鸟根本不抗拒 被它的灵气带入了兽环之内 方怀锦立刻跑了过来 师妹你没事吧我好怕你被急扁了 我也以为自己快了 叶龟兰大口大口喘着气 两只雏鸟破壳 它更为鲜明地感受到它们 也许是太饿了 它们现在还在叫个不停 叶龟兰只觉得头疼 它们吃什么 你给什么它们就吃什么 朝明再次开口 你为它们吃树皮 它们也会吃 看你良心了 师姐 小宗门里面能弄到生肉吗 啾啾 啾啾啾 千山小宗门外面的树林之中 一个比较隐秘的角落 两只眉毛的鹿鹿鸟 在欢快奔走着 它们的头很大 腿是细长 身体多肉 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头比较大的火鸡 零星的几根毛挂在身体上面 叶龟兰将手里的一片生肉扔了出去 两只鸟欢快地跳起来啄着 撕咬着这块肉 方怀锦坐到一旁 忍不住惊叹 这弹跳力太惊人了 我以为它们眉毛只能平地走 叶龟兰苦笑一声 千山小宗门之内还真有生肉 只不过同样要拿学分来换 别人的学分都用来换什么生活用品 丹药 武器和其他 它的学分 都喂进了这两只鸟嘴里面 照这个吃法 我怎么养得起它们 没事 还有我 方怀锦安慰地拍拍它的肩膀 也不一定一直喂生肉吧 你可以考虑下喂点别的 叶龟兰苦笑 方怀锦看着两只鹿鹿鸟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的见识也只停留在此了 鹿鹿鸟 真正的样子竟然是如此 真想看看它们成长之后的模样 叶龟兰将最后一片生肉扔了出去 两只鸟欢快地借助迅速地撕咬开来 没出几秒便吃个精光 吃完还发出了满意的闷声 似乎是肚子饱了 两只鸟开始互相追逐玩耍 方怀锦开口道 给它们取个名字吧 毕竟要养起来 叶龟兰看着两只鸟脑袋上的呆毛 想都没想地直接开口 大毛 二毛 师妹 这名字会不会太草率了 不会 见名好养活 叶龟兰对着方怀锦笑笑 这样也好记 方怀锦看着它 你只是嫌取名字麻烦吧 叶龟兰不好意思地笑了 哎呀 的确是 想着正经名字太麻烦了 大毛 二毛 叶龟兰喊了出来 两只鸟听到叶龟兰的呼唤 立刻扭转脑袋看它 欢快地揪揪起来 似乎认同了如此草率的名字 方怀锦无奈摇头 突然想到了什么 师妹 明年的制药比赛你应该参加吧 是啊 那种比赛的奖品应该都不错吧 方怀锦点头 上一次的奖品听说是滴血帘 滴血帘 叶龟兰一脸问号 方怀锦忍不住笑了 师妹 你在制药上的天才我已经万分确定 但是在基础药里 总觉得你是个门外汉 你是不是该好好补补课了 叶龟兰笑得尴尬 他这个半路起家制药才不过一年的 怎么能和方怀锦这样的比 哎呀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方怀锦无奈 滴血帘 就算是交易行也很难有货吧 这东西万金难求 有价无市 好几个顶级丹药的必备药材 算是珍稀之中的稀有物了 这么厉害的 叶龟兰开口 这奖品手笔不小啊 是制药工会提供的吗 方怀锦点点头 制药工会背后可是有四大家族之称 李总会长听说和四大家族中的某一个关系不错 四大家族真有那么神 方怀锦笑出声 是不是真这么神我也不知道 反正听别人说得很玄乎 我也是厅长被提起 从来没见过这些四大家族的人 叶龟兰嗷了一声 师姐参加过几次了 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啊 方怀锦轻敲了一下叶龟兰的脑壳 自从和这个鬼灵精的师妹在一起 她整个人也放松了很多 我哪里参加过 我之前参加的只是青年制药大赛 都是同龄人之间鄙视 根本没机会接触真正的那些大佬 而且制药大会每八年才举办一次 上次举办我也不过十岁 哪里敢报名 为什么不报名 见识一下也是好的吗 叶龟兰笑笑 我要是你 管他什么 先报名再说啊 方怀锦一愣 说得对啊 她自小便对制药充满兴趣 虽然只有十岁 也泡在制药里三 四年了 她为什么不去报名 如师妹所言 哪怕是见识一下也是好的 方怀锦扯扯嘴角 那个时候目光太短浅了 嗨也没关系 这一次我们一起去参加好了 叶龟兰笑笑 不用管其他 就算是神仙打架 旁观也能有所注意 我们全当看热闹算了 方怀锦连连点头 忽然想到了什么 黑毛发亮 师妹的制药方法 估计要惊到一片了 啊 这个没办法 我的确有些不走寻长路 叶龟兰挠挠头发 方怀锦目光放柔 你坚持你的就行 上次李总会长可是对你有不小期待 都直接放话 让你一定要去 说实话 我也期待你能前进到哪里 那种制药方式 应该能突破传统制药的瓶颈 师妹 我真的很看好你 方怀锦真诚地看着叶龟兰 你若是能走到很远很高的地方 那是老师的骄傲 叶龟兰看着方怀锦眼底的一片坦荡 忍不住胸腔发暖 师姐你也不差 我们还年轻 当然能走得更远 两人的手轻轻交握在一起 方怀锦点头 好 我一定努力 你们猫在这里做什么 我找了半天都找不见你们 宋浩然的声音自不远处传来 大毛 二毛听到瞬间红了鸟眼 叶龟兰在他们吼叫之前 迅速扯进了寿环里面 方怀锦也忍不住松口气 两人站了起来 宋浩然手里拿着一个任务标签 你们两个都是制药师 这个任务应该不想错过吧 什么任务 方怀锦接过任务词条 顿时黑谋一亮 他把任务词条交给叶龟兰 叶龟兰看着上面的任务内容 黑谋也跟着瞬间亮起 任务的内容倒是没什么特殊 但是发布任务的 却是制药总工会 果不其然啊 这任务还是要你们两个来接 人物处的人看着叶龟兰和方怀锦 笑开了花 若是没有你们两个 这任务到我们这里还真要烂掉了 叶龟兰挑眉 这话怎么说 制药总工会不定时 会对所有小宗门发放任务 这任务除了制药师谁敢接 而且所有小宗门都有 多少带着点互相较劲的意思 我们千山小宗门这样的任务 之前都是烂掉的 没人接 登记任务的 人喜滋滋地看着两人 叶学妹很优秀 只是没想到方怀锦也会来我们小宗门 这次应该是要扬眉吐气了吧 叶龟兰看向方怀锦 师姐 你以前接到过这样的任务吗 没有 我从来不关心这个 方怀锦面无表情地开口 除了制药比赛 我一般都不会关心别的 叶龟兰忍不住笑了出来 真的是一门心思扑到制药上 不愧是方怀锦 两人登记任务的时候 宋昊然一脸鱼有容焉地站在旁边 千山小宗门的很多学生聚集在这里 听说制药任务被接走 也算是这么多年来的头一次 人群之中的桑柔 一双眼盯着叶龟兰 只是咬紧后槽牙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知道 再也不能找叶龟兰麻烦 就算是私下里 她也不能对叶龟兰做什么了 就算她动了手脚 屁用没有 叶龟兰已经不是她能招惹的人了 哟 桑学姐 好久不见啊 叶龟兰回头 正巧看见了人群之中咬牙切齿的桑柔 看着她一脸愤恨的样 叶龟兰也来了坏心眼 甚至大方地走了过去 桑柔一愣 实在想不到叶龟兰会主动打招呼 更夸张的是她是躲在后面的 被她这么一喊 自己顿时成为了目光聚焦点 听说叶龟兰当初进小宗门曾经被人刁难 就是她呀 这个叫桑柔的 我也听说了 她动了宿舍安排的手脚 让叶龟兰和一个男孩子住一起 我去 这也太恶毒了吧 桑柔早就横行霸道惯了 有好几个新生被她逼得走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猛 我看她是用力过猛 她可能以为自己是四级家族了不起吧 可谁想到会来了一个方怀锦 噗 真是滑稽 哈哈 是啊 谁能想到方怀锦和叶龟兰还会关系这么好 桑柔听着人群之中的这些议论 一张脸又红又黑 人群自动分开 桑柔站在那走也不适 更不想开口说话 叶龟兰落落大方地走过来 方怀锦跟在她后面 也听到了旁边人的谈话 眼神顿时犀利不已 甚至出手拽住了叶龟兰 师妹 她刁难过你 桑柔听到这话 嘘汗都冒了出来 叶龟兰低笑 是啊 不过都是以前的事了 桑学姐一向如此 我也没多少损失 只不过是碰巧和岳无争住过一段时间 什么 方怀锦原本面无表情的脸 梅峰一下子挑了起来 她本就出身高等家族 对于某些观念根深蒂固 听到男女同住 而且是被别人害的 立刻瞪大了眼睛 她竟然敢这么对你 桑柔握紧了双手 叶龟兰 你阴阳怪气够了磨 叶龟兰一脸无辜 我只是过来和你打个招呼 阴阳怪气什么了 我哪句话说错了 你别以为有方怀锦当靠山 就高枕无忧了 方怀锦听到这话立刻不爽 黑着一张俏脸将叶龟兰拉到自己身后 你是哪家的 叶龟兰愣了 她没想到看上去柔弱的师姐竟然挡在自己面前 还一副我就是照着她的姿态 叶龟兰眨眨眼睛 实在不想师姐因为这点小事动手 她虽然抱着点小坏心思 但真没想让方怀锦出手 算了算了 叶龟兰笑着开口 拉了一下方怀锦 桑柔站在那死死咬着牙 心中又恨又气又无奈 方怀锦看着桑柔 这明显还怀恨在心的样子 冷冷开口 梁子都结下了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算了 难不成要给自己留个祸根 这句话把桑柔彻底吓傻了 叶龟兰惊讶地看着方怀锦 宋昊然也是一副你竟然能说出这种话的样子 她不由地重新开始打量方怀锦 一直以为她会是个乖乖牌 这姑娘也有这么狠的一面 叶龟兰突然就想到了继灵曾经说过的话 有如玉白蕊蕊的先例在先 这个桑柔可比她们难缠 况且她们之间本无仇怨 莫名其妙就被针对 这也许只是桑柔的一时兴起 却只会给自己不停地带来麻烦 若不是自己后来的际遇 只怕真的会被直接挤对走 叶龟兰皱眉 在这个问题上 她还没方怀锦看得通透 这就是差距 师姐说得没错 后患可不能留 叶龟兰收起了方才的笑容 盯着桑柔那张依旧带恨意的脸 桑学姐 我以前认识你吗? 你可是四等家族 我先前一直生活的那个小破阵子 你甚至都不知道在哪里吧? 桑柔咽了一下口水 发现叶龟兰的神态已经不一样了 她整个人似乎照上了一层寒风 让人自心里感觉冷嗖嗖 她甚至有些不是控制地开口回答 不认识 不认识 为什么针对我? 我对你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事? 让我来想想 叶龟兰黑眸转了一圈 我只是在一个武器店里面 站在兽环柜台前面 不巧 你站在了我后面 什么? 就这 她就这么针对你 宋浩然不可思议地看着桑柔 这算什么理由? 让她这么针对你 我还以为你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还是四等家族 心眼会不会太小了点? 那不叫心眼小 那就心思阴狠 不是正常人 方怀锦冷冷开口 这时人群之中一个人匆匆站了出来 正是李红英、桑柔一向如此 凭着四等家族身份在小宗门之内肆意妄为 逼走了好几个心声 只是因为她看不惯的 就一定不能在自己眼前 叶学妹可不止宿舍被调换 那次在青莲山脉 桑柔差点害叶学妹丧命在那 方怀锦倒吸一口凉气 惊讶地看着叶龟兰 宋浩然恍然大悟 是她?是她害的你? 李红英 你说够了没有? 我没害她 桑柔 睁眼说瞎话挺溜啊 李红英开口 当时阻挠我们不能回来求救的 是不是你? 你敢用你的家族发誓 你没做过 桑柔死死咬牙 一脸心虚地站在那 周围的学生们都纷纷议论 当初桑柔针对叶龟兰都是事实 她做得那么过分 只是没想到现在会是这样局面 四等家族了不起哦 可是有三等家族的方怀紧压在这里 你还能翻出什么浪花? 估计桑柔想穿脑袋也不会想到 三等家族的人会来到这个屁都不是的千山小宗门 师妹 还真是宽容 方怀紧开口 这样陷害你 你竟然还留她条命在 这话 让当场的学生们也惊了 想直接杀了 太猛了吧 桑柔的心突突一跳 想辩解什么也无力 李红英看着方怀紧 她看上去面无表情 平日里也没什么家族做派 但现在也太吓人了 桑家已经被宋会长针对了 一直到现在 桑家也买不到什么担药 估计下次的家族考核只能掉到五等了 方怀紧一听 表情松了一下 老师已经出手了 李红英点头 她和桑柔一直不对盘 桑家被宋求直接出手打压 李红英全当看笑话 却没想到宋求出手不是一时 而是延续到了现在 甚至遥远的未来也不会停止 李红英对叶归兰笑笑 叶学妹 她翻不出什么浪花 但是害你也是事实 不过有这么多人护着你 她也没任何威胁 况且以你目前的实力也丝毫不畏惧吧 叶归兰没想到宋书会打压到现在 毕竟那时已经过去好久了 李学姐说得没错 这么多人护着我 我若不应期点也对不起这份爱护 叶归兰笑着开口 走到桑柔面前 桑学姐不是一向看谁不顺眼就针对谁吗 不是很喜欢逼人退学吗 桑柔 我看你不顺眼啊 你看这是怎么办 方怀錦很是欣慰地点点头 宋浩然悄悄地竖起大拇指 看叶归兰这么硬刚还是第一次啊 她以前都是笑嘻嘻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现在看 狠起来也挺可怕叶归兰看桑柔不出声 微微低下头 手缓缓地爬上了她的肩膀 看似轻轻一拍 下一秒 桑柔的脸猛然涨红 她抬头 眼里满是惊惧 叶归兰的细长手指 看似轻柔实则死死卡在了她的肩胛骨缝里 力道掌握得恰到好处 桑柔疼得太阳穴开始狂跳 脸部五官也开始扭曲 叶归兰依旧带着淡笑 不走是吗 废掉你一条胳膊 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叶 归 桑柔的声音带着明显颤抖 痘大的汗珠出现 顺着她的脸颊滚落 叶归兰轻轻一笑 还是说 你想试试一个制药师 怎么让你死得悄无声息 甚至不被人发觉 桑柔抖着身子站在那里 耳边是叶归兰轻柔的笑声 桑学姐连死都不怕 那就好办了 叶归兰突然放手 退后一步 脸上堆着甜甜笑容 看着满头大汗一脸通红的桑柔 小宗门比试很快就来了 桑学姐一定会是我的对手 肩胛骨处地钻心疼痛 让桑柔恼火地抬头 嘴硬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看见了叶归兰那双眸子 她笑得灿烂 眼底却尽是冰冷 那双眼明明白白地传达着一句话 不是玩笑 一定会杀了牛 第二天 桑柔就匆匆转学了 这个消息是李洪英告诉她的 叶归兰只是冷哼一声 早知道这样她早就开口 走了也好 李洪英笑着开口 叶学妹 我也要转学走了 我要回去离家近一点的学校 谢谢你给的丹药 帮大忙了 叶归兰愣了一下 有些没想起来丹药的事 毕竟巨灵丹对于她来说实在不是大事 李洪英心有感激地说道 我虽然转学 但以后若是有能用到我的地方可千万别客气 叶学妹 我们后会有期 叶归兰点头 她对李洪英观感不错 就是不知道以后是否真的有机会再见 寿环里面大忙 二毛的声音快要刺穿脑膜了 叶归兰忍无可忍地快速走到角落里面 这两只雏鸟就跟无底洞一样 喂多少进去就跟没吃一样 短短几天 她所有的学分都用到了这两只身上 可这两个半分不见长 甚至毛都没长多一根 师妹 是不是她们又饿了 方怀锦找了过来 看着叶归兰眉头紧锁的样子问了一句 叶归兰苦涩点头 我说真的 再这么下去砸锅麦铁也养不起了 我所有的学分啊 都喂了她们 还是饿 方怀锦也很头疼 那两只的确太能吃了 这么下去叶归兰一定会被拖垮 师妹 我在想 普通的食物是不是对她们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甚至都填不平她们的胃口 我是说 她们出生便是幻灵级别 血脉也很强大 普通之物一定无法满足 你要不要试试 灵重 叶归兰心头突突跳了一下 脑子里巢铭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真是个聪明姑娘 对于鹿鹿鸟来说 而且是刚出生的雏鸟 灵重真的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灵重我自己吃都不够 怎么可能会给它们 叶归兰无奈叹气 潮鸣笑呵呵一笑 你只需要给它们低等级别的灵种就行 大不了量多一些 雏鸟初期吸收能量还是很凶猛的 巨灵级别真的够 当然要看等级 巨灵八级 九级吧 当然如果你肯割舍更高级别的灵种 更好 叶归兰回神 方怀锦正在等她的回答 师妹 这次任务 我们正好要去大城 不如就去交易行看看 好啊 叶归兰点头 要去的是哪里 方怀锦看了一下叶归兰 忍不住倾笑了出来 师妹 你似乎对这任务根本不上心 有 有吗 叶归兰尴尬地扯了扯嘴角 方怀锦掩带笑意的点头 我们要去的可是皇城 那里是制药总工会的所在地 也是只有一等家族可以出入的地方 叶归兰眨了一下眼睛 眸子里面渐渐有光放了出来 这样地方的交易行一定会有好货了呀 也或许幻灵级别的灵种都有出现的可能 师姐 事不宜迟 现在就走吧 叶归兰来了兴趣 方怀锦却是失笑 这么急的吗 我们不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吗 毕竟这任务的具体内容还不知道 只是有一个入城邀请而已 继续之则安之 我是想提前几天去看看那边的交易行 我是个小地方出身的人 这可是第一次见大事面 当然要事不宜迟了 方怀锦无奈摇头 但也依着叶归兰 两人当机立断地自小宗门法阵离开 甚至是中转地方也是个不低的城池 也留不住叶归兰停留一下 就这么匆匆赶路 本应该一周的路程 两人四天就已经到了 只是这个皇城出乎叶归兰意料之外 它根本就不在平地之上 师妹 皇城就在云端 方怀锦向上指了指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人接我们上去 叶归兰看着头顶那一片浓厚云层 根本瞧不见云里面是什么 那团浓厚硕大的云牢牢地包裹住城体 没有任何要移动的意思 甚至有强风都吹不开一脚的感觉 叶归兰目测了下高度 这怎么也有百层楼高了吧 一等家族 这里必然是幻灵强者的聚集地 身为可以飞起来的幻灵 到达皇城自然不是问题 来者何人? 很快 养得身骑飞行魔兽的人飞了下来 高声大喝 方怀锦和叶归兰对着声音震得立刻有些不舒服 方怀锦连忙将邀请举了起来 千山小宗门接了制药总工会的任务前来 千山小宗门?怎么没听过?就是那个制药任务从来都没人接的千山小宗门 哦,是那个小宗门啊 方怀锦和叶归兰静静听着 两人也没多说什么 但如此明目张胆地嘲讽也不加收敛 以前是没人接 现在他们两个不就站在这儿了 眼下看不见 嗨嗨 叶归兰低声咳嗽了一下 两个人这才将目光转了过来 千山小宗门也真是难得一见 上来吧 两个人如此说着 却没有任何一点想要让坐骑落地的意思 方怀锦刚要开口 叶归兰拉了一下她的手腕 仰起小脸 哇,这就是飞行坐骑吗?好威风啊! 方怀锦看着叶归兰脸上那一脸我没见过湿面的样子 眨眨眼睛 安静地站在一旁 看自己的湿妹 表演 你这是没见过飞行坐骑吗? 是啊是啊 可不可以让我先摸一下啊 我见都没见过呢? 叶归兰眼睛里似乎都开始闪起了星星 像急了一个来自乡下偏僻地方的纯真孩子 两人见到忍不住嘲讽一笑 别乱摸啊 你以为什么都能摸 伤到你 我们可不负责任 哎呀 让我摸一下 就一下嘛 叶归兰探出手 毫不客气地往上探 两人见了忍不住低吼 喂 拿开你的手 不然 叶归兰的速度更快 手掌探出一把就揪住了坐骑的 一搓羽毛 巢鸣 叶归兰心神喊了一下 阴柔的声音带着笑意响起 知道了 手指接触的瞬间 一股阴冷至极的气息顺着叶归兰迅速蔓延到羽毛之上 被叶归兰抓着的魔兽兽眼猛然瞪圆 惊恐万分地瞧了他一眼 叶归兰嘴角带笑 在魔兽惊恐的目光下 手掌忽然用力 啊 两个原本骑在上面的男人 被惊恐不已的魔兽瞬间甩在了地上 他们的 怎么回事 这两只为什么忽然发飙了 两个被甩下来的男人有些慌张 也不敢靠近两只明显已经开始躁动的飞行魔兽 叶归兰狠狠一个用力 直接拽了一把羽毛下来 给那只魔兽疼得当场哀好一声 甩着翅膀慌张不已地退后 那双瘦眼心有余悸地看着叶归兰 另一只也好不到哪儿去 彻底耸了脑袋 我靠 他们发什么疯 两个男人试图扯缰绳让两只冷静下来 但是两只大鸟明显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慌情绪 尤其叶归兰那双眼睛还盯着它们 真的被吓得不轻 潮鸣的声音出现 你这小丫头 下次就让那两只鹿鹿鸟就行 没必要让我去吓它们 你瞧 都快给吓疯了 叶归兰松开手 掌心里的那搓毛掉在地上 他轻轻地嗡了一声 也没想到他们会吓成这样 这和从前机灵不一样 他以前也吓过黑皮 但是完全没有现如今这般恐慌 潮鸣似乎 比继灵更令这些魔兽害怕 师妹 怎么回事 方怀锦看着叶归兰的小动作 把他拉到一边 是不能被抓毛吗 怎么这两只鸟跟疯了一样 可能吧 叶归兰滴滴开口 两个男人手忙脚乱的 终于安抚好两只坐骑 刚才狼狈的样子 也完全落到了面前的这两个小姑娘眼里 两个男人也不由得有些尴尬 嗨嗨 你们快点上来 该走了 他们会不会把我们摔下去啊 叶归兰一脸担忧 他们看上去似乎不怎么听话 刚才是意外 谁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可是专业的飞骑 快上来 叶归兰和方怀锦上了飞行坐骑 两个男人握紧缰绳 不由得深吸一口气 越想刚才越不对劲 收紧缰绳狠狠拉了一下 两只大鸟挥舞翅膀飞了起来 直奔上面被云层笼罩住的皇城 风声在耳边急速掠过 肉眼看上去 这云层似乎没有离地面多远 当真正飞起来 才知道这简直是在坐飞机啊 叶归兰偷偷望着下面 地面上刚才站着的地方已经小到看不清了 这应该有几千米了吧 可是那上面的深厚云层似乎还在很远的地方 这么飞下去 这是要飞出这个星球表面 嗯 朝明疑惑地开口 这前面有道阵法屏障啊 嗡 似乎穿过了什么 细微的刺痛感自皮肤上传来 好似什么东西 强硬滤过身体 不放过任何一处 叶归兰愣了一下 就刚才那瞬间 就跟过了一遍X光一样 那是 什么 好险好险 差点就被发现了 朝明松了一口气般开口 叶归兰心头一紧 你说 刚才有什么东西 差点发现你吗 嗯 那是道 只有幻灵才能看见的法阵屏障 但是设置法阵之人 应该是幻灵之中很强的人 那法阵屏障可以发现 任何你携带进这个城池的东西 空间容器里的东西也能看见 差不多吧 最多看个大概形状 具体当然看不出来 但是我这样的 一看就知道不是寻常 叶归兰坐在那 这不就是过安检吗 想到前世 她为了逃票 曾经想混在一堆行李里过关 没想到瞬间就被扫了出来 赶了出去 浓厚的云层 在几人过了这道屏障之后 急速散开 云层之后的皇城也落入眼中 整座城池错落有致 高低之分 道路并不是一马平川 而是起起伏伏 像是飘荡在空中的丝带般 连接着各个区域 似乎一个不小心就会从缝隙中跌落下去 皇城并不大 甚至说这根本就不能算作一个城 放眼望去就能看到全貌 除了几个大型建筑物在 根本没有什么家族居住的痕迹 两只大鸟很快降落在平台之上 这平台巨大无比 无数同类飞行坐骑被拴在那 似乎这里就是这座皇城的交通枢纽之处 你们两个去往任何地方都要走法阵 别想着走云梯 两个男人扫了两个小姑娘一眼 没有幻灵级别 你连一步都迈不出去就会跌得粉身碎骨 两个男人没有下坐骑 而是在两人下来之后立刻又飞走了 叶归兰看着这片巨大区域中心亮起的地方 那里应该就是传送法阵了 方怀锦轻轻拉了一下叶归兰 师妹你看很多其他小宗门的制药师们也都提前来了 叶归兰这才看见 这片平台之上除了他们还有很多年轻面容 甚至在前不久的年轻制药大会上都打过照面 叶归兰没心思同这些人打招呼 拉着方怀锦就往法阵走去 师姐我们先去交易行看看怎么样我实在是心痒痒 好好 方怀锦连忙点头 两人一起站在法阵之中在一片光芒之中迅速消失 平台一边的魏逸阳盯着两人 他也是刚到 只不过是从别的方向 我还以为那些人是乱说的 原来方怀锦真的转学过去了 魏逸阳想到这里就很恼火 一个叶归兰一个方怀锦 今年这任务还让不让别人做了 魏逸阳 看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子 难不成现在就打退堂鼓了 一个女生走了过来 看上去二十出头 并不稳重 你是不是怕输给我呀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今年这任务我可是势在必得 就你 魏逸阳冷哼了一下 你知不知道今年这任务还有谁来 还能有谁不都是老面孔 魏逸阳哼了一声 方怀锦来了 女生立刻瞪圆眼睛 方怀锦 她不是从来不接任务的吗 我怎么知道 不过她的确来了 我亲眼看见了 女生摇摇嘴唇 不就是方怀锦吗 也没什么可怕的 魏逸阳嗨了一声 略带嘲讽的开口 可不止方怀锦一个 叶龟兰也来了 话一出口 旁边的几个制药师立刻聚拢过来 叶龟兰 她也来了 被冷落的女生立刻有些不满 叶龟兰谁呀 哎呀 桃花你这次没参加青年制药大会 横空出来一个叶龟兰 今年比的还是要单 她 举手啊 把方怀锦都比下去了 什么 换作桃花的女生挑眉 这么厉害 魏逸阳看着她眼底的不服 心生一记 滴滴开口 是啊 她厉害 比你还厉害 叶龟兰看着面前的这个交易行 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 这门是给人过的 方怀锦也是一愣 直到两人看到有人走了过来 都十分默契地退后半步 看着来人走到那扇连她身高一般都没有的门面前 一秒之后 那门便大了 这是灵气之门啊 朝明开口 这里虽然是个小城 但到处都充斥着浓厚而强大的灵气 自入城那道屏障就能看出 城池虽小 却能通天 叶龟兰心思一转 这个皇城 离三层外三层的防护 只怕在这个城里的每个角落都有错事 不然进出来往的都是幻灵级别 却没有任何事端出现 甚至是细微的摩擦 冬末 也未免太奇怪了 师妹 那门 好像是灵气巨像的 方怀锦看着走进去的那人 门在之后又变成了先前的情况 两个土包子 一看就没见过世面 几个年轻人走了过来 看了看叶龟兰两人都不由地吃笑一声 他们身上穿着样式很好看的各色制服 这么一笔 叶龟兰和方怀锦穿得格外朴素 两人又是一副呆在门口不明就里的样子 几个年轻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刚要走进去交易行 其中一个却停了下来 仔细看了一眼 你不是方怀锦吗? 方怀锦看了过去 那是一个她从未见过或者说从未注意过的人 她面无表情地给了一个我认识你们的眼神 年轻姑娘走了出来 正是刚才被魏逸阳稍微刺激到的桃花 她一身淡粉色的衣裳 甚至头发上的装饰也有几多桃花 脸颊也始终泛红 人面桃花 说的就是她 师姐 认识的人吗? 叶龟兰随口问了一句 方怀锦摇头 不认识 桃花明显有些尴尬 想到魏逸阳的话视线当下转到方怀锦身边的叶龟兰身上 上下打量了一番 你 就是叶龟兰 叶龟兰有些惊讶 还没等她开口 桃花有些冲的话就说出来了 瞧你这一身穷酸打半让 也配来这种地方 不知道来皇城之前给自己买身好衣服吗? 方怀锦挑眉 叶龟兰一下子就笑了 不好意思 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还真是没见过世面 下次一定会注意的 多谢提醒啊 你 算了 华丽的刺被软推回来 桃花哼了一声 转身和她的同伴们走进了交易行 你和那两个说什么话啊 我以前觉得方怀锦出身不错 没想到她却和那的香巴佬沦为一谈 嘖嘖嘖 她也不怕丢了家族面子 几个人进去了 但是话语仍在 叶龟兰瞧了瞧自己师姐黑了半边的俏脸 嘿嘿一笑 是我拖累师姐了 下次一定注意外表 管他们说什么 方怀锦开口 师妹这样没什么不好 我们也进去吧 叶龟兰笑着点点头 低矮的门在两人站在面前之后 迅速变大 叶龟兰推门进去 里面别有洞天 比她去过任何一家拍卖行都宽阔无比的大厅 却没有多少人在 根本就没有其他拍卖行门庭弱势的模样 所有在这里的人都压低声音 安静的有些可怕 叶龟兰扫了一圈 除了几个一看就是幻灵级别的强者在这里买东西 大部分都是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 看样子都是揭取任务的学生们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册子 在急切地翻看着什么 叶龟兰和方怀锦也拿了一本 翻开的第一页 那上面便写了一行字 次品不卖不收 低品不卖不收 叶龟兰挑了挑眉 这倒是很霸气的宣扬 要知道其他地方的拍卖行 可是来者不拒 只要能卖出钱就可以 大部分都是和制药有关 方怀锦看得两眼放光 果不其然 很多外面交易行根本没有的东西 这里都有 叶龟兰翻看着手里的册子 大部分在售东西都和制药有关 稀缺药材 珍稀成品药 甚至一些老爹册子里 都标注很稀有的丹药 这上面赫然在列 不愧是制药总工会所在地 制药的巅峰成品 应该都在这里了吧 册子很厚很厚 方怀锦翻看得津津有味 叶龟兰迅速地往后面翻看 他不需要丹药 也不需要什么药材 老爹给他准备的那几大架子的材料和成品他还没看呢 以老爹的水准 根本差不到哪去 还真的有灵重 叶龟兰看着册子后面的几页 在大部分和制药有关的物品之外 只有寥寥几页写着其他东西 叶龟兰翻到写着灵重那一页 不免有些失望 没有幻灵级别的灵重最高级别的也只是剑灵五级 看来灵重这种东西还要去外面的交易行寻找 这里的交易行重点都在制药上 其他东西就显得平平无奇了 叶龟兰微微叹气地将册子放了回去 相比其他年轻人的兴奋和赞叹 叶龟兰有着明显失望 师姐我去买下灵重 虽然级别不高 但再小也是蚊子肉 最关键的是大毛二毛饿的不行了 好我就在这里等你 方怀紧头也没抬得开口 继续翻看着手里的册子 叶龟兰走到柜台前 说了一下自己要买的东西和数量 接待员明显愣了一下 小姑娘你确定要这么多 嗯有多少来多少吧 叶龟兰开口接待员笑笑 好那你等一下我需要清算一下价格和库存 叶龟兰点点头 他老爹给了他几大架子的东西 更多的还有钱钱钱 他甚至怀疑老爹是不是把毕生所赚的都留给了自己 他可以骄傲地亮出自己的财产 大声地告诉所有人 他叶龟兰可是货真价实的小富婆 只是叶龟兰一直都没动这些钱 他想要看看自己能创造多少财富 只是眼下这个情势 两只雏鸟快要给他掏空了 叶龟兰你买灵重回去当玻璃球完吗 桃花走了过来你这是有钱没地方花了 这么有钱怎么不见你穿点好衣服啊 叶龟兰对他笑笑 没打算理会 只是想安静地等接待员回来 桃花见他根本不理会自己 有些不爽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魏一扬和我说 在制药上你比我厉害 我怎么就不相信呢 我连方怀锦都不服 怎么可能被你比下去 叶龟兰这才转过脸 仔细看了他一眼 收回了方才的笑意 我认识你 魏一扬 行啊 这笔账我先记下了 你不认识我 但是我 不认识你 你又在这里过躁些什么 叶龟兰冷冷看他 不觉得自己很烦吗 你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是 我管你是谁 和我有屁关系 你 粗鲁 叶龟兰冷哼一声 这时候接待员走了回来 这位客人 总共368颗 总计一共 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听得桃花瞬间瞪圆了眼睛 叶龟兰按字数了一下 有多少个灵 心脏也忍不住抖了几下 但还在他能承受的范围内 行 我都要了 桃花瞬间转头 看傻子一样的看他 叶龟兰根本不想理他 接待员笑着接过叶龟兰递过去的卡 不多一会儿 一个精巧的别扣拿了出来 东西全在这里 这枚空间容器算是本行赠送给您的 哇 真是太贴心了 谢谢 叶龟兰笑着接了过来 转手塞进了自己的空间容器里面 刚要回身去找方怀锦 就听到桃花在后面阴阳怪气地来了一句 哼 想把老爆发户 这么买东西给谁看啊 有钱了不起啊 叶龟兰笑了 他回身 不紧不慢地回了一句 是啊 有钱就是了不起哦 叶龟兰 桃花明显受不得这样的刺激 好像被突然踩了尾巴一样 声调和音量有些不受控制的羊羔 当下成为了这里最醒目的存在 立刻有人走了上来 毫不客气地将她 请了出去 和桃花一同的那几个学生明显面子上挂不住 也都红着脸走出了交易行 叶龟兰走到方怀锦身边 看着自家师姐依旧专心地看着小册子不由地轻笑 她估计根本就不曾抬头过 也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嗯 买完了吗 方怀锦抬头 叶龟兰轻笑着点头 就算再有些留恋不舍 方怀锦也只能将手册放回去 这个交易行里面还真是应有尽有 真想见识一下那些顶级丹药的拍卖现场 怎么师姐有兴趣 我对拍卖不感兴趣 只想看看丹药长什么样子 说到制药 方怀锦眼中有光 老师也曾发表过言论 在创造新配方的时候 灵感可能来源于那些顶级丹药成品 真的很想一睹这些丹药尊容 想必收获会很大吧 叶龟兰心思一转 他的想法没方怀锦这么严谨证实 但是他也的确想在制药路上使劲追赶老爹 若是真的能如师姐所说有所感悟 那当然受益匪浅 皇城这样的地方根本不可能随便出入 下次再有这样的机会指不定会是什么时候 现在明明有大好机会 若是不好好把握 岂不是白白浪费 那我们还等什么 叶龟兰原本伸手要推门出去 当下一个转身拉着方怀锦往外走 方怀锦立刻明白他要做什么 严盟小声提醒师妹 这里的拍卖行和外面的不一样 刚才那册子上有标注 必须要消费一定金额才有资格参加 尤其是顶级丹药的拍卖 更是天文数字啊 叶龟兰轻声笑笑 我刚才也消费了点 去试试看吗 方怀锦有些担忧 但也只能跟着走过去 刚才接待叶龟兰的人 进到他回来了 笑着开口 客人是还有什么需求吗 我想参加一场顶级丹药的拍卖会 叶龟兰也很直接 他不知道册子里写的是什么天文数字 但他刚才消费的数额 一定是够了 接待员笑咪咪点点头 客人是这样的 参加单要拍卖的资格是根据客人在这里消费的级别而定 目前客人可以参加的拍卖级别是 银集 方怀锦惊讶地看着叶龟兰 师妹 你这是花了多少 叶龟兰自己也愣了 有没有搞错 他花了少说也有几千万 就一个 银集 是什么等级 客人是这样的 一共是十个等级 银集之下有三个等级 之上有六个等级 不过请客人放心 各个级别的丹药都经过专业制药师评估过 虽然只是银集 但也会让你满意而归的 叶龟兰懂了 虽然级别很低 但也有压轴货 就看你买不买得起了 不愧是皇城 不愧是制药师总工会坐在地的拍卖行 要买顶级丹药 除了这里 估计不会有第二个选择 但是你没一定的消费能力 根本没资格参加 没有人敢在这里撒野 更不会出现有人抢抢弹药的事情 只怕有人动手 立刻会有强者出现镇压 这里 只怕是与那四大家族也有所关联吧 叶龟兰想着 但是一旦 除了皇城 买到手的弹药 还能不能是你的 也是另说 这是一个内力安全层层 令人舒心的地方 也是一个一旦离开 就杀鸡四伏 危险重重的地方 银集就银集好了 我们要参加 叶龟兰开口 接待员当下笑着点头 当然没问题 最近一场的银集拍卖就在明天上午十点 这时入场令牌 还请客人准时前来 过时不后 接过令牌收好 两人离开了交易行 方怀锦实在忍不住 师妹 你到底花了多少钱 钱财方面是不是没有了 我有 叶龟兰忍不住笑了 师姐竟然在担心她没钱 是花了不少 我把交易行里面的灵重扫光了 没办法 大毛 二毛实在是太能吃了 叶龟兰细细想了一下 她自己也是蛮能吃灵重的 见灵级别的灵重她是打算都留给自己的 你都扫光了吗? 那要花多少钱? 方怀锦看着她 你若是没钱 一点要和我说 叶龟兰黑黑一笑 是这样的 我们家里 别的没有 就是 钱多了些 在我住的那个小镇子 我们家可是谁人都知道的富贵人家 若不是这样 有如玉也不会盯上叶龟兰 方怀锦不知其中内情 也没以为叶龟兰能有多少钱 那也不能这么花钱 要有计划 以后在钱财上一定不要硬扛 我出门还是带了些钱的 好好 那就先谢过师姐了 叶龟兰也不打算解释 知道这是方怀锦在关心自己 我花了这么多 也只是银级 看来能参加最高级别拍卖的 也都不是什么普通人 这是自然 只怕 有可能出现四大家族的人 我们早来了三天 明天参加完拍卖会 我们去逛逛其他地方吧 好啊 我们去走走药材铺怎么样 两个姑娘一边讨论 一边踏上了法阵 对 请 出来的桃花在外面看着两人气得牙痒痒 在两人消失之后 她也踏上法阵 叶龟兰 我和你杠上了 只是桃花完全没有想到 叶龟兰是真的有钱 不是装出来的那种 她和方怀锦下榻的地方 一个晚上的价格让她却步 更别提第二天 两人又进去交易行 桃花也跟着进去 却被挡在了拍卖门外面 为什么我不能进啊 他们怎么进去了 再一次 她被 请了出去 叶龟兰和方怀锦两人被专人带进了银级拍卖场所 进去之后里面的场地可不小 看样子 在此到达银级的人 基数还挺大 两人并非是奔着拍卖而来 只是想看看会有怎样的压轴单要面试 两人挑了个靠中间的位置坐下 距离开始还有一段时间 有很多人已经陆续进场 嗯 那不是魏一阳 魏一阳和几个年轻制药师一起走了进来 叶龟兰这才注意到 参加这场拍卖有一部分都是年轻人 看样子是代表着老师或者家族前来参加拍卖 制药总工会发布的任务 竟然还有这一层含义 怪不得谁都不愿意错过 叶龟兰忍不住看向方怀锦 方家竟然没怪方怀锦 也是难得 魏一阳根本就没看到叶龟兰 她面带骄傲地挑了个地方坐下 看样子是要在这场拍卖会上势在必得 叶龟兰冷冷看了她一眼 给我穿小鞋 还故意让别人和自己结下梁子 行啊 魏一阳 在距离真正拍卖几分钟前 会场已经坐满了人 到了十点 会场大门准时关闭 真的如街代言所说 过时不后 拍卖会和其他地方流程都一样 迎接拍卖上的东西并不十分高级 但是对于丹药来说 还是人人抢手 毕竟品质是真的好 方怀锦一路看得仔细认真 都在研究拿出来拍卖的丹药是如何到达这样的品质 优点在哪里还有自己的不足之处 叶龟兰的一双眼睛却紧紧盯着魏一阳 拍卖到现在 他一次都没出嫁过 接下来的拍品是《九转魂火丹》 《九转魂火丹》?方怀锦一脸疑惑 明显是没听过的名字 叶龟兰盯着魏一阳 低声开口 那是对应见零级别的丹药 只不过有些片门是专门针对树林 而且是火系树林的丹药 其他人买了也没什么意义 师妹 这么冷门的药都有涉链吗? 嗯 是宋叔以前偶然提起的 我就记下了 其实 是老爹的那本小册子上 有几页可都是冷门丹药 他看得津津有味 这才知道 丹药之中要多冷门就能有多冷门 有些药是所有人都能用 有些则是针对某一部分人而已开始出嫁 有人陆续叫嫁 只不过明显参与度不高 也没几个 就在这时魏一阳出嫁了 全场最高 一时半会儿也没人继续加嫁 这丹药太有针对性 药的人也没必要撕到很高 魏一阳坐在那 美滋滋等着成交 却没想到一个声音突然出现 熟悉的她忍不住立刻回头 看着出生的那人 瞳孔都忍不住锁了一下 那是 叶归兰 叶归兰的突然出嫁也让方怀紧猛了 师妹 她不是御灵师吗? 买这个做什么? 叶归兰迎着魏一阳的目光瞪了回去 魏一阳再一次出嫁 而叶归兰 不急不慌地继续加嫁 加嫁到能让所有人明白 她就是在针对魏一阳 叶归兰盯着魏一阳 滴滴开口 这一局我和她杠上了 你已经说了 そして 不疑 你 这一局 绝到 诶 骑